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第四百五十四章 倒海 白小文也觉得徐海有点狮子大开口的意思 明朝的参将是三平五官 于大球 屡立功勋 出生入死多年 现在也没有混上参将 要是胡宗宪同意了徐海的要求 岂不是让于大球等有功之将心冷 徐海迟疑道 那游鸡将军如何 胡宗宪依旧摇头 徐海忍住了不愤 说道 看来徐某只能去做一个把总啊 胡宗宪淡淡一笑 胡大人笑什么 徐海揶揄道 难道我连一个把总也不值 胡宗宪收起了笑容 左右给我拿下紫贼 两边的精英明军亲兵答应了一声 同时抢步而出 一左一右按徐海的肩膀 徐海微微一正之后怒吓一声 两条粗壮的手臂一甩 便将两名精英亲兵摔了出去 吕声说道 胡大人 你要言而无信吗 徐渭站出来斥责道 徐海 多年来你影窝寇袭扰大明疆土 害死了多少无辜百姓 手上沾染了多少鲜血 跟你这样的禽兽豺狼 也要讲信义吗 徐海圆征双目 原来赵安从一开始就是一个谎言 先是王旨 然后是我 你们这样做 今后也不会有人敢接受朝廷的招案了 假作真实 真一假 似乎给胡宗宪这个老爷面子 这些话都由徐渭代劳 他慢条思理地对徐海说道 汪直的那一次 我和督公是真的不想杀他 杀汪直必跟东南大乱 只可惜朝野一乱分缘 督公也是迫于无奈 而现在 东南乱局已然形成 留你性命又有何用 还要防备你贼心不死 随时反叛 白小文心中暗想 徐渭的这个担忧 的确不是随口一说 徐海这个人 绝不是什么省油的灯 当年在汪直部下的时候 就和汪直冲突 甚至想要厮杀汪直 他的野心之大 不是一份朝廷俸禄能够束缚得住的 徐海捏着拳头 一股射人的气势散发出来 几名民军亲兵都有些不敢上前 林阵卫索 听令不前者 斩 胡宗宪眼中一抹煞气闪过 他是读书人 却也是手握南直立 浙江 福建 等数省军政大权的总督 至军之言 不逊于古之名将 在那几名亲兵身后的 明军亲兵 齐刷刷地抽出了钢刀 刀光闪过 几个畏缩不前的明军亲兵 脑袋落地 于将军 白晓真人 还需借助你们二位之力 勤下此贼 胡宗宪说道 白晓文又是惊喜 又是好奇 什么时候灵界规则这么大方了 又送上来一个 精疲力尽的总首领让我杀 还是在明军大队人马 强势围观略证的情况下 于大囚 虚了一口气 上前一步 他虽然是抱凶而立 但却有一股渊庭悦志的宗师气度 徐海 大势已去 你还是不要反抗了 好歹是一军之主 别死得太难看 白晓文暗叫不妙 徐海灿然一笑 大丈夫 死则死已 又有何之 他转向胡宗宪 我其王翠教 本是家兴人士 凭诉并非作恶 还请胡大人 留他性命 允他返向 胡宗宪点头 他自是有人照顾 你无需担忧 徐海说道 我最后信你这一次 他抽出腰刀 在磨岗上一抹 魁梧的身躯摔倒在地 白晓文撇撇嘴 他就知道没这种好事 几个忠于徐海的心腹海盗 都是激动难平 纷纷鼓噪上前 然而双手被换腹 他们也根本没有反抗的余地 一个个被明军亲兵 砍杀在地 这大概也是他们的目的吧 看着明显不安的 其他吃瓜海盗 胡宗宪 朗声说道 我只诸徐海 你们这些人 是受了徐海的蛊惑 才助纣为虐 若是肯戴罪立功 加入先锋营 本官保你们一个大大的前程 胡宗宪背靠的是大明朝廷 画下的大饼 还是很诱人的 吃瓜海盗们 纷纷拜扶在地 于将军 白小真人 我们走吧 还要招降金门港的 沃寇与党 编练新军 接下来 还有很多事情要做 徐渭跟在胡宗宪的身后 小声说道 金门港 三家海盗的船队 被官军船队围住之后 喊话招降 有些海盗不相信朝廷 想要乘坐小船溜走 但无一例外 都被官军的大船撞翻 胡宗宪下令之后 官军箭矢火枪骑射 将一个个翻船落水的 倭寇通通射杀 这就是胡宗宪的态度 他可以招降这些倭寇 给他们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 同时充实自己的战力 但是胡宗宪的容忍度 是很低的 他要的只有那些 胆小顺从的倭寇俘虏 稍稍胆大一些 拒不投降的倭寇 就被胡宗宪视为野性男训 欲以射杀 胡宗宪杀徐海 大约也是出于这方面的原因 留下徐海 固然可以多一个大将 但是徐海的心思未定 降而复叛的可能性很大 一旦徐海再叛 皇帝的问责 御史台的弹劾 那是胡宗宪绝对招架不住的 经过一段时间的对峙之后 终于由海盗开始听从官军的命令 抛下武器 双手抱头跪在甲板上投降 主要是海盗们的重要人物都在金门岛 死的死 降的降 留守港口的海盗 绝大部分都是没有资格参加三家聚会的 其地位之地可想而知 现在 他们正处于群龙无首的状态 听闻首领都已经扶出的消息 当然 就失去了对抗朝廷的勇气 足足折腾了一个多时辰 这次大规模招降 终于落下帷幕 胡宗宪抓了几千名倭寇俘虏 击杀三个倭寇总首领 擒获寇金锐数千人 这份功劳相当之大 胡宗宪也是志得意满 碾须微笑 接受满船将领们的恭维和庆贺 忽然 有一名亲兵小跑着过来 对胡宗宪 一声说了句什么 胡宗宪脸色微微一沉 脸头说道 带他过来 不一会儿 几名明军兵士 带着一个美貌妇人 来到了胡宗宪的旗舰大船上 白晓文认出来了 这个妇人正是他见过一次的 王翠翘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下集更加精彩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和阅文集团 联合出品的多人有声剧 净化之眼 改编自起点中文网 同名小说 作者 亚瑟罗 由伯恩大魔王领前 布达拉有声天团 及喜马拉雅 十六位主播 亲情演绎 第四百五十五章 岛海 下 王翠翘脸色有些苍白 公身向胡宗宪宪行礼 总督大人 怎么不见我家夫君 且身在船上 听军官喊话说 贼丘三人已经尽数辅助 敢问总督大人 我夫君徐海何在 胡宗宪咳嗽了一声 没有答话 一个名叫卢唐的明军武将冷喝道 徐海贼心不死 已然浮桌 王翠翘 惊得呆住了 胡宗宪温和地说道 王翠翘 你本是家乡人士 虽然流落教方 但也是我大名子民 徐海是大逆不到的窝寇 强行把你掳掠过去 你又何必对他死心塌地 王翠翘 嘴唇没有一丝血色 邱总督大人 允许妾身收敛徐海的尸首 妾身万年俱会 这就忠老于清灯古佛之下 徐海的首级 要运抵京师暴劫 这种巨寇手上 不知有多少人命 朴实荒野都不足以泄民愤 任何人都不准为他入领 胡宗宪哼了一声 看到王翠翘面无血色 语气转为柔和 说道 你也不用惧怕 本官知你未曾作恶 不会受到徐海的株连 我保你后半生无忧 胡宗宪对着一边招招手 一个秀才模样的中年人 走了过来 对着胡宗宪行礼道 拜请督工大人 罗 罗先生 王翠翘亚然道 那人正是和白小文打过交道的 秀才 罗龙文 他此时已经换掉了一身破烂的长衫 浑身上下 整促一新 从一个落魄的海盗摇身一变 变成了一个衣冠楚楚的世子 胡宗宪笑道 王姑娘 你和罗龙文本是旧相识 早年他穷困潦倒 你尚在归中 就资助他进学考试 这一番缘分不浅了 只可惜天有不测风云 你负货罪 连累你一同流落风尘 后来徐海打破城池 将你掳去 正是祸不单行 不仅有天灾 更有人祸 胡宗宪就跟一个说书仙赏一样 饶舌说了一大串 顿了顿 又继续说道 有道是 一求无价宝 难得有情郎 罗龙文考中秀才之后 听闻你被徐海掠走 却是放弃了功名前程 主动找到本官 愿做一个师爷 后来我和文长先生 制定了卧底倭寇 伺机离间的计划 罗龙文更是不顾安慰 主动请英 加入徐海徽下 就是为了寻你呀 满船的人 听了这一番曲折之后 都是感慨万千 有人赞罗秀才情深意重 也有人探罗王二人 好事多磨 当然 众人揣摩胡宗宪的 话中之意 还有痛骂徐海的罪多 可不是吗 如果没有徐海横插一杠子 罗龙文继续赶考 高中举人 甚至近视之后 一景还乡 再从青楼中接回 已成杭州铭记的王翠峭 岂不是皆大欢喜的结局 当然 现在的结局也不差 罗龙文立下了不少的功勋 有了胡宗宪这个执政总督做后盾 再去科考 金榜提名 那就容易了很多 同样 也有娇妻美眷 而且 他和王翠峭的故事 多了徐海这么一个反派的话 更是可以写成戏剧画本 流传千载 胡宗宪 吕须虚微笑道 王姑娘 你从此就跟着罗师爷 哦不 罗秀才回到嘉兴 等着他给你 挣一个告密回来 不比跟着徐海丹京 受怕好得多 罗龙文 反倒是有些慌乱 他想要说些什么 可是一抬眼看到 王翠峭 煞白的脸 顿时猴头如堵 一句话也说不出 王翠峭 欺然一笑 原来这一切都是假的 嗯 众人料想之中 王翠峭头怀送报 罗秀才报的 美人归的桥段 没有发生 都是恶然 船上一时间静悄悄的 王翠峭也不看罗龙文 只看着胡宗宪 胡宗宪 你闪杀归乡之人 你把天道放在何处 胡宗宪被直呼名字 一时间有些恼怒 每一等胡宗宪发作 王翠峭就已经面向 金门岛的方向 声音凄厉 冥山 是我辜负了你 白色的群聚猛然跃入海中 罗龙文惊慌失措 连忙大叫道 快 快把他捞起来 不过 罗龙文人微言轻 船上众人看着胡宗宪 铁青的脸色都很识趣 没有人跳水救人 罗龙文环视四周 一咬牙 跳入海窟 可他不识水性 在海里面胡乱扑腾 快把罗师爷救上来 成什么体统 胡宗宪哼了一声 两名亲兵跳了下去 忠实地遵循 胡宗宪的命令 把罗师爷救上来 至于另外一个 被海水吞没的 白色群聚影子 他们很默契地 视而不见 李淑仪在队伍频道中 很不忍地说了一句 这胡宗宪也太过分了 早晚 我好想救一救王翠桥 白小文叹了口气 他早已心怀死之 骂胡宗宪那句话 不就是为了不让人救吗 一个铁了心要死的人 你救不活的 胡宗宪 凭什么不让人家 手脸失手呀 连做尼谷都不许 这也太绝了吧 吕淑仪物字有些愤愤 白小文摇头 在队伍频道中说道 胡宗宪这是为了自己的名声考虑 书一 我知道您因为王翠桥对徐海忠贞心生感动 而且连带着讨厌起了胡宗宪和徐魏 不过说句公道话 徐海作为大明子民 投靠倭寇 带领倭寇 袭扰大明疆土 杀戮百姓 抢劫了财务不知多少 可谓罪大恶极 堪称明代的汉奸 这个是大意上的罪恶 在私人情感上的忠贞 只是小结 胡宗宪和徐魏苦心抗窝 守护东南沿海的大明百姓 是可以被称之为民族英雄的 这是大意上的正义 至于品行上的言而无信 背信弃义 同样只是小结 白晓文的态度很明确 战边胡宗宪和徐魏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下集更加精彩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和阅文集团 联合出品的多人有声剧 净化之眼 改编自起点中文网 同名小说 作者亚瑟罗 由伯恩大魔王领前 布达拉有声天团 及喜马拉雅十六位主播 亲情演绎 第四百五十六章 沙皮靴和技能书 李淑仪其实也明白这些 只不过女人更感性一些 容易被情感左右 不管怎么说 王翠翘跳海自尽 出乎众人意料之外 也让胡宗宪脸面无光 他哼了一声 甩手转头就走 徐魏嘱咐了于大球几句 也不理会胡宗宪 背着双手 悠哉悠哉地 走到了坐船的一个仓室之中 蒙头睡觉去也 走吧 现在这种情况 不宜直接交任务 还是先开宝箱再说吧 白小恩和李淑仪 选了一个无人的仓室 去开宝箱 只有于大球苦弊地 整顿那些刚刚投降的倭寇 用一道道缆绳 将他们捆成一串串的长队 随后全倒缩补 务必不能跑掉一个倭寇 做这个C级英雄任务 白小恩和李淑仪 一共收获了两个总首领 掉落的黄金宝箱 以及两个白银宝箱 掀开白银宝箱 这两个宝箱的评分 都只有C级 估计还是因为出自 高级精英的缘故 如果是和白小恩两人 差不多等级的中级精英 估计评分要跌到D级 或者E级了 C级评分 只有一次抽取的机会 好在不会轮空 白小恩和李淑仪 一人一个宝箱 很快就抽取完毕 并没有什么惊喜 两人各自抽到了一件蓝装 都是拾取后绑定的装备 基本上是作为强化装备的 辅助装备使用的命 值得一提的是 两个宝箱各自爆出了 一份特殊物品 海盗的血液 这是必定掉落的 不会占用战利品的掉落列表 应该是因为我们身上都有不洁的金破 所以击杀海盗才会额外掉落这种特殊物品 白小恩取出了一团得刺精英冤魂的不洁的金破 尝试与特殊物品海盗的血液融合 原本淡红色的金破 在触碰到海盗血液的时候 红色的光运竟是一点一点被剥离 仿佛是盘踞在金破中的怨气 被冲刷掉了一盆 光芒收敛之后 那一份海盗的血液已经消失不见 而不洁的金破的名字 也已经改变 强化的金破 这一团金破中 蕴含着一股精神能力 原本盘踞的怨念 已经被洗刷干净 白小恩又取出了 阿普索伦的血晶石 注入强化的金破 熟了 血晶石的表面仅仅是光芒一闪 吞掉了这团强化的金破之后 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 不过白小恩心中确实有了底 既然血晶石肯吃 那就说明路子走对了 至于没有变化 那也很正常 阿布索伦的血晶石 是德子领主的高端物品 而强化的金破 仅仅是德子精英的特殊物品 两者之间有质的差别 除非用大量的金破去堆 否则 单靠一团金破 是不可能让血晶石出现提升的 白小恩又取出了 布杰的金盒 这颗金盒 是德子白鬼后的战利品 对布杰的金盒 使用第二份海盗的血液 却什么反应都没有 白小恩接到了 临界规则提示信息 布杰的金盒之中 盘踞的冤屈一指 过于强烈 李淑仪看到了共享的 灵界规则提示 说道 白鬼后是首领级冤魂 它掉落的金海 应该同样需要 首领级海盗的鲜血 才能洗刷 白小恩 点头说道 嗯 正好 我们还有两个 国寇总首领的黄金宝箱没开 打开了两只黄金宝箱 白小恩暂时没有选牌 先获取必定掉落的特殊物品 果然 两份海盗首领血液入手 白小恩使用了海盗首领 陈冬的血液 果然 成功洗刷了白鬼后的金盒 再次交给阿布索伦的血晶石 进行吞噬 在吞噬完成之后 阿布索伦的血晶石 残缺 终于有了变化 名字变成了 阿布索伦的血晶石 破损 破损 从字面上理解 比残缺 要好一些 但是白小恩依然无法使用 可惜 金破金盒只有这两分 还剩一件和阿布索伦的血晶石 有感应的物品 就是黑江王掉落的污秽的心脏 不过 这颗心脏 需要真窝海盗的血液 才可以洗刷呀 白小恩手上 还剩一份叶马子的血液 也是假窝 而非真窝 这血液是没有办法 洗刷黑江王的污秽心脏的 反正 我们做完主线任务 下一步 就要做巡舰的支线任务了 免不了 要和真窝战斗的 李淑仪 说道 白小恩 点点头 没错 先选战利品卡牌吧 他把阿布索伦的血晶石 叶马子的血液 和另一份精英海盗血液 都瘦了起来 陈东和叶马子 因为在战斗打响之前 都受了一定的伤势 而且叶马子 还陷入虚弱状态 所以战斗评分 并不够 好在白小恩和李淑仪的等级 比两位首领差了两级 而且属于同时和两名首领开战 临界规则也考量了难度 一定程度上提升了评分 最终 两个宝箱的评分都维持在B级 各有两次不会轮空的抽取机会 首先选的是陈东的黄金卡牌 最好可以调技能书 白小文说道 李淑仪点头道 嗯 是啊 竹风剑爵真的蛮强哎 感觉也比较适合我 竹风剑爵 指的是特殊剑术套路 在施展起来之后 只要对方想要躲闪 攻速就一定会被降低 而使用者的攻速却会得到提升 单单是提升每层提升5%攻速的效果 就已经非常适合李淑仪了 跳武器也好 倭寇总手里陈东用的剑 绝对是极品黄金武器 正好可以把你左手的精致图刺剑换下来 白小文说着 点中了一张黄金卡牌 一幅长统隔靴图案 在金光之中翻转过来 映入眼帘 杀皮靴 拾取后绑定 装备品质 英雄级 黄金 装备位置 脚步 装备需求 基础力量15点 基础敏捷15点 书性 敏捷加3 移动速度增加4% 技能水上飘 使用者可以在水面上滑翔 持续一分钟 受到伤害后 效果会消失 冷却时间24小时 耐久度 42-45 说明 采集鲨鱼皮精致而成的长靴 穿上它 即便不通水性之人 也能纵横江海 这个黄金装备比较一般 虽然同时附加了属性 还附赠一个技能 不过这技能 怕是用处不大 白晓文 仔细思考了一下 水上飘技能的 适用范围 最后 很无奈地得出了结论 恐怕它的最大作用 就是装逼了 本集播讲门地 感谢您的收听 下集更加精彩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和粤文集团 联合出品的多人有声剧 净化之眼 改编自起点中文网 同名小说 作者亚瑟罗 由伯恩大魔王领衔 布达拉有声天团 及喜马拉雅十六位主播 倾情演绎 第四百五十七章 军需官徐卫 相比起来 白小文宁可不要这个技能 在属性上弥补一些 敏捷加三变成敏捷加五 或者敏捷加三体质加二之类的 都挺好 白小文把鲨鱼皮靴 递给了李淑仪 不过李淑仪却没有接 嗯 我有鞋子了 小文 你一直没有 这件装备应该给你穿 李淑仪推举道 白小文一直没有脚步装备 当然这不代表她一直是光着脚的 在地球上就不用说了 在灵界的时候 灵界规则会给予一套默认切入形象 总归不会让白小文光着脚走路 到现在为止 白小文已经尝试过草鞋 贵族长筒靴 运动鞋 等等诸多灵界规则默认的鞋子了 这件装备是加敏捷的 嗯 好吧 按照最优化的原则 这双鲨鱼皮靴给李淑仪穿的话 她搅上原本的黑色皮鞋 就浪费了 白小文仍然无鞋可穿 需要说明的是 两人虽然已经永久舰队 达到的拾取绑定装备 可以互通有误 但这是指舰队之后 舰队前就已经获取的绑定装备 是没有办法互通有误的 更何况 绑定装备的互通 只能在装备尚未被穿戴之前 才能进行 一旦被其中一人穿戴过 就没办法再互通了 这一规则同样适用于黄金蜜蜡的封装 被穿戴过的装备 同样无法利用黄金蜜蜡进行封装 敏捷属性增加对白小文 也是一件好事 他的草屁有古武术格斗技 很多连招都是需要敏捷支撑的 穿上纱皮靴之后 白小文的敏捷达到了22点 和力量值一样 李淑仪选择了第二张卡牌 技能书 技能书 哇 真的是技能书 太棒了 李淑仪 喜得眉开眼笑 对于李淑仪这种要什么来什么的运气 白小文表示 无话可说 可笑 不是竹风剑绝 李淑仪说道 爆出的技能书是一本 无影斩 无影斩技能书 教你学会无影斩技能 无影斩 化身幻影 掠过战场 斩击你进战范围内所有的敌人 造成中度物理伤害 无影斩可以暴击 在出招期间 你可以移动 无视单位碰撞体积 无法被选定为目标 白小文仔细看完无影斩的说明之后 眼睛亮了起来 这个技能好 价值不比竹风剑绝差 无影斩技能 攻守兼备 在周围有多个敌人围攻的时候 更是可以一次性造成多段物理伤害 叠加多层被动效果 但是 真正让白小文看重的 还是出招期间 无视单位碰撞体积 无法被选定的描述 用来躲boss的关键性技能 一定会很好用 李淑仪也很快看明白了 那是相当的开心 不过 我该洗掉哪一个技能呢 李淑仪有点犹豫 当然是制裁匕首了 白小文说道 虽然制裁匕首有四段伤害判定 但是发动前需要蓄力 这和你的战斗路数背道而驰 其他两个技能 连斩就不用说了 等级四特效三连斩 附加三段伤害判定 而且无需蓄力 可以瞬间发动 作为短CD的小技能 比制裁匕首好用 野蛮冲撞是李淑仪 唯一的一个突进技能 还带有小击退的效果 同样不可舍弃 遗忘技能需要花费零能点 越是高等级 高星级的技能 花费的零能点就越少 甚至免费 而遗忘低等级低星级的技能 花费的零能点反而高 李淑仪的制裁匕首 已经升到了四级 只付出了一千零能点的代价 就遗忘掉了 他随后选择学习无影斩 要重新练习这个技能了 现在LV还比较低 冷却时间也和制裁匕首差不多 有两分钟 李淑仪说道 白晓文点头 技能等级提升 是可以缩减冷却时间的 随后点选倭寇寇首领 叶马子的黄金卡牌 也许是在陈东的宝箱中 把运气都用尽了的缘故 叶马子的宝箱并没有掉落装备 或者技能书 只是掉落了两件特殊物品 松浦新九郎的违信 这是松浦家族头领之一 松浦新九郎 给窝口首领叶马子的秘密违信 可拆阅并获取相应的情报信息 松浦家五十令台 这是松浦家家臣的身份证明 持有者是为松浦家族武士 白小文和李淑仪对视了一眼 不得不说 叶马子的宝箱掉落的两件特殊物品 出乎他们的意料 白小文拆开松浦新九郎的回信 翻阅过一遍之后 说道 果真如此 叶马子不是假窝 而是真窝 他是日本倭寇家族松浦家的武士 真名叫做麻叶 他是真窝 为什么要假扮假窝呢 李淑仪有点搞不懂 白小文摇头道 这我可猜不出来 不过叶马子是真窝 对我而言倒是一个好消息 白小文又取出黑江王的污秽的心脏 将其和叶马子的血液融合 果其不然 污秽的心脏起了反应 上面的黑色雾气 一丝一缕地被吸附出来 融入血液之内 很快 那个污秽的心脏被洗刷干净 而叶马子的血液 也变成了漆黑一片 缓缓蒸发消散 白小文把洗刷过后的心脏 融入阿布索伦的血晶石中 破碎的血晶石发出一阵红光 将那颗心脏直接吞了下去 随后光芒再闪 物品名又有了变化 变成了阿布索伦的血晶石 轻度破损 没想到白鬼后的金盒 再加上黑浆王的心脏 以及沉冬夜麻的血液 四分首领级的特殊物品 都没能修复血晶石 白小文摇头笑道 一方面领主出品的确高短 另一方面 就是我们当时杀阿布索伦 取巧太严重了 要是正面硬钢 斩杀阿布索伦的话 得到的应该是完整的血晶石 李淑仪笑着安慰了一句 嗯 没事了 我现在对这颗血晶石 越来越期待了 白小文收起了血晶石 又把叶麻子掉落的另外一块 松普加武士令牌收好 然后起身说道 走吧 我们先去找胡宗宪 完成了C级英雄任务 声望值应该可以提升到 崇敬级别了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下集更加精彩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和阅文集团 联合出品的多人有声剧 进化之眼 改编自起点中文网 同名小说 作者亚瑟罗 由伯恩大魔王领贤 布达拉有声天团 及喜马拉雅十六位主播 亲情演绎 第四百五十八章 君须官 徐卫 下 胡宗宪当时抚袖而去 主要是有些下不来台 若说愤怒 倒是没有多少怒意 此刻正在旗舰主舱内休息 白小文和李初仪的求见 很快得到了准许 被轻微引入 读书人的脸变得就是快 胡宗宪看到白小文两人之后 原本阴郁的脸顿时满面春风 笑道 二位真是我的福将 这次能一击奏弓 舔灭三寇 两位当局守宫 灵界规则提示信息响起 C级英雄支线任务 金门之战 已提交 任务完成度评价 百分之八十一 良好 你获得了奖励 四千功勋点 你在抗窝民军阵营中的声望提升 目前声望等级为 崇敬 逐线任务 抉择已完成 接下来的五天 十九小时 二十二分四十一秒 你和你的队友 可以随时离开 佳境威冕世界 所获得的收益 包括且不限于的弄点 装备和道具 都不会消失 你的小队 获得了七百五十点经验 可晋升为二级精英小队 是否晋升 白晓文选择了是 之前完成A级精英任务 寻要之后 就得到了一笔小队经验 不过只有三百点 由此看来 还是英雄任务带来的队伍 成长最快 你的精英小队 已晋升二级 小队成员并肩作战时 暴击率提升百分之七 小队主动技能 牵引的半径 增大为一百二十米 冷却时间缩短为 七小时三十分 精英小队升格为二级队伍 提升并不是很大 暴击率额外增加了百分之二 另外就是牵引技能 略微强化了一点距离 不过这样的提升 已经很不错了 这是额外的增益 有总比没有好 白小文和李淑仪 目前的抗窝明军阵营功勋值 已经积累到了一万零九百五十二点 从建到胡宗县 并送上一船赃物作为见面礼开始 白小文和李淑仪在抗窝明军之中 就在不断地积累功勋点 巡耀任务 击杀冤魂黑江 击杀倭寇 都会有功勋点进账的 算上英雄任务给的四千点奖励 总点数终于破万 不得不说 收过白小文贿赂的胡宗县 还是很大方的 这几天给出的奖励 都没有吝啬过 白小文同时也接到了提示 胡宗县徐薇 对他的好感度提升 现在已经是朋友级别 都公 我有一密室禀报 还请都公秉退左右 白小文说道 好感度达到朋友级别 胡宗县自然是没什么防备 挥手让两名轻卫去船舱之外等候 关上舱门 白小真人有什么机灵 胡宗县好奇地问道 都公经满大姐 可喜可贺 不知下一步 对于盘踞东营的窝寇 都公可有什么计划吗 白小文问道 胡宗县笑着说道 唯有莫玛丽兵操练士族 带到真窝进犯之日 迎头统计 不负天子厚文 白小文说道 都公 只有千日做贼 没有千日防贼的道理 何不派遣大军东渡窝国 灭掉真窝的源头 胡宗县脸色微微一变 摇头说道 不可 啊 为何 胡宗县只是摇头 私存之后 说道 原因很复杂 你有些异想天开了 首先本朝太祖曾下旨 窝国为不争之国 我一介仁臣守国门防御窝寇可以 但要是进攻窝国本土 那就是大不敬 必遭阎官弹劾 顿了顿 胡宗县又说道 而且 窝国敌情不明 而我军又刚刚大战 需要整边俘虏 不能急躁冒进 兵法云知己知彼 方能百战不殆 白晓文哪有闲心听胡宗县扯兵法 好容易捉住胡宗县的话缝 说道 督公有所不知 我已经得到了当日刺伤于将军的针窝线索 那名针窝 名叫朴松心九郎 和匪首叶麻子有关 白晓文出示了松朴心九郎的回信 胡宗县看过信件 皱眉 说道 窝寇形势居然如此复杂 假窝之中竟然也隐藏着真窝 实在匪夷所思 不过 不论假窝真窝 一律是窝寇 我必当将它们全部当平 白晓文说道 按照信件所述 松朴心九郎是松朴家族的头领之一 而松朴家族的势力地盘 就在一旗 平护 对马三座岛屿 这三岛可是窝寇的源头啊 当年的汪植在窝国自封为王 就是盘踞在这里的 独公 既然敌情不明 那么我自请领异船人马 前往窝国三岛探明情报 胡宗县摇头 不可 我只有守土之责 对外兴兵太过犯计 就算是派出一条赤猴船 在御史台的那帮青流笔下 都不知道会安上什么帽子 白小真人也不必急在这一时 我会向陛下上奏 请赐下征讨窝国的圣旨 一来一去 也就半个月的功夫 白小文如何看不出 这是胡宗县推诿说辞 不过胡宗县的态度坚决 他也没有再劝 转身告退 这胡宗县 未免太孤单小了 离几上个世纪的尼古拉斯王子 差了好多 束手束脚的好不少 李淑仪小声道 一个是人臣 一个是王子 当然不一样了 白小文笑道 胡宗县这个人 固然有保国安民 名垂千世的抱负 但也很自私 就拿当年诛杀汪直的事情来说 一群不懂内情 或者懂内情 但是别有用心的言官 要杀汪直 胡宗县一开始据理力争 想要保下汪直的性命 以照抚东南窝口 但后来也有人说 他袒护窝口 是受了汪直的贿赂 胡宗县为了自保 就被迫同意处死汪直 顿了顿 白小文又说 胡宗县杀徐海 也是一种自私自保的行为 他信不过血汉 害怕他降而复盼 所以干脆一刀杀了干净 至于其他的小谷倭寇 胡宗县已经决心武力剿灭了 李淑仪对胡宗县言而无信的劣迹 仍然有些不平 他这么做也不怕遭报应啊 白小文怂了怂尖 大概吧 胡宗县的历史结局的确凄凉 也不知道是不是遭了报应的缘故 白小文对李淑仪大约说了一下 胡宗县一直和大奸臣 严嵩门下一子 赵文华有交情 严嵩倒台之后 胡宗县也被牵连 削植为民 本集多奖门地 感谢您的收听 下集更加精彩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和粤文集团 联合出品的多人有声剧 净化之眼 改编自起点中文网 同名小说 作者亚瑟罗 由伯恩大魔王领衔 布达拉有声天团 及喜马拉雅十六位主播 倾情演绎 第四百五十九章 遮叶牡丹图 家境皇帝念在胡宗县 平窝有功 本来不想继续追究 不过后来在赵文华家里 又搜到胡宗县的密信 还有一道私字女的圣旨 这下子 再大的功劳也救不了他 胡宗县被投入诏狱 留下宝剑埋冤狱 终魂绕白云的绝剧 就自杀了 胡宗县有没有私拟圣旨 还是说受人诬陷 白晓文觉得 被诬陷的可能性居多 但说这些都没有意义了 胡宗县虽然有平窝大功 但因为和奸臣严嵩一挡勾连 又有背信杀降的劣迹 所以身后名声并不好听 虽然实质上是民族英雄 但是论名气 却不如鱼大球 更是远不如气济光 那我们现在该怎么办 胡宗县不肯发兵 我们出不了海 就算有了巡舰任务线索 可还是没办法 去做这个任务啊 李淑仪说道 白晓文脸头道 刚刚从胡宗县的话里 可以听出来 抗窝民军阵营 接下来不会有什么大动作了 我们剩下的五天多时间 留在这里 找不到什么好任务的 充其量只能挖到一些 跑腿的小任务 那该怎么办啊 小文 你肯定有办法了 对不对 白晓文笑了笑 我是有了一个小想法 你看这是什么 白晓文手中 突然出现了一枚符咒 幻象符咒 胡宗县 储存着家境未免世界 职者总督胡宗县的影像 再次使用 可制造出胡宗县的逼真幻象 幻象受使用者 白晓文操控 可执行行走 坐卧等简单动作 没有攻击力 持续二十二分钟 使用后消失 这 这不是白鬼后身上掉落的符咒吗 难道说你要 李淑仪的小脸 红扑扑的 有点小心奋 老胡这么不上路子 我就坑他一坑 不过在此之前 我们先去找军需官 把攒的功勋点都兑换了再说 白晓文笑着 收起来幻象符咒 抗窝明军的军需官是老熟人 师爷徐卫 徐卫正在一个无人的仓室中 喝着小酒 品读古籍 白晓文和李淑仪敲门而入 两位 白晓文点开了军需官兑换列表 徐大才子顿时定格在了原地 进入了自动售卖机的状态 大致浏览了一下 白晓文怒出了笑容 抗窝明军阵营 真不愧是统一的大势力 可兑换物品相当丰富 而且有几种很不错的特产 杀器服 A加级道具 军刑者使用后 暴击率额外增加35% 持续120秒 该强化符咒 不和其他暴击增益的效果叠加 2500公斤点一张 这件A级道具很不错 额外增加30%暴击率是很惊人的 大大提升了输出 120秒的持续时间也是相当给力 只不过不和其他暴击增益效果叠加的限制 就让它不适用于李淑仪了 李淑仪本身有风雷连击20%暴击率 还有小队技能残暴等G2的7%暴击增益 额外暴击率增益高达27% 就算用了杀气符 也不会在27%的额外暴击基础上 再加35% 只会把原来的暴击率覆盖掉 最终的暴击率依然是35% 行军齐略 A4级道具 十方圆一公里内所有友军的移动速度增加40% 体力消耗减慢 持续时间60分钟 6000公斤点每分 付诸 这是明太三大才子之一 徐卫阅读六编织五编织后的心得 张丸令 A4级道具 对一个非战斗状态下的中立生物使用 可将其招弯 再次使用该道具 可召唤该生物为你作战 持续120分钟 目标生物的等级不得超过你的等级 目标生物与你的实力之比 将决定张丸令发动的成功率 5500公斤点每分 在张丸令后面 还有特殊提示 意味显赫的中立生物 免疫招弯令的影响 这也很好理解 人家本来就混得很好 怎么可能平白无故地受你招弯呢 这些都是好道具 另外装备一栏中 有明军特色的蓝色装备 环壁甲 虽然不附加属性 但是额外增加15%的招架几率 对于坦克型觉醒者来说 简直就是不逊于黄金装备的存在 可惜是拾取绑定 否则兑换几件回去 肯定会很受欢迎 在装备一栏的最后面 自然是黄金装备 乃是明军将领所穿的山纹甲 从头盔 肩甲 胸甲 腰带 到将靴 金丝环壁甲 一整套山纹甲 每一件都要5000公斤点 若论这些黄金装备的质量 和凯恩未面世界的黄金装备差不多 都是附加属性 而在特殊物品一览 有一样东西也引起了白小文的注意 协议录 这是才子徐伟的随笔 阅读后可获得增益状态 文思如全 每次恢复一点精神力 持续30秒 使用次数3-3 这本特殊物品协议录只有一份 兑换所需的功勋点高达2000点 白小文大致计算了一下 自己所拥有的功勋点数额 随后果断兑换了一本写一录 然后又兑换了一张A家级道具 杀切符 以及一份S级道具 行军齐掠 总共花费了10500点功勋 剩余的400多点功勋 白小文又兑换了一些 家境未面世界的食物 粽子 和三国未面世界的包子 恢复效果差不多 把功勋点基本花完 白小文输了一口气 关掉了兑换列表 两位道门高徒 既然来找我了 不如一起小酌几杯 徐渭并不知道 自己刚刚充当了一回 人行自动售卖机 仅仅只是一个恍惚而已 白小文答应了一声 那就恭敬不如从命了 在军需官兑换列表中 白小文看到了好几件 徐渭出品的灵能物品 无一例外都是相当极品的道具 现在的徐渭在白小文的眼中 简直就是浑身冒着金光的土豪 土豪相邀 白小文当然要奉陪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下集更加精彩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和阅文集团 联合出品的多人有声剧 净化之眼 改编自起点中文网同名小说 作者亚舍罗 由伯恩大魔王领衔 布达拉有声天团 及喜马拉雅十六位主播 亲情演绎 第四百六十章 戒兵 徐渭 性子洒兔 示意白小文自己倒酒 慢悠悠地说道 这一杯算是剑行酒 多谢二位对抗窝大业的助力 江南百姓 必将感念你们的恩德 李初仪 微微吃惊 剑行二字 从何而来 难道徐渭看出 白小文 接下来的行动计划了 虽然吃惊 白小文笑了笑 徐先生看出来我们要走了 徐渭点头 手指敲了敲自己的脑袋 不是看的 是想出来的 徐先生果然是大才 白小文 白小文琢磨着徐渭的性格 说道 不过既然知道我们要走了 朋友临别 难道不该送点东西吗 这回轮到徐渭错愕了 他愣张了一下 随后哈哈一笑 说得对 说得对 只可惜徐某人身无常物 求闻徐先生 诗文说话 冠绝当淡 在这临别之际 不如送我一份墨宝 也好让我路上卖点盘缠 白小文说道 李淑仪眼睛一闭 有你这样求字画的吗 徐渭岂不是鼻子都要气歪了 熟了 白小文这句话 正对徐渭的脾气 他捧腹大笑 连酒杯都滚落在地上 笑完之后 才捡起酒杯 重新放在桌子上 说道 好 我就送你一份墨宝 徐渭站起身 酒壶对着嘴指引 酒液顺着嘴唇流淌 他喝完一大口 手指在唇边一抹 随后手指伸出 在桌上龙飞凤舞 迅速地写下 青藤道人细末 六个大字 随后笑道 看着汁水淋漓的六个大字 白小文只是笑了笑 唰了一声 从旁边的桌上抽过一张 一尺宽的布箔 拍在桌上 仔细用酒水阴湿 旋即揭开 那布箔上 已经有了六个大字的尸痕 告辞告辞 趁着墨迹未干 在唐灰中滚一滚 徐先生的墨宝便到手了 凭着青藤道人四个字 这尺步至少也值五十两啊 白小文收起步步 徐卫又愣了一下 这样也行啊 倒是一个妙人 罢了 唐灰岂不是误了我的字啊 我就送你一副真正的墨宝好了 白小文接到临界规则提示信息 抗窝民军军需官 才子徐卫 对你的好感度提升 目前好感度等级为 朋友 徐卫翻箱倒柜了一会儿 取出一根长卷轴 递给了白小文 这是我入都宫墓前的游戏制作 白小友 收下吧 行走江湖之日 若是囊中羞涩缺一少时 便将此话变买 我虽然不在小友身边 却仍能助小友 免受冻饿之苦 甚是欣慰 提示信息响起 你得到了徐卫的馈赠 遮叶牡丹图 遮叶牡丹图 这是才子徐卫的书画 欣赏画作 并迎送提示之后 你的魅力可以临时增加 最高增加30% 持续120分钟 每三个自然日 仅能生效一次 特殊物品 白小文展开卷程 只见几经墨竹之策 延伸出一只墨牡丹 整幅画纯以墨绘成 以浓淡不同的墨痕 绘出层次分明的牡丹图 就像是一个绝世妖娆 却蒙着黑纱 穿着一身稿素 清淡素雅之中 透着一种令人窒息的绝美 徐卫的水平实在是令人佩服 无怪乎齐白石有云 愿为青藤先生门下走狗 在画卷上还有一首提诗 卫军小写落阳春 夜夜遮眉巧弄贫 中世清城焦绝世 只须半面月聊人 白小文卷起这幅画 对着徐卫一躬身 拖谢徐先生赐话 我这次去就不和总督大人道别了 还望先生保证 离开了徐卫的仓室 白小文虚了一口气 这样也行 李淑仪目瞪口呆 我本来没想要诗话的 只是想岔开话题 徐卫的洞察力有点强 我也担心被他看出来我的计划 白小文吓道 不过我是真佩服他的才情 这份牡丹图 虽然我不懂品鉴 但是也有一种越看越入迷的感觉 自然是极好的 我看了说明是增加隐藏属性魅力 李淑仪嘀咕了一声 你该不会用来泡灵界的妹子吧 这不能够啊 灵界时间这么宝贵 白小文咳嗽了一声 随即岔开话题 好了夜长梦多 我们抓紧时间行动 一日清晨 末将于大求 有急事求见督工 总督大人尚在就寝 哎呀 于将军 你怎么就不听呢 末将于大求 有急事求见督工 于大求的声音提高 简直像是打雷 所以总督胡宗宪一大早 就被弄醒了 伸了个拦忧 胡宗宪从床上坐起 唉 好了让他进来 于大求大步走进了 胡宗宪睡觉的主舱 行了个礼 都公可曾见到白小真人 胡宗宪有点懵逼 白小真人 昨天倒是见过 怎么了 于大求沉默了一下 随后将一张字条 递给胡宗宪 这是白小真人 在房中留下的字条 请都公过目 胡宗宪结果字条 打开细看 于将军军舰 我已查明刺伤你的窝寇线索 乃是真窝首领 松浦新九郎 福建之窝患 已经基本平息 我留在此地已无作为 决意出海 查明松浦新九郎的行踪 诛杀此窝 一是为于将军复仇 二是探查对方所用的 携虫术法 作为历练 增长健文 于将军麾下的三位清兵校尉 张廷 圆圆 周瞻 都是精兵强将 擅长操船行舟之猛士 和略实小述 假借总督大人之威 让三位随传而行 即是不曾通报于将军 还望恕罪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和粤文集团 联合出品的多人有声剧 净化之眼 改编自起点中文网 同名小说 作者亚瑟罗 由伯恩大魔王领衔 布达拉有声天团 及喜马拉雅十六位主播 倾情演绎 第四百六十一章 戒兵 下 看到这里 胡宗宪已经感觉到不妙 一叠声 传坏徐位过来 他继续看下去 顿时手脚冰凉 然则仅有三位校尉 不好开传 我便从总督大人帐下 再借来清兵两百 于将军将字条 呈给总督大人之时 别忘了为我说一声抱歉 于大求有点摸不着头脑 都公 白小真人 怎能从你帐下 轻易借走两百清兵 似乎你还不知情了 胡宗宪沉沉着眼 匆匆地穿上衣袍 或许只是一个玩笑 支手军事何在 快去寻我的亲王统领周顺过来 于大求一肚子的问题 只能憋在肚子里 他虽然性子粗豪 但是胡宗宪的心情不佳 他还是能够看得出来的 不一会儿 清卫统领周顺和师爷徐卫 一同到了 胡宗宪来不及和徐卫打招呼 劈头就问周顺 昨夜白 白小真人可曾找过你 周顺点头诧异 说道 回忆总督大人 正是 他找你借兵 是 你借给他了 胡宗宪的脸 几乎要掉下冰茬子 是 周顺有点摸不着头脑 渡公为何有此疑问呢 昨夜明明是您亲自带着白小真人 到末将的战船上找到了我 要许他两条战船 两百清兵 说要秘密出海的呀 一派胡言 胡宗宪怒道 连我也认不得 拉出去砍了 周顺急忙跪下 惊慌失措 却又赌咒发誓 渡公 末将说的句句属实啊 的的确确是您和白小真人 一起来的呀 一旁的徐卫 跟于大球交头兼耳了几句 很快就弄清楚了局面 开口道 周顺 就算渡公要借兵给白小友 也会召你来旗舰上吩咐 怎么可能屈尊亲自去你船上 这一点蹊跷 你就分辨不出 周顺 老老实实地说道 末将一开始也有些疑惑 不过听到白小真人和督公的交谈 说事关机密 疗烦督公亲自陪同了 于是末将就想 也许 督公是为了避人的耳目 才会屈尊亲之 而不是全招 胡宗宪 脸皮僵硬 你就没问清楚 周顺 垂头 末将不敢问 徐卫 笑道 督公平素 治军极眼 另行禁止 在诸位将士心中 威眠慎重 周顺 见到督公真身到场 不敢多嘴 也是情理之中 于大求却是想起来 在金门岛 几个亲兵面对徐海 畏缩不前 被胡宗宪 当场下令 斩首的事情来 心中暗暗点头 胡宗宪 气道 我哪里要真身到场 昨夜 我一直在这仓房中 旧寝 不疼出门半步 徐卫笑着说道 这必然是 白小友的法术 听闻道家庙述 可以呼风唤雨 洒斗成兵 白小友虽然年少 但却是 隐世玄宗的高徒 会议两手傀儡 幻象之术的法术 并不奇怪 能瞒得过周顺 这种熟悉督公的身边人 足见他造一步浅 胡宗宪 脸皮抽搐 这 这小道士 把我给害苦了 他有心想 骂一句妖道 可想到 白小文的功劳 给他这些天的帮助 还是没有骂出来 都愣着干什么 知福 快去追 白小道士 不听我言 必定是东都日本 恭喜窝国去了 务必要把他给截下来 胡宗宪 说道 徐卫摇头 无奈地笑道 都公 来不及了 白小有 既然是昨夜出发 顺风顺水 此时应当已经快到流球 他带走的那些兵士 都是跟随你多年的亲兵 操船驾舟 娴熟无比 于将军 怎么可能追得上 胡宗宪 爹祖常探 哎呀 白小倒是误我呀 若是让清流 阎官知道了 该怎么办呢 徐卫 微微一笑 却是胸有成竹 独公放心 其实白小有 做事很有分寸 已经留下了 补救转环的余地 此话怎讲 如果白小有带走的是 朝廷编制下的兵马 人多嘴杂 必定无法保守秘密 可他带走的是 对都公忠心不二的亲兵 亲兵并不属于朝廷管制 就算少了两百人 对都公而言 也是很容易遮掩的 徐卫说道 明朝军队的空想问题严重 朝廷编制下的兵马 诸如京师三大营 地方卫所等等 很多士兵连饭都快吃不上了 自然就谈不上战斗力 而将领的亲兵则不同 从某种意义上 可以看成是大户人家养的 武装家丁 都是要将领自己掏银子养活的 将领对于这些亲兵而言 就是衣食父母 所谓端谁碗扶谁管 亲兵当然要为将领卖命 忠于将领的重要性 超过了忠于朝廷 这也是余大求被张廷等人 称为将主的缘故 在余大求昏迷的时候 胡宗仙为什么不主动 调余大求的亲兵 而是要借着寻要的事 让这些亲兵主动请应 这原因也正是在此 当然 调动还是能调动的 就连余大求本人也得听了 更别说他的亲兵了 只是越过将主 去调遣对方的亲兵 有些越线犯忌讳 谨慎的胡宗仙 当然不愿意这么做 胡宗仙冷静了下来 微微点头 带着一丝兴兴的说道 我看他是瞧不上 朝廷官军的战斗力 才打起了我亲兵的主意 徐渭笑道 不然 还有一层原因 朝廷兵马调动 行军主部是需要核对公文的 白小友虽然能伪造幻想 却伪造不了公文 他唯恐碰上一个 较真的死心眼 所以才去找了周顺 调用亲兵无需核对公文 周顺见识都公的幻想 自然全部应远了 于大求嘟囔了一句 白小真人 有点真不够意思 既是为我报仇 为什么不直接来找我 难道我会不愿意 把那三人借给他吗 徐渭想想 于将军 别抱怨了 这也是为了你好啊 于大求茫然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下集更加精彩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和阅文集团 联合出品的多人有声剧 进化之眼 改编自起点中文网 同名小说 作者亚瑟罗 由伯恩大魔王领衔 布达拉有声天团 及喜马拉雅十六位主播 亲情演绎 第四百六十二章 新九郎 太祖曾把倭国列为不争之国 在太子没有下旨之前 身为朝廷将领 是不能贸然进攻倭国本土的 你要是借了清兵给白小友 那就是明知故犯 独公这里还非力气帮你遮掩 现在他利用倒数 骗走了你挥下三名清兵校尉 你本身不知情 就无需承担责任了 徐卫说到这里 摇头感慨 不知陛下何时才能下旨 征讨窝国 扫清窝寇源头 没有圣旨 我们数十万大军 只能分散防守漫长的海岸线 坐看白小友孤身犯险 心里实在不是滋味 胡宗宪正色说道 文长 你这话不是人臣应该说的 即便不主动出击 我们将沿海一带的防御工事 修建旗者莫马立兵 倭寇有来无回 不出十年 匪患必定可以平息 主动征讨的话 远隔大海 补给困难 反而胜负难料 你忘了蒙元忽必烈 三伐日本的旧事吗 徐卫 列威点头 当然知道 元朝忽必烈曾征讨日本 造大船七千艘 军事恢弘 然而三次讨伐军告失败 前两次是准备不充分 不惜水星 无法登陆 最后一次准备充分了 却遭遇到了台风 船队被卷入海底 明太祖朱元璋立下单书铁卷 禁止后世子孙征讨日本 并不是不想 只是能力有限 害怕子孙将有限的名利 投入到日本这个无底洞中 拖垮了国家 这也是隋朝争高利的教训 不管怎么样 白小真人借兵之事 须当守口如瓶 胡宗宪 嘘了一口气 他可是给我出了个难题啊 一望无际的蔚蓝大海 两艘战船 批拨展浪航行 看看时间 胡宗宪应该已经得到了消息 白小文抬头看了一眼太阳 我们的声望没有下降 李淑仪说道 胡宗宪应该不会在抗窝民军阵营里面宣扬此事 所以我们的声望没有下降是正常的 不过我跟胡宗宪朋友姐的好感度 也没有大幅度降低 倒是有些奇怪 不过不管怎么样 算是好事吧 白小文当然不知道 他最后拜访徐卫 无心插柳 柳成音 徐卫在胡宗宪于大球面前 帮他解释了原为始末 免去了他的好感度降低之余 其实 白小文已经做好了准备 就算胡宗宪的好感度降低 他也认了 接下来 抗窝民军阵营要消化胜利果实 打散海盗 编炼新军 短期内是不可能有什么大的动作的 留在那里 等于是浪费时间 白小文在昨天就思考过 剩余的自由探索时间该如何利用 有一个选项是 北上京师 做孙玄清的那条任务线 这条任务线牵扯天师道 全真教的道门正统之争 必然会伴随着道术技能 符咒道具方面的强化 比较适合他这个精神特长型 觉醒者的发展 但是 符咒距离京师很遥远 路路又难走 估计五天剩余时间花完 都到不了京师 更不用说 参与到道门争斗的任务线了 所以 白小文只能选择第二个选项 那就是 做之前发掘出的支线任务 寻剑 小文 我们离日本应该很远吧 就这么去日本 时间会不会同样不够用啊 李淑仪提出了疑问 要弄清楚一点 我们出海的目标不是平沪三岛 而是松浦新酒廊 白小文说道 如果运气好 松浦新酒廊尚未回国 而是在南洋 澎湖列岛驻扎 我们可以尽快找到他 当然也不排除最坏的情况 就是松浦新酒廊已经回归日本 我们要花大量的时间航海了 顿了顿 白小文又说道 金门距离平沪的确很远 直线距离和金门到京师差不多 不过海陆航行日夜兼程 也不需要录影文官 这些繁琐的东西比较快捷 按照我的计算 我们到平沪三岛 船快的话只要三天左右 就算风向不利 也就四天多 所以即便是最坏的情况 时间也来得及 就是比较紧凑 白小文在总结道 那么松浦新酒廊到底在哪 该怎么样才能找到他 李初仪正没说道 我也看了他给叶麻子的那封回信 可是在里面松浦新酒廊 丝毫没有提及自己的行踪啊 白小文说道 这方面我已经考虑过了 新酒廊和叶麻子 同为松浦家族的武士集团首领 应该不会小心谨慎到 隐藏彼此行踪的地步 考虑到海上通信比较困难 两个人在信中经常通气 告知彼此的行动路线 这才比较合理 也就是说 叶麻子肯定知道 松浦新酒廊的位置和动向 所以新酒廊的回信中 才没有特意提及 可是叶麻子已经死了 白小文点头 叶麻子死了 但他麾下的海盗还在 我昨夜出发之前 假借胡宗献的幻想 不光借来了两百清兵 准备了半个月的食物补给 又巡视了战俘营 挑选了几个叶麻子的心腹海盗 押送到船上 现在是该审问一下他们 找出松浦新酒廊的位置了 白小文向舱外吩咐了一声 不多时 张婷就带着几名亲兵 押送这三个叶麻子的 心腹海盗过来了 只有三个人 而且 看实力都很弱的样子 恐怕是底子人员啊 李淑怡小声地说道 万一他们不知道 叶麻子的真窝身份怎么办 三人都是普通模板 等级不会超过五级 论实力 恐怕还不如白小文的 一只骷髅刀钝手 的确是够弱的了 白小文摇头道 嗯 我是经过仔细考量 才挑选的这三人 他们实力弱小 却是叶麻子的心腹 这本身就可以说明问题了 其中一人 甚至担当的是叶麻子身边 类似于管家之类的角色 还另外两人 一个负责传达叶麻子的 其见其语 另外一个负责替叶麻子 保养佩刀 要是这三个人 都不知道叶麻子的真实底细 就没有人会知道了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下集更加精彩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和粤文集团 联合出品的多人有声剧 进化之眼 改编自起点中文网 同名小说 作者亚瑟罗 由伯恩大魔王领衔 布达拉有声天团 及喜马拉雅十六位主播 亲情演绎 第四百六十三章 新九郎 夏 这三个人 都被麻省捆覆得 结结实实 嘴巴也被封住 在底舱里 分开关押到了现在 一个个体弱气虚 被押送过来 看到白小文之后 眼中都流出了惊恐 白小文 平心静气地说道 你们是叶麻子的手下 现在叶麻子已经扶珠 你们作为他的党羽 同样有罪 不过 现在给你们一个 戴罪立功的机会 揭发叶麻子的秘密 谁知道叶麻子秘密最多 谁就能优先得到赦免 白小文挥手 示意张婷取下三人的 封口麻团 三个窝寇大口喘息 不过 谁也没有抢先开口 气氛一时间有点沉闷 白小文也不着急 手指轻轻地在桌面上扣动 看来你们不珍惜 这个立功的机会 即此 把他拖出去喂鱼 白小文 随手指了一个人 那人正是叶麻子的掌旗海盗 他面露惊恐之色 大声求饶 大人 我实在不知道 叶老大叶麻子有什么秘密 对了 他好赌 手气很差 而且毒品很烂 不知道算不算 白小文没有听他多说 只是挥手 即此 黑黑地笑着 拖动那个人的后劲 将其拖出了船舱 随后便传来了惊呼声 和中屋落水的声音 被捆得这么结实的情况下 扔下大海 就算是水性金属的人 也难以活命 剩下的两个人更是静若寒蝉 白小文 撇了两人一眼 火得耐心有限 再等五秒钟 你们两个还不说话 就一起去喂鱼好了 大人 我愿意说 一名倭寇 战战兢兢地说道 白小文瞥了那人一眼 认出这是替叶麻子 保养佩刀的海盗 对于叶麻子 这样的真窝浪人武士来说 佩刀就是生命一般 重要的存在 此人能替叶麻子擦拭 保养佩刀 必然很得叶麻子的信任 嗯 说吧 叶麻子他 不是名人 白小文 眯起了眼睛 露出了感兴趣的神色 一旁 叶麻子的管家倭寇 破口大骂道 八嘎 穆田 你这个弹生怕死的懦夫 竟然要背叛松普家 白小文 嘴角露出了微笑 看来他选对了 挑中的三人 至少眼前俩人 是知道叶麻子的理系的 被呵斥之后 保养佩刀的倭寇 穆田 有点心虚 白小文却是对着管家倭寇 直接施展了 霍心咒服 敌我实力比为 0.224比1 霍心咒服的迷惑判定成功率为 77.6% 迷惑判定成功 倭寇 有马次郎 一倍迷惑 窝寇 眼看着管家 窝寇 有马次郎的态度 从愤怒 到攻顺 跪在了白小文的面前 恨不得亲吻 他的靴子 他就是一阵恐惧 此人死不悔改 已经被我用盗数 夺去了魂魄 他所知晓的秘密 我也能探知十之八九 接下来 你胆敢有半句虚言 我就让你和他一样 白小文其实是夸大了 心灵感应的 探查记忆的能力 心灵感应能力 能探查的记忆碎片 是很有限的 连一半都未必有 至于十之八九的比例 那就更不可能 但是 保养窝刀的窝寇木田 已经被吓破了胆 当即就跪地起誓 绝不敢有半句假话 白小文先问了几个 他已经探查到的秘密 比如夜麻子 平日一些生活细节 小习惯等等 窝寇木田 都是功顺无比的 将自己所知 一概道出 白小文 故意说了一两处 木田无心遗漏的内容 害得木田一身冷汗 更是相信白小文 所言不虚 随后 白小文就着重开始 询问有关 松浦家和松浦新酒郎的事情 松浦家 世代居住在平户三岛 家主名叫松浦龙信 法名道可 平户三岛是倭寇的发源地 本身又有平户港这座两岗 所以便成为了各路倭寇的销赃场所 自从明朝近海 取消在日本的坑河贸易之后 日本上层贵族 对明朝盛产的丝绸布博 越来越渴求 为此 催生出了大量的武装走私海商 也就是倭寇 劫掠明朝富庶的江南沿海地带 毕竟 不管什么时候 五本生意都是短期内 来钱最快的 当初大倭寇汪直就是在平户岛 得到了松浦龙信的礼遇 这才安顿下来 后来发展成截至东南洋 倭寇的海盗教父级存在 松浦龙信除了大力支持 倭寇在平户岛上的销赃 坐享转卖利润之外 也着力培养松浦家的私人船队 参与到劫掠倭寇大军行业之中 有名的如松浦新九郎 松浦四柱等等 都是松浦家族船队的得力干将 说到叶马子 他的真名叫做麻叶 之所以变换姓名 旗号甚至籍贯 混入假窝行列 就是处于一鸣一暗的双重考量 和松浦新九郎遥相呼应 叶马子的这一部暗棋 主要是为了替松浦新九郎的船队 打探情报消息 以防有黑吃黑的窝寇 把主意打到松浦家的船队之中 前些时日 新九郎攻略福建 被于大球追击 在偷袭伤了于大球之后 新九郎就密信给叶马子 让他趁于大球受伤昏迷的时候 参与劫略福建各府 扩大战果 而后 叶马子派遣二当家陈独眼 打破了泉州府 截得不少财富 只不过 陈独眼先是被陈红黑吃黑 然后 又被灵界规则匹配了四名决行者 到了陈独眼的旗舰上 以至于财货全部被截回 陈独眼本人也被斩杀 新九郎现在何处 白小文问出了最后一个关键的问题 窝寇牟田想了想 说道 之前听叶马子说过 新九郎会去到澎湖列岛 暂时停住 看看浙江形势 如果七级光被调往附近的话 他就会趁势截略这家 新九郎和叶马子 这两股倭寇 一鸣一暗 同气连之 果真是有奇效 抗窝明军的总体实力很强大 但如果不是胡宗宪和徐卫在 换一个平庸一些的总督 铁定要被窝寇牵着鼻子走 空有余大球和七级光这样的名将 也无法保护东南沿海的周全 鱼龙弃虎 鱼大球坐镇福建 而七级光则是镇守匪患更严重的浙江 然而 新九郎射击偷袭 打伤了鱼大球之后 福建就缺乏有分量的大将镇守 手背空虚 新九郎由此密信给叶马子 让他劫掠福建 自己却停住澎湖列岛 等待契机光被调离之后 猛扑浙江再捞一笔 两人都能吃得盆满钵满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下集更加精彩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和粤文集团 联合出品的多人有声剧 进化之眼 改编自起点中文网 同名小说 作者亚瑟罗 由伯恩大魔王领衔 布达拉有声天团 及喜马拉雅十六位主播 亲情演绎 第四百六十四章 流浪忍者同领 幸好 胡宗宪和徐卫 既高一筹 没有轻易调动气急光 而是凭着过人的稚技 离见徐海叶玛和陈东 驱虎吞狼 最后官军坐收余力 不须大将便化解了福建的危局 要是让徐海等三家在金门集会之后联起手来 福建的局势恐怕会更加险恶 需要注意的是 罗秀才潜入徐海的船队已经有两年多了 也就是说 早在两年前 胡宗宪和徐卫 就已经在筹划这个离见记 这份深谋远虑 真是令人叹服 当然 两年前 也许胡宗宪徐卫 并没有想到能取得这么大的战果 罗秀才只是一步贤旗而已 后续一步步的发展 乃是依据形势的变化 情报的改变和不断调整策略 最终得知徐海与叶马子的举语 恰好两只倭寇又同在袭扰福建 又有陈东出现 胡徐二人 这才将金门之战定为最后 图穷笔线 决胜中盘的一意 白晓文从倭寇墓田的口中 得到了松仆新酒郎 现在可能囤住澎湖列岛的 本岛上的消息之后 心中也算是放下了一块大石 这样的话 就不用花费大量宝贵的时间 航行到平户三岛了 也就意味着白晓文 有更多的时间进行准备 完成巡舰任务 不过 白晓文也有点遗憾 按照他原本的想法 如果松仆新酒郎在日本平户 他迫不得已航行到日本的话 正好可以借此研究一下 临界各个未面世界的深层秘密 这个未面世界名叫家境未面世界 抗窝战争 大约发生在公元1540到1570年间 这个时期的日本 正处于风起云涌的战国时代 有许多传送后世的战国英杰 按照白晓文搜集的资料 日本的战国时代 在临界规则之下 同样生成了一个难度相当高的 未面世界 战国日本未面世界 战国英杰 在日本的流传度很高 在世界上也有一定的知名度 就比如知田信长 是1534年出生 此时应该有二三十岁 掌控伪张国大权 用天下不武印 正式以统一日本为目标 白晓文想知道 如果他航行到日本 在家境未面世界遇到知田信长 德川家坑 武田信玄之类的历史知名人物 杀了其中一两个人物的话 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以后假如匹配到了 战国日本未面世界 那么在家境未面 被白晓文杀死的历史知名人物 还会再出现吗 当然 白晓文不是好奇心过剩的 浪漫主义者 他是一个注重实际的人 不会为了一个虚无缥缈的猜测 浪费灵界的宝贵时间 如果松蒲心九郎在日本 不影响任务的前提下 白晓文还可以尝试 击杀一两个战国英杰 来验证自己的猜测 可松蒲心九郎就在澎湖列岛 近在咫尺 他就没有理由再去日本了 穆田 在叶马子会下 知道他真实底细不是名人的 有多少个 白晓文问道 倭寇穆田低头说道 没有几个 叶马子认为名人傲慢 看不起日本国 他手下以名人海盗居多 要是被这些名人海盗 知道了他的真实身份 恐怕会引发不好的后果 顿了顿 倭寇穆田又恭维了一句 大人 您真是灰眼如炬 从战俘营中调出我 尤马和龙遭寺 竟是武艺错落 我们自认为 平时假装名人 伪装工作做得很好 可是 还是没有套过您的火眼禁忌 白晓文笑了笑 火眼金睛这个词 用得很贴切 正适合有洞察天赋的白晓文 洞察一开 必然是出现倭寇的真名 只不过 白晓文在选人的时候 并没有使用洞察 叶马子挥下这么多俘虏 如果一个个用洞察看过去 得耗费多少时间 花费多少零零点 他挑选出这三个俘虏来审问 是根据他们在 叶马子海盗阵营中 担任的职务 判断出 他们是叶马子 最为信任的三个 这才把他们带上船 龙遭寺是谁 白晓文问道 沃寇牧田陪着小心 说道 龙遭寺掌旗 就是第一个 被您丢下海 喂鱼的人 好 是不是他 白晓文笑了笑 挥手示意 几次走出舱外 把捆得结结实实的 掌旗窝寇龙遭寺 给拎了过来 窝寇牧田 脸色如土 龙遭寺痛骂道 牧田 你个懦夫 竟然出卖新九郎大人 简直就是宋浦家的耻辱 一开始的时候 白晓文假意仗几次 把掌旗窝寇龙遭寺 丢下海喂鱼 实际上并没有这么做 而是让龙遭寺在舱外聆听 听到了这一切 窝寇牧田眼中闪过一丝狠意 跪下对白晓文说道 大人 龙遭寺对宋浦家忠心不二 您留着他 除了浪费粮食之外 并没有其他的用处 白晓文吓道 怎么可能没有用处 我正要带你去澎湖本岛 伪装叶麻子的手下清醒 潜入松浦新九郎 眼皮子底下搞点事情 有这么一个人活着 你才不敢在松浦新九郎 面前揭穿我 还是要帮我演好这场戏呀 白晓文要伪装进入澎湖猎岛 没有一个真窝带路 松浦新九郎又怎么可能会相信 虽说白晓文用祸心咒服控制了管家 窝扣木田的背叛使墓 有这么一个人在就断绝了 木田重新跳反的可能 窝扣木田的脸色顿时皱成了苦瓜 白晓文在出发之前 就有假扮叶麻子挥下海盗的想法 他利用胡宗宪的幻象咒服 除了借来两百亲兵 三名校尉 三个叶麻子属下心腹海盗之外 还强力一匹海盗脱下衣衫鞋袜袜 上交身份竹牌 这些用于伪装的两百多套叶麻子 属下海盗装束 都压在底舱之中 随后 白晓文下令全军变装 穿上叶麻子挥下海盗的装束 佩戴竹牌 并变更海盗旗 在倭寇牧田的引路之下 两条假冒的叶麻子 倭寇海盗船 向着澎湖列岛的奔岛 行驶而去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和阅文集团 联合出品的多人有声剧 净化之眼 改编自起点中文网同名小说 作者亚瑟罗 由伯恩大魔王领衔 布达拉有声天团 及喜马拉雅十六位主播 亲情演绎 第四百六十五章 杀人夺刀 临近澎湖本岛 早有窝寇小船驶来 拦住两条战船 询问来历 驶来的窝寇都是真窝 这一点 从他们怪异的 秃顶发肌和装束 就能看出来 另外 这些窝寇使用的语言 都是日语 听起来晦涩难懂 白小文学过日语 不过 他并未表现出来 而是装作不懂日语的样子 由牧田这些窝寇交涉 让白小文比较放心的是 牧田的一言一行 都表现得很是规矩 他按照白小文事先的吩咐 自称是夜马子的部下 逃难而来 拜见松普新酒郎首领 请求收容 这几名巡逻的里层真窝 并不清楚夜马子 和松普新酒郎之间的关联 有些将信将疑 不过还是去通报了 不多时 真窝小船再次驶来 带头的真窝 宣布了松普新酒郎的命令 说白小文一行人的身份 尚未证实 不允许全部上岛 只允许船队的首脑 通过真窝小船上岛 自证身份 白小文自是同意了 他和李淑仪连同牧田三人 登上小船 登上了澎湖本岛 澎湖本岛 由于倭寇搅扰 本身没有什么人烟 在这里暂住的松普新酒郎 并没有什么房屋可以居住 只能建一些低矮的寮舍帐篷 共有身份的武士阶层休息 至于非武士阶层的随从 就只能在野地里风餐露宿了 松普新酒郎的营寨很大 而且武士阶层和非武士阶层的壁垒分明 武士阶层的寮舍都在一座山谷的内圈 不用忍受席地而来的强劲海风 至于非武士阶层 就只能在山谷之外 东一处西一处地形成一个个聚集点 也算是抱团取暖的一种 在山谷之内 一座低矮的寮舍之中 白晓文见到了此群的目标 松普新酒郎 还有他麾下的两名副手 松普四柱 松普茶柱 松普新酒郎身材瘦小 但是却显得很是惊悍 一双细小的眼眸开合之间 隐约有金光闪过 他很喜欢和人对视 而且眼神中带有很浓郁的攻击性 白晓文恪守伪装者的本分 不想让松普新酒郎生疑 没有和他对视 只是垂下眼眸 实际上 他的洞察技能已经丢了出去 查看松普新酒郎和他两个副手的属性技能 松普新酒郎 首领七级 中族 人行种 人族 职业 流浪忍者头领 书性 力量三十七 敏捷七十 体质三十 精神十九 技能一 人盾 隐匿身形 和周围环境保持一致 降低被发现的几率 在人力状态下 第一剂有额外几率 命中敌人要害 并有可能附加瘫痪效果 技能二 拔刀数 在蓄力状态下 将积累暴几率 并提升暴几伤害 蓄力时间越久 暴几率和暴几伤害提升越大 暴几率最高提升至百分之九十 暴几伤害最高提升至百分之二百七十 技能三 问好 技能四 问好 技能五 海盗骑主 等机二 略 白晓文在看到第一个技能 忍顿的时候 就已经放弃了在营地内突袭强杀的念头 这是一个具有东方特色的刺客类boss 本身有一个隐身技能 如果白晓文两人要强杀的话 速战速决是必须的 靠着两百亲兵 抵挡几千名倭寇 根本就撑不住多久 有海盗骑主等机二 这个通用技能在 松浦新九郎的生命值高达七百点 而且减免百分之四十的控制效果 在白晓文所制造的控制链时间内 是不可能将其秒掉的 一旦控制链跟不上 松浦新九郎只要一个忍顿隐身 就可以保命 然后白晓文两人就要面对整个营地 几千名倭寇的攻击 还要实时提防松浦新九郎 这个危险的刺客boss 松浦新九郎的另外两名副手 四柱 茶柱 本身的实力也是可圈可点 同样为七级首领 只不过通用技能并非海盗骑主等级二 而是松浦加灰等级一 增加三百点生命值和百分之三十的控制减免 另外两个人的属性比起松浦新九郎 也要逊色一筹 如果说松浦新九郎是接近西游首领的级别 比陈东夜麻之流要强一些 而又比鱼大球弱一些的话 那么松浦四柱和松浦茶柱的实力 就要比陈东夜麻还弱一些 大概相当于陈独眼这样的普通低难度首领 松浦新九郎自然不知道白晓文心里打的什么危险主意 撇了几个人一眼 最后目光定格在了倭寇牧田的身上 我知道你 是麻叶的仆总 你带着一群明日来我这里做什么 倭寇牧田有些害怕 不过还是鼓起勇气说道 大人 马叶大人他正处于万分危险的时候 被冠军包围在了金门岛 随时都有可能伤明 马叶大人派我伟向导来找您 就是恳请您发兵去金门岛救援 松浦新九郎眼眸中冷光一闪 马叶果真这么说 他的胆子他是不小 居然给违靠家都的命令 擅自向名人透露自己的真实身份 就不怕引起亏下名人的敌视 白晓文说道 新九郎大人 其实我们知道 马叶大人的身份也没什么 不论是我还是叶马大人 亦或是新九郎大人 在名人朝廷的眼中都是必须扫灭的倭寇 对我们来说 是名人还是日本人并不重要 我们只想生活下去 所以我们在得知了 马叶大人的身份之后 依然决定效忠马叶大人 白晓文的这番说辞 并没有打动松浦新九郎 马叶这个废物 为了对付于大县 我甚至不惜耗费元气 向神明正放出三十六个月的寿命 可他连一个没有的余大县的福建 都对付不了 气急光一直没有调动 塌落了我渡江的计划 松浦新九郎徐徐说道 你们是废物的手下 四人也是饭桶 滚回去 告诉马叶 他如果还想保有 松浦家族武士的荣耀 就去光荣地战死去吧 牟田一时间不知道该怎么回答 白晓文说道 新九郎大人 是让我们回去送死 松浦新九郎冷笑道 你们活着 也是浪费粮食 那好吧 既然新九郎大人不愿意救援 想必 马叶大人 已经没有任何生还下来的机会了 小文悠悠说道 我们是不会回去送死的 如果新九郎大人不愿意接纳 那我们只能自立门户了 或许下次再见的时候 我们已经有了和新九郎大人 平起平坐的资格 松浦新九郎自视甚高 听到白晓文这句话 脸色微微一沉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下集更加精彩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和粤文集团 联合出品的多人有声剧 进化之眼 改编自起点中文网 同名小说 作者亚瑟罗 由伯恩大魔王领衔 布达拉有声天团 及喜马拉雅十六位主播 亲情演绎 第四百六十六章 杀人夺刀 下 一旁的副手 松浦四柱 却是拦住了新九郎 低声在他耳边 说了一句什么 松浦新九郎的神色 稍稍变化 再次打亮了一下白晓文 自立门户 你们这些丧家之权 好大的口气 不过 我很怀疑你们 是否有相应的实力 我可以同意 暂时收容你们 不过在五日之后 我会袭击宁波 到时候 你们也要随军 让我看看 你们的本事 白晓文 脸头道 定会给新九郎大人 一个惊喜 在白晓文一行人 离开之后 松浦新九郎 英智的脸色 转向了松浦四柱 你劝我接纳他们 是何用意 松浦四柱 戴着高高的帽子 摇着纸扇 不像是一个倭寇 倒像是一个狗头军师 他微笑着说道 大人 如果这些名人 说得属实 那么 蚂蚁大人 恐怕是凶多吉少了 加都提出的 明暗双线禁军战略 也会宣告失败 依我之见呢 不如留着这些名人 让他们去 顶替蚂蚁的位置 松浦新九郎 哼了一声 你也太高看他们了 蚂蚁手下 可是有几千人中 哪里是区区 这一两百人 可比的 松浦四柱 说道 蚂蚁大人 也是经过长期的发展 才创造到了这般规模 也幸亏 蚂蚁大人 伪装成名人的缘故 才能较为容易地 笼络其他名人海盗 与他满命 眼前这人本身就是名人 岂不是 一个很好的棋子吗 顿啊顿 松浦四柱 说道 在五日后的战斗 我们不如看看 这些名人的表现 如果 合格的话 我们可以适当地 扶植一下这股势力 延续加都大人的双线斩略 松浦新酒郎 轻哼一声 算是同意了 松浦四柱的建议 这一遍 白小文和李淑仪 离开了松浦新酒郎的寮社 有两名倭寇仆从过来 引领着他们 去划定驻扎的地方 松浦新酒郎 给这两百丧家之犬 划定的驻扎地很一般 四面无依无靠 距离倭寇寨外圈 足有一百米 这么一来 这两百名亲兵的动向 都在松浦新酒郎 麾下窝寇的监视之中 看来 那个新酒郎 对我们很不放心啊 李淑仪说道 这很正常 他如果把这两百人 接纳为自家的营战 我反而要怀疑 他是不是另有目的 白小文笑着说道 其实这样做也挺好的 我们都被监视了 祝祝行动不便 有什么好的 我是说 驻扎地分开的事情挺好 虽然对这些亲兵们 下达了伪装海盗的命令 我也可以相信他们的忠诚 但他们的举止行为 和夜马手底下 那些真正的亡命图 还是有区别的 混杂在一起 就免不了 要和其他的窝口接触 难免要露出麻将来 白小文说道 李淑仪点点头 随后又道 嗯 我大致观察了一下 倭寇迎寨 内圈的精英倭寇 数量接近千人 外圈的倭寇扑从数量 更是有数千人之多 我们怎样才能在 这么多倭寇的保护中 杀死新九郎呢 在这座岛上 杀死新九郎 是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拥有隐身技能的boss 是很难搞的 更何况对方 并不是完全信任我们 白小文很独定地说道 会隐身的boss 隐身技能的优先级 铁定都很高 白小文的精神扫描 抓不出来 在近海大学 进入试炼空间第一层 第三艘船的首领 格雷格 就是一个隐身类的boss 白小文当时解决得很轻松 主要是因为 格雷格的智慧并不高 而且 由于试炼空间的规则所限 无法离开船头 这个狭小的区域 这才被白小文 手拉手 骑步走的战术 给抓了出来 并且轻松打败 李淑姨捕捉到了 白小文的言外之意 你是想在岛外解决新九郎 是啊 这也是唯一有可能走通的路线 在上岛之前 我就吩咐牧田 让他打着为叶麻子求援的旗号 请求新九郎出海前往京门 这样一来 我们的机会会大很多 可是没想到 新九郎性情如此凉薄 竟然不管叶麻子的死活 那个新九郎说的 五日之后会进攻宁波 这一点你怎么看 五日后我们都已经离开 家境未灭世界了 有什么办法可以延长 在家境未灭世界的时间 李淑姨问道 延长停留时间基本不可能 白小文摇了摇头 只有开启后续主线任务 才有可能延长停留时间 我们现在做的都是支线任务 主线任务已经完成了 没有开启后续主线的可能了 那怎么办 对了 我们可以让宗普新九郎 提前攻打宁波啊 李淑姨眼睛突然一亮 宗普新九郎要等待五天 再攻打宁波 应该是有些准备工作 尚未完成 我们如果参与进去 提前完成准备工作 不就可以提早攻打 宁波的日期了吗 白小文称赞道 不错 是一个好主意 闯荡灵界 挖掘好处 很多时候都需要 觉醒者自己创造机会的 不知变通的觉醒者 成长速度会很缓慢 灵界未免 并不是固化的电脑游戏 NPC说什么就是什么 新九郎说 要五天后攻打宁波 可要是时机成熟 有可能明天 后天就出兵 李淑姨提出这个方案 可行性是很高的 而且 在帮忙完成准备工作的时候 也能挖掘到一些小任务 或许油水不多 但是蚊子腿 它也是肉啊 李淑姨能想到这一层 代表他已经是一个成熟的觉醒者了 在把清兵们安排在驻扎地之后 白小文随后就通过窝扣木田地化 询问是否能在攻打宁波的前期准备工作上出力 松普新九郎很快就同意了 并且给白小文发布了一个任务 任务 破除风雨攻势 精英 任务目标 摧毁宁波府 沿海峡石林口城 拆除沿线至少四座 任务难度 A级 任务期限 72小时 任务奖励 未知 任务是挖掘出来了 不过 李淑姨和白小文的脸上 没有任何轻松 因为这个任务 没办法做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和粤文集团联合出品的多人有声剧 进化之眼 改编自起点中文网同名小说 作者亚瑟罗 由伯恩大魔王领衔 布达拉有声天团 及喜马拉雅16位主播 倾情演绎 白小文现在是伪装成夜麻子挥下海盗 入住的倭寇新酒郎地盘 那块松浦家族武士令牌 本身就起到了信物的作用 所以白小文才能接到新酒郎的任务 但是白小文本身加入的是抗窝明军阵营 这一点是不会变的 他如果去攻击明军的防御攻势 声望必然会雪崩 即便白小文已经上升到崇敬声望 完成过了主线任务 不用担心声望下跌 可是那两船明军清兵又不是傻子 怎么可能跟着白小文 去攻略大明江土 他们是得了胡宗宪的命令 假扮倭寇 但不代表他们是真的倭寇 为了不引起松浦新酒郎的怀疑 白小文痛快地接下了这个任务 回去之后 李淑仪有些沮丧 还是想得太简单了 我还以为准备工作就是酬粮 分发兵器之类的 白小文笑着安慰了一句 不要自我否定 可以独立思考就很不错了 嗯 现在该怎么办 任务已经接了 为了不引起松浦新酒郎的怀疑 我们就要远赴宁波啊 嗯 从这里到宁波 来回恐怕就要两天之间 也就是说 因为我的这个建议 我们要在外面 至少浪费两天的时间 才能回澎湖本岛啊 不攻打宁波 也要出海做做样子 而为了不让人起疑 提早回来也不行 航程少于两天的话 新酒郎肯定知道白小文等人 没有去宁波执行任务 谁说浪费时间了 我正需要一个出海的理由 白小文笑道 好了 我们准备一下就出海吧 白小文痛快地接下任务之后 新酒郎对白小文的看重增加了不少 一个明显的幸好就是 亲自送白小文出海 言语之间也颇为客气 有种前聚后功的感觉 然而 在三天之后 白小文返程带来了任务失败的消息 白小文不仅未曾拿下宁波霞石岭土城 烽火台更是连一座都没能摧毁 连任务的最低限度都没能完成 新酒郎心中的怒火 可想而知 破口大骂 废物 侏罗 甚至不允许白小文继续在澎湖本岛驻扎 要将他撵离自己的地盘 不过 新酒郎很快又改变了主意 收回了之前的话 准许白小文所部继续停留在澎湖岛 这次就算了 我再给你一次证明自己的机会 距离预定的日期还有两天 我准备完成这次之后 就会正式进攻宁波 到时候 希望你表现出的实力 能够重新取回我的尊重 白小文自是连连道谢 态度千功 在白小文走后 松脯四处说道 看见这些名人海盗的实力一般 这样可就失去了扶植的价值 松脯新酒郎冷笑着说道 我一开始就不认同这些丧家之权 如果他们真有实力 又怎会落荒而逃 连首领军都落线了 不过 我留下 他们也是有用意的 等到总共的时候 他们就是冲锋在最前面的马前族 消耗明军的火虫 箭矢的炮灰 松脯四处 轻轻扇动扇子 笑道 大人说得很对 驱使名人对号 我们就能最大限度的减轻损失 不过 既然这些名人已经打扫惊蛇 我们两天之后 是还要攻略宁波府吗 松脯新酒郎说道 不 我已经有了新的目标 只不过 不用跟那些名人说得这么清楚 以防这万一泄露了 大人的军略 愈发令人钦佩了 现在有闲暇 不知大人 是否愿意于在下手谈一局 松脯新酒郎欣然同意 两人摆好齐平 落子开战 然而 一局棋还没有下完 辽舍的门就被推开了 一个窝寇扑从 惊慌失措地说道 新酒郎大人 四助大人 不好了 怎么了 奇性正浓的松脯新酒郎 很不高兴地瞪了那名蒲丛一眼 浅田军被杀了 而且营地外全有人骚乱 松脯新酒郎脸色微变 蹭地站起来 潜田 是谁干的 那名蒲丛摇头表示不知 松脯新酒郎急匆匆过去 劈手揪住他的衣领 火刀呢 我的宝刀还在不在 那名蒲丛依旧摇头 松脯新酒郎 丢下这名窝寇蒲 心急火燎地冲出疗舍 一旁的松脯四周急忙跟上 来到前田被杀的疗舍之中 松脯新酒郎 只能看到一个死状狼籍的尸首 自己的宝刀 却是遍寻不着 他几乎气炸了肺 会不会是那些名人干的 松脯四周小声问道 快去那些名人的住扎之地 搜索凶手 新酒郎喝道 此时 窝寇迎债外圈的嘈杂声 越来越大 一群窝寇仆 在几名精英 浪人武士的带领之下 急匆匆地赶了过来 一见到新酒郎 就急忙大声叫道 大人 那些名人突兀上船 杨帆走了 巴嘎 你们就是看着他们走掉的 新酒郎一个耳光抽过去 那名被抽的浪人武士 也不敢污脸 直挺挺地挨了这一句耳光 说道 大人 外圈儿的仆人们也试图拦着这些名人 但结果是死掉了好几十人 名人杀出一条路 就上船离开了 杀我亲戚 托我宝刀 这是对我的羞辱 松浦新酒郎咬着牙根 说道 追 船舱之中 白小文和李淑仪对坐 面前横放着一柄窝刀 可惜了 我还以为能从那个前田手里 夺取到那柄刺伤 余大油的十米短剑呢 没想到 只是松浦新酒郎的一柄太刀啊 李淑仪说道 按照余大球的描述 刺伤他的短剑 是一柄没有剑鳄 呈竹节状的直剑 和这柄窝刀有很大的不同 自然不是同一把 是我想差了 白小文说道 松浦新酒郎对这把神秘短剑 十分看重 视为神器 想来是不会让手下的仆从 随便接触的 我还以为可以直接盗走神秘短剑 许巧完成这个巡舰任务呢 李淑仪吓道 不 就算我们盗走的不是窝刀 而是那把神秘短剑 现在仍然不算是完成任务 最终还是要杀死松浦新酒郎的 别忘了 灵界规则的要求 对于装备的获取 都是要通过灵能粒子的共鸣 才能合法地取得装备 像这样盗取的武器 是不能用的 本集多奖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下集更加精彩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和阅文集团 联合出品的多人有声剧 进化之眼 改编自起点中文网 同名小说 作者亚瑟罗 由伯恩大魔王领衔 布达拉有声天团 及喜马拉雅十六位主播 轻轻轻轻演绎 第四百六十八章 油马刺狼 下 白小文把太刀抽出窍 看了一下光洁的刃文和冷硬的刀身 须披了几下 最后一刀斩在桌面上 咚的一声闷响 桌面只有一个轻微的凹痕 并没有裂开 太刀看上去 与风锐的感觉颇为不符 这把太刀 本身应该是一品难得的武器 至少也是英雄级黄金装备 可是 这把刀是白小文 通过钻空子的手段 击杀了松普新酒狼 保养宝刀的普总前田 从对方手里抢夺而来 白小文并没有合法 拥有这把刀的权限 林能利子没有共鸣 放在白小文的手中 连一根烧火棍都不如 另外 白小文也无法将这把刀 带出家境未免世界 白小文继续说道 侯操控阴影刺客 在内圈中打探出 帮助松普新酒狼 保养刀具的窝口 杀他夺刀 主要是为了削弱 松普新酒狼的战力 毕竟这是一个 可以击败于大游的首领 虽然用了不光明的手段 但是实力却毋庸置疑的 最需要防范的 就是他使用的那种邪法 那种奉献自身寿命的邪法 就连于大球这种稀有首领 以个人实力著称的 强悍武将都吃不消 搞不好就有直死判定的 白小文和李淑仪的小身板 可比于大球弱多了 一旦中招 不死也得脱层皮 白小文取巧谋夺 神秘短剑 一方面削弱了松普新酒狼 另外一个方面 也能让松普新酒狼 不顾一切的追过来 然后再予以消灭 这样一来 他就可以取得 神秘短剑的所有权 然而计划出现了一点点偏差 没有夺取神秘短剑 而是夺取了松普新酒狼的窝刀 这样一来 松普新酒狼还会追上来吗 应该会的 白小文收刀归翘 说道 首先 日本浪人武士对于武士刀的真爱程度 是超乎我们想象的 在他们心中 武士刀几乎比生命还重要 为什么需要专人来保养 就是因为保养武士刀的过程极为繁琐 需要卸除刀笔 两侧打粉擦拭 赏刀 上游 等很多步骤 对很多武士浪人来说 一把名刀几乎是代代相传的宝物 几乎算是姓氏的荣耀证明 白小文最后总结道 所以虽然计划出了一点偏差 但不影响结果 只要确定没有陷阱 松普新酒狼肯定会追上来 是要杀掉我们夺回宝刀 松普新酒狼喊出追之后 被松普四柱给拦住了 大人 小心有诈 一群丧家之犬 它有什么作为 松普新酒狼 不以为然 他们万一和冠军勾结怎么办 松普四柱说道 松普新酒狼虽然暴怒 但是 松普四柱说的危险 他也不可不防 当下也有些惆怅 要放弃宝刀是不可能的 而在这时 一阵喧嚣声中 一群倭寇押送着一人 来到松普新酒狼的面前 新酒狼首领 此人是从名人的船上偷偷溜下来的 说一定要见您 松普新酒狼审视了那人一眼 意外地发现 此人有些眼熟 指着他说道 你 你不就是 跟随蚂蚁的 有马家的家臣吗 那人扑通一声跪下 新酒狼大人 我是有马次郎 蚂蚁首领首相的管事 好不容易才从那些名人手中逃出来的 那些名人究竟什么来历 他们自称是麻叶的首相 突围来向我求援 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 有马次郎说道 大人 他们只说了一半的实话 他们本身是 麻叶首领的首相 没有错 但麻叶首领遇见的时候 他们那两条船没有在金门岛 突围之说 根本就无从谈起 当时我要求他们回去救麻叶首领 可他们贪生怕死 直接拒绝了 顿了顿 有马次郎语速缓慢地继续说道 我严厉地斥责了他们 可这群名人海盗丧心病狂 净身把我捆了起来 牧田胆小懦弱 被名人海盗们吓住了 吐露了麻叶首领的真实身份 以及您的行踪 于是 他们就来到了这里 说是要看看您这里的实力如何 是否值得投靠 松破新酒郎 脸色阴沉 他们根本就没有投靠我的诚意 才杀了我的随从 盗走了我的宝刀 有马次郎说道 那些狂妄的名人 打算自立门户 他们似乎对您很有意见 说您不过是一个小国的窝口 居然要把他们这些天朝圣国的海盗 当作炮灰来使用 商议临走之前 进行报复 我今夜看到 他们拿到您的刀之后 居然 居然 尽管有马次郎的语速较慢 有些平铺直续 少了些感情 但是 愤怒的松破新酒郎 并没有在意这些 而是忍着怒气 追问道 他们怎样 居然用您的宝刀 劈柴杀鱼 还说刀刃不够锋利 只配放在厕所里当嚼屎棍 八个了 松破新酒郎吼叫一声 转手从一旁的一个武士那里 抽出一点太刀 以及干脆立落的斩机 将有马次郎的脑袋 硬生生地 劈了下来 鲜血狂勇 上转 杨范 给我追 我要把那帮可恶的名人 碎尸万段 松破四柱 有心相助 可是看到松破新酒郎 听不进去任何话的模样 他叹了口气 没有说话 反正从有马次郎的描述来看 这帮名人海盗 并非和官军有勾结 松破新酒郎的追击 不会有什么危险 船舱之中 白小文突然身躯一阵 针窝果然惨暴异常 不可以以常理肚致 怎么了 我控制着这名叶马次手下的管家窝口 有马次郎 被松破新酒郎斩首了 白小文说道 李淑仪吃了一惊 难道被他识破了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下集更加精彩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和粤文集团 联合出品的多人有声剧 进化之眼 改编自起点中文网 同名小说 作者亚瑟罗 由伯恩大魔王领衔 布达拉有声天团 及喜马拉雅十六位主播 亲情演绎 第四百六十九章 泰山压顶 白小文摇头说道 嗯 松破新酒郎最后下达的命令是追击 他应该是相信了有马次郎的话 只不过 有马次郎说的话 令他们恨极了我们 再加上有马次郎本身的无能 所以新酒郎暴怒之下杀了他泄愤 这也太没道理了 没有识破的话 有马次郎在松破新酒郎眼中 应该算是刚刚从敌营中 脱逃出来的友军身份 怎么说杀就杀呢 白小文 虚了一口气 这也许和文化的差异有关吧 松破新酒郎这个莽夫 他这么不计后果的杀人 反倒让我的计划有了一点挫折 和本来是想让有马次郎 混入新酒郎的旗舰之上 一是可以确定追兵的方位 而且可以在敌人的内部 寻击破坏 现在有马次郎一死 我们就失去了一个内应 该怎么办 李淑仪有些担心地问道 一点小挫折而已 不影响大局 松破新酒郎出海追杀我的时候 就已经注定了他的落败 白小文走出舱外 看着滚滚的海水 稍稍测算了一下风速 水流和船速 设置好参数 计算了一下 对方追赶上来的时间 航相您拨抚 白小文忽然下令道 是 负责指挥的张廷 大喊一声 右舵十三 右舵三十的口令 在掌舵手那里又重复了一句 吱吱嘎嘎的声音响起 两条战船稍稍调整了航向 在蔚蓝的海面上 批波斩浪前行 这也是白小文要戒掉 明军清兵的原因 他本身又不会操持 这种明代战船 不戒兵 就算有船 也只能干瞪眼 又怎么可能在这大海之上航行 诱敌深入 并谋划着斩杀敌球呢 有了张廷这些 支根支底的清兵校尉 担任船长 白小文只需要说出 他想去的地方 张廷自然会指挥船队抵达 白小真人 他们出现了 张廷用一根单筒望远镜 也就是明军指挥关口中的 千里望 看向澎湖本岛的方向 同时是警道 来了多少船 无下十艘 怕是有接近千人 白小文确实笑了 好 我知道了 两船并排 旗舰上只留下 可以驾驭使船的水兵 其他人全部到第二条船上去 是 白小文的命令 得到了亲兵们的高效之行 他所在旗舰上的明军水兵 都展现出了高超的水战技巧 脑沟齐出 纷纷跳到了第二条战船之上 旗舰上只留下十几名水兵操船 其中也包括张廷 圆圆和周瞻等三名校尉 大人 敢问一句 您为什么要把水兵们 潜到第二条船上 即将面临大战 两条船的战斗人数 不宜过于悬殊 就算是要调整人员 您的战舰上也应该聚拢多数士兵 保护主将的安全是第一要务啊 张廷说道 白小文摇头 不 这次起进 很快就会成为 我和匪首决战的主战场 恐怕难免最终要损坏 这本是我从窝寇成都眼那里 缴获的海盗船 损坏了也不可惜 另一条船是从胡总督那里借来的 若是沉了 胡总督脸上怕是不好看 反正我最后的计划 只要一条船就够了 张廷似懂非懂 不过还是点点头 没有再问 白小文环视旗舰上剩余的十几名明军亲兵 说道 各位留下的无需惊慌 你们都可以活下来 而且此战剿灭真窝的功劳 我分文不取 都分给你们 上你们也搏一个风气英子 白小文在抗窝明军中的声望 达到了崇敬级别 他说的话 在这些明军亲兵耳中还是很有力度的 换一个人来说同样的话 他们可能会不信 但是白小文说的话 却是成功地激发出了他们的士气 大人 宋浦新酒狼追上来了 张廷大声地说道 不用千里望 白小文已经能看到远处站在船头的松浦新酒狼 甚至能感觉到对方眼中那浓郁的杀气 张廷命令两船左右分散 您直线前进 白小文说道 张廷虽然不解其意 不过依然照办 大声喊出了转舵的命令 原本并排的两条船 像是被拆散的鸳鸯一般 左右散开 加速行驶 在白小文看见松浦新酒狼的时候 松浦新酒狼自然也看到了他 继续追 给我追上 追上那群侏罗 我要亲手 取向那个该死的名人首席 松浦新酒狼吼道 他的心里加了一句 更要挪回自己的爱刀 大人 对方的两条船分散了 我们该追哪一个 窝寇旗舰的掌舵手问道 松浦新酒狼 眯起了眼睛 这是 壁虎顿尾的战术 这些名人真以为能够逃得掉 可笑至极 他心里却在思量 自己的爱刀会在哪一条船上 照理说 爱刀应该是在白小文的旗舰上 可是对方会不会使仗 把自己的爱刀藏在另一条船上 分散逃走 好用来作为日后要挟自己的筹码 我们的人数十倍于帝君 他们分散好行 我们就分兵去追 松浦新酒狼 冷笑一声 我带着一半的船 去追对方的首脑 四处 查住 你们带着剩下的船队 去追击对方的第二条船 务必不能让他们逃脱 松浦四处 担忧地说道 敌人人数这么少 居然还分兵 处处是透着可疑啊 新酒狼大人 我看 我们还是不要去管其他人 专心去追对方的首领吧 别这么怯懦 四处 松浦新酒狼 有些恼火 我们有这么多的武士 对方只有一两百人而已 松浦新酒狼 此次带出来的真窝 有上千人之度 其中大部分 都是见过血 杀过人的窝口精英 实力相当强厚 就算分兵 一边也有五百人之度 对付只有一两百人的名人 绝对是碾压性的优势 好吧 我可以借助高天元的神力 为我们船队加速 新酒狼首领 一定要尽快结束他们 速战速决之后 立即会合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下集更加精彩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和粤文集团 联合出品的多人有声剧 进化之眼 改编自起点中文网 同名小说 作者亚瑟罗 由伯恩大魔王领衔 布达拉有声天团 及喜马拉雅十六位主播 亲情演绎 第四百七十章 泰山压顶下 松浦四柱 扶正了高高的帽子 摇起了白纸扇 天空之中 阴云开始缓缓聚集 一缕缕冷风吹风 十来条窝船的船帆 仿佛被一股 看不见的力量推动 变得鼓胀起来 船只航行的速度 明显加快了不少 好 松浦新救郎大喜 当即挥手 命两条快船迂回走斜线 赶在白小文的旗舰之前拦截 他则是带着另外三条战船 弦尾脊椎 白小文和松浦家的船队 原本是一前一后 构成的一条直线 但是白小文下令分散 两条船一左一右行驶 和后面的松浦家船队 形成了一个T字形的直角 当下松浦新救郎 咬住白小文旗舰的尾巴 继续沿着T字形的直线追击 而两条快船 却是走直角三角形的斜边 迂回绕前 拦截白小文的旗舰 只要能持至白小文的旗舰 一时半会儿 后续松浦新救郎 就能成功追上来 一雪前尺 松浦新救郎的计划很成功 他通过千里望 可以看到白小文的旗舰 已经被两条快船截住 英勇无畏的日本国武士 已经开始撞船跳崩 白小文的旗舰 陷入了停滞状态 刷的一声 松浦新救郎丢下千里望 用激动的语气大喝道 全速前进 短暂的行驶之后 松浦新救郎的三艘船 终于追上了白小文的旗舰 船与船之间的碰撞 几乎让人站立不稳 紧接着 厚重的木板偷了上去 一队队窝国武士 踩踏着木板 杀向了白小文的旗舰 而松浦新救郎 则是抱着几乎沸腾的杀意 第一时间开启了忍盾技能 摸了摸借来的 替换武士刀的刀柄 悄无声息地登上了 白小文的旗舰 准备给白小文一个 难忘的教训 然而 就在三艘船 撞上了白小文的旗舰之后 正抱团战斗抵御 倭寇的白小文 张廷等人 却像是提前约好了一样 沿着船舰奔向底舱 这帮怯怒的名人 见识不妙 只知道逃跑 在这大海之上 他们又能够逃到哪里去 松浦新救郎 心中暗想 首领 首领的宝刀 有人惊呼道 处于忍顿的隐身状态的 松浦新救郎 听到众人的惊呼声 抬头一看 却是险些气风 他爱若珍宝的家传宝刀 居然被定在了桅杆高处 刀鞘不知所踪 若是不仔细看的话 还真的难以发现 松浦新救郎 未求稳妥 并没有露面 而是出声指挥一名倭寇 爬上桅杆 把他的宝刀给取下来 那帮名人占据了船底 估计要拼死一搏 松浦新救郎 人不在 但是声音却是回响在甲板上空 有一些缥缈的感觉 别人根本无法通过声音 判定他的方位 这也是忍顿技能的强患之处 只有杀了他们 才能够保住松浦家族武士的荣耀 愣着干什么 给我去抵舱 劈碎他们的舱门 把那些卑微的老鼠给我揪出来 松浦新救郎下达了命令 一队队精英倭寇 嚎叫着冲向了底层 然而就在此时 一变突生 轰隆一响 紧跟着船体震动 随后 就是一场惊心动魄的爆炸 白小文的旗舰 在巨量的火药的爆破之下 几乎在第一时间 就分崩离析 随后 恐怖的气浪吹拂开来 一个个精英倭寇 连同忍顿状态下的新救郎在内 都像是纸片一样 被吹飞开去 当然 这种爆炸 对普通人来说很致命 但是 对于这些精英倭寇来说 只是会受到一定的伤势而已 对于松浦新救郎 这个高级首领 就连受到爆炸和撞击伤害 都没有多少 只是看起来有些狼狈罢了 火药炸船 那帮名人疯了吗 松浦新救郎骂道 不过 他心里 却是闪过了一丝不妙的感觉 那帮名人 从哪里弄到的火药 而且 是瞬间摧毁一条大船的巨量火药 巨大的水波连移扩散 周围的倭寇战船 都被巨浪推挤 向后倒退了十几丈 船体爆炸之后 松浦新救郎 忍顿状态消散 落入死柱 只听哗啦啦一响 一条铁链呼啸而来 很明显 这条铁链是叙事已久 精准无比地 命中了松浦新救郎 对它造成了一定的贯穿伤害 是缝合怪肥仔 肉勾技能发动 命中目标之后 会把目标给拖拽回来 但前提是 通过力量判定 松浦新救郎 虽然是敏捷型的boss 但是力量值 仍然高于缝合怪肥仔 他冷笑一声 单手抓住锁链 发力反拉 就像是拔河一样 硬生生地 把另一端的肥仔巨大身躯 给拽了过来 呼啦一声 肥仔的肥胖身躯 在空中划出了一个抛物线 然而 松浦新救郎漏算了一点 那就是 他此时身处水中 本身的动作尤其是步伐 不像是陆地那么灵活 原本他打算 把缝合怪给拽过来 后撤一步让开落点 再以霸道的爬刀术 完成秒杀 可是身在水中 松浦新救郎习惯性的后撤步 并没有错开身位 只是向后游了不到半尺的距离而已 缝合怪肥仔硕大的屁股 犹如墨盘一样 当头坐下 呼一声 太山压顶 肥仔溅起了巨大的水化 把松浦新救郎砸入水中 瞬息之间就深达一丈 随后 肥仔粗壮的双臂 牢牢地孤住了松浦新救郎 一人一怪 同时向下沉去 松浦新救郎发力 试图振脱 可肥仔不仅双手 孤住他 缠绕在他身上的锁链 更是一直牢牢捆腹 他一睁之下 发现眼前这个胖子 并不像表面上那么虚 力量直颇为不低 一时间尽是睁不开 康刚这妖物 被我一拽就飞了出来 难道有诈 松浦新救郎 心中掠过一个不好的预感 事实正是如此 刚刚的那次拔河 看上去肥仔似乎倾尽全力 想把松浦新救郎拖过去 实际上 白晓温知道这是不可能的 所以在松浦新救郎 发力反拉的时候 肥仔索性放松了力道 顺顺当当地 被拽飞了过去 高级首领 短时间可以在水下避气 持续十分钟是没有问题的 而松浦新救郎 这样的海盗boss 更是可以避气二十分钟以上 所以他并不慌乱 双腿连续剃动水流 试图浮上水面 可是在剃动水流之后 松浦新救郎并没有上浮 他身上挂着的肥仔 似乎比想象中更为沉重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下集更加精彩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和粤文集团 联合出品的多人有声剧 进化之眼 改编自起点中文网 同名小说 作者亚瑟罗 由伯恩大魔王领衔 布达拉有声天团 及喜马拉雅十六位主播 亲情演绎 第471章 水下薄命 松浦新救郎低头一看 才发现肥仔的双腿上 居然提前绑上了船锚的锁链 古代大船的船锚 分量极重 有的甚至超过万斤 船只在海上遭遇 大风大浪的时候 船锚就是整个船的 定海神针 有这么沉重的船锚 松浦新救郎想要扶上去 谈何容易 他踢瞪了几下 感觉竟是在不断地下沉 松浦新救郎怒从心头起 被肥仔贴身纠缠 他借来的备用武士刀 并不好用 索性直接丢弃 反手从怀中抽出一柄短剑 带着一丝狠毒之意 刺入肥仔的胸口 这一侧 本身的伤害并不高 但是冯和怪肥仔的身上 却是多出了一个负面状态 防御弱化 该生物的护甲和魔法抗性 降低百分之十 松浦新救郎拔剑再刺 冯和怪肥仔身上 再多了一个负面状态 物理易伤 该生物受到的物理伤害 增加百分之十 如果仅仅有这两层负面状态 倒也罢了 但可怕的是 随着松浦新救郎的继续攻击 这两种负面状态 居然会继续出现 并且可以叠加 两层 三层 四层 不远处的一条小艇上 白晓文透过冯和怪肥仔的视野 监控到了这一画面 有些吃惊 松浦新救郎现在用的 百分之百是刺伤于大游的神秘短剑 也就是我们此次任务的目标 叫完先别关短剑 敌人发现了我们 已经冲过来了 李淑仪握剑说道 白晓文等人登上小艇之后 就引爆了船舟中的炸药 炸了松浦新救郎等人一个灰头土脸 不过 在爆炸的余波平息之后 五艘倭寇战船 已经发现了白晓文等人 当下迅速驾船冲了过来 这些定人交给我们来应付 白晓文说道 淑仪 接下来杀死松浦新救郎的任务就交给你了 李淑仪点点头 他手持双剑 一个猛子扎入海中 一层透明的薄膜状头盔 在李淑仪的头部撑开 李淑仪双脚微微滑动 那层头盔竟是破开水流 让李淑仪的游泳速度暴增 这就是白晓文在段旗山大猎谷宝地空间 击杀变异黑鱼首领刺旗 爆出的特殊道具 巨大的鱼镖 巨大的鱼镖 使用后你可以在水下呼吸 游泳速度增加30% 持续6小时 每次使用后 都要换气10分钟 才能再次使用 李淑仪熟练地在水中变相 潜泳接近松普新九郎 从这娴熟的动作来看 他已经练习过不止一侧 约有两三丈深的海水之中 松普新九郎正在挥动着短剑 猛刺缝合怪肥仔 只不过短剑本身的攻击力并不高 只是附加的负面状态比较厉害 肥仔如今的生命值 已经高达390点 还是能撑住这段时间的 很快 李淑仪靠近了松普新九郎 双剑刺出 松普新九郎吃痛掉血 发现了李淑仪的靠近 他试图反击 可是手中只有一把一尺长的短剑 在肥仔的情报之下 根本够不着李淑仪 惊怒之下 松普新九郎 只能硬吃李淑仪的攻击 同时短剑连刺 每一剑都刺中缝合怪 肥仔防御薄弱之处 他算是想明白了 必须要先把这只妖物杀掉 才能回过头来对付这个双剑女子的攻击 以伤换伤 以命换命 松普新九郎的生命值高达700点 再怎么样 也不会比这只妖物死得更快 拖延下去 后果对松普新九郎是很不利的 他在水下只能闭气20分钟而已 一旦闭气结束 强如松普新九郎这样的高级首领 也只有溺斃的命 呲拉一声 松普新九郎 在付出了接近200点生命值的代价后 终于成功地击杀掉了肥仔 然而肥仔的铁链 依旧孤住了松普新九郎的双腿 松普新九郎想要上扶 却是无助地发现 他和传谋间接地绑在了一起 呲拉一声 松普新九郎一剑 砍在肥仔的锁链上 留下一道浅浅的窝口 他的心中在滴血 这边短剑是日本国有名的神物 其神意之处在于攻击时 会附带削弱敌人的效果 配合东营秘术的威力更是可怕 但是有得必有失 这边短剑本身的硬度和锋利度 却不是强项 附加攻击力也不高 否则的话 也不至于杀一个肥仔 都那么费力了 然而 在松普新九郎批斩铁链的时候 李淑姨也不会坐视 她的双剑加攻 一轮斩机再次收走了 松普新九郎好几十点生命值 看来是要先杀掉这个女人 松普新九郎看了一眼铁链 暗自咬牙 短剑挥击而出 快速滑向了李淑姨 没有了肥仔的牵制 她终于能欺净李淑姨的进展范围 然而李淑姨却是灵活地向后一闪 躲过了这一段见 游泳速度增加30%的好处就体现了出来 当然 另一方面是因为水下环境 水压比较大 松普新九郎的攻击不像是在陆地上 能够发挥出70点敏捷的可怕攻速 李淑姨在水中 攻速同样会受到影响 但是她的攻速降低程度和松普新九郎的降低程度是不能比的 举个例子 李淑姨的攻速假如是每秒两件 被水压降低一半的话 就变成了每秒一件 损失的是每秒一次的攻击次数 松普新九郎作为敏捷型boss 70点敏捷 攻速是李淑姨的两倍以上 李淑姨的攻速如果是每秒两件 那么松普新九郎就是每秒四五件 这样一来 松普新九郎损失的就是每秒两次到2.5次的攻击次数 另外 松普新九郎的初手速度变慢 也给了李淑姨更多的闪避机会 毕竟有游泳速度增加30%的增益道具 而李淑姨的初手 松普新九郎却不是那么好躲 他在水中闪避腾挪都很不习惯 最后还有一点心理因素 那就是松普新九郎的闭气时间有限 只有20分钟 而李淑姨有巨大的余标 在水下呼吸的时间长达6小时 戳延下去 李淑姨有着绝对的心理优势 当然了 即便有着这样多的优势 一般的五级稀有精英觉醒者 还是不敢单挑七级首领的 首领的一次要害攻击 可能就要命了呢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下集更加精彩 第472章 街闲站 白小文之所以放心地让李淑姨过来单挑 除了给她营造出这么多有力的条件之外 还有李淑姨本身的保命能力 那也是相当薄弱 李淑姨本身的生命值已经达到了230点之高 还有羽化项链 这个降低50%的要害攻击伤害值的保命装备 更有心血的无影斩 这种无法被选定的半无敌技能 保命手段多样化 带给了李淑姨更高的容错率和更充足的底气 退一万步来说 就算是陷入危局 那又怎么样呢 已经完成了主线任务 李淑姨可以随时返回地球 这才是最大的底气所在 李淑姨和松浦新酒郎在水下的争斗暂且不提 白小文等一行人在水面上的战斗 压力才是最大的 当倭寇驾驶之大船撞过来的时候 白小文第一时间命令所有人放弃小艇 张艇等三名精英校尉 还有其他十几名明军清兵 纷纷挥动挠勾 勾在了冲来的敌船船帮上 个个身形腾跃而起 这种从小船到大船的跳帮接弦站 是相当的凶险 就像是工程一方试图攀登城墙 会在跳跃的过程中 遭到大船船舷上的敌人的攻击 稍有不慎就会落水 不过白小文却是第一时间使用了威慑 他现在的精神高达44点 威慑笼罩的范围半径达到数百米 冲过来的几条窝寇大船 凡是在威慑范围之内的窝寇 全部陷入了恐惧状态 一部分精神属性低下 小于等于14点的窝寇 甚至被直接击荤当场 就在这一个大范围控制技能的帮助之下 张廷等人的跳帮无人阻挠 全部成功地落在了 其中一条窝寇大船的甲板上 只是虽然窝寇被威慑技能控制 但是大船冲过来的惯性依然无法阻挡 哐当一声 白小文所在的小艇被撞翻 白小文迅速开启了新增黄金装备 杀皮歇的技能水上飘 稳稳荡荡的立足在水面上 没有变成落汤鸡 紧接着他发现自己就像是滑冰一样 贴着浪花连衣向前滑去 微微吃惊的白小文还没有反应过来 就啪的一声撞在窝寇大船的船帮上了 一阵眼冒惊心 哇靠 白小文揉了揉脑门 原来水上飘的飘子是这个意思 开启之后是会自动沿着波浪滑行的 我可以划船不用讲 我可以扬帆没有方向 因为我这一声全靠浪啊 莫名的 白小文脑袋里闪过了某个爆慢动途 思绪跑遍了不到零点一秒之后 白小文迅速扒拉着船帮 爬上了窝寇的大船 和张庭党人完成了会合 好在张庭党明军亲兵正在和真窝激烈战斗中 并没有察觉到白小文滑行撞上船帮的这一幕 张庭党人虽然实力强悍 但这些真窝也不是弱者 而且在人数上占据了优势 令张庭党人陷入了苦战 白小文直接召唤出了大群召唤生物 配合张庭等人开始反推 他使用洞察 挑几个窝寇进行扫描探测 这些真窝大多数是精英五级六级的实力 还有少部分是精英七级 其中主要分为两种 一种是手持太刀的力量型窝寇 叫做浪人武士 挥动武士刀大开大合 刀数相当狠辣 另一种就是手持短刀肋拆的敏捷型窝寇 叫做流浪忍者 本身拥有隐匿的技能 这两种窝寇配合很是默契 浪人武士负责刚正面 流浪忍者则是猥琐隐身 冷不丁的出现 给某个明军亲兵来一发要害攻击 简直是令人防不胜防 然而高精神的英雄职业白小文的出现 确实让这些忍者没有了如鱼得水的空间 白小文开启精神扫描 缩小到五十米半径之后 事业中顿时出现了一个个模糊的身影 都是捏手捏脚的忍者 这些忍者窝寇 隐医技能的优先级显然没有超过四级 被高模版高优先级的白小文稍加针对 就抓了出来 白小文随后将精神力连接到其他明军士兵的身上 开始遥控指挥 张廷正挥舞长刀和一名浪人武士拼力 一刀将对手逼退之后 忽然一仰手 一记飞黄时 歪斜着打出 真才 这样的准头 还学人使用暗器 那名浪人武士还没有笑完 就听到了飞黄石击中人体的闷响声 随后 一个猫着腰蒙着脸的倭寇忍者 出现在了张廷的侧方两米处 最要命的是 这个倭寇忍者正处于被飞黄石击晕的状态 张廷撕拉一刀披露 命中倭寇忍者的驳岗 这一刀虽然没有触发暴击 但是倭寇忍者本身是个敏捷型的脆皮 生命值只有一百多点而已 要害攻击伤害值超过三分之一 秒杀 倭寇忍者的驳岗处鲜血狂扑 扑通一声倒地 张廷冷笑道 只会被地里偷袭的老鼠 他心中颇为解恨 因为他的将主于大裘就曾经被倭寇首领这样偷袭斩伤 类似的情节在其他明军清兵的战斗中实有上演 白小文一心多用的能力得到了最大化的利用 倭寇忍者的隐医技能成了摆设 他们原本仗着隐身疯狂偷袭 可是没有了隐身 他们再捏手捏脚的靠近 那就成了一个个行动缓慢的靶子 所有忍者退后 敌人可以看穿你们的一心 在死掉了七八个忍者之后 这条窝船上的指挥者 一名七级精英窝寇 立刻叫停了忍者们送死的行径 旁边的一名窝寇叫道 平天君 新九郎首领怎么迟迟不出现 另外两名首领 松浦四柱和松浦茶柱 去追击另一条明军战船 他们这边的船队 只有新九郎一个高级首领 现在 松浦新九郎不在 倭寇就像是失去了主心果一样 那名稀有精英倭寇 正是松浦新九郎的狂热崇拜者 压低了声音 说道 新九郎大人的实力强大 根本不需要你担心 他现在应该就在某处一身 准备稀杀迷人的首脑 终结这场战斗 我们呢 只要做好自己该做的就够了 嗨 问话的那名倭寇 重重点头 一副深以为然的样子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和阅文集团 联合出品的多人有声剧 净化之眼 改编自七点中文网 同名小说 作者亚瑟罗 由伯恩大魔王领衔 布达拉有声天团 及喜马拉雅十六位主播 轻情演绎 第四百七十三章 街弦战 下 白小文稍稍收回心神 开始专心 开始专心操控怒爪 等召唤生物攻击 配合张婷等人 靠着船弦 结成半月圆阵 维持防御圈 他一旦专心操控 怒爪等召唤生物的攻击方式 顿时有了质的变化 攻守之间 仅有章法 配合默契 迅速击杀了 一个个冲上来的倭寇 狼人武士分散 逐图战术 无必要冲过 前排敌军的防御权 围杀这些妖魔的控制者 那名高级精英倭寇 平田 大声叫道 再怎么厉害的阴阳市 精神战斗 永远都是弱下 杀了他 敌人不攻自破 不得不说 平田的指挥还是很合理的 只不过 有时候合理的指挥 不一定是正确的 万一遇到不合理的状况 那就抓瞎了 倭寇不计死伤的一波冲锋 有两名浪人武士 冲破了防御圈 杀到了白晓文的面前 白晓文用精神力传音 制止了张廷等人回远 收起了手枪和抑郁磨点 捏了捏指骨 说道 唉 松松筋骨也好 一名浪人武士 发出了振奋士气的大吼 高举窝刀弄劈而下 这一刀很辣有余 而沉稳不足 白晓文侧身躲过 趁着浪人武士 朝食用老的时候 一拳裹挟着火焰轰出 郑重对方的小腹 将其打得像龙虾一样 痛苦地攻起了脊背 还是烧烤龙虾 因为浑身都裹上了一层火焰 白晓文踏步进击 一肘砸在对方的旗背上 将其砸翻在地 吐血死亡 在这之前 暮爪已经主动承受了 两百点左右的伤害 将生命值比例 维持在百分之六十左右 以有效利用血脂狂暴的 暴击率加成 而这两百点伤害 有一百点出头 是由白晓文分摊的 白晓文的黄金戒指上 附带的技能 剧痛潜能 也已经激活 力量值额外增加十点 他现在的力量高达三十二点 完全不输于同级别的 力量型战士 还得是精英模版的战士 这种力量打击下 白晓文的一拳一脚 都带着陈形的力道 施加在敌人身上的僵直效果 足够他完成一道道 草屉流鼓舞术的连招了 而且 白晓文对敌人造成的伤害 不单纯是物理伤害 还附加了火焰伤害 这是以四十四点的 高额精神力为基础 计算火焰伤害的 比三十二点力量的拳头 所带来的物理伤害 更加恐怖 那名浪人武士冲过来的时候 就已经负伤 生命值不过一百多点而已 对白晓文一套小连招秒杀 也属正常 另一个浪人武士 趁着白晓文攻击队友之际 一刀撤向白晓文的后心 却被白晓文躲过了要害 呲拉一声 白晓文的脊背 多出了一道血痕 这一刀带来的三十多点伤害 再次让白晓文的力量值 增加了三点 达到了三十五点 距离达到三十五点 距离达到三十五点 白晓文身手抓住了那名浪人武士的胳膊 雄浑的力道灌注之下 对方浑身麻痹 以我力量比二十九 比三十九 摔头技能判定成功 力量差距超过十点 摔头技能将造成额外伤害 草屁流鼓舞术 一刹背覆头发动 第二名浪人武士 像是一口破麻袋一样 被白晓文背起 狠狠地砸摔在船板上 口中呛壳出鲜血 白晓文单手撑地 贴地连环两脚踢出 硬生生地将其踢死当场 这条战船上的窝寇指挥者平田 眼珠子几乎瞪出来了 舍不可能 难道中国的阴阳市 都是这么可怕吗 白晓文轻松干掉了 两个近身的浪人武士 下足了不少倭寇 诸突战术也宣告破产 倭寇指挥者平田 只能向其他几条船求援 事实上不需要他多说 其他几条窝船的窝寇 都已经冲了过来 加入了围攻的行列 毕竟敌人只有眼前的这一小撮而已 至于首领新九郎 没有人担心 他们都很相信松脯新九郎的实力 之所以一直没有出现 大约是在寻找机会吧 这也是白晓文主动和倭寇 打街弦战的原因 他要拖延住这些倭寇 给李书怡击杀松脯新九郎制造空间 随着倭寇的人数越来越多 白晓文一方的压力也越来越大 防御圈在一步步缩小 前排的召唤生物 明军清兵倒 生命值也在迅速的下跌 毕竟敌人的数量太多了 白晓文虚了一口气 踏步前进 他的右手之中 一抹赤色火焰的光芒在闪烁 是否使用草体剑的主动能力 发动草体流鼓鼠 大舌梯 是 等会儿 白晓文在尝试使用 大舌梯的一瞬间 隐约有一种融会贯通的感觉 似乎不借助草体剑 他也能用出大舌梯 白晓文深吸一口气 他右手托举的火焰越发浓烈 一波波火焰的能量缓缓聚集 蓄力数秒之后 白晓文终于找到了感觉 大喝一声 单手划出一个大圆弧 向前推出 大舌梯 炙热的火焰向前狂涌 将前方的张廷等人 连同窝寇一起包裹了进去 一条宽达数米 长达十几米的火焰带 足足燃烧了三秒 才缓缓消失 在火焰通过张廷等人的时候 他们都有一种奇异的感觉 这火焰似乎是有灵性的 绕过了自己 随后毫不留情地直扑敌方窝寇 白晓文的感觉更加明显 这次施展大舌梯 并不是存在于他的技能栏中的技能 而是源自血脉中的能力 他甚至能感觉到 他能随意操控大舌梯 对每一处区域的伤害 有有军的区域避过 伤害降为零 有敌人的区域全力爆发 伤害打满 当然操控的火焰在某一区域再怎么爆发 也不可能突破大舌梯的伤害上限 也就是基础火焰伤害 加上白晓文的精神力加成系数的数值 以白晓文现在44点精神计算的话 大舌梯对区域内敌人最高伤害 理论上是100多点 计算了魔抗减伤之后 每个窝寇会受到不到100点的火焰伤害 这些精英窝寇的生命值 最低也是100多点 高的也有两三百 三四百点的 所以靠着一招大舌梯 是做不到清场的 饶是如此 前排的窝寇仍然是被大舌梯的冲击力震飞了出去 化作一个个燃烧着的滚地葫芦 惨叫声不绝 有些体质较弱的倒霉蛋 甚至被打得陷入了重伤状态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和粤文集团联合出品的多人有声剧 净化之眼 改编自起点中文网同名小说 作者亚瑟罗 由伯恩大魔王领衔 布达拉有声天团 及喜马拉雅十六位主播 轻情演绎 第474章 三发大舌梯 白小文依靠自己的本能 发出这一招大舌梯之后 感觉体力几乎都被抽空 他连忙摸出一滩麦酒 喝下之后 体力徐徐恢复 我对草剔之血的掌控 已经上升到一个新的层次了 白小文心中闪过一丝明雾 对草剔之血的掌握越来越纯熟了 这是一次次花费灵能点 使用大舌梯的功劳 每次花费积分使用大舌梯 都是以白小文的身躯作为载体 白小文对于草剔之血的掌控与融合 也会随之增进 当然 每次对敌使用火焰格斗剂 以及暗服这样的招式 也再增进白小文对草剔之血的磨合 只是程度比较轻微而已 正面吃了一发大舌梯之后 倭寇们的士气不免出现了跌路 不过倭寇指挥者平田 却是从白小文变白的脸色 以及微微气喘的模样中 推断出了一些东西 只需杀 不要怕 像刚刚那种攻击 它不可能再用出来了 它的力量已经耗尽 为了证明自己 倭寇指挥者平田 甚至主动挥兜 第一个冲上去鼓舞士气 吸血鬼几次 不懂日语 否则的话 它会想起某段似曾相识的回忆 倭寇们也看出了白小文气喘吁吁的样子 心中一定踩着焦黑的甲板 挥舞着武士兜 再次冲锋 张廷大声喝道 保护大人 疫情刚喘了口气的清兵 再次结阵 试图挡住汹涌的倭寇人潮 在张廷身后 响起了白小文的声音 不用 张廷还没有回过神来 下一秒 又是熟悉的灼热感再次传来 无情的热浪 汹涌的火焰带 将眼前几十名倭寇再次包裹其中 这次 窝寇中出现了不少伤亡 原因是上一发大蛇蹄 扣减了他们大量的生命值 几十名窝寇又撞成滚地葫芦 惨叫声此起彼伏 窝寇指挥者平田 冲在最前面 遇到了大蛇蹄的物理冲击 加上火焰灼烧的双重混合伤害 喷出了一口焦黑的血雾 幸好他是高级精英 本身的生命值高达四百点 还算扛得住 虽然没有死 但平田的信心已经崩溃了 为什么 为什么对方还能用出 这么恐怖的攻击 白小文微微一笑 第一发大蛇蹄 他没有动用草蹄剑中储存的次数 而是自行施展 耗费了大量的体力 在平田率军冲上来的时候 白小文的体力 确实不足以再次施展大蛇蹄 不过 他确实动用了草蹄剑中 存储的次数 草蹄剑存储的大蛇蹄 虽然要花费一万零能点充能 但是也有好处 那就是无需其他任何消耗 然而 这并非终结 白小文动用的草蹄剑 存储大蛇蹄次数 是以前的充能 他每天有一次充能机会 今天的充能机会 还没有用过 灵界规则提示信息响起 你选择了对草蹄剑 一向开 进行充能 将耗费一万零能点 是否确认 确认 充能成功 白小文踏前一步 走在张艇前面 熟悉的手棚火焰 高高扬起的姿势 再次出现 不是吧 还来 倭寇们的战斗意志 出现了剧烈的波动 倭寇指挥者平田 却是爬了起来 手持窝刀 立声叫道 松普家的武士们 对方一定是在虚掌声势 他 轰一声 没等平田说完 熟悉的火焰爆鸣声再起 可怕的火浪 再次席一卷而出 一堆滚地葫芦 再次出现 这次终于出现了 大面积的窝寇死伤 足有二十多名窝寇 被累次大蛇蹄的伤害击杀 白小文的个人面板上 灵能点的数字在迅速跳动 最后一发大蛇蹄 给他带来了 一万零二百四十点 灵能点进证 黑灵魂石也是大块朵一 德里发笑眯眯地吞噬着 精英倭寇的灵魂 将其转化为灵魂精华 倭寇指挥者平田 脸色呆滞 还没等他反应过来 怒爪就已经扑了过去 连续发动嚎叫 压制技能 一层血光笼罩在 白小文等人身上 所有的友军攻击力 攻击速度提升百分之二十 随后 平田被扑倒在地 压制的持续时间内 原本生命值 只有一半多的平田 毫无反抗之力地 被击杀 手里 是九郎手里 为什么 还不出现 平田 双眼失神 咽下了最后一口气之后 尸体上方 浮现出一只白银宝箱 白小文操控召唤生物 与张廷等明军亲兵 发起了反攻 在攻击力 攻击速度双双buff的情况下 所有友军的理论输出能力 暴增百分之四十四 实际上的效果只会更好 比如 一发要害攻击 之前可能因为差一点点的伤害 不够秒杀标准 但是 补上了百分之二十的攻击力之后 就恰好能够触发 秒杀的三分之一最大生命值条件 倭寇指挥者死去 其他倭寇虽然人多 但也是心无战意 开始出现了溃退 白小文率重追击 哪里一旦出现高级精英倭寇 试图重整军事的征兆 他就立刻配合怒爪等召唤生物 冲过去 与定点击杀 处于连续三发大舌体的 可怕威力的恐惧 倭寇们一见到白小文 第一个反应不是抵抗 而是扭头就跑 白小文终于明白了 为什么历史上几十名浪人武士 就能够在大明内地转战千里 杀死杀伤数千名军 还有解放战争时期 解放军一个连追着敌人 一个迎跑 有的时候 军队没有了士气 争相溃逃 就算人多 又有什么用呢 眼前这些倭寇虽然实力不弱 但是归根结底 只是一群海盗而已 算不上什么铁军 倭寇平田临死之前 还念念不忘的松仆新九郎 此时仍然在水下苦战 他的生命值已经跌落到了 不足三百点 李淑仪基本上没有被他命中 生命值一直维持在健康线上 松仆新九郎悲哀地发现 在水下 他引以为傲的忍盾 拔刀术等等能力 完全发挥不出来 他也想使用烟花火箭 呼唤部下来源 或是吹响鼓哨事情 可是 这里是树杖深的水下 最要面的是 松仆新九郎的闭气时间有限 他所能支撑的时间 越来越少了 难道我要死在这里 松仆新九郎暗暗咬牙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下集更加精彩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和粤文集团 联合出品的多人有声剧 净化之眼 改编自起点中文网 同名小说 作者亚瑟罗 由伯恩大魔王领衔 布达拉有声天团 及喜马拉雅 十六位主播 亲情演绎 第四百七十五章 气季光 现在 唯一支撑她的希望 就是手中的这柄神器短剑 一次 只要刺中那该死女人的要害 一次 我就可以向神器奉献寿命 杀掉这个女人 松仆新九郎 腰紧了牙 奈何李淑仪滑溜得如同泥丘 根本就不给松仆新九郎 攻击要害的机会 忽然 松仆新九郎故意卖了个破绽 让李淑仪长剑递出 刺中她的胳膊 机会 松仆新九郎 收紧肌肉 夹住李淑仪的长剑 猛然探身 右手握持短剑 向李淑仪的心口处猛刺过去 松仆新九郎 这次试图以伤换命的大胆举动 着实让李淑仪吓了一跳 在战斗之前 白晓文就通过于大球的中招 分析过松仆新九郎 那扁神秘短剑的功能 以及可能带来的限制 神秘短剑 在刺中目标之后 新九郎只要割裂手掌流血 就能让于大球这样的猛将 昏厥不醒 几乎挂掉 这份威能 实在是可怖 不过白晓文断定 这种手段是有限制的 否则 稀有首领级的对手 都能一下子干掉的话 那也太赖皮了一点 至于限制 一方面是发动难度 另一方面应该就是代价 代价如何 白晓文没有去考虑 他只是推测了一下 发动难度 在详细询问过于大球中招的情况之后 白晓文注意到 当时神秘短剑是刺中了于大球的胸膛处 心脏要害 白晓文于是乎推断 神秘短剑 要发动额外微能的条件 应该是刺中敌人的心脏要害 这里要说一下 灵界规则数据化 被刺中心脏要害并不是必死的 只要体质够强 生命值够高 攻击伤害达不到三分之一的 最大生命值秒杀条件的话 就算心脏被刺穿 也就是附加一个重度流血而已 生命值不流光 就死不掉 而神秘短剑的额外微能 很可能就是在刺中心脏要害之后 触发直死之类的判定 扛过去的话 仍会昏迷 比如鱼大球 扛不过去 只死判定 那就直接挂掉 所以 白小文特意让李淑仪小心减肾 宁可多挨两刀 也不能被命中心脏要害 为求稳妥 白小文退了一步 让李淑仪小心防备的 不仅是心脏要害 还有其他各处的要害 都不能被击中 事实证明 白小文的这步 求稳妥的命令 并非多虑 松普新九郎的神秘短剑发动条件 并不仅限于是心脏要害 而是包括了全身要害 拥有虚无之剑 以及无影斩的李淑仪 要做到这一点 还是不难的 就在松普新九郎 搏命一击刺向李淑仪要害的时候 李淑仪身形突然一闪 化身幻影 发动了心血的无影斩技能 在无影斩发动期间 李淑仪是无法被选定为目标的 松普新九郎这一击 只是刺中了空气 而李淑仪的右手剑 在无影斩的状态下 却是长驱直入 在松普新九郎的跛港 带起了一串血花 吆仪之舞的伤害爆发 积攒五层雷之印记的伤害爆发 进步要害攻击 无视防御 重度流血 松普新九郎的生命值 瞬间暴跌了一百多点 他的驳崗处 一道可怖的伤口翻卷开来 鲜血四溢 几乎染红了周围的海水 我的女人 松普新九郎很想破口大骂 但是他正处于闭气状态下 连开口骂人都做不到 他单手捂住自己的脖梗处伤口 努力按压 让鲜血流淌的速度减缓 李淑仪带着巨大的余镖 就没有这种顾忌了 他稍微后退了一步 让过松普新九郎的又一次刺激 说道 你落到这一步 都是他的谋算 松普新九郎是懂得名人语言的 这番话听在他的耳中无比刺耳 他很想愤怒反驳 但却悲哀地发现 他连开口都做不到 面对仅剩一百来点生命值的松普新九郎 李淑仪双剑微抬 直接冲了上去 他竟是放弃了游斗的策略 松普新九郎眼睛微微一亮 他现在已经渐渐习惯了在水下战斗的感觉 虽然仅剩一百点左右的生命值 还处于流血状态下 但是正面硬碰硬的话 他完全不须眼前的这个女人 说穿了 眼前的女人攻强手弱 就算占尽了优势 一旦被胜利冲昏头脑的话 很容易就会翻盘 松普新九郎扬起了手中的短剑 一剑刺出 然而 这一剑却又落在了空处 李淑仪的身形猛然虚化 他开启了虚无之界的附加技能 虚化 拥有对物理攻击高达百分之九十九的闪避率 持续五秒 在这五秒期间 李淑仪可以放开手脚 毫无顾忌的猛攻 虽然攻击速度没有变化 但是命中率和要害攻击的几率 却是直线上升 倭船甲板 倭寇在逃窜 被白小文驱逐出了一条倭船 纷纷逃到其他倭船之上 倭寇终于有了喘息之机 接下来白小文等人要追击的话 就要主动跳帮 进行新一轮的接贤战 但是 白小文麾下的清兵 连同召唤生物在内 生命值都有些危险 白小文摆手示意 停止进攻 能够抢夺一条倭船 已经超出了他的预期目标 他原本的目标 只要在倭寇的围攻下坚持住 那就够了 其次 你带骷髅刀顿手下海 看看书仪那边的战斗怎么样了 白小文说道 吸血鬼及此得令 刚要下海的时候 却看到海中气泡涌动 一个窑窑的身影 冲出海面 长发一甩 将水珠一抹 露出了清丽的面容 不是李淑仪又是谁 不用招了 我已经完成了任务 李淑仪对着白小文 露出了动人的微笑 现在能给我抛一根绳子过来吗 白小文大喜 急忙命张庭等人 抛制缆绳 将李淑仪从海里都拽上来 那 这鱼镖还真好用啊 李淑仪把取下来的鱼镖 递给了白小文 看来这几天出海 你在海中的锻炼效果不错 白小文看到李淑仪无恙 就放下心来 李淑仪没事 代表松普新酒郎 肯定是挂掉了 嗯 李淑仪轻轰了一声 随后 拿出一个大型黄金宝箱 这是松普新酒郎 跳落的宝箱 你来打开 看看能不能出任务 所需的神秘短鉴 我身上有这个任务 所以应该会出 按照灵界规则 战利品卡牌 出关联物品的优先顺序 是最高的 白小文笑道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下集更加精彩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和粤文集团 联合出品的多人有声剧 进化之眼 改编自起点中文网 同名小说 作者亚瑟罗 由伯恩大魔王领衔 布达拉有声天团 及喜马拉雅十六位主播 亲情演绎 第476章 气机光 下 宝箱 临界原住民 是看不到的 而且白小文和李淑仪的交流 也是通过队伍频道进行 不用担心被人当成傻子 只不过 开宝箱选卡牌的动作 还是很明显的 所以一般要避开原住民的耳目 避免被当成神经病 剩下的倭寇该怎么办啊 李淑仪说道 跟着松浦新酒郎一同来的倭寇 有四五百人 其中白小文率领 张廷等人 杀了不到一百个 其他人被大蛇剔下的士气跌落 逃到了其他几条倭船上 虽然士气跌落 不敢主动进攻 但是倭寇们 也吃不准松浦新酒郎在哪里 当然也不能就此架船逃离 不过 不少倭寇心中都盘旋着一个念头 松浦新酒郎首领 一直到现在都没有出现 怕是已经遭遇了不幸 只不过 没有人敢第一时间议论 这个可能存在的真相 而对于白小文等人来说 主动攻击那几百号倭寇 其中大部分都是精英倭寇 也并不现实 这里不是陆地 街弦站进攻方是很吃亏的 白小文这边的人数 毕竟是太少了 当时为了炸船 坑松浦新酒郎 白小文这边只留下了十几个人 人太多的话 小艇根本装不下 所以战场上出现了一幅诡异的画面 其他四条倭船 把白小文所在的这条船 团团围住 一个个手握刀剑如连大敌 却又不敢上前 白小文等人也没有主动进攻 形成了诡异的僵持 其他窝口 算了吧 看看时间 奇迹光应该快到了 白小文手搭梁棚 看了一眼日头的方位 白真人 是弃将军的旗号 他们出现了 手持千里望的张廷 激动地叫道 白小文暗笑 白小真人的小子 总算是去了了 要不要这么准啊 你这样下去 人家真把你当真半仙了 李淑仪吐了个槽 白小文 微微得意地笑了笑 并没有解释 他从张廷手里接过千里望 摇摇看去 已经能看到不远处的明军战船 真窝的四条战船 见到了明军战船来源 一阵骚动 当即忙碌地升翻 转舵 向着远离明军战船的方向逃顿 然而 在他们逃顿的前路上 又出现了两条明军战船 左右两边也有明军战船旗号出现 契机光 身通兵法 在有心算无心的情况下 当然不可能给这些窝寇逃窜的机会 契机光的出现 要追溯到三天之前 白小文接下松浦新九郎的任务 赶赴宁波 在确定了脱离窝寇的视线后 白小文就下令全军变装 重新打出明军的旗号 一边航行 一边还让李淑仪带着巨大的余镖 在水下练习战斗 适应水战环境 到了宁波之后 白小文靠着在抗窝明军阵营中的 崇敬声望 很容易就见到了镇守浙江的 契机光 劝说契机光主动出击 讨伐真窝松浦新九郎 着实废了白小文的一番口舌 好在他准备充分 献上了一个诱敌出海 分化歼灭的计划 契机光剑胜算颇大 又不用打危险的登陆战 所以便欣然同意了 毕竟主动出海 征讨澎湖的窝寇 和进攻日本国本土 是不一样的 澎湖列岛是大明的领土 兵发澎湖列岛是境内剿匪 光明正大 这个计划的重点 就是白小文能够把松浦新九郎 引诱出海 白小文杀死了窝寇前田 也就是替松浦新九郎 保养窝刀的窝寇扑从 夺取了松浦新九郎的宝刀 又通过游马次郎 打消松浦新九郎对于陷阱的疑虑 成功地将其引诱出海 离开了澎湖本岛的激励 就在松浦新九郎 率领窝寇精英主力上千人 追杀白小文的时候 等候在外的契机光 先是兵发澎湖本岛 将剩余的数千战力 雷弱的倭寇扑从 尽数俘虏 倒破了松浦新九郎的老巢 随后 气急光指挥战船 将松浦四柱 松浦查柱 等五百余人的船队包围歼灭 最后又来这边收尾 至于炸船所用的火药 也是白小文从气急光手中借来的 否则 像火药这种军用物资 白小文哪里那么容易搞到 白小文和李淑仪一道 走进船舱 去开宝箱 抽取战利品 这场战斗 白小文这边收获了三个白银宝箱 都是精英倭寇掉落 战斗评分都是C级 三次抽取 并没有抽到令人眼前一辆的好东西 倒是抽中了一张三星装备强化卡 装备强化卡固然有用 但是一个三星强化卡确实有些鸡肋 在这方面三星四星强化卡 别看只差了一星 却有很大的区别 四星强化卡用来强化黄金装备 四个强化槽都用配套蓝装 或者相当于配套蓝装的上级灵能结晶 可以把加七的强化成功率推到百分之百 而三星强化卡只用配套蓝装的话 只能把黄金装备加七的成功率推到百分之九十左右 看似只差了百分之十 但却是觉醒者不敢去冒险的 想想看 辛辛苦苦把装备强化到加六级 花费了几万积分 最后强化加七却撞上了百分之十的失败率 装备损坏 对觉醒者的打击那是相当大的 一件值得强化到加七的黄金装备 对觉醒者而言自然是极品 损失掉的话绝对是难以承受之痛 虽然不是四星卡 不过也可以用 最多我们用黄金装备填充强化槽 我们用不上的黄金装备还是有几件的 白小文说道 用黄金装备填充强化槽 作为辅助装备进行燃烧 对于一般觉醒者来说 简直就是毫无人性 其他掉落的两件物品都是蓝色装备 一件皮质长裤 还有一件皮质户外 属于乏善可陈 只有分解或是拿来做辅助强化装备的命 白小文又开启了松浦新酒郎的黄金宝箱 值得一提的是 李淑仪击杀松浦新酒郎居然拿到了A级的评分 有三次抽取机会 虽说击杀松浦新酒郎 是营造出了水下战斗的环境 李淑仪才能单挑成功 但是灵界规则 显然并没有将其判定为取巧 原因是松浦新酒郎的生命值 基本上都是李淑仪打空的 白小文还没有觉想的时候 在瘟疫数学遇到的那只精英丧尸鼠黑牙 他把黑牙撞进狭窄的通道中 营造出这种狭小的环境 使其无法发挥敏捷优势 被活生生砍死 结果并被扣减战斗评分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和粤文集团 联合出品的多人有声剧 净化之眼 改编自起点中文网同名小说 作者亚瑟罗 由伯恩大魔王领贤 布达拉有声天团 及喜马拉雅十六位主播 亲情演绎 第477章 从云剑 松浦新九郎被拖入水底 憋屈到死 同样也不会成为扣减评分的因素 只不过松浦新九郎的武士刀被盗走 导致他不得不使用备用的武士刀 这一点是否成为拖累评分的因素 白小文并不确定 他也懒得去想太多 直接抽牌 虽说击杀松浦新九郎 李淑仪占有绝对击杀贡献 但是白小文作为队友 开箱抽牌都是没有问题的 抽到的战利品 只有李淑仪才能够拾取并分配 不过就算是拾取绑定的装备 李淑仪也可以分配给白小文 两人在同一个永久小队中 对于还未穿戴使用过的绑定装备 可以互通有误 这也是永久小队的一个好处 第一发黄金卡牌 白小文就直接抽中了那片神秘短剑 从云剑 拾取很肯定 品质特殊 装备位置 单手 装备需求 从云剑的认可 属性 附加攻击力 1-3 附加技能 1-削弱 每次有效攻击 都有几率给目标施加一种削弱效果 该效果可以叠加 附加技能2 陷技 要害攻击命中对手之后 你可以发动一次陷技 以寿命为代价 令目标进行直死判定 如目标通过直死判定 则改为昏厥 否则立刻死亡 注意 该技能只能对等级不高于你的敌人有效 且目标敌人的模板不高于你 耐久度 永不磨损 说明 热田神宫的天从云剑 是日本国供奉的三大神器之一 也是传说中的三剑之手 李淑仪的手试图接触短剑 却得到提示 他无法装备 因为没有得到从云剑的认可 李淑仪把短剑分配给了白小文 却没有无法装备的提示 这代表着白小文拥有从云剑的认可 奇怪 你一个精神特长型召唤师 为什么会得到这柄武器的认可呀 李淑仪说道 白小文确实虚了一口气 这应该和我体内的草剑剑魂有关 在得到了草剑的剑魂之后 我就去查了一些有关草剑的资料 白小文说道 距离奇迹光昭祥其余我口还有一段时间 我就先讲一下从云剑和草剑的一些传说好了 在日本神话时代有三把灵剑 分别叫做石卧剑 从云剑和不都欲魂剑 说起从云剑的来历 乃是天神之子须佐之男斩杀八旗大蛇所得 据说须佐之男游历人间 一听到老人哭泣 说自己的女儿被献给了大蛇 他就安慰老人帮他斩蛇 须佐之男用美酒把大旗大蛇灌醉 然后用石卧剑切开了他的躯体 在蛇尾处碰到了一个尖锐的东西 就连诸神的石卧剑都有了豁口 这一剑割伤了石卧剑的东西 是一把锋利的剑 因为是从八旗大蛇体内取出 而八旗大蛇身形无比的高大 头颅高耸入云 所以这把剑就叫从云剑 天从云剑的天子是对他的尊称 后来徐佐之男把天从云剑献给了他的姐姐天照大神 天照将此剑连同另外两剑神器一起赐给了日本天皇 并留下告诫 要将这三剑神器当作他的化身来祭祀 说到这里 来小温顿了顿 吓到 三神器有点耳熟吧 没错 格斗之王未免世界 也是以三神器和大蛇为斗争主线 这三剑神器分别是八指镜 八指穷钩玉和草剑 李淑仪反应了过来 草剑就是偏从云剑 白小文点点头 此时白小文已经得到了临界规则的提示信息 你获得了刺伤于大球的神秘短剑 从云剑 特殊支线任务 寻剑已完成 于大球对你的好感度将会大幅提升 好感度等级升为好友 于大球对你的好感度大幅提升 好感度等级提升为至友 白小文明白 这个特殊支线任务的任务奖励 恐怕就是于大球的好感度了 想想也对 白小文出海的时候 打的旗号可是替于大球复仇的 这种两肋插刀的义气 于大球岂会无动于衷啊 张廷等校尉 包括之前胡宗宪手下的200亲兵 都交付给气急公 算是回到抗窝民军的军队系统中去了 他们的安全是不用白小文操心的 接下来 他们会回到胡宗宪和于大球的身边 带过去松浦新九郎被伤死的消息 于大球和白小文的好感度 其实已经可以视为至友了 这也算是一种收获 只不过 以后匹配到家境未面世界的几率 也许会比较小 白小文其实也不怎么看重任务奖励 对他而言 从云剑就是最好的奖励 临界规则提示信息响起 检测到你体内蕴含草地剑一箱台 与从云剑产生了共鸣 你可以选择吞噬从云剑 强化草地剑一箱台 你也可以选择不吞噬 保留特殊装备 从云剑 当然要选择吞噬了 白小文看过从云剑的描述 除了低的令人发指的攻击力之外 从云剑的卖点就在于两大附加技能了 第一个技能削弱 算是有用 攻击附带削弱效果 但是 这柄剑只能白小文使用 李淑儀是用不了的 以白小文的攻速和战斗风格 并不适用 第二个技能 陷技 看起来很硬霸 附加只死判定 强无敌 但是 要注意到两个限制 目标敌人的等级 模板 都不能高于白小文 陷技技能才能生效 看上去美满 摸上去骨感 首先 这柄剑对领主无用 因为对方模板过高 其次 这柄剑对于等级高于白小文的首领 也无用 而白小文闯荡灵界 匹配到的首领怪 几乎个个都比他等级高 而和白小文同级 或者低于他等级的首领 白小文又何必耗费寿命 发动陷阱 直接打也打得过对方了 一句话描述 丛云剑是一件顺风虐菜的装备 不是逆风翻盘的装备 在白小文选择吞噬之后 丛云剑的赤红色光芒闪烁 随后化作一道流光 灌入白小文的体内 白小文感觉到一阵热流 然后 发现技能栏中 草体剑一形态的文字 已经变成了灰色 显示正在吞噬升级 升级也不知道要持续多久 白小文和李淑仪 直接把剩下的两次抽牌机会 用掉了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下集更加精彩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和阅文集团 联合出品的多人有声剧 《进化之眼》 改编自起点中文网 同名小说 作者亚瑟罗 由伯恩大魔王领贤 布达拉有声天团 及喜马拉雅十六位主播 亲情演绎 第478章 回归 水战精锐 你获得了上级 零能结晶 乘以四 你获得了精致武士刀 剩余的两次抽牌 并没有爆出什么好东西 虽然出了装备 但是精致武士刀 只是一件蓝色品质的武器而已 在攻击力方面 精致武士刀和李淑仪副手武器 精致突刺剑的基础攻击力差不多 这样一来 李淑仪也没有必要更换副手武器了 毕竟 精致突刺剑强化加四的效果 是暴击 附加流血 算是比较难得的好特效 另外出现的四颗上级零能结晶 之前就出现过一次 可以在强化装备的时候 放入强化槽中 进行辅助强化 成功力加成相当于一件 类型体配的蓝色装备 这种东西谁都不会嫌多 有点可惜 如果我们没有盗取 松浦新酒郎的武士刀 说不定可以把它的宝刀爆出来 肯定是一件黄金装备 白小温说道 李淑仪笑着说道 你别贪心不足了 我用这种办法 松浦新酒郎也不会力道的 再说 如果在水下战斗 他手握自己的宝刀的话 我能不能打过他也是未知数呢 白小温 点点头 这次击杀松浦新酒郎 提前盗取他的宝刀 应该算是临界规则的扣分项 以至于最后战利品 略微有些缩水 黄金武士刀 变成了蓝色武士刀 不过 完成巡舰任务 夺得从云舰 白小温的最大目标已经完成 接下来还剩不到一天的时间 已经不足以发掘 并完成额外的支线任务了 白小温和李淑仪商量了一下 就有了回归的打算 当然 在回归之前 白小温还是等待了一段时间 见到了传说中的民族英雄 契机光 契机光已经把丧尸斗志的倭寇 全部捆覆了起来 压入底仓看管 忙活完这一切后 契机光才过来和白小温见面 胜赞白小温在此战中 立下的功勋 白小温所求的都已经有了 再要这些功劳又有何用啊 他拱了拱手 说道 这都仰赖于参将大人的英明指挥 以及张廷等三人 还有两百官兵的勇猛奋战 我哪里敢去攻啊 契机光倒是有些意外 又试探了几句 见到白小温态度坚决 不愿领功 他倒是有些刮目相看 白真人是真正的盗门高师 佩服 白小温又收到了灵界规则提示信息 他和契机光的好感度 达到了熟人级别 七将军 朱杀真窝心九郎的主要功劳自然是你的 不过张廷等三位校尉 还有督工支援我的两百亲兵 也有相助之力 还望七将军在上表奏功之时 莫忘了捎带他们一成 契机光 点头笑道 这是应该的 即便白真人不说 我也会这么做的 白小温还是比较放心的 那两百亲兵是胡宗宪的手下 而契机光是胡宗宪的副手之一 他报功的时候 看在胡宗宪的面上 也不会侵吞上司的亲兵的功劳 至于张廷等三人 是余大球的亲兵校尉 白小温也了解过 余大球和契机光闲暇之时 经常切磋无意 感情好得很 这方面也不用担心 这些真无 七将军打算如何处置 白小温又问了一句 契机光笑道 当然是秦纳下来上奏尽尸 请陛下和朝廷助攻决断 那朝廷一般会怎么处置呢 契机光想了想说道 所以说这话我不敢妄断 不过之前已有先例 俘虏的真窝首脑和头目 都会名正典型 至于赋孽的真窝仆义 则是刺刑流放 白小温笑道 朝廷助攻难道不支兵吗 真窝仆义也当赶尽杀绝 至少不使其再度为恶才行 刺刑仅仅是给窝寇留下一个标记 并不妨碍他们重操就业啊 契机光摇头说道 这次擒获了近两千名的真窝 若是全部杀掉 过于残暴 恐怕会引来御史台的弹劾呀 白小温却是明白了契机光的想法 一方面 契机光是不想大规模杀降 引起不必要的麻烦 另一方面 俘虏两千人 可必斩首两千人的含金量 那要高得多 边防大将的奏功表 也是有讲究的 破针窝两千人重 破这个字 在表功奏章中 含金量最低 仅仅是打败了一批窝寇 是不是真窝 有没有两千人都很难说 因为无从查证 斩真窝两千人重 斩这个字 含金量要高一些 既然边防大将敢写这么一句话 无论真实的战果 有多少猫腻 至少两千颗手机是不能少的 这叫查有实据 但是斩这个字 也可能存在猫腻 比如 斩下的手机 有没有用假窝手机 剃了个秃头发肌 冒充真窝的 更有甚者 有没有杀梁冒功的 斩真窝两千人重 斩这个字 含金量最高 在皇帝和内阁的眼中 可信度也是最高的 水分也最少 两千个活生生的 真窝俘虏 就在大营里捆着 不信尽管来验看 找几个通翻语的通意 一问就知 真金不怕火炼 所以朝廷在表彰战功的时候 第三种奏章当然会大家褒奖 至于前两种 就按照程度不同 打打折扣了 白小文明摆 戚戚光的想法之后 没有再劝说 杀掉这批真窝 而是出了个主意 戚将军 这些真窝 荼毒江南百姓 罪恶深重 如果朝廷不加严扯 岂不是让有功将士心寒 当然 戚将军也没有必要 冒着风险杀翔 戚戚光 稍稍松了口气 只要不逼他杀翔 怎么都好说 他连忙问道 哦 白真人是有什么良策吗 白小文笑道 朝廷有很多地方 都需要征用民兵名利 像治理黄河啊 疏通运河之类的差事 与其蒸发大名百姓去服役 不如让这些倭寇去做 也算是让他们 用余生来洗清 前半生的罪孽 顿了顿 白小文又说道 就算不用他们治河 也可以让这些倭寇从军 北边的外患未凭 可以把真窝俘虏编入赶死营 驱使他们和别人厮杀博命 也可以让我们大名而郎 少流几滴血啊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下集更加精彩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和粤文集团 联合出品的多人有声剧 进化之眼 改编自起点中文网 同名小说 作者亚瑟罗 由伯恩大魔王领贤 布达拉有声天团 及喜马拉雅十六位主播 亲情演绎 第四百七十九章 回归 谁占精锐 下 气急光思考了一下 说道 嗯 白真说的办法确实很好 不过 朝廷是否同意 我这心中啊 也实在没有把握 只要七将军在奏章之中 提及一两句建议就可以了 我们竟然是听天命 若是诸公 耻鱼严厉 而拒绝这条建议 那就罢了 白小文聊起 倭寇俘虏的安置事情 本身倒不是为了 自己谋取什么利益 只是单纯地想为 这个未面世界的明朝 尽一份力 气急光 脸头答应 好了 倭寇的事情 也算有了一个了结 七将军 我告辞了 白小文 说道 气急光 微微一愣 白真人 何必走得这么匆忙 至少 让战船 载你们上岸呢 你让下 如此功劳给我 总得让我 赦颜款待 一尽地主之一吧 何必了 身为修道人 空明什么的 都是浮云 此乡 安处 是家乡 白小文笑着 和张廷等人 挥手作别 随后 和李淑仪 一起走回船舱 气急光 不解其意 正了正之后 跟着走了过去 推开舱门 船舱之中 空空荡荡 一个人仰都没有 气急光 疑惑地说道 奇怪 白真人 哪儿去了 他若有所思地 看了看舱门 明明看到 白小文两人 推开舱门 走了进去 怎么跟过来 就没影了呢 仿佛舱门 连接着另外一个 看不见的世界一样 星光闪烁 轻微的失重感过后 白小文和李淑仪 来到了过关 结算界面 一幕幕场景 在星空的背景下 像是电影一般闪过 出路夹境未面世界 击杀叶马子 挥下倭寇 二当家 陈独眼 杨帆入海 在误杀岛交击杀 黑江王和白鬼后 金门之寨 灭杀两大窝客 BOSS 澎湖列岛 设计 诱杀真窝首领 新九郎 最后的画面 赫然定格在 李淑仪 挺剑侧处夺走 松普新九郎 最后一丝 生命值的场景 真是辛苦你了 白小文看着李淑仪 有些感慨 李淑仪的确 付出了很多 出海远赴宁波的那几天 他几乎是泡在海里 不断练习 在海底环境下战斗 正是因为这样 李淑仪才能以 五级稀有精英的模板 击杀七级首领 松普新九郎 过关界面的 最后定格画面给他 是实至名归 我不辛苦 你想这么多 计划这么多 你才是最辛苦的 李淑仪反握住 白小文的手 露出了一个 甜蜜的微笑 灵界规则提示 信息响起 搜索微面 家境微面世界 用时九天十一小时 三十三分四十六秒 范围明朝福建浙江 基于你发掘 并完成的任务系评价 你获得零能点奖励 一万三千零八十五点 目前零能点点额 二十二万零四百九十六点 你累计获得了 二千一百九十八点 家境微面世界知名度 你的家境微面世界的知名度 成为B级声明远博 你获得了B级称号 水战精锐 水战精锐 在水战环境下 你的全属性加三 你的游泳速度加百分之十 李淑仪的世界知名度 是一千多点 刚好也达到了B级的门槛 得到的称号 同样是水战精锐 这个称号 要比白小文上个微面世界 得到的A级称号 还要实用 以后打水战之前 提前换上这个称号 全属性加三的效果 几乎等于是两件黄金装备 当然 全属性加三 对于很多觉醒者来说 真正有用的好处就是 体质加三 和一项主战属性加三而已 比如 力量特长型觉醒者 真正有用的是 力量加三 体质加三 精神特长型觉醒者 真正有用的是 精神加三 体质加三 所以 按照实际效果来说 这个称号在水战环境下 相当于有效属性 增加了六点 但这也比一件黄金装备更强了 B级称号 还是很给力的 白小文琢磨了一下 以后等到他的技能 本身等级都达到四级以上 不需要最强 学霸称号的加持 也能保有四级特效的时候 最强学霸称号的提升 就不是那么大了 在水战环境下 可以考虑切换成水战精锐称号 更要说明的是 切换称号是有冷却时间的 在新装备上一个称号之后 想要更换其他称号 必须过一定的时间才可以 以装备的称号档次越高 冷却时间就越长 两人的灵能点 有22万点之多 这倒不是在 家境卫面世界收获的 而是在进入 家境卫面世界之前 就携带在身上的巨款 是白小文在地球虚拟大厅 开设店铺 所赢得的利润 归结起来 仍然算是在凯恩 卫面世界的后续收益 有这么多灵能点 两人的装备 自然也要好好强化一步 只不过这次去 家境卫面世界的 时间比较短 两人收获的装备 真正戴在身上的并不多 白小文这边 只是多了一双 黄金级的纱皮靴 而李淑仪 只是新增了一件虚无之剑 至于从云剑 已经被白小文体内的 草居剑魂给吞掉了 目前还在升级当中 自然是无需强化的 虽然灵能点很充裕 他也没有必要胡乱强化 在没有百分之百的成功率之前 而身上穿着装备都冲击 是绝不允许的 白小文想了想 说道 不过我们可以退而求其次 先把武器衣服强化到加六 新增的两个黄金装备 只要强化到加四就可以了 冲加六失败 最多装备的强化等级清空 但是装备还在 实力不受太大的影响 冲加七失败 实力就要受损了 而武器衣服强化的收益是最大的 黄金级的武器 每强化一级 附加攻击力都会增加百分之十 而黄金级的衣服 每强化一级 都会有百分之三的伤害减免 蓝装每次强化花费的 灵能点少一些 当然强化效果也是稍逊一筹 蓝色武器每级强化的攻击力 增加百分之六点七 蓝色衣服每级强化的伤害减免 只有百分之二 李淑仪赞同的点头 两人随后动手进行强化 在折腾了一番之后 白小文的沙漠之鹰手枪 妖术师之袍 还有李淑仪的副手武器精致突侧剑 剑道师袍服都强化到了加六 为此两人一共付出了足足六万联能点 所谓一分钱一分货 武器和衣服的强化的确值得 沙漠之鹰的附加攻击力 从最初始的六到十四点 提升到了十到二十二点 算上白小文如今的二十二点力量 他每一枪理论伤害都有二十一到五十五点 相当之高了 而妖术师之袍的强化加六 使得减伤效果达到了百分之十八 这可是护甲磨抗减伤之后的纯减伤比例 同样非常给力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下集更加精彩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和粤文集团 联合出品的多人有声剧 净化之眼 改编自起点中文网同名小说 作者亚瑟罗 由伯恩大魔王领衔 布达拉有声天团 及喜马拉雅十六位主播 亲情演绎 第四百八十章 穿透 随后 白小文俩人动手强化新增的黄金装备 黄金装备 沙皮靴 强化到加四之后 水上飘这个装逼效果满分的技能冷却时间 缩减了百分之二十 不过仍然需要十九小时十二分钟的冷却 另外在水面上滑行的持续时间略有增加 变成了一分十二秒 对于这个装逼技能的增强 白小文并没有什么期待 他之所以花费了好几千零能点强化加四 主要是为了出现鞋子类装备的通用强化特效 所谓通用特效 是指某一部位类型的装备强化到加四之后 都会出现的特效 就比如手套类装备强化到加四之后 都会出现招架 攻速 勤拿等等特效 而鞋子类装备强化到加四之后 可能出现的通用特效有 移动速度 闪避 跳跃 等等 其中 提升移动速度的特效最为普遍 也是最为实用的 白小文这次运气不错 冲到加四的沙皮靴 出现的通用特效是冲刺 正是提升移动速度的特效 冲刺 开启后 移动速度暴增30% 持续10秒 该特效冷却时间为24小时 我的鞋子之前强化到加四 出现的也是重磁效果 不过 移动速度的增幅只有20% 李淑仪撇撇嘴 很不开心 白小文笑呵呵地说道 你的黑色皮鞋是蓝装 强化特效不如黄金装备给力 也是正常的嘛 等下一次给你打一双黄金级的鞋子出来 李淑仪也笑了 他当然没有意见 刚刚的不开心 只是开个玩笑 这双沙皮靴原本白小文提议是给他使用 只是他坚持分配给白小文的 另外 李淑仪的虚无之介强化到加四 主动技能虚化也有一定的提升 首先是冷却时间缩减20% 然后是虚化技能的持续时间 从五秒增加到了六秒整 仅仅是增加了一秒的虚化时间 冲加四的6000能点就没有白费 也许是因为虚无之介的主动技能太过硬霸的缘故 加四并没出现其他的强化特效 我们还有一张三星级的装备强化卡 也一起使用了吧 留着只是浪费 白小文说道 李淑仪点点头 嗯 给你的沙漠之音冲加七吧 白小文欣然同意 相比较而言 李淑仪的主手武器 红叶领主的荣耀长剑 已经是加七的了 而副手武器精致突刺剑 作为蓝装 实在是没有太大必要冲击加七 这样算起来 三星级装备强化卡 最适合给白小文提升武器 作为英雄职业 又有一身不错装备的白小文 现在的力量和敏捷值都是22点 客串远程物理输出的能力 也不算弱 当然 比起那些技能全是远程输出类的DPS 比如赵志雄之流 白小文肯定是不如的 他强就强在全面 白小文打开三星装备强化卡 选择了使用 虚幻的强化界面展开 中间是主装备栏位 另外还有三个辅助强化槽 各有一条细线连通主装备栏 白小文把已经加六的沙漠之鹰 放入主装备栏 随后往三个辅助强化槽分别投放了一颗上级磷能结晶 这相当于用三把蓝色枪械辅助强化 白小文随后看了一眼成功率 87.59% 这个成功率一般来说是可以一搏 但是白小文可不想这么干 检查了一下储藏空间 白小文翻出三件东西 其中两件是黄金装备 一件鱼骨叉 是断吉山大裂谷宝地中 击杀便一黑鱼豹子侧齐之后得到的 另外一件后背大砍刀 是击杀倭客豹子陈独眼爆出的 最后还有一样S级特殊宝物 名叫狂战士之心 著名了是可以放在装备强化槽中辅助强化的 还会给装备附加一定的效果 白小文尝试着取下一颗上级玲珑结晶 放入狂战士之心 结果临界规则传来了提示 狂战士之心与主装被沙漠之英型手枪的匹配度为 一继续抢 狂战士之心的附加效果有很大几率失效 白小文瞄了一眼成功率 也许是因为不匹配的缘故 成功率居然只有79.22% 比之前还要低 白小文只能收起狂战士之心 将鱼骨叉填了进去 替换掉一颗上级玲珑结晶 虽然鱼骨叉不是枪械 但是同属于武器 匹配度还是很高的 黄金装备用作强化辅助装备 效果拔裙 将强化成功率推到了93.64% 白小文又取下一颗上级玲珑结晶 换上了黄金装备后背大砍刀 这下子强化成功率终于达到了100% 白小文放心地点击了强化选项 三个辅助强化槽中 后背大砍刀 鱼骨叉 还有最后一颗上级玲珑结晶 同时燃起了颜色不一的光芒 顺着三条细线 向着中央主装被拦的沙漠之鹰手枪 汇聚了过去 沙漠之鹰金光大放 随后绚烂归于平静 金色的光芒消失了 一把闪着瑰丽银色光芒的手枪 悬浮在白小文面前 白小文伸手拿过枪 沙漠之鹰加七后 基础攻击力增幅达到了70% 附加的攻击力变为10-24 这还只是次要的 真正让白小文惊喜的是新增的特效 沙漠之鹰加七特效 穿透 穿透 你的第一发子弹无视目标护甲 该效果在停止射击60秒重置 战斗状态下 每隔三发子弹 第四发子弹将无视目标护甲 好强的特效 那些远程射击类的DPS看到之后 恐怕是要红了眼睛哦 李淑仪看完加七特效之后 给出了评价 的确是强悍的特效 白小文在看到这个特效的时候 都有一种恨不得自己是远程射手的冲动 如果他是远程射击类的英雄职业 有了这把加七的手枪输出绝对可怕 当然白小文迅速地想到这个特效貌似更加丰富了他的战术变化 白小文已经尝试过并获得成功的战术就是控制近身的敌人 然后近距离手枪瞄准 爆头一击完成秒杀 毕竟 山崎龙二的格斗手套积累百分之百的暴击率 沙漠之鹰加四特效爆头 暴击伤害从两倍提升到百分之二百五十 让白小文很轻松的就能打出超过对手三分之一生命值的秒杀伤害 而现在多了一个穿透特效 使得白小文开战后打出的第一枪变得更加恐怖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下集更加精彩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和粤文集团联合出品的多人有声剧《净化之眼》 改编自起点中文网同名小说 作者亚舍罗 由伯恩大魔王领衔 布达拉有声天团 及喜马拉雅十六位主播 轻情演绎 第四百八十一章 印加未免世界 有了穿透特效 我在选择攻击敌人要害的时候 就可以更加方便了 不用特意瞄准眉心了 白小文说道 要害攻击并不是全部都无视防御的 眉心要害 没有装备的遮挡 一旦命中会造成无视防御的全额伤害 但是其他要害 但是其他要害 比如咽喉要害 心脏要害 等等 一般都会有装备遮挡 命中的话 要害攻击仍然会受到护甲的减伤 所以白小文在利用《沙漠之鹰》 爆头特效秒人的时候 能够选择的攻击点就是眉心 但是眉心这个点也是最容易闪躲的 不需要多高的敏捷 敌人下意识地翩翩脑袋 这个小动作就可以让过子弹 最少也能避开眉心要害 有了穿透特效之后 白小文攻击心脏 背心 咽喉等部位 同样会造成全额伤害 命中率更高 也让敌人更难以躲闪 除了开战之后 第一枪附加穿透效果之外 战斗状态下 每隔三枪 第四枪同样也会触发穿透特效 无视护甲 白小文想到了 沙漠之鹰的连射模式 一旦开启射速翻倍 那画面不要太美 装备强化暂时就这样了 虽然零能点还有十几万的剩余 但是两人都觉得 没有必要在把握不大的情况下 去冲击更高的强化等级 付出和收益不成正比 而且风险很大 白小文打算发挥土豪的优势 在市面上尝试收购一些装备强化卡 虽然说装备强化卡的暴率比较稀缺 但是市面上应该还是有货的 一些中下层的觉醒者 就算运气好 打到了强化卡 一般也不舍得用 或者说用不起 比如一个普通模板 没有工会重点培养的觉醒者 本身用的武器是蓝装 偶尔得到了一张四星装备强化卡 他会把强化卡用在蓝色武器上吗 四星装备强化卡 不用来冲加七这一关键等级 那就是浪费 就算这名觉醒者 想给自己的蓝色武器冲加七 他也要达到一个前提 就是在不用强化卡的条件下 先把武器冲到加六才行 按照蓝色武器 每次强化三百零能点计算 冲到加六 最低需要一千八百零能点 也就是一次成功 在加三之前失败一次 就要多花六百点 在加四之后失败一次 多花的零能点就没数了 少则上千 多则三千 没有一两万零能点 连加六的想法都不敢有 然而 没有工会培养的普通觉醒者 有谁能够掏出一两万富裕的零能点 白小文至今还记得 他杀的第一个觉醒者 名叫焦国平 已经是三级的老鸟 身上的零能点 只有不到一千点 普通觉醒者混迹灵界未灭 是不可能像白小文这样 搅动风云的 往往就是跑跑腿 送送信 打打酱油 能混到地级的知名度 已经很不错了 一级知名度的 也大有人在 混几个 十几个未灭世界之后 身上装备仍然不全的觉醒者 也有很多 在地球货币方面 他们不缺钱 但是在零能货币上 他们是彻头彻尾的贫民 所以说 在得到装备强化卡之后 没有这份经济实力 冲加期的觉醒者 最佳选择 就是将其出售 获得零能点 来购买一些装备补给品 增强自己的实力 当然 四星级以上的装备强化卡 市价估计也不会便宜 不过 对于坐拥一坐领地 每天什么都不干 就能获得至少几千零能点 进账的白小文来说 强化卡再贵 他也买得起 两人最后盘点了一下 家境未灭世界的收益 将用不上的垃圾装备 或者物品 分解成零能点 黑灵魂时的成长度 已经达到了 四百四十七 杠一千 原本只剩一百零一点的 灵魂精华 现在又积攒到了一百八十二点 也算是收惠斐然 好了 我们差不多该回去了 嗯 好怀念家里的大床 李淑仪伸了个懒腰 隔着宽松的剑道袍 仍然能看出 凹凸有致的轮廓 有一件事 我们要提前做好心理准备 白小文说道 嗯 什么事啊 在家境未灭世界 我们杀了赵志雄 白小文说道 他是台岛基地市 唯一的甲级工会 博图工会 大力培养的精秀 本身应该有一定的背景 你是说 担心他身后势力的报复啊 李淑仪有些不解 我们不是和那个 赵志雄的同伴 台水生签订了 灵界规则公正的 战败者条约吗 他会冒着 永久无法进入 灵界的危险 吐露实情 台水生主观上 是应该不愿意的 不过他能不能瞒过去 很成问题 白小文说道 我也希望他能继续隐瞒下去 但我们不能把希望寄托在他手口如瓶上 我们要提前做好最坏的打算 嗯 假如博图工会知道了赵志雄是被我们杀死 他们应该会通过官方渠道 比如近海市决心者协会控告我们 白小文又说道 官方渠道的控告 我其实并不担心 我们超神工会 虽然只是一个已级工会 但是在近海市经营已久 颇有根基 博图工会远在台岛 影响力传到这里必然会弱化 更何况还有近海大学 虽然校方不会偏袒我 但是事实证据清晰的情况下 校方也不会坐视我被歪曲污蔑 然后定罪的 白小文现在怎么说 也是一个明星了 长期维持在C级的地球世界知名度上 在高考状元 近海市保卫战期间 还一度突破过B级世界知名度 是官方大力宣传的高考制度的成功典型 有这么一层金身在博图工会的官方调研 白小文并不担忧 要小心的是一些背地里的阴暗手段 白小文有白石岭的永久封地令 每个月都可以获得一天的准弱时间 这就意味着 即便是在地球上遇到强大的敌人时 白小文也可以暂时躲进凯恩未面世界的白石岭 除非对方在他躲进去的时候蹲点看守 否则拿白小文基本没办法 而蹲点看守的话 那就不是暗杀 而是光明正大的明杀了 只要白小文躲进凯恩未面世界之前 把消息传递出去 对方是不会这么肆无忌惮地蹲守的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下集更加精彩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和粤文集团 联合出品的多人有声剧 进化之眼 改编自起点中文网同名小说 作者亚瑟罗 由伯恩大魔王领衔 布达拉有声天团 及喜马拉雅十六位主播 亲情演绎 第482章 印加未面世界 下 有这样的退路 白小文并不是很需背地里的阴暗手段 当然 这张底牌并不是万能的 想想看赵志雄是怎么死的 明明是有回归道具 还是死在了白小文的手中 原因就在于 白小文没有留给他反应的时间 如果敌人真的强大到 不给白小文反应时间就做掉有生命共享的他 那么白小文纵使再至迹百出 也要被一粒降实惠 白小文并不后悔杀赵志雄 赵志雄突袭想要杀他 就要有被他杀死的觉悟 他不会因为忌惮赵志雄背后的势力如何 就委屈求全不敢招惹 还是要迅速地强大起来 如果有一天我能和斩断阎魔手臂的那只神秘小队的三位强者一样强大 假机工会又算得了什么呢 白小文看了一眼自己的战斗经验槽 在佳境卫面世界 他主要完成了三个任务 一个精英任务 一个英雄任务 还有一个巡舰的特殊任务 现在战斗经验槽达到了五级 百分之三十二点四二 距离升到六级还差很远 毕竟在佳境卫面世界停留的时间太短 只有十天 各方面和凯恩未面世界都不能比 白小文有点不满意地摇摇头 这样下去升六级可能要到下个学期了 两个人随后选择了返回地球 星光闪烁之间 两个人的身影起起消失 江南大学 恭喜队长从临界凯旋而归 在宴席桌上 李盛等江南大学校队成员纷纷恭贺 齐瑞峰一扫之前被白小文一穿五十的丧气模样 颇有些意气风发的味道 谢谢大家 让我们一起努力 在下个学期的CUA全国赛中 一血前耻 一血前耻 众人纷纷举杯 队长 你这次去的是哪个未面世界啊 能透露点情报吗 李盛好奇地问道 齐瑞峰笑道 是美洲古印第安背景下的一个未面世界 名叫印加未面世界 虽然印加未面世界的流传度不广 但那个未面中的印第安土人 实在是厉害得很 几乎人人都有一手 百步穿扬的投掷技术 我费了很大的力气 总算完成了一个A级精英任务 A级精英任务 众人都是大吃一惊 纷纷赞叹 队长好厉害 居然能完成A级精英任务 论难度 恐怕不下于普通的A级精英任务 精英任务给的战斗经验奖励超多的 而且精英任务必定伴随着击杀首领 看来队长这次是大丰收啊 齐瑞峰面有得色 不过还是含糊了过去 说道 其实对我来说 击杀首领的奖励倒在其次 A级精英任务给予的战斗经验 才是我最看重的 做完这个A级精英任务 我的经验槽 总算是前进了一小节 要是每次闯荡临界 都能有这样的收获的话 在毕业之前升到七级 也不是不可能的事情 七级 那就是高级英雄觉醒者 七级英雄职业 就算假级联赛中也会有一席之地啊 队长肯定不会去一级联赛的 他看准的就是假级联赛啊 齐瑞峰微微笑着 劝众人碰杯 他的眼底却是闪过了一丝回忆 倒在白小文面前 是他成为觉醒者以来最大的耻辱 然而白小文深不可测的底牌 层出不穷的手段 以及机器一般精确可怕的判断力 种种强悍之处 却也在他的心里 留下了不可磨灭的阴影 按照玄幻小说中的说法 上次失败已经足以影响 齐瑞峰的道心 当然这里是数据化的灵界未免 不存在道心之类玄乎的东西 只不过一想起白小文的身影 齐瑞峰的平常心就难以保持平静 算是心里阴影 等到晋升七级绝星者 我的实力会再次迎来飞鱼 我一定会打败你的 在所有人面前 齐瑞峰藏在桌下的手 不自觉地捏了捏拳 队长 下次去灵界是什么时候啊 我能不能抱个大腿 一个校队成员笑嘻嘻地说道 呦 软臭 你要跟队长组队 你有这么多灵能点吗 组队模式 如果没有舰队道具的话 是需要耗费灵能点 来组建临时队伍的 标准职业是 一千灵能点乘以职业等级 比如五级的标准职业软充 不管是舰队还是加入队伍 都需要掏出五千灵能点来 而精英职业 则是两千灵能点乘以 职业等级 英雄职业是四千灵能点乘以 职业等级 比如之前进入凯恩 卫面世界的时候 白小文是英雄职业三级 李淑仪是精英职业三级 白小文舰队 花了四千乘以三 等于一万二的灵能点 李淑仪舰队 则是花了两千乘以三 等于六千灵能点 总计一万八千点 这样的组队系统 主要是限制英雄职业 抱团的情况 这也从侧面显示出 能够永久舰队的道具 黑风之势 是多么的宝贵 另外一个校队成员 在旁边笑着说道 你们还担心软冲 掏不出灵能点 他可是土豪啊 在虚拟社区 有一家C一级店铺 要我说 他连队长的组队灵点 一起附了都没问题 强强强 别的不说 软大户的投胎技术 我们可是佩服的 软冲黑黑笑着 也不分辨 反倒是颇有些自得 齐瑞峰可不想 跟软冲组队多一个累赘 不过 他也不好直接拒绝 不过 刚刚从临界回归 齐瑞峰有大把的理由 他微笑着说道 接下来 我要好好地休息一段时间 练一练战斗技能 和战斗特长 等级固然重要 这两样基本功 也不能落下 一张一驰嘛 不能绷得太近 算上准备的时间的话 下次进入临界 可能要到寒假之后了吧 组队的事 以后再说 齐瑞峰给的理由 确实是冠冕堂皇 软冲听出了 齐瑞峰的意思 也就只好作罢 一般的觉醒者 一年闯到临界两三次 就已经算是不错的了 毕竟门票难求 每次准备的食物 药水都不能少 还要磨练战斗技能 和战斗特长 以免这两样基本功的等级 跟不上职业等级 在匹配临界的时候 会吃亏的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下集更加精彩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第483章 大盲人 白小文 齐瑞峰这个学期 已经第二次探索灵界回归 算是特别勤奋 也有冲击狂人 恨不得一个月去一趟灵界 可这样的冲击狂人 一般都死得比较早 躊躇交错之间 忽然齐瑞峰的手机响起 齐瑞峰看了一眼信息 脸色微动 露出了惊喜之色 大家静一静 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 场中静了下来 刚刚老师发来信息 根据校方助手人员的监测 又有一处特殊宝地的灵能裂缝 出现了波动 预计将在一到两周内开启 齐瑞峰笑道 这是本学年第二次特殊宝地活动 希望大家踊跃参与 真的吗 众人都露出了喜色 特殊宝地就是灵界卫面 剥落下来的大型碎片 可以看成是一处处独立空间 里面大体遵循灵界的规则 但是因为脱离了灵界卫面的缘故 特殊宝地内 是不会产生主线任务的 也就是说 每个进入特殊宝地的人 随时都可以退出宝地空间 不论是否在战斗状态 这就相当于 在灵界卫面已经完成了主线任务 获得的自由探索时间一样 而且宝地空间一般 都有特殊的灵能宝物 和灵界的卫面不同的是 这些灵能宝物摘下来 就是你的 可以带出宝地空间 低危险性 加上高收益率 使得宝地空间的探索 比灵界卫面的探索 更受欢迎 更何况 宝地空间中击杀怪物 也是可以增长战斗经验的 要说有什么缺陷 就是无法发掘支线任务 但对于很多人来说 这一点缺陷是可以忽略 李胜忽然问了一句 那是哪一座宝地空间出现了波动啊 死灵虎 光芒闪烁之间 白小文和李淑仪回到了出发时的工会餐厅 此时正是吃晚饭的时候 一些超神工会的单身觉醒者 正在工会餐厅中就餐 白小文和李淑仪的突然出现 顿时就成了餐厅众人瞩目的焦点 好在 时空错位的效果并不严重 要是两人回来的落点 在某个人的汤盆上 那就尴尬了 大小姐 还有小白 哟 这是从灵界回来了呀 老妖端着一碗汤 稀溜稀溜地喝着 笑眯眯地说道 李淑仪有点小害羞 白小文对着餐厅众人挥了挥手 说道 晚上好呀各位 能给我来一份快餐吗 才灵界饿了好几顿了 餐厅负责打饭的大妈 多瞄了两眼白小文挺直的鼻梁 哐当一勺子挖下去 满满一份肉片堆在百米饭旁 颤颤巍巍煞是诱人 谢谢 再给书仪来一份 白小文露出帅气的微笑 刷了一下会员卡 大妈点头 又是哐当一声 满满蹲蹲的一勺子 大小姐 她还是认得的 工会餐厅的待遇不错 这些肉片都是便衣瘦肉 可以纳入强化食谱的 中高级的觉醒者 可能不在乎强化食谱 那么点儿灵能利子 但是便衣瘦肉的口味 比起续养的家畜肉 本身就高了一个量级 白小文和李淑仪端着碗 坐到了老幺的对面 老幺大叔 我记得刚刚你身边 还坐着一个飞蜀流来着 白小文的洞察力和记忆力 十分恐怖 刚刚虽然是众目睽睽之下 但是她仅仅扫了一眼餐厅 就已经像是拍摄一般 自动记住了餐厅中的 布局和座位 就算现在蒙上白小文的眼睛 让她说出餐厅有多少把椅子 多少个人 她在回忆拍摄画面之后 都能说得分毫不差 而且刚刚那个非主流 好像有点眼熟 至少见过一面 不过时间可能有点久了 什么非主流啊 那是刀锋队长 老幺笑着说道 是聂空队长啊 他怎么这么快就走了 白小文瞄了一眼参天大门 试图找出刀锋涅空的背影 他不想给你打照面呢 老幺说道 你就没有发现 刀锋队长一直在躲着你 这头发干什么呀 白小文回想了一下以前 似乎真是这样 明明刀锋涅空 一直在超神工会总部大厦 白小文也常来 可是两人除了第一次见面之外 居然再也没有见过 更没有搭话 你还记得高考之前 会长找刀锋给你做辅导的事 老幺提醒道 当时啊 刀锋队长断言 高考状元 你没戏 白小文笑了起来 队长觉得呀 看到你尴尬 所以就一直躲着你 白小文险些笑出了出叫声 这算什么呀 就因为这个 老幺点头道 对啊 就也没着搞 好吧 我算是知道 这个人有多么中二了 白小文耸了耸肩膀 涅空那一身细金属刺上衣 加破洞牛仔裤 加耳钉的非主流打扮 本身就很能说明问题了 老幺笑道 怎么样 是不是觉得刀锋队长还是有点可爱的 白小文打了个冷战 他从中并不能get到什么盲点 老幺大叔 问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白小文想了想 换上了正经的表情 略有些严肃的问道 在最近几天 有没有人找过工会 说起我的事情 他指的是台岛基地市的博图工会 有啊 你可是个大盲人 老幺明显会错了意 夸赞道 我来跟你说一说 药剂店的老张 一直在问你什么时候回来 说呢 找到了京城的报纸 一定要给你做个什么专访 还有 你的专属经纪人 郑经验也找过你 说呢 想要组织一场粉丝见面会 还有呢 就是 也不瞒你说 巨神药行的老总福红 也是拐弯抹角地 找人打听你的消息 好像呢 是想要请你吃饭 我居然这么忙 白小文 有些哭笑不得 老幺意犹未尽 还有呢 前两天呢 你们学校一个姓严的女老师 也问过你 问你什么时候回来 还特意留下了话 说呢 让你回来之后赶紧回到学校 有重要的事情 其他的 一些杂七杂八的地方 小媒体采访邀约 我就不多说了 总之啊 你小子现在呀 真是大忙神一更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下集更加精彩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和粤文集团 联合出品的多人有声剧 进化之眼 改编自起点中文网 同名小说 作者亚瑟罗 由伯恩大魔王领衔 布达拉有声天团 及喜马拉雅十六位主播 亲情演绎 第四百八十四章 马脑 马脑迎环 老妖大师 这些人找我 我并不奇怪 白小文 多问了一句 就没有人来找麻烦吗 找你麻烦 没有啊 老妖摇头 很笃定地说道 谁吃饱了 没事敢得罪你 这个潜力欣修 本身实力就强得不像话 还会制作完美机药剂 别人呢 把你供起来都来不及呢 李淑仪脸上 有一丝释然的神色 白小文 眼睛微微眯起 有点意外 老妖见到两人的表情有意 倒是被吓了一跳 说道 你们该不会认真的吧 真有人会找小白的麻烦吗 白小文露出了笑容 没有 可能是我过于敏感了 白小文现在不想谈 有关博图工会 和赵纸雄的事情 并不是说 他不相信老妖 而是 这件事没必要闹的 工会内部人尽皆知 尤其是这里 是工会餐厅 人太多 老妖若有所思 也没有多问 只是嘱咐了一声 说道 有事的话 一定要跟工会及时沟通 你现在还没有成长起来 工会就是你的后盾 白小文点了点头 谢了老妖的提响 在吃完饭之后 白小文和李淑仪 在老妖的陪同下 去见会长李北海 叙述本次 家境未面世界的 一些情报资讯 李北海见到两人平安归来 而且双双升到了五级 自是颇为开心 不过 听到白小文给出的情报进展 他被吓了一跳 你们在这短短十天的探索中 就剿灭了三股史上 有名的倭寇实力啊 其实是四股 只不过徐海的那一股 不能算我们剿灭的 白小文说道 李北海摇了摇头 一旁记录情报的老妖 嘖嘖感叹 哎哟 你们简直就是 未面终结者呀 才待了十多天 就搞出了这么大的动静 真让你们在 家境未面世界 待一个月 怕不是要提前 开启未面大一桶 白小文笑道 家境未面世界大一桶 恐怕要把日本 达旦 女真人全部灭掉 才算数吧 其实并不仅仅 包括倭寇问题 再说 我也只是沾了光 借了明军的大事 胡宗信和徐卫 早就在两年前开始布局 我不过是英式立岛 进行了收网而已 李北海说道 看到你这么能搞事 我算是放心了 只有能搞事的觉醒者 晋升净化者的希望 才足够大 净化者是 觉醒者转职之后的称呼吧 我迟早会走到那一步的 白小文抓住了 李北海的话中之意 难道说 晋升净化者的条件 就是开启未面大一桶 对的 这是高级觉醒者之间 流传的秘密 李北海索性提前透露了 觉醒者 在升到十几以后 会被匹配到一些 出路统一征兆的 卫免中去 只要协助卫免 大一桶 就可以完成 生命层次的月签 成为净化者 净化者究竟有多厉害啊 白小文问道 李北海 李北海 摇头道 我不知道 老妖说道 我也只是听说 进化者和 觉醒者的差距极大 完全是不弄迷的 觉醒者在 进化者面前 就跟小孩 面对成年人一样 基本上 是连反抗的能力都没有 顿了顿 老妖又说道 还记得上次 净海市的保卫战 最后出现的 研磨手臂入侵吗 最终斩断 研磨手臂的三人 就是净化者 你点亮一下就知道了 白小文回忆起 那三个人 他不得不承认 那三个人的实力 直到现在 他都无法测度 这次的情报 我认为 工会的贡献点 几为八百到一千 比较妥当 家境委面世界的难度 虽然是比不上三国 但毕竟是一个 中高级的委面了 我口连续损失 多名总首领的消息 也确实很爆炸 这份情报啊 可以产生不少的 延伸价值 老妖说道 李北海道 那就定九百吧 需要说明的是 工会贡献点的奖励 并不是李北海 一言独断的 每个月工会 发放了多少贡献点 用于收购了 哪些情报 装备 道具 技能书 都需要整理归档 然后由工会 高层组成的平义团 随机抽样评价 不仅贡献点系统 是这样的 工会签订 觉醒者的合约 承篮青道夫工厂 签订商业合约 都需要归道 随时等候 平义团的抽查 没有规矩 不成方圆 任何一个势力 想要做强做大 都必须做到公平 至少是相对的公平 白小文心里还记得 他工会的贡献点 现在他已经是个 十足的分霸了 他和李淑仪两人的 工会贡献点加起来 已经超过了一万点 所谓集中力量办大事 不管是闯荡 灵界的时候的功勋点 还是在工会中 赚取的贡献点 两个人都是集中起来 存放到白小文的身上 我要买这套装备 白小文翻出了 工会仓库中的 一件物品 说道 马脑银环 装备后绑定 品质 英雄级 黄金 装备位置 头部 装备需求 基础精神 二十点 属性 精神加三 体质加三 附加技能 财四 精神恢复速度 增加百分之二十 耐久度 四十 更四十 说明 这只珍贵的头饰 凝聚了中西方工匠的心血 是不可多得的 艺术结晶 这可是真酷之宝啊 李北海 笑着说道 我就知道你小子 一直攒着贡献点 不用 肯定没好事 李淑仪 说道 爸 你也不看看 咱们工会仓库里 除了几件 一万贡献点的 黄金装备 还有什么呀 小文别的装备 基本上都齐了 就差这个头饰了 李北海道 看你这丫头啊 我刚才说了一句 小白凭本事证的贡献点 我又怎么可能 不准他兑换 有人兑换黄金装备 说明他对工会 做出了足够大的贡献 我感谢他还来不及呢 对于李北海所说的 这是镇库之宝的话 白小文自是不信的 上次他和李淑仪 亲眼见到 李北海还掌管着 工会密库 里面连珍惜的黄金 蜜蜡都有十几份 其他好东西 肯定更多 想想看 超神工会 也是一个 有着历史底蕴的工会 虽说现在的联赛表现 有点低迷 但以前也是有能力竞争 甲级工会的 几十年的积累 怎么可能没有好东西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下集更加精彩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和粤文集团 联合出品的多人有声剧 进化之眼 改编自起点中文网 同名小说 作者亚瑟罗 由伯恩大魔王领贤 布达拉有声天团 及喜马拉雅十六位主播 亲情演绎 第四百八十五章 死灵狐 后勤部管理的工会仓库 只是外库而已 有了这件黄金装备 白小文的体质 就达到了二十七点 精神四十七点 至于提高精神力 恢复速度的属性 虽然对白小文来说 不如附加一个实用技能 但也算是很不错的了 增强了持久战斗力 在记录了灵界情报之后 办公室的门被推开 李淑仪的亲妈亲自过来了 将两只雏雕 交给了白小文俩人 两只雏雕 一开始还有些抗拒 不过很快就回忆起主人的气息 迅速在李淑仪递出的 便衣兽条之前投降了 啾啾直叫 李北海和白小文 看着两个女人逗弄除雕 颇有些其乐融融的感觉 老幺很自觉地告辞了 哦 对了 还有一件事 李北海对白小文说道 你们学校的颜老师联系了工会 让你回来之后就去学校 有重要的事情 嗯 要不然我给他打个电话 白小文拿出手机 在李北海的办公室里开始充电 CUAA连赛的资格赛已经结束了 全国赛要等到下个学期 不知道现在找我有什么事 李北海摇头道 电话里恐怕说不清楚 你还是回学校一趟 和颜老师当面谈谈 比较妥当 白小文想一想也对 如果不是重要的事情 颜小青是不会通过工会渠道 给自己留言的 李淑仪有段时间没有回家了 决定在家里小住几天 陪一陪爸妈 白小文就自己开车返校 会长 还有一件事 是有关台岛基地市博图工会的 白小文思考了一下 这件事当然是越少的人知道越好 但是李北海夫妇不是外人 如果只是白小文一人的事情 那也就罢了 但是博图工会如果报复 肯定会把李淑仪也卷进去 于情于理 白小文都必须让李北海夫妇知道这件事 在白小文说完之后 李北海的脸色已经变得严肃认真了 死了一个赵志雄 然后他的搭档台水生离开了 李北海皱起了眉头 开始考虑博图工会高层 知晓这件事真相的可能性 要是能把那个台水生也杀了就好了 李妈叹了口气 白小文嘴角抽了抽 应该说不愧是超神工会会长的正牌夫人 这说话真的是杀气腾腾 跟一般的家庭主妇不一样 李北海道 小白已经尽力了 对方手里有回归道具 而且心里有防备不好下手 这个情景能签订战败者条款 让对方保证不说 已经是最佳选择了 博图工会真的没有派人过来吗 像官方施压或者控告 白小文问道 李北海点头很确定地说道 没有 如果有的话 我不可能一点风声都听不到 也许是博图工会的人被蒙过去了 李妈说道 有这种可能 但是仍然不能掉以轻心啊 李北海想了想 嘱咐白小文 这件事就藏在心里 除了那个台水声之外 就只有我们四人知道 不要再提起了 白小文点头 我明白 啊 对了 击杀赵志雄 有没有掉落什么好装备啊 要小心一点 不能暴露 以免惹人猜疑 李北海说道 说起这个 白小文就是叹了口气 我杀他的时候 早就过了正当防卫的时间 属于主动攻击 原本的战斗评价就只有C级 再华一挡就变成D级了 还倒霉的抽到了三分之一的轮空概率 什么都没捞着 赵志雄和白小文一样 都是五级英雄职业 同级别击杀评价为C很正常 所以说 临界规则并不鼓励觉醒者自相残杀 而是做出了种种限制 比如降低主动攻击者的战斗评价 提高正当防卫者的战斗评价 以此限制觉醒者的内斗 当然 规则是死的 人是活的 觉醒者仍然可以利用规则的漏洞 主动吃攻击 骗取正当防卫 这也是无法避免的 无需赘述 李北海反而放心了 这样也好 没有赵志雄的任何遗物 就不会引人猜疑了 顿了顿 李北海又说道 就算这件事情最后暴露了 也没什么大不了的 我们超神工会 在近海基地市 也不是随便谁都能欺负的软柿子 博图工会真的来了 我替你撑腰呢 白小文心中对李北海 竖起了大拇指 向英明神武的会长大人道谢 这件事说完之后 白小文就开车返回学校 在越野车开出车库之前 他给严晓星发了条信息 结果严晓星秒回了信息 说他也在学校 让白小文到了之后就见面 到底是什么事啊 还挺紧急的 白小文看了一眼 车载电脑的显示时间 已经是晚上九点 考虑到回学校的时间会更晚 白小文稍稍踩了脚油门 然而事实证明 有的时候就是急不得 欲速则不达 在校门口 白小文的越野车 寡到了一辆刚从里面出来的自行车 车上的一个女大学生像是布偶一样 向侧方摔倒 白小文第一时间停车熄火 下车查看 让他意外的是 刮到的还是个认识的人 你是白燕妮学姐 白小文认出了对方 这不是静海大学校队拉拉队成员 白燕妮吗 白燕妮揉着脚踝 俏丽的脸上本来有一丝怒气 可抬头看到是白小文之后 怒气顿时消散 反而露出了笑容 是你啊 好巧 白小文无奈地说道 我宁可不这么巧 摔得重不重 还好 其实你没有撞到我 是我吓着了 自己摔了一跤 白燕妮笑盈盈地说道 没想到摔一跤还能看到你 印起真不错 我扶你起来吧 白小文伸出了一只手 白燕妮的胳膊白白嫩嫩的 像是水莺的萝卜 这一服白小文才发现 白燕妮的脚扭了 看来是刚刚惊吓摔倒 扭伤了脚踝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和阅文集团 联合出品的多人有声剧 《进化之眼》 改编自起点中文网 同名小说 作者亚舍罗 由伯恩大魔王领衔 布达拉有声天团 及喜马拉雅十六位主播 亲情演绎 第四百八十六章 死灵狐 下 此时 近海大学校门口 一些来来往往的学生 都已经开始驻足为官 毕竟白小文是校队队长 兼校术 风云人物 而白燕妮身材火辣 容貌俏丽 就算在美女如云的 近海大学 也足以令人印象深刻 感觉到了周围人的目光 白小文微微皱眉 感觉有点麻烦 虽然说并不是他撞的人 但是这副场景 落到其他人眼中 足以让别人误会 我没事 小文学弟 你忙你的吧 白燕妮说道 我送你去医务室吧 白小文拉开了越野车的后车门 真的不用 白燕妮推测了两句 还是被白小文送入车内 至于自行车 则是停放在了校门内 诱拐的自行车棚里 真是缘分啊 小文学弟 白燕妮好像丝毫没有受伤的觉悟 开开心心地说道 白小文有点无语 缘分 这是念缘吧 上次给你打电话 也不见你跟我联系 你是不是太忙了 白燕妮 没话找话 啊 算是吧 今天刚从灵界回来 白小文说道 学姐 对不住了 改天请你吃饭赔罪 何必改天呢 要不就今天吧 我们去吃个宵夜 白燕妮 眼睛里亮晶晶的 今天太晚了 阎老师找我有事 而且我还想补一觉呢 白小文一边开车 一边说道 其实请客吃饭赔罪 只是她的一句客套话 正常的逻辑应该是 对方谦让不用了之类的 没想到白燕妮答应得这么干脆 那就明天 明天晚上 怎么样 白燕妮嘟嘟嘴 嗯 好 白小文说道 虽说不是白小文状的人 但是白燕妮摔倒 和她有关 请客赔罪 那也是应该的 汽车一路开到了学校医务室 也就是青海大学学生 背地里叫做兽医站的地方 校医务室的医生和护士水平 有点不敢恭维 但是处理一下脚踝扭伤 这种小事 还是没有问题的 白小文接到了严小新的短信 到了吗 啊 到了 在医务室 怎么了 有个学姐摔伤了 和我有关 白小文 间接地说道 我来找你 你在哪个医务室 靠近北门的那个 严小新当真是风风火火 骑着小电车迅速赶来 在北门校医务室 见到了白小文 当然也见到了白燕妮 原来受伤的是她 严小新也是认得 白燕妮这个 拉拉队队长 笑道 你们还真是巧 校队队长 撞了拉拉队队长 可以上 近海大学论坛 头条了 白燕妮 正在冰敷 嘶嘶地吸着冷气 倒是不忘 替白小文辩解 严老师 不是学弟撞的我 是我自己摔的 严小新看了看她的脚踝 安慰了两句 随后就和白小文 走到了医务室门口 严老师 这么着急找我 究竟有什么事 白小文问道 急事 严小新小声说道 又有一个宝地空间 要开启了 你有兴趣吗 地宝空间 白小文想到了 段极山大猎谷宝地 笑道 兴趣不大 地宝空间里面 不能发掘知性任务 升级效率 也比不上 真正的灵界未免 你还真怪啊 一般觉醒者都认为 宝地空间 比灵界未免更好 不管是安全性 还是收益 严小新 无奈地说道 不说这个了 严老师不会无缘无故地 单独和我提 地宝空间吧 白小文捕捉到了 严小新的真意 是什么宝地 会一定要去吗 严小新心里 有种被看穿的感觉 再次无奈地说道 对 许小希望你带队进去 有什么好处 白小文 条件反射地 来了一句 严小新无奈地摇头 你还真是无力不起走啊 免费地进入权限 还不够 白小文摸了摸下巴 做沉思状 最近事情挺多的 有好几个专访不说 还有经纪人 安排的粉丝见面会 还有我在虚拟大厅的店铺 另外 我还得制作一批药剂 看到严小新的脸色 越来越黑 白小文哈哈一笑 来了个转折 不过嘛 既然母校需要我 我便是义不容辞 这趟宝地空间 我确定了 袁老师 你这样看着我 我会害羞的 白小文咳嗽了一声 严小新赶紧收回了视线 撩了撩条染的红色碎发 掩盖脸上的红韵 这种被学生反撩的感觉 有点怪怪的 不过 严小新并不讨厌 不过 严小新还是有点狐疑 你怎么突然答应得这么痛快 严小新想起了暑假 登门招生的时候 白小文让所有招生老师 写入学奖励条件 搞了一个风骚的暗标竞拍 虽说白小文的年龄 当时只有17岁 但从那次暗标 严小新就不把白小文 当成一个涉事不深的少年看 白小文笑眯眯地说道 我答应得痛快还不好 非得提十个八个条件 杨老师才满意吗 当然不是 算了 我不多问了 严小新做出了一个明智的选择 这次出现波动的宝地空间 名叫死灵湖 是入口在一座湖底的大型空间 听了严小新检略介绍了 死灵湖的消息 白小文点头 随后问了另外一个关键的问题 校方需要死灵湖内的哪个宝物啊 很明显 就像上次断吉山大裂谷 严小新收购龙穴茶树宝叶一样 这次死灵湖 他肯定也有需要的灵能宝物 否则严小新就不会这么着急地找白小文 动员他参加本次死灵湖的探险了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下集更加精彩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和粤文集团 联合出品的多人有声剧 进化之眼 改编自起点中文网 同名小说 作者亚瑟罗 由伯恩大魔王领衔 布达拉有声天团 及喜马拉雅十六位主播 亲情演绎 第487章 粉丝见面 上次大猎谷宝地 在临出发前 白小文还没有展露出足以和齐瑞峰等强者 争长短的实力 严小新就没有抱多大的希望 后来 白小文给了他一个意外惊喜 收购了不少龙穴茶树宝业 现在 白小文已经通过一次完美一川舞 证明了他在江海赛区的统治力 白小文已经是近海大学的一张王牌 可以说 只要白小文进入死灵湖 就有很大的机率夺回指定的灵笼宝物 对于白小文的推断里 严小新已经无力惊讶了 他点了点头 说道 是的 死灵湖中有一种怪兽 名叫幽灵多头蛇 校长 校方需要的是幽灵多头蛇的眼球 最少是首领级别的 就这个吗 白小文问道 严小新想想 说道 死灵湖中 对高级觉醒者有用的好东西还是很多的 比如 幽冥草 死灵精魄等等 你都可以收集一下 等你回来之后 我可以高价收购 当然 这些东西的优先级 排在幽灵多头蛇的眼球之后 好 白小文笑着 答应了 我保证敬礼而为 在搞定了这件心事之后 严小新显得轻松了很多 他看了一眼 隔着一层玻璃的衣物室 忽然皱眉 露出了一个玩味的笑容 白燕妮是怎么回事啊 她可不像是受伤的样子啊 她有些无语 那个本来应该扭伤脚踝的白学姐 居然仗着一层玻璃的遮挡 捏手捏脚的过来偷听 就这灵敏的伸手扭伤了脚 严小新能察觉到 以白小文的精神力天赋和精神属性 当然也能察觉到 不得不说 白燕妮的演技相当逼真 或者说她已经完全投入 就连白小文这样洞察力强的人 都没有发现她是炸伤 当然 这也是白小文没有把注意力 放在她身上的缘故 现在有了疑点 稍稍回忆 白小文就想起了 白燕妮摔倒的方向 如果脚踝受力扭伤的话 伤的应该是右脚 然而白燕妮伤的却是左脚 刚从灵界回来 有点疲惫 再加上白燕妮是认识的人 警戒心也减低了呀 白小文在心中自我检讨了一下 好在严小新并没有追问 而是打了个哈欠 随即揉了揉鲜血的腰枝 说道 哇 困了 我先回去休息 死灵狐是一周后开启 这段时间 别忘了做做功课 白小文点头答应 送走了严小新之后 白小文重新走进医务室 绕过医务室的玻璃隔断 白燕妮已经坐在长凳上了 受伤的脚踝翘得老高 显现出腿部的修长 我送你回宿舍吧 虽然发现白燕妮乍伤的猫腻 但是白小文并不打算揭穿 也不打算一走了之 把她丢在医务室 只不过 对于白燕妮这样耍心机 白小文还是产生了一丝戒心 这位拉拉队的美女学姐 虽然长得很漂亮 但还是不宜深入交往 越野车一路开到白燕妮的宿舍楼下 套了 女生宿舍我不方便进去 学姐打电话给你室友吧 白小文说道 白燕妮嗡了一声 掏出小巧的手机开始拨号 不一会儿 一个身姿窈窈窈的美女下楼 倒是让白小文一正 白燕妮的这个室友 居然是校队领队赵雨婷 赵雨婷见到越野车旁的白小文 也是愣了一下 脸上的表情有一丝复杂 不过很快就转冷 人是你撞的吗 你还真会撞 白小文的回答是耸耸肩 没有过多解释 白燕妮继续为白小文辩解 顺便再刷了一波白小文的好感 不是她撞的 是我自己不小心了 赵雨婷哼了一声 架住白燕妮的胳膊 白燕妮转过脑袋 妩媚的一笑 小文兄弟 别忘了明天晚上请客 我对你电话 赵雨婷微微一顿 不过并没有多问 继续上楼 白小文看着两个美女的背影 嘴角勾出一丝微笑 开车回桃燃居睡觉去了 进入宿舍之后 白燕妮从赵雨婷的肩膀上抽回了胳膊 谢谢你了 你听 你没事 赵雨婷有点狐疑 没事 说吧 到底是什么情况 你不是和人约好了吃饭吗 就这样放人鸽子没问题 赵雨婷说道 我本来是要去的了 只不过在校门口遇到了车 当时没注意看 车把一歪就摔倒了 白燕妮解释道 我也没摔上 可看到从车上下来的是白小文 你说 这是不是天意啊 我临近一动 就说脚扭了 这不 就抓来了男神的贴心陪护 还有一次亲密约会 赵雨婷 嘴角轻轻撇了撇 你也不怕被她看出来 弄巧成拙 算了 就她那看到美女 就走不动路的德行 就算看出来了 也不会拒绝 雨婷 你可别乱说 我没受伤的事情啊 白燕妮嘱咐道 知道了 替你保密 赵雨婷再次撇嘴 不知道怎的 她心里有股 说不出来的闷气 那就好 我得抓住这一次机会 我不想毕业后 当一辈子助理 第二天 白小文睁开眼 已经是中午了 专属经纪人郑姐 打电话过来 起床了吗 白小文切换免提 从床上坐起 伸了个懒腰 刚醒 休息得差不多了吧 下午有没有时间 郑姐问道 有时间 白小文穿着睡衣 走进了冠写室 我组织一场粉丝 见面会 时间就定在下午三点 在三点之前 我还挑选了两个 有分量的专访 其中一个是 超神药剂店 帮忙联系的 精神大报 给出的版面 都很不错 郑姐进入工作模式之后 语速很快 还有 虚拟对战平台 有代表来和我接触 想要获得你的 模板使用权 在玩家平台上推出 我考虑了一下 他们的接洽谈判 就安排在 粉丝见面会 这样对你比较有利 白小文点头笑道 有道理 郑姐随后汇报了一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下集更加精彩 作者亚瑟罗 由伯恩大魔王领前 布达拉有声天团 及喜马拉雅十六位主播 亲情演绎 第488章 依依和唐小鸭 白小文的微博关注数 已经破百万 而粉丝网站的注册人数 也超过了五十万 她随便一条微博 都有几十万点赞和数万条回复 算是一个咖位不低的明星了 可以说 郑姐当时提出的粉丝经营战略 已经取得了初步的成效 郑姐的下一步计划 是组建应援团之类的 铁杆粉丝团体 按照郑姐的话来说 基础已经有了 在此基础上要深耕细作 培养一批招之能来 来则能战 不会听风就是与轻易被舆论左右的忠诚粉丝 有了忠诚粉丝之后 才能进一步扩大影响 打下成为国民偶像 乃至世界级大明星的基础 而这场粉丝见面会 就是下一步计划的重点动作 白晓文洗漱之后 和郑姐在静海大学校外的咖啡店见面 接连做了两个专访 然后开车参加粉丝见面会 在路上白晓文说道 郑姐 我在本质上是一个觉醒者 郑姐 点头说道 我明白 对于觉醒者明星来说 实力永远是第一位的 这些专访 粉丝经营 以及宣传工作 不会占用你太多精力 我在挑选专访的时候 也做过筛选 刚刚那两家报纸的影响力都很大 尤其是京城的华夏青年报 可以帮你把名气从静海市传播到全国 郑姐的心思 琳琅通透 白晓文只是提了一句 她就意识到了 白晓文不喜欢这些繁琐的俗事 而是希望将精力投入到锻炼中 提升实力 对于白晓文的这种想法 郑姐是一百个支持的 正如她所说 觉醒者的根本是实力 实力决定了现实中的地位 她搞的这一切 比如粉丝团 专访等等 都是为了充分挖掘白晓文的实力 所带来的名人效应 提升白晓文的世界知名度 但是提升世界知名度的最终目标 仍然是帮助白晓文 更好更快地成长 强大 白晓文点头道 大约在一周以后 我还要再消失一段时间 接下来的几天要好好准备一下 不能分散太多精力 除了死灵狐的准备之外 白晓文还要制作一批完美级药剂 补充给超神药剂店 还得处理虚拟店铺的业务 着实很忙碌 你又要去灵界 不是刚刚回来吗 郑姐会错了意 白晓文摇头笑着说道 不是去灵界 而是地球世界的一个特殊宝地空间 名叫死灵狐 郑姐恍然 想了想说道 嗯 没有问题 其实啊 主要是因为你刚刚回来 专访和粉丝团的事情啊 都积攒到一起了 过了今天 就没有那么多事情了 你也可以安心准备 这次粉丝见面会 共有两百多个粉丝 取得了参加资格 这些人都是郑姐 精挑戏选出来的 对白晓文的支持程度相当高 有希望成为第一批铁杆粉丝 其中有几个 还是白晓文粉丝动态网站的管理员 按照郑姐的话来说 这些人已经有自发组团的趋势了 对于网络上抹黑贬损白晓文的言论 更是表现出了超强的战斗力 或者说破坏力 本身就已经是铁杆了 只是 自发组建的粉丝应援团 毕竟是野生的 战斗力固然强 但是破坏力也强 一不小心 就容易给白晓文招黑 在另一个时空 很多小鲜肉的脑残粉的某些言论 往往会给自家偶像招黑 而不自知 所谓一粉顶石黑 可不是一句空话 郑姐现在要组织粉丝团 就是要把这些热情高涨的粉丝 引导到正确的道路上 何谓正确 凡是有利于白晓文声望口碑 不会招黑的言论和动作 都属于正确范畴 小文你好 我叫徐依依 一个身胶体柔 声音和棉花糖一样柔软 约有十五六岁的少女 脸蛋红红地看着白晓文 我知道的 在鲨鱼直播平台 你的ID是依依吧 非常感谢你的支持 白晓文主动伸出了手 露出了令人如沐春风的笑容 依依手心都是汗珠 握住白晓文的手 摇了摇 然后蒙蒙然地回到座位上 几秒钟之后 她才A呦一声叫了出来 我和晓文说话了 还握了手 天啊 居然没有拍下来 这是大失策 你好晓文 我叫吴孟晨 和你一样 是炙火区的人啊 我找了你所有的 比赛剪辑和宣传片 你真是太强了 太强了 你就是我的偶像 一个脸上有几颗青春痘的小男生 脸上带着激动的红光 握住白晓文的手 用力地摇动 你在玩家平台的段位 比我在决心者平台的段位 又高多了 听说已经打到了白晶衣段 是真的吗 白晓文笑眯眯地说道 吴孟晨没想到偶像 对自己这么了解 摸了摸脑袋 有些欣喜 又有些不好意思地说道 是啊 我还会继续努力 争取早点上钻 不过我现在 还是最希望 能操纵你的角色 大杀四方 这方面 我的经纪人 已经得到了 虚拟对战公司的请求 你的这个愿望 用不了多久 一定会实现的 白晓文说道 太棒了 到时候 我一定第一个埋 吴孟晨 晕乎乎地回到了座位上 接下来上台的粉丝 白晓文都无一例外 道出了粉丝填写的资料 说出对方某些骄傲的成就 或者是对白晓文做出的支持 每一个跟白晓文聊过的粉丝 都兴奋地眼睛发光 郑姐透过窗户看到这一幕 她暗暗感叹 有些人就是天生的偶像 就比如白晓文 她有这一切成为超级偶像的特质 别的不说 单单是在十分钟内浏览完 两百多个粉丝的填报资料 并能准确地对号入座 这份过目不忘的可怕本事 就不是一般觉醒者 所能做到的 每一个和白晓文交流过的粉丝 就像是得到了一次洗礼一样 整个人都得到了升华 如果他们也有好感度 忠诚度之类的设定的话 肯定能看到飞速窜升的数值 值得一提的是 白晓文还见到了另一个 在鲨鱼平台 给过他大力支持的土豪 唐小鸭 本集多奖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下集更加精彩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和粤文集团 联合出品的多人有声剧 净化之眼 改编自起点中文网 同名小说 作者亚舍罗 由伯恩大魔王领衔 布达拉有声天团 及喜马拉雅十六位主播 亲情演绎 第四百八十九章 依依和唐小鸭下 唐小鸭的真名叫唐力 资料不太详细 看上去文文静静的 不太喜欢说话 从表面上看 真不敢相信 这位二十来岁的文静女孩 会在网络平台上 一掷千金 我原来是不看直播 我原来是不看直播的 偶尔看到了你 你是我唯一喜欢的主播 我 我希望你继续努力 不过也不要太累 不管你成功还是失败 高峰还是低谷 我都会用我的方式来支持你的 唐小鸭说话也是柔声细气的 和依依的棉花唐音相比 少了几分甜腻 却多了几许书卷气 各有千秋 郑姐看着这一幕 暗暗地盘算了一下 依依和唐小鸭是最适合做白小文应援团团长的人选 仅从两人的表现和性格上看 文静理智的唐小鸭更加适合做团长 但是唐小鸭的背景有些神秘 填写的资料也是语焉不详 这让郑姐有点担心 相比之下 依依的背景就很清晰了 是华夏一个大型文娱集团的千金 她做团长在安全性上更好一些 可惜啊 骄傲的公主没有来 我一直很想看看 这个最先支持白小文的神豪 究竟是何方神圣 郑姐这么想着 忽然她的手机铃声响起 作为一个专属经纪人 郑姐一共有三部手机 一部用于私人生活 一部用于工作伙伴的往来 还有一部登记在粉丝网站的主页上 用于公众联络 只听彩铃 郑姐就知道 是公众联络的那部手机 反正没什么事 她就拿了出来选择接通 在忙碌的时候 这部手机一般是交给经纪人团队来接听的 您好 这里是白小文的经纪人 您好 请问白小文今天是召开了粉丝见面会对吗 是的 不过由于时间关系 粉丝见面会就只有得到邀请的会员才能参加 很抱歉啊 郑姐本以为是没有拿到邀请资格的会员 习惯性地解释了一句 不 我拿到资格了 电话的另一端 是一个略显清冷的女生 只不过 我人在京城 没有时间过来 哦 请问你是 啊 我的真名暂时还不想托我 你就叫我 骄傲的公主就可以了 电话另一端 清冷 变成了高冷 带着一种不容否决的意味 你就是骄傲的公主 你拿到的邀请资格号码是多少 出于安全考虑 郑姐多问了一句 9805 骄傲的公主回答道 郑姐迅速地核对了一遍 确认无误 果真是骄傲的公主本尊 郑姐心中的八卦之魂熊熊燃烧 恨不得透过电话钻过去 看看对方长什么样子 问问她叫什么名字 当然 职业素养很高的郑姐 还是克制住了小情绪 真的是你啊 我替白晓雯感谢你 对她一直以来的支持和鼓励 郑姐笑道 请问 我有什么可以帮你的吗 电话那边 骄傲的公主沉默了一会儿 能让我和晓雯通个电话吗 当然可以 要不要视频通话 郑姐问道 骄傲的公主 语气有一丝慌乱 不用了 就御医通话 谢谢 郑姐有点遗憾地摇摇头 很快 手机交到了白晓雯的手中 听郑姐小声说了一遍 前因后果之后 白晓雯也对电话 另一端的女孩真实身份 产生了好奇 当然她没有贸然询问 在几句问答之后 白晓雯迂回了一下 骄傲的公主 嗯 我就叫你公主好了 如果方便的话 能不能把你的地址和姓名提供一下 我们这场见面会 是由我亲笔签名的小礼物的 虽然不是什么贵重的东西 但是我送给大家的第一份礼物 意义终究是不同的 郑姐悄悄地竖起了个大拇指 不料电话另一端 骄傲的公主却是拒绝了 小雯 我愿意在无人知道的角落 坐一个看客 看着聚光灯下的你 默默为你加油 你不觉得这样也挺好吗 看到骄傲的公主 识破了这一小花招 白晓雯无奈地摇摇头 虽然我很想认识你 但是我尊重你的想法 趁你天天开心 永远都是骄傲的公主 骄傲的公主 语气显得有些触动 她沉默了一会儿 说道 谢谢你 也许 我们很快就会相遇 真的吗 你认识我 我却不知道你是哪一个 是不是有些不公平 白晓雯笑着说道 骄傲的公主说道 这就要看缘分了 挂断电话之后 白晓雯摇摇头笑道 还是不知道 骄傲的公主 是哪位支持我的粉丝 不过我还是要谢谢她 骄傲的公主 是第一个支持白晓雯 给出出茅庐的 白晓雯刷火箭的神豪 以白晓雯觉醒者的身份 不在乎金钱 但是火箭不等于金钱 火箭意味着支持与肯定 这才是白晓雯真正感谢 并且珍视的东西 依依小声地说道 骄傲的公主究竟是谁呀 我太佩服她了 心好铁呀 旁边另一个胖胖的圆脸女生 深表同意 就是 如果晓雯这么温柔地 套问我的姓名和地址 我肯定忍不住会说的 能拒绝这么温柔的小文 简直就是冰山嘛 粉丝界面会 已经进行到了尾声 郑姐联络到了 虚拟对战公司的代表 请他们过来洽谈 白晓雯起身说道 谢谢大家 今天可以过来 接下来 我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要宣布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下集更加精彩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和粤文集团 联合出品的多人有声剧 进化之眼 改编自起点中文网 同名小说 作者亚瑟罗 由伯恩大魔王领衔 布达拉有声天团 及喜马拉雅十六位主播 亲情演绎 第四百九十章 难缠的经纪人 两百多号粉丝都支起了耳朵 虚拟对战公司的代表要来了 他们这次来 主要是为了和我掐谈合约的 吴梦辰站了起来 兴奋地说道 是商谈你的模板形象 进入玩家平台的合约吗 嗯 是的 白小文给了个肯定的答复 哇 太棒了 吴梦辰握拳说道 我早就想玩我的偶像了 不不不 我早就想体验一下 玩我偶像是什么感觉了 哗的一声哄堂大笑 不过笑过之后 大家还是纷纷表达了期待 小文这么强 不知道会作为什么价位的英雄出现 哼 再贵我也要买啊 这么强的模板 这么多的召唤收窝 就是平推也能虐人 我也想玩小文 想玩小文加一 想玩小文加10010 看到有飘移的趋势 白小文赶紧拉起了刹车 喂 先别乱说啊 大家如果晚上没什么事情的话 就一起聚一聚吧 等我和虚拟对战公司商谈结束之后 一起去吃饭 然后唱K怎么样 啊 当然 晚上九点钟之前必须回家 我的经纪人会雇车送每一个人的 这两百多粉丝 有相当一部分是15岁左右的小蜜妹 另外一部分是20岁左右的少女 像吴孟晨那样的男生少之又少 唱K太晚 对大部分女粉丝 尤其是未成年女粉丝并不好 也容易引起他们家人的抗议 所以白小文才会做出这样的安排 在白小文说过唱K的决定之后 屋子里口哨声欢呼声响起 几乎要把屋顶给掀翻了 两百多号粉丝 不愧都是郑姐精挑细选出来的准铁杆 全部响应了白小文的号召 决定留下一起吃饭唱歌 白小文则是在郑姐的陪同下 走出粉丝见面会现场 和虚拟对战公司的代表们见了面 两百多粉丝压抑不住兴奋和好奇的情绪 纷纷跑到了洽谈会议室之外 焦急地等待着洽谈结果 很多人都在谈论着白小文的强悍技能 和诸多召唤生物 憧憬着驾驭偶像的角色 大杀四方的感觉 虚拟对战公司派出的代表有两个 其中一人白小文是认识的 是个胖胖的中年大叔 名叫安丽 是虚拟对战公司 驻近海基地市分部的负责人 白小文的虚拟店铺 在第一次发货的时候 和虚拟对战公司的近海分部 签订过担保协议 当时露面的就是这位负责人安丽 安丽只是个标准模板的终极觉醒者 他对于个人的实力 并没有多大的追求了 人到中年 比较渴望的是安丽体面的生活 而对于虚拟对战公司来说 聘用一个觉醒者来负责分部事宜 在保存运送灵能物品的时候 也都比较方便 像安丽这样实力不强 潜力也有限的觉醒者 还有很多 灵界不愿去 荒野区也只敢去低危险性的地方 实力基本上原地踏步 倒不如放弃在进化道路上的 努力享受生活 需要说明的是 即便是这样处于底层的觉醒者 生活的优渥程度 还是要超过绝大部分普通人的 这也是觉醒者职业 受广大家长追捧的原因 而这一次谈判 安丽只是个陪同 他很隆重地向白小文 介绍了自己的同伴 白同学 这位是我们公司总部派来的谈判代表 袁洪基 有关你的形象和模板使用权的问题呢 他可以全权负责 袁洪基跟白小文握手之后 仔仔细细地打量了白小文一遍 笑着说道 白小文同学 比我想象中更有明星的气质嘛 白小文跟两人打过招呼 同时向袁洪基介绍了自己的专属经纪人 郑姐 有专属经纪人的好处 就体现出来了 白小文和安丽 坐在一边喝茶聊天 只需看着郑姐和袁洪基谈判 就可以了 在白小文同学的形象模板使用权方面 我们公司的意想是一千万买断 当然 买断的范围 只限于虚拟对战平台的玩家平台 这个价位 对于终极举行者而言 已经是非常有诚意了 这是一件双赢的事情 白小文同学的个人形象登陆玩家平台 他所受的关注度 也会随之暴涨 是吗 郑姐 微微一笑 我有点不同的意见 请说 在美丽的女士面前 袁洪基的风度还是很好的 虚拟对战公司每年买断的 觉醒者模板超过一百 而这一百个觉醒者之中 能得到一定曝光度的觉醒者 仅有不到十个 其他九十多个觉醒者 个人世界知名度并没有明显的上涨 对此呢 我做过统计 有一份表格 请袁先生仔细看一看 我的统计数据和贵公司的真实数据 是否有差别呢 郑姐把一份资料夹递给了袁洪基 袁洪基原本的轻松表情收了起来 变得有一丝凝重 她其实不用看那份资料 也知道郑姐说的是实话 虚拟对战公司买下觉醒者模板 主要是充实玩家平台的庞大数据库 丰富角色的选择 使得玩家平台的游戏更有可玩性 推广资源有限 每年力推的觉醒者角色也就几十个 刨去那些天皇巨星级的觉醒者 留给新人的推广资源 又能剩多少呢 袁洪基装作翻看资料的样子 脑子里在组织语言 很快 她完成了心理自我调整 抬起头再次微笑 这份资料很详实 郑女士的消息很准确 顿了顿 袁洪基继续倒 在新人推广上 郑女士可以放心 白小文同学这样的觉醒者模板 属于一等一的优质潜力角色 在本年度买断的新人中 我们一定会大理推荐的 郑姐笑道 很高兴我们能取得基本的共识 不过 我希望贵公司能够把白小文 放在更重要的位置上 而不仅仅是当做一个新人 更重要的位置 是的 灵源九七年即将到来了 虚拟对战公司 应该有新版本要更新了吧 我希望啊 白小文能够在九七年新版本的开场CG中 有一段足够分量的出场动画 郑姐说出了自己的真实目的 本集郭奖满地 感谢您的收听 下集更加精彩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和粤文集团 联合出品的多人有声剧 进化之眼 改编自起点中文网 同名小说 作者亚瑟罗 由伯恩大魔王领衔 布达拉有声天团 及喜马拉雅十六位主播 亲情演绎 第四百九十一章 难缠的经纪人 夏 袁洪记 脸色一变 连连摇头 这不可能 我无法答应 所谓新版本开场CG 指的是一段长度十几秒 到几十秒的动画 玩家平台上面的 经典觉醒者角色形象 有很多会出现在里面 这段几十秒的CG 可以说是寸秒寸金 很多觉醒者宁愿倒贴金钱 也想挤进去 这就是一个巨大的广告效应 虚拟对战公司的每一段CG 都做得极其精良 以至于有人戏称虚拟对战公司 应该改名叫做虚拟电影公司 几乎每一个使用玩家平台的普通人 都会点击观看新版本的CG 对于其中出现的每一个觉醒者角色 都是如数家珍 而新出现的面孔 也往往会引起热议 甚至上头条热搜 郑姐狮子大开口 不仅要求虚拟对战公司 把白小文的角色 放进新年版本开场CG中 还要求像主角一样 享有有分量的动画的待遇 袁洪基果断拒绝 郑姐也不气磊 商业谈判的重点不在于争胜 而是在于和对方沟通 寻找双方都能接受的 那个关键点 袁先生 你可以看一下我的雇主 他的个人形象 身材 气质 最重要的 还有实力模板 哪一样不是顶级啊 我可以保证 贵公司把他当作开场CG的主角 一定会取得超乎想象的效果 袁洪基说道 我承认白小文同学 有成为超级明星的前置 但这只是前置而已 在那段重要的开场CG中 已经有不下十个超级明星了 他们都是玩家平台的经典角色 需要占据CG的主要篇幅 让他们来给一个新人做衬托 不可能的 为什么不可能呢 经典角色是优势 但也是劣势 看惯了老面孔的玩家 在新版本中 是愿意看到更多的新角色呢 还是对着那些老角色 继续炒冷饭呢 新版本 新英雄 新气象 不断的创新 才是吸引玩家 继续使用对战平台的根本啊 袁洪基眯起眼睛 开始思考 郑姐说的也是有道理的 97年新版本 如果开场CG 都是一些三年前 五年前 甚至十年前就有的老角色 那跟96版本 又有什么区别呢 失去了新意 玩家对平台的支持率 肯定会下降的 对战平台 又不止虚拟对战公司一家 这不是独门买卖 我必须请示一下 公司高层的意见 袁洪基站起身 走出门外 走出门外之后 袁洪基一抬眼 就看到黑呀呀的一片人 你们找谁啊 袁洪基有点眼睛发晕 眼前的人群 一妹子居多 大多数都是十五六岁的小妹子 请问 你是虚拟对战公司的谈判代表吗 要来和小文 他模拔使用权的 在一票蒙妹子中 依依挤了过来 棉花糖一样甜腻腻的声音 让人的身体都酥掉了半遍 依依的声音 不是那种装腔做事 令人作呕的嗲 而是真正的自然而然 从里到外 散发着嗲嗲气息的甜腻 呃 是的 袁洪基一句话还没有说完 就被汹涌的声浪 差点淹没 太棒了 一定要把小文的角色 给搬上玩家平台呀 我早就想试一试 大招唤流的感觉了 脸上有轻微青春痘的 小男生吴孟晨 大叫道 我也是 只要小文的角色上线 不管多少钱我都会买的 而且我要收集全部皮肤 另一个胖乎乎的圆脸女生说道 对啊 小文那么好看 我也要买 我们都是虚拟对战公司 玩家平台的忠实用户啊 袁洪基好不容易找到了空隙 连忙代表公司进行感谢 然后问道 你们都是白小文的粉丝啊 是啊 我们都是来参加粉丝见面会的 呀 得到这个粉丝见面会的资格可不容易呢 我的那些同学室友都像的是我了 巴拉巴拉又是一大串 袁洪基听得脑壳发晕 不过他也明白 粉丝见面会和谈判放在一起 应该是那个经纪人的手段 作为一个成熟的商业谈判代表 袁洪基并不反感正解的这种做法 谈判代表当然要尽一切手段展示几方的优势 这是明明白白的展示 白小文对于粉丝 尤其是青少年粉丝的吸引热度 而青少年男女恰恰是 虚拟对战公司玩家平台的主力消费者 好不容易摆脱了这些粉丝的围观 袁洪基跟虚拟对战公司高层领导的通话 态度和立场已经有了一丝微妙的改变 原本他觉得郑杰所说的 让白小文的角色担任新版本CG的主角 是天方夜谭 因为白小文的资历 连进入CG都几乎不可能 最多也是和其他几个优秀的新人 在同一帧画面中露个脸 但是现在 袁洪基觉得大胆创新 启用白小文作为CG男主角 也不是不行啊 接通了公司高层的电话 袁洪基大致陈述了一下情况 并提出了让白小文作为CG男主角的建议 你的建议 的确有可能成功 进一步扩大我们公司 在游戏市场上的份额 但是 这样做的风险太大了 我们虚拟这张公司玩家平台 整整一年的规划 不能将读住 压在一个无际的局刑者身上 电话的那一段 公司的高层迅速给出了反馈 并给出了袁洪基谈判的底线 顿啊顿 高层又吩咐道 你可以先提出 让白小文在开场动画中 和其他两名新人一同出现 共享一阵出场画面 如果这样就能弹下来 那就更好 袁洪基只能点头 是的陈总 我尽量努力 不顾对方的经纪人很难缠 电话另一端的陈总 鼓励了几句 就挂断了电话 袁洪基的心里叹了口气 陈总还是希望求稳 不希望冒进 作为下面的小兵 袁洪基只能奉命行事 本集郭奖满地 感谢您的收听 下集更加精彩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和粤文集团 联合出品的多人有声剧 进化之眼 改编自起点中文网 同名小说 作者亚瑟罗 由伯恩大魔王领衔 布达拉有声天团 及喜马拉雅十六位主播 亲情演绎 第四百九十二章 李承碑式的合约 回到会议室 袁洪基和郑姐再度开谈 其实郑姐先期提出 让白小文的角色 作为CG男主角的要求 只是漫天要价而已 见到袁洪基的态度坚决 他也没有强求 退一步接受了 袁洪基的底线 那就是 让白小文在CG前期 单独出场 并有动作 出场时长 不得低于一秒 这已经是大明星的待遇了 在几十秒的CG中 重要性仅仅比主角 逊色一筹而已 对于这一项内容 虽然没有达到我的预期 但还是勉强能够接受的 郑姐又掏出一叠文件资料 笑着对袁洪基说道 袁先生 您辛苦了 您看 要不要休息一下 然后我们再进行第二项 签约金的谈判 不是谈完了吗 袁洪基愣张了一秒 下意识地问道 你千万买断 有什么问题 郑姐果断地接过了这个话头 进入了第二项内容的谈判 据我了解 贵公司和觉醒者角色的 合约模板分为两种 一种是买断 一种是分成 我对雇主的潜力 有绝对的信心 所以呢 一份买断合约 明显是有损雇主利益的 我希望 贵公司能提供另一种合约范本 分成合约 袁洪基还没有说话 郑姐已经把两叠文本资料 递到她的手边 一份买断合约 一份分成合约 袁洪基叹了口气 她太轻敌了 以为面对的只是一个小年轻 没想到白小文的经纪人 这么难缠 仅从这两份合约 就能看出郑姐的准备之充分 分成合约的比例怎么定 你给我的这份分成合约的范本 属于S级分成合约 是超级明星的待遇 白小文同学 目前不可能享受 50%战内分成比例 和25%的周边收入 这太荒谬了 我们可以签订 里程碑式的分成合约 郑姐拿出了第三落资料 微笑着说道 所谓里程碑合约 其实就是对赌合约 赌的是白小文在一定时期内 给平台带来的营收利益 包括站内解锁角色的营收 以及后续推出的周边产品 手办等售卖所得 如果收益达到了某个里程碑 就按照相应的里程碑的分成比例 进行分成 营收越高 白小文的分成比例也就越高 袁洪基看着厚厚的第三碟资料 心中一阵莫名的发虚 袁洪基又出去打电话请示 这场本应该很轻松的谈判 一直谈到了晚上六点 双方终于达成一致 签署了一份里程碑式的分成合约 白小文看过合约的内容 对郑姐的能力再次刮目相看 老实说这份合约完全超出了他的预期 双方约定 以新版本上线之后的一个季度 也就是三个月时间内 为里程碑的结算期 第一个季度 也是新角色站内收入最高的季度 因为有很多玩家去解锁新角色 而解锁角色是需要付费的 价格从一元到一百八十八元不等 差别很大 后面的季度站内收入就会缩水 但是如果人气够高的话 虚拟对战公司还会推出更多的皮肤 以及陆续推出手办等周边收益 就不多谈了 里程碑的内容是 第一季度的总收入超过三百万人民币 里程碑地 白小门获得百分之十的分成收入 也就是地级分成合约 三百万收入的难度 大概相当于优秀新人角色的吸金能力 超过一千万人民币 里程碑C 白小门获得百分之二十的分成收入 此为C级分成合约 一千万收入的难度 相当于小明星的角色 超过三千万人民币 里程碑B 白小门获得百分之三十的分成收入 此为B级分成合约 单季度营收如果达到三千万 那就是有一批忠实粉丝的 准一线明星的角色了 超过一个亿 里程碑A 白小门获得百分之四十的分成收入 此为A级分成合约 单季度营收一个亿 妥妥的是大明星的角色了 超过三个亿 里程碑S 白小门获得百分之五十的分成收入 此为S级分成合约 能达到这个量级的觉醒者 几乎都是超级明星 每一个人的角色 都是玩家平台中的经典 至于周边收入的分配比例 是战内比例的一半 这种对赌合约最怕的 就是甲方耍小手段 比如不给承诺的推广资源 角色bug迟迟不遇解决 人为设置消费障碍等等 但是有证解在 这一切都不是问题 在合同中 双方各自的权利和义务 都有详细的说明 针对甲方的清单 列出了整整两页 一共有十三大项 六十九小项 可以说是毫无纰漏 当然 袁洪基也针对白晓文这个乙方 列出了很多不能涉足的禁区 比如 不能抹黑平台形象 不能将角色模板授权给其他角色 对战类游戏公司 保持自身的正面形象等等 一旦某一方面出现违约情况 将付出沉重的惩罚性补偿 这份合约的有效期是两年 在两年之后 双方会进行换约 虚拟对战平台有签约白晓文的优先权 签约过后 双方握手 袁洪基对白晓文说道 你有一个非常精明的经纪人 白晓文笑容可惧 点头道 我也是这么认为的 请尽快把你的角色模板资料 发到我的邮箱里 袁洪基说道 稍后我会发一份样本给你作为参考 顿了顿 袁洪基又说道 啊 有些新人觉醒者 喜欢隐藏一些角色能力 发给公司的数据并不全 这当然并不违反合约 只不过我还是希望 你能给出相对完整的模板资料 我们的宗旨是 在真实的基础上 越强大越好 白晓文点头 其实白晓文到现在为止 并没有隐藏多少实力 之前当做底牌的草屉流鼓舞术 已经在COA资格赛的时候 就显露过了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下集更加精彩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和越文集团 联合出品的多人有声剧 进化之眼 改编自起点中文网 同名小说 作者亚瑟罗 由伯恩大魔王领贤 布达拉有声天团 及喜马拉雅十六位主播 亲情演绎 第493章 不一样的服务员 白晓文总结了一下 他现在的实力 可以分为三部分 其一 黑灵魂石附带的 王者归来技能 拥有四只骷髅刀钝手 一只阴影刺客 一只亡国妖术师 一只缝合怪 一只吸血鬼 等共计八个召唤生物 四个精英模板 四个标准模板 僵尸博士 这个战武渣不算 还有尚未点亮的 厉鬼选项也不能算 白晓文还想留着厉鬼 作为新的底牌呢 其二 四个战斗技能 一个咒服切换的 万金油技能 一个群体控制 还有召唤怒爪的技能 以及最后的草剃剑 草剃剑可以看作是 草剃流鼓舞术 还有大蛇剃这种 很黄狠暴力的招式 至于草剃剑 在家境未面世界 吞噬了窝寇的神器 丛云剑正在进化的秘密 白晓文也打算 作为新的底牌 暂时不会予以公布 其三 白晓文的天赋 洞察 职业技能 尤其是生命共享 这个保命技 以及白晓文 沙漠之鹰爆头特效 再加上山奇龙二的 格斗手套 积累暴击率的装备技能 也算是他实力的一部分 同样在COA资格赛中显露过 有心人一查就能查到 没必要隐瞒 只是 职业技能的另外一项重要功能 心灵感应 可以读取召唤生物的 记忆碎片的能力 白晓文并不打算公布 反正 这项能力 跟玩家平台的对战 是无关的 最后 就是白晓文储藏空间中的 很多极品道具 当然 这些都是没有必要 公之于众 因为定制角色的时候 需要的仅仅是 白晓文的召唤物 装备 和技能数据 隐藏了一些底牌之后 我显露出的实力 还是很强的 只是不知道 玩家平台的普通人 能不能用好我这个角色 白晓文上述显露的实力 当然很强 在资格赛中 他就是用了 上面显露出来的实力 一穿舞 击垮了江南大学 包括齐瑞峰这样一个 强悍的六级英雄职业 玩家平台的对战 和觉醒者平台的 对战规则不同 是分为初级场 中级场 和高级场的 以白晓文目前五级的角色 只能打中级场 而觉醒者平台 只要实力够强 四级觉醒者 都能够匹配到 七级八级的对手 这也是为了相对公平 否则的话 普通人玩家们 只会去解锁十级的角色 像白晓文这样五级角色 就无人愿意理会了 模板再强 也强迫过等级压制 十级英雄职业 肯定比五级英雄职业强 这是毋庸置疑的 白晓文开启 灵能摄像头 有选择地屏蔽掉一些 不该出现的东西 然后扫描自己 生成了一份模板资料 他检查一遍之后 把模板资料 发给了 袁洪基的邮箱 这件事情 就算是办完了 接下来 白晓文履行承诺 带着一群粉丝 浩浩荡荡地 去K哥放松 在路上 白晓文收到了一条消息 是白晓妮 发过来的 雪地 你在哪呢 我已经到了 说好你请客的 可不能赖账哦 后面还追了一个 甜甜的笑脸的表情 白晓文微微一笑 回复了一条信息 放心 说请客 我肯定会请客的 不会来这 我订好桌了 你招呼服务员 上菜就可以了 好啊 你快点来哦 白晓妮 发了一个害羞的表情 引人想想 此时 白晓文已经在 一群粉丝的簇拥下 杀尽了KTV 近海大学南街 一家颇有小资情调的 料理店前 一辆黑色的商务车 停在了路边 副驾驶位置的车门打开 精心打扮过的白晓妮 钻了出来 撩了撩头发 又对着小镜子 照了照自己的形象 感觉颇为满意 在车中 一个低沉的男生传来 没问题吧 白晓妮微笑着说道 保证没问题 好 如果事情进展顺利 你会得到 你应得的报酬 保证比你在巨神工会 做的一个小助理的 前途更好 知道了 谢谢副总 我会努力的 白晓妮走进料理店 报上了自己的名字 一名服务员 礼貌地说道 您好 白晓妮女士 有一位姓白的先生 已经提前预定了包间 请跟我来 白晓妮回头看了一眼 黑色的商务车 悄悄做出了一个OK的手势 心中颇有惊喜 黑色商务车后排 傅秋和傅宏并排而坐 看起来进展顺利 傅宏露出了笑容 老实说 我原本对她并没有多少期待 不过事实证明 我低估她的心机了 居然能这么顺利地 和白晓妮展开第一次约会 顿了顿 傅宏又说道 在宇婷不愿意接近 白晓妮的情况下 白眼妮应该是最适合 执行美人计的人选了 想不到 这个走宇婷的关系 暑假在我们工会 后勤部实习的小助理 居然还有这么逼真的演技 捧词连白晓妮都能瞒过 这说明 白晓妮本身判断力有问题 傅秋淡淡地说道 一个觉醒者 被普通人耍得团团转 我看 他能力也是有限 傅宏耸耸肩 他没有和傅秋争辩什么 转而继续陈述自己的计划 接下来 白眼妮会主动勾引白晓妮 最好能达到滚床单的地步 进展顺利的话 就会有人跟李淑妮同风报信 以李淑妮工会大小姐的性子 铁定容不得白晓妮在外面勾三打四 一场好戏该上演了 白眼妮走进包厢坐定 不一会儿服务员就开始上菜了 啊 不要着急上菜的 请客的人还没有来呢 白眼妮惊道 您好 白女士 这是预定包间的白先生 特别要求的 直到您过来 就开始上菜 服务员彬彬有礼地说道 那好吧 白晓妮 白晓妮开始等待 一开始她还能保持端正的坐姿 然而约定的时间过去 白晓妮仍然没有出现 她渐渐有些焦躁了起来 时钟指向了七点半 怎么回事啊 李淑浩的时间都过去半个小时了 白晓妮协坐在椅子上 有些愤愤地掏出手机 开始拨打白晓文的电话 对不起 您拨打的电话 暂时无人接听 白晓妮一阵气恼 这是什么意思啊 您好 白女士 您的菜已经上齐了 服务员 躬身说道 知道了 知道了 白女士 预定包间的白晓文先生 给您留了一张字条 说是等到菜上齐了 再交给您 服务员的细心 非常好的体现出了 这家仿日式料理店的 植物元素养 白晓妮有点不安地 接过留言纸条 这顿饭我请客 已经付账了 我本人就不过去了 白学姐 你慢用 白晓妮有点懵逼了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下集更加精彩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和粤文集团 联合出品的多人有声剧 进化之眼 改编自起点中文网 同名小说 作者亚瑟罗 由伯恩大魔王领衔 布达拉有声天团 及喜马拉雅十六位主播 亲情演绎 第四百九十四章 不一样的服务员 夏 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啊 这就相当于请客了吗 白晓妮再次掏出手机 飞锁拨号 服务员在一旁静静地看着 对不起 您拨打的电话 暂时无人接听 就在白晓妮要播第五遍的时候 服务员说道 白女士 请稍等一下 怎么 白晓妮心情恶劣 有点气急败坏 这里还有第二张字条 白晓文先生说过 如果您在看到第一张字条之后 不满意的话 就把第二张字条交给您 服务员又递过去一张留言纸条 白晓妮有点狐疑地盯了服务员一眼 接过留言纸条 展开一看 顿时正住了 半晌 白晓妮才喃喃地说道 原来她 都知道了 服务员刚要走 忽然白晓妮叫住了她 等等 白晓妮盯着服务员 有点发青的脸 和黑眼圈 说道 你不是这家店的服务员吧 你到底是谁 服务员扭了扭领结 呲牙一笑 露出了两颗标志性的疗牙 吸血鬼 白晓妮本能地后退了一步 生活在灵能时代 即便是普通人 对吸血鬼 狼人 妖魔等等生物 也并不陌生 那只吸血鬼服务员 黑黑笑了 别害怕美女 我的任务已经完成了 她奶奶的汉语学真的难 白晓妮眼睁睁地看着 吸血鬼服务员扯下制服和领结 以超乎寻常的敏捷 两三步溜出了餐厅 随后 消失在了门外 KTV中 白晓妮左右两边各自坐着一排青春少女 小迷妹 此时其中一个妹子 正对着白晓妮深情款款地唱情歌 周围不时响起了一阵起哄的声音 郑姐的手机都放在包里 她想看看时间 就拿过了白晓妮的手机 你这边有这么多慰藉来电 这个白晓妮是谁啊 找你有急事 白晓妮挥手笑道 没什么 不必理会 你该不会跟她 郑姐露出了猜疑的表情 白晓妮汗了一个 赶紧说道 郑姐你别误会 我对演技太好 心机太重的女孩不感兴趣 书姨也不会容忍这种女孩的 啊 郑姐呜了一声 迷妹一曲唱完 白晓妮带头鼓掌 随后告了个罪 起身去洗手间 在KTV的包厢之外 白晓妮见到了几次 也就是在料理店假扮服务生 递送纸条的那个吸血鬼 听完几次的描述 白晓妮微微皱眉 老大 怎么了 没什么 我一开始觉得 这个女人的心机很重 但是听你描述她的反应 和我预想里面的又不太像 尤其是连续拨号五六次 这样的举动 并不像一个心机重的女人 或非她接近我 只是为了钱 并没有其他人的指使 几次 呲牙一笑 老大 是打算上了吗 去你的 我没这想法 白晓妮摇头 现在是非常时期 我必须多留意一个心眼 这个白晓妮 不管心机如何 她乍伤是确凿无疑的 已远不宜近 白晓妮不知道的是 白晓妮险些与她发生碰撞 并不是碰瓷 而是巧合 正因为是巧合 白晓妮倒下时候的惊慌神态 是做不得假的 这也是白晓妮没有当场看出问题的原因 而后面的诈伤 则是白晓妮看到开车人士 白晓妮之后的灵场发挥 昨晚上的意外 可以说是真中有假 假中有真 这才给白晓妮留下一个心机很重的印象 所以白晓妮才会猜测 白晓妮会不会被她的敌人利用 毕竟 博图工会虽然看上去毫无反应 一切风平浪静 但白晓妮始终不能掉以轻心 接下来她还要去死灵狐宝地空间去历练探索 也不想花费额外的精力 去探寻白晓妮的庐山真面目 当晚和粉丝们的欢聚圆满结束 正且租来了几十辆车 将粉丝们安全送回各自的家中 至于租车的费用 对于白晓妮而言 当然不值一提 虚拟对战公司的签约结束之后 白晓妮又闷头制作了十瓶完美级药剂 交给超神药剂店 用于后续的宣传售卖 在白晓妮这个天才药剂大师的招牌作用下 超神药剂店的销售额也在稳步增长 算是在巨神药行的恶意竞争中 站稳了脚跟 在得知白晓妮出师不利之后 一向冷静的富宏 气恼地砸坏了手中的玻璃杯 在和富秋简单地谈过几句之后 富宏认为 是该跟赵雨婷好好谈一谈了 当然 富宏的小动作白晓妮是不清楚的 他召集校队成员 宣布了死灵狐即将开启的讯息 随后和以前一样 组织队员们进入灵能训练场 磨练技能和战斗特长的熟练度 值得一提的是 向辉经过努力 已经升到了精英四级 完成了从初级觉醒者 到中级觉醒者的跨越 实力进步明显 白晓妮的妹妹白晓君 虽然只是初三 但是在A级强化食谱 和完善的锻炼设施帮助下 个人总属性已经超过了十点 比当初高三的白晓妮还要强一些 这样下去小君高三的时候 也有希望达到总属性二十点的灵界值 其实凭白晓文的完美及强化药剂 已经可以尝试给小君服用 让他在高一阶段 就达到二十点总属性了 但是提前让小君进入灵界 接受觉醒者转职考验 并不是一个明智的决定 觉醒者进入灵界 考验的不仅仅是实力 还有心智和常识 尤其是转职考验 关系到整个觉醒者阶段的 潜力模板 更是需要慎重 一般来说 在读完高中 常识课知识 各项必备的战斗特长都达标之后 再去接受灵界转职考验 是比较稳妥的做法 至于白晓文和小君组队 进入灵界 接受转职考验 这是不行的 倒不是说不能组队 只是白晓文如今是五级英雄职业 实力太强 已经无法带小君通过考验了 本集多奖门地 感谢您的收听 下集更加精彩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和阅文集团 联合出品的多人有声剧 进化之眼 改编自起点中文网 同名小说 作者亚瑟罗 由伯恩大魔王领贤 布达拉有声天团 及喜马拉雅十六位主播 亲情演绎 第四百九十五章 颠倒山 死灵狐 两人组队的话 会让考验任务的难度 提高到一个 令人折舌的可怕地步 这倒是其次 可在考验过程中 小君连百分之一的作用 都发挥不出来的话 临界规则 是不会给小君通过的 还有就是 这些天的虚拟店铺收入 都存在了李北海那里 由李北海交易给了白小文 一共是接近八万零能点 从发货单据来看 张伯干的 还是挺用心的 每天的发货都很准时 白小文从领地仓库中 提取了一批存货 寄存在李北海那里 然后继续当他的甩手掌柜 不过 在提货的时候 白小文在永久分地令上 得到了一些寄存的 耗费食物乘以300 金币240 你的领地管理者 白石城城主塞西利亚子学 下令升级城墙防御设施 新增建塔乘以8 本次政令 机房耗费食物乘以200 金币乘以400 木材资源乘以800 石材资源乘以1000 铁资源乘以100 你的领地管理者 白石城城主塞西利亚子学 带兵清扫了拉雅山村废墙 获得了金币乘以102 木材资源乘以65 石材资源乘以166 铁资源乘以95 本次出征 机房无人阵亡 耗费食物乘以300 金币乘以300 你的领地管理者 白石城城主塞西利亚子学 带兵清扫了德罗堡废墙 获得了金币乘以1084 木材资源乘以301 铁资源乘以106 本次出征 机房阵亡三名长工手 耗费食物乘以400 金币乘以430 你的领地管理者 白小文看了一遍 封地令上积存的提示信息 不由的惊喜交价 拉雅山村 罗德堡 都是属于白小文封地令 化定的领地 只不过都已经被游荡的丧尸群 给占据了 结果 塞西利亚在稳固了白石城的守备之后 果断出击 从近到远 清扫了好几处丧尸盘据点 带回了不少物资不说 还拓宽了白石城的控制范围 新开墾的荒地 是可以增加实物的 而且 塞西利亚作为一个曾经的领主 不仅擅长打仗 对如何发展领地 也是颇有经验 像啃荒 铸城之类的事物 都处理得井井有条 从领主控制台上 白小文能看到领地的金币 食物 木材资源 食材资源等各项物资储备数量 都在平稳地增长 除了商业贸易 因为闭塞没有进展之外 其他各项数据 包括繁荣度和宜居度 也都有提升 原本我还以为 领地的发展需要我来操心 可现在看来 我只要负责喊666就行了 白小文 由衷地感觉自己幸运 如果没有塞西利亚 这个女领主支撑的话 她就算得到了这块永久封地 又能有多少作为 收益必然会大幅减少 以至于领地会越来越荒废 将这段时间 虚拟店铺收入的铃铛点加起来 白小文的铃铛点 总额又突破了20万 所谓手中有钱 心中不慌 白小文现在心里稳得不行 她不再分心 在锻炼的同时 将精力用于搜索死灵狐的资料方面 做足了准备工作 终于 死灵狐的开启日期到来了 这一日 静海大学很多觉醒者学员 都起了个大早 一辆辆越野车编程车队 沿着道路浩浩荡荡地 向着死灵狐开进 死灵狐位于江海赛区境内 距离静海基地市 有一百五十公里 一路上并没有遇到什么危险 只有零星几只变异兽 看到车队并没有主动上前攻击 像是上次鼠潮并没有出现 按照严小新的说法 临近元旦 国家又开始清理各个基地市之间的主路了 所以才如此平静 白小文也听说过这回事 清理各个基地市之间的主要大路 是国家划波地段 交给各地的甲级工会 组织精干觉醒者分段完成的 就比如 近海基地市的巨神工会 就承担了近海市到江南市 金陵市的主路清理工程 像超神工会这样的小工会 只能去申请清理基地市附近 危险性较低的俘路 各个工会清理道路自然不是无常的 国家会划波经费 对各个路段进行明码标价 工会清理完成得到验收之后 就会把相应的经费 当然是以零能点的形式 交易给对应工会的负责人 清理道路的经费来源多样 主要是来源于各种虚拟市场发货的 运费税费 这也是经过百年发展之后 形成的一种较为健康的运转方式 所以说大小工会对于每个季度 每个年份的道路清理还是很积极的 围绕各个路段的投标争夺也很激烈 当然了 小工会想要竞标到重要路段 基本上不可能 因为觉醒者协会也要看竞标工会实力的 不是谁要的零能点少 就把标给谁 在没有怪物拦路的情况下 越野车开了三个小时 来到了死灵湖所在的地区 颠道山 颠道山也算是一处有名的地方了 这座山区也许是阴气过盛的缘故 上空常年阴云密布 冷漆漆的相当甚人 进入山区之后 指南针的南北指向完全相反 东西南北颠道 这也是颠道山的名字由来 有经验的觉醒者 就会故意按照指南针相反的方向前进 便可畅通无外 这就是颠道山的死灵湖了 颜小新说道 车队停在了颠道山的外围 因为山区内部过于崎岖 连越野车都无法开入 一行人跟着颜小新等几位带队教师 一路跋涉 才来到颠道山的中央区域 死灵湖区 死灵湖的面积不大 看上去更像是一汪水潭 大约有两个足球场大小 潭水呈浅绿色 有薄薄的雾碍在表面蒸腾 哎呀 湖水好凉啊 林淑仪的手探入湖水 然后又迅速地缩了回来 白小温阅读过闯荡死灵湖的资料 说道 其实死灵湖水的温度并不低 之所以凉是因为湖水被死灵冤魂的怨气给污染了 这种凉津津的感觉直接影响人的精神 而不一定是神经 更像是一种幻觉 有人拿死灵湖水做过实验 温度计显示的温度很正常 甚至比一般的湖水的温度还要高一些 其实 眼前的这一汪湖水并不是真正的宝地空间 死灵湖宝地本身就是一个独立空间 就跟断极山大裂谷一样 连通地球的只有一道裂缝门户而已 这里的空间门户就在湖底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下集更加精彩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和粤文集团 联合出品的多人有声剧 净化之眼 改编自七点中文网同名小说 作者亚瑟罗 由伯恩大魔王领衔 布达拉有声天团 及喜马拉雅十六位主播 轻情演绎 第四百九十六章 进阶冥想 江海赛区其他大学的队伍已经到了好几支 当下便有几支队伍过来和静海大学的队伍沟通交流 你们静海大学这次出了个厉害人物啊 连齐瑞锋都不是对手 这下子 静海大学在CUAA联赛中 这终于要翻身了 徐怀大学的队长王静 叹了口气 说道 不像我们 又没有拿到全国赛资格 通江大学 苏航大学的队伍 也都纷纷感慨 没有人对白晓文表露出敌意 大家都想得很明白 白晓文的实力和众人已经不在一个档策了 就连齐瑞锋也不行 江海赛区的王座已经一种 而且CUAA联赛的资格赛已经过去了 没有再争的必要 眼下就要进入死灵狐探索 提前打个招呼 结个善缘 终归是没错的 就连金陵大学的队伍都过来了 只不过没有江亦 倒不是江亦不参加死灵狐的探索 资格赛已经败露 再隐藏实力也没有意义 只不过江亦面子上挂不住 索性就留在自己的车里 值得一提的是 在金陵大学的队伍中 白晓文还看到了一个熟人 据传有神秘背景的沙马特青年乔奇 白晓文听说了 在上次富宏带着乔奇来超神药剂店找事 乔奇被白晓文小怼了几句之后 并没有进行报复 而是老老实实地参加拍卖会 花高价买到了自己想要的一瓶完美强化药剂 这次两人又碰面了 乔奇看白晓文的眼神有点怪 不过说话倒是透着一股和解的意思 哎 我买到你做的强化药剂了 还不赖 我的敏捷加了四点 白晓文微笑点头 那就恭喜了 乔奇抓了抓色彩斑斓的头发 那个嘛 其实上次我也不是故意的 你这个人很有本事 那个 我姐骂了我一通 说不能得罪有本事的人 让我给你道歉 我姐还让我少跟傅红来往 白晓文笑着说道 那真要感谢你姐姐 道歉就不必了 过去的事你没必要再提 乔奇上次应该是被傅红煽动 才来超神药剂店闹事的 说到底 这件事的根由还是傅红 是巨神工会和超神工会之间的夙愿所致 乔奇有意愿和解 白晓文当然也要给他这个面子 毕竟 乔奇的背后应该有一股不弱的势力 多一个朋友 多一条路 就算不能做到朋友 也尽量不要因为义气之争而变成敌人 江南大学的队伍没有来参与交流 全队成员自其锐锋以下 似乎都在憋着一股劲 白晓文当然不会摆什么架子 就以正常的姿态和其他大学的队长们聊天 众人聊到死灵空间门户开启的情况 现在空间门户的大小已经可以容纳初级觉醒者进入了 而四级以上的觉醒者暂时没有办法进去 估计要等到明天空间门户达到最大时才可以进去 颠倒山死灵湖保地空间和上次的大夜谷空间相比 好东西更多 品质也更高 所以这次死灵湖空间的开启 来的不仅仅是江海赛区的几个大学队伍 周边大区距离较近的大学也有感到 严晓星和几个江海赛区大学的带队老师谈过之后 悄悄来到白晓文的身边 这次参加此灵湖探索的大学生中 着实有几个厉害的觉醒者学员 比齐瑞峰还强吗 白晓文说道 他可不这么认为 严晓星摇头说道 齐瑞峰当然很强了 要不也不可能带着江南大学杀到去年第四名 只不过 我说的那几个厉害家伙 也不比齐瑞峰差多少就是了 顿了顿 严晓星指着一个身穿白色运动衣的青年 说道 就比如那个端木城 是晚南大学的队长 去年晚南大学在全国赛前十 严晓星又指了另一个身材矮胖蹲似的男生 说道 还有那个矮胖子也不简单 他叫包一鸣 是山东大学的队长 之前咱们就被山东大学淘汰 一轮就离开了全国赛 所以啊 我对这个死胖子印象很深刻 他现在肯定更厉害了 严晓星又指了几个人 一一叙述他们的厉害之处 这些人中比较厉害的 如端木城 包一鸣等人 都是英雄职业 论个人实力 并不比齐瑞峰逊色 就算稍微差一些的 也类似于王晋 耿臣之流 都是精英六级的觉醒者 一身不错的强化装备 实力颇为强劲 白小文笑着说道 袁老师 你这么郑重其事 我还以为这些人中 藏着比齐瑞峰 更加厉害的人物呢 别大意啊 这几个人都心高气傲的 没和你交过手 不会对你一个大意 心生福气的 严晓星小声说道 单对单你应该不怕 但要是两个 三个人联手 在死灵虎保地空间中 对付你 那可就麻烦了 我身边也不是没有队友 有淑姨在 就算再来几个 也是送菜的 白小文对李淑姨的 输出能力深有信心 她的控制 加上李淑姨的输出 现在已经可以同时 击败两个七级boss了 就算觉醒者 比同级boss难缠一些 但是 中级觉醒者和高级首领的实力 还是有着不小的差距的 更何况 在进入死灵虎的初期 想要联手 也不是那么容易的 进入保地空间 会有空间错位效果 即便是同时进入 也会分配到不同的区域 而且在保地空间中 手机这些普通的通信工具 都无法使用 进一步加大了会合的难度 但是 白小文和李淑姨是 永久小队的队友 两人是可以感知到 彼此的大致方位的 这就给两人的会合 带来了便利 只要运气不太差 两人可以在其他人前面 完成会合 保地空间门户的错位效果 对白小文 反而是有利的了 你有信心就好 严小新没有多说 他也不想给白小文 过大的压力 只求白小文 能完成任务目标 把幽灵多头蛇的眼球 给他带来就可以了 现在空间门户 可以容纳一到三级的觉醒者 所以陈国威先进去了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下集更加精彩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和粤文集团 联合出品的多人有声剧 进化之眼 改编自起点中文网 同名小说 作者亚瑟罗 由伯恩大魔王领衔 布达拉有声天团 及喜马拉雅十六位主播 亲情演绎 第497章 不祥气息与溺死之谷 白小文召集 其他静海大学的 觉醒者学员 讨论了一下战术 他把地图分割成 七块大小不等的区域 说道 进入死灵湖宝地空间后 尽快确定 自己在地图的哪一个区域 七个区域 每一块 我们都必须提前 归号好一个汇合点 就以该区域 最值得探索的地点为准 大家在确认 自己的位置之后 就要尽快赶往 相应的汇合点集合 人多 力量大 白小文 迅速地在地图上 圈出相应的集合点来 那要是在某一区域 只有我一个该怎么办 一名学员说道 那好 所以我们还要设定一个最大的等待时间 白小文 想了想 说道 最大的等待时间设为一天 在汇合点等待超过一天 如果一直没有同校同学出现 那就前往死灵湖宝地空间的中央区域 当然 觉得中央区域危险 希望在边缘区域探索的同学 也可以自由行动 或提出汇合 只是建议而已 并非强制 近海大学的学员们纷纷点头 入夜 白小文躺在越野车后座上 看似闭目养神 实际上却是在进行冥想锻炼 白小文的冥想锻炼从未间断 他本身冥想特长等级早就达到了进阶五级 正在向进阶六级迈进 在最强学霸的称号加成下 冥想特长实际上享有进阶六级的效果 骷髅法师在吞噬黄金军大衣朱制的灵魂之后 进化成了亡谷妖术师 白小文开启了心灵感应的能力 感应亡谷妖术师的记忆碎片 他有些惊喜地发现 亡谷妖术师从大衣朱制那里 继承到的战斗特长 不仅有六级的进阶冥想 还有进阶五级的雷系法术掌握 白小文一直在通过心灵感应的共享 快速地学习进阶六级的影响特长 至于雷系法术掌握 也是一个有用的特长 每一级可以赋予施法者 5%的雷系法术伤害加成 五级雷系法术特长的加成高达25% 当然亡谷妖术师施展雷电法术 并不享受这25%的雷系法术伤害加成 他需要白小文的控制进行施法 本质上是由白小文的雷系法术特长 等级来决定伤害加成力 这也是召唤生物 比同等级同模版的怪物觉醒者 弱的原因之一 除非召唤师有相应的战斗特长 而且要做到精微操控 才能让召唤生物发挥出 非同一般的战斗力 否则就只有爆兵A过去 这一条路可以走 白小文打算在进阶冥想 达到六级之后 就着手开始学习雷系法术的进阶特长 当然这会花费不少时间 原本雷系法术特长为零的白小文 直接啃五级雷术法术特长的记忆碎片 会很吃力 如果学会的话 那还是很有用的 可以增幅亡谷妖术师的伤害 为白小文的召唤生物团队 补充最重要的魔法伤害 浮小时分 一阵哗啦啦的水声响起 负责探看宝地门户的觉醒者 背着氧气瓶浮出水面 发出了相应的信号 已经开启到最大 可以从那六级觉醒者进入 进了进了 等候在死灵湖边的各大高校的 终极觉醒者们 纷纷跳入湖中 需要说明的是 觉醒者本身有灵能立场 在水下 撑开灵能立场 氧气是足够呼吸一小段时间的 通常来说 终极觉醒者的避气能力 在十分钟左右 所以 这些觉醒者学员们 直接跳入湖中 只要两三分钟时间 就能游到湖底 进入保地空间的门户 并不需要携带什么 额外的潜水道具 刚刚负责探看的 觉醒者 需要长时间在水下 观察保地空间门户的 开启程度 所以 才需要背着氧气瓶 白小文和李淑仪 入水后游动 感觉到死灵湖的水 确实是冰凉彻骨 这种冰凉的感觉 直接作用于精神 换作普通人 恐怕是早就撑不住了 也就是体质远超 普通人的觉醒者 才能熬得住这些阴气刺骨的感觉 两人游动了一分多钟 便来到了湖底 看到了一层略显昏暗的光幕 显然 这就是死灵湖 保地空间的入口了 李淑仪轻轻握住 白小文的手 做出了一个加油的手势 白小文笑着点了点头 两人一前一后 投身光幕之中 一阵轻微的失重感传来 白小文本身是头朝下 脚朝上 以倒立姿态钻入光幕的 可是进入光幕之后 他明明身体没有动 在感觉上 却变回了头上脚下的 正常站立姿势 这种感觉很怪 就像整个世界翻了个个儿 天变成地 地变成天 等到失重的感觉消失 眼前的景物 也终于定格了下来 我的天 我这是来到了地狱 还是冥界 白小文的头顶天空 一片昏暗 完全被漩涡状的暗青色云朵 给遮盖住了 脚下的大地 则是有着横七竖八的裂缝 小的裂缝只有一指宽 而有的裂缝则宽达十米以上 已经可以称之为峡谷了 土地总体呈现出暗褐色 从大地的裂缝中 不时涌动出一缕缕白色的雾矮 白小文知道 这种白色雾矮叫做鬼雾 和地球上正常的雾气是不同的 本身是由阴气院里凝聚而成 冰寒彻骨 觉醒者在鬼雾区域内 会自动获得一个 即时性的负面状态 阴气缭绕 体力恢复速度 生命恢复速度 和精神力恢复速度 都会大幅度降低 接近于停滞状态 也就是说 鬼雾区内 觉醒者的持续作战能力 会大幅度削弱 但是 死灵狐宝地空间内 鬼雾区是绝对避不开的 在外围边缘地区 鬼雾区的范围还不算大 但是 越往深处 也就是死灵狐宝地空间的 核心区域走的话 鬼雾会越来越浓郁 最中央的地段 几乎全部被鬼雾覆盖 更重要的是 死灵狐中的很多特产宝物 都产于鬼雾区 就比如白小文此行的目标 幽灵多头蛇 就是在灵狐深处的 鬼雾区盘踞的怪物 当然 鬼雾区的阴气缭绕 负面状态 也是可以规避的 这是历次闯荡 让宝地空间的觉醒者们 总结出的宝贵经验 要在鬼雾区正常行进 就必须收集一套死灵伪装 白小文回忆着准备好的资料 死灵伪装需要幽冥草 和溺水之谷融合 收集的幽冥草和溺水之谷 数量越多 质量越高 死灵伪装也就越完美 白小文对照地图 观察自己的初始位置 左边有群山连绵 右边则是平原地形 一条巨大的地裂横贯东西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下集更加精彩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和阅文集团 联合出品的多人有声剧 进化之眼 改编自起点中文网 同名小说 作者亚瑟罗 由伯恩大魔王领衔 布达拉有声天团 及喜马拉雅十六位主播 亲情演绎 第四百九十八章 不祥气息 与溺死之谷 下 白小文很快确认 他位于死灵湖保地空间的最南端 西边是鬼陵山脉 东边是不祥平原 至于前面这条挡住去路的巨大猎口 名叫幽冥猎口 这是白小文划定七个会合区域中的 正南部区域 正南区域的会合点名叫阴峰港 位于幽冥猎口之中 白小文通过小队联系 感应了一下李淑仪的位置 他只能大体判断出 李淑仪在他的东北方向 距离似乎有些遥远 先去阴峰港会合点 等待一段时间 阴峰港本身也是死灵湖保地中的 一个知名遗迹 白小文召唤出了怒爪 一人一郎沿着一条坡道 步入幽冥猎口之中 白色的雾矮围绕了起来 白小文微微打了个冷战 怒爪也喷了喷鼻子 这白色的鬼物 就像是在吸收两个人身体散发的热量一样 白小文查看了一下个人面板 果然多出了一个阴气萦绕的负面状态 效果和资料中记载的一模一样 这里的鬼物比较稀薄 对视野的影响不大 在白小文的视线中 已经可以看到 隐隐绰绰的沟楼黑扬 爬了起来 步履蹒跚地向着自己的方向走来 逆死僵尸 五级 中族 亡灵主 狮妖族 属性 力量 二十四 敏捷 十一 体质 二十二 精神 五 技能一 步翔的气息 被动 逆死僵尸的呼吸将带来厄运 进战范围内的敌人将随战斗时间的延长 叠加步翔气息的层数 每层步翔气息会使全属性临时下降一点 最多叠加十层 负面效果将在脱移战斗十秒后消散 技能二 迟钝 被动 逆死僵尸 受到的所有伤害降低百分之二十五 逆死僵尸的基础攻击速度降低百分之二十五 这种怪物有点难缠 尤其是对近战来说很不友好啊 白小文收起了洞察 被动技能迟钝 是一把双刃剑 在降低受到伤害的同时 也降低了自己的输出能力 但是 配合逆死僵尸的第一个被动技能 就有点赖皮了 战斗时间越久 对于觉醒者就越不利 要是叠加到了十层不祥气息 全属性就会下跌十点 需要注意的是 这种逆死僵尸可不是单独出现的 就白小文视野中能看到的 就有三只 不知道三只僵尸的不祥气息 是统一计算的 还是各算各的 要是各算各的 那就有点恐怖了 三只僵尸的被动都跌到十层 那就是三十层不祥气息 任您什么龙惊虎猛的英雄职业 全属性降低三十点 那也蹦打不动啊 白小文抬手 换出了两只骷髅刀顿手 和亡谷妖术师 同时 掏出了沙漠之鹰 他必须要速战速决 砰的一声枪响 沙漠之鹰的第一发子弹 昏入了一只溺死僵尸的眉心 灼热的子弹 掀翻了溺死僵尸的头盖骨 百分之百爆击率 爆头 要害攻击 当然 还有一发子弹无视防御的穿透效果 只不过击中的是眉心要害 本身就无视目标的护甲 那只溺死僵尸扑通一声 跌倒在地 被白小文秒杀 两只骷髅刀盾手分别架盾 架住了剩下的两只溺死僵尸 怒爪绕到了溺死僵尸的背后 巨爪连辉 一顿狠挠 两只溺死僵尸 只是普通模板的六级怪物 虽然有着百分之二十的伤害减免 但还是吃不消白小文和怒爪 以及亡谷妖兽师的暴力输出 在十来秒之后 就迅速倒地 白小文看了一下怒爪身上的 不祥气息的层数 短短十几秒的战斗 居然叠加了三层 我记得在进入战斗后的第一秒 怒爪和两个骷髅刀盾手 身上就加了两层不祥气息 应该是两只溺水僵尸各自一层 随后的集火先杀了一只 另一只拖到了十秒之后 又分别叠加了一层 白小文总结了一下 溺死僵尸的不祥气息 叠加机制 如果是一只溺死僵尸 进入战斗后 会立刻叠加第一层 不祥气息效果 然后 每十秒 额外附加一层不祥气息 最高叠加至十层 而怒爪身上的三层 不祥气息 是合在一起的一种负面状态 那就说明 不祥气息最高叠加十层 不管对面有几只溺死僵尸 层数都不会超过十 只不过 溺死的僵尸越多 叠加的速度就越快而已 白小文心中一定 他走到三只溺死僵尸的身边 开始搜刮战利品 溺死僵尸在死亡之后 身体迅速化作灰色的雾气消散 融入到这片天地 在他们死亡的地方 只留下了零星几根黑色的骨头 白小文的手指 触碰到这几根骨头的时候 就得到了提示 这就是死灵尾装所需要的材料之一 溺水之骨下集 白小文一共收获了三根 在溺水之骨后面 还有附加提示 这种特殊材料 是由死灵湖的 阴气能量汇聚而成 只能在死灵湖宝地空间中成形 离开宝地空间的话 很快就会消散 这三只普通的溺死僵尸 并没有掉落宝箱 只留下了三根溺水之骨 不过白小文也不灰心 这才是正常的暴率 如果普通怪的宝箱掉率 都那么高的话 灵能点 灵能物品 也就不会那么稀缺了 又往幽民列口的深处 走了几百米 忽然 白小文停了下来 沙漠之鹰猛然抬起 向着左手边开枪射击 沉闷的喘息声响起 一对血色毛子 在雾气中显现 随后便是厚重的巨长 拍击地面的闷声响起 在雾气中 一头体长三米多的巨鳄 猛扑了过来 他已经潜伏了很久 只不过没有逃过 白小文的精神扫描 体型同样庞大的怒爪 同样猛扑过去 躲过巨鳄的第一发扑击之后 绕到了侧面 猎伤技能甩出 在巨鳄的表皮上 留下了几道抓痕 只不过没有流血 死则巨鳄 精英六级 种族 野兽种 陆生受雷 属性 力量三十七 敏捷二十二 体质三十 精神十四 技能一 厚实表皮 死则巨鳄的护角 额外增加百分之三十 技能二 伏肌 死则巨鳄能够很好地 和周围环境融为一体 降低被发现的机率 在未被发现的状态下 主动发击攻击 将附带一次震慑判定 并造成额外伤害 技能三 不裂 死则巨鳄蒙突对手 饲养目标 目标需首先通过力量检定 否则将无法挣脱 持续损失生命值 目标还需要通过体制检定 否则将被制裁 在死灵狐保地空间 还是有生命体存在的 死则巨鳄最强的 无疑是第三个捕猎技能 可以说 这是主打招数了 当然 伏肌技能对于缺少侦测手段 或者优先级较低的觉醒者来说 也很棘手 但是 对白晓文而言 就够不成障碍了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下集更加精彩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和粤文集团 联合出品的多人有声剧 进化之眼 改编自起点中文网 同名小说 作者亚瑟罗 由伯恩大魔王领衔 布达拉有声天团 及喜马拉雅十六位主播 亲情演绎 第四百九十九章 坟头蹦迪 有怒爪 扛住死则巨鳄的普通攻击 亡谷妖术师的 一发一发雷击到处砸落 在死则巨鳄的身上 留下了一道道青烟 法术伤害是不受护甲减免的 而白小文则是开启了连射模式 射速翻倍 一发发子弹倾泻过去 这时候 穿透效果也就显现出威力来了 每隔三发子弹 第四发子弹 必定无视护甲 死则巨鳄 只能硬吃全额伤害 死则巨鳄 粗短有力的四爪猛的移动 不满力齿的大嘴张开 向着怒爪咬了过去 白小文 瞬间得到提示 这是死则巨鳄的捕猎技能 劈啪一道雷击 从天而降 在骷髅法师变成亡谷妖术师之后 闪电投掷变成了雷击倒数 出手速度变快了 而且闪电能量 不再需要空中飞行的弹道 白小文用作打断技能的时候 变得更加得心应手 需要计算的提前量也变少了 如果是物理型的打断技能 比如骷髅刀盾手的盾机之类 死则巨鳄还能扛住 可是 法术却是无视他的护甲的 打断效果当即生效 死则巨鳄浑身麻痹 前冲的势头也是猛然一顿 怒爪的敏捷 本身就远远高于死则巨鳄 有了这个打断技能的牵制 他轻松地闪过了死则巨鳄的扑击 撕咬技能使出 在白小文精微的操控之下 怒爪的这一发攻击 落点正是死则巨鳄的受伤部位 呲啦一声 怒爪硬生生地从死则巨鳄的身上 撕下来一大块皮肉 这一击不仅造成了暴击 还附带了中度流血效果 死则巨鳄剧痛翻滚 几乎发狂 不过他再怎么挣扎 作为一个六级精英 也不是白小文的对手 残余的生命值很快就被清零 扑突一身倒地 在死则巨鳄的尸体上方 出现了一只白银宝箱 尽管出了宝箱 但白小文的重点不在宝箱上 鳄鱼肉可是美味啊 而且营养丰富 一身是宝 死则巨鳄尽管生活环境 和普通的鳄鱼有点区别 但是本质上还是野兽种 种族没有变 也是可以吃的 比起变异犬 变异野猪的肉 那要贵得多 白小文用匕首 裁开了鳄鱼的皮 查看了一下心脏附近 并没有找到饱肉 他把整条鳄鱼的尸体 胡轮丢进了储藏空间 反正白小文作为英雄职业 本身的储藏空间够大 他本身还绑定了小队的公共储藏空间呢 在鳄鱼爬出来的方向 白小文发现了星星点点的灵火 他心中一喜 小心地走了过去 拔开一处不知名的暗绿色植物 看到了一层闪烁着灵光的灰色小草 这就是幽冥草 制作死灵伪装 需要用到溺水之骨和幽冥草 当然 仅仅是这一层是不够的 白小文把幽冥草 小心地采摘出来 他感觉呼吸有点急促 在成为觉醒者之后 少见地出现了一丝疲惫的感觉 就像是连续使用草梯流鼓舞术 催发出火焰一样 白小文作为召唤职业 杀怪的体力消耗是比较小的 他知道鬼物区中 有阴气缭绕的负面环境效果 所以也很注意节省体力 都是在用沙漠之鹰 客串远程攻击 这样消耗的体力最少 但是 消耗少不等于没有消耗 在心理上的操控和计算 那也会消耗一定的体能 更重要的是 怒爪也受到了阴气缭绕的效果影响 吐着舌头就像是夏天的狗一样 有点喘 白小文看了一眼骷髅刀钝手 和亡谷妖术师 意外地发现 这几只亡灵种生物 身上并没有阴气缭绕的状态 他默查了一下 亡谷妖术师的精神力恢复速度 发现其恢复速度和寻常相比 不减反增 这里还真是亡灵种 妖魔种生物的主场啊 白小文感叹了一句 他把怒爪收了起来 召唤出吸血鬼基刺 和阴阳刺客 作为前排主力 老大 这里就是你说的死灵狐空间吗 作为有自主意识的基茨 一出来就怒刷存在感 颇为惬意地吸了口气 不愧是宝地 感觉很不赖呀 空气新鲜 白小文摇头说道 因为你是亡灵种生物 所以才会感觉舒适 这里对于生命体来说 很不友好的 偷偷说了 继续前进 几次你走在前面 有化身蝙蝠的技能在 几次的保命能力相当强 是最适合走在前面探路的人选 一路往鹰峰港的方向前进 沿途中 白小文又杀了几只溺死僵尸 采摘了两参幽冥草 感觉差不多了 白小文现在手中 有八根黑色的溺水之骨 还有三参幽冥草 他尝试着将这些特殊物品融合 一阵轻微的光芒闪烁之后 一件破破烂烂 好像缩一的物品 出现在白小文的面前 白小文的手指刚刚触碰上去 就得到了提示 残缺的死灵尾中 下机 将你尾装成一个亡灵中生物 由于死灵有限 这件物品有严重的破损 会严重影响伪装的效果 白小文尝试把这件破旧的缩衣 披在身上 有一种略微冰冷的感觉 不过在白雾涌动 流经缩溢的时候 白小文明显感觉到 那种不停地从自己身上 吸附热量的感觉 消失了几分 可然是有效的 因其缭绕的效果减弱了 不过负面影响还在 估计是死灵尾装 是残缺版的缘故 白小文披着残缺的死灵尾装 往前走 前方是一片洼地沼泽 一片片宽大好似荷叶的东西 漂浮在沼泽上 吸血鬼几次 踩上第一片荷叶 颤了颤 说道 这荷叶不错 福利很强 说话间 基策还跳了两下 别碰 白小文赶紧阻止 可是为时已晚 两道淡淡的灰色烟雾 从荷叶下方的沼泽中 钻了出来 随后 凝聚出两个没有五官 呈现出人形的影子 千里的指甲 对着基策抓挠了过来 基策吓得赶紧后退 哇 这是什么东西 这是亡灵种的魂族生物幽灵 他们平时潜伏在巨大连夜的下面凶眠 白小文解释了一句 其次刚刚蹦打的动作 就像是在幽灵的坟头上蹦逼一样 是个鬼就忍不了 否则 以它本身亡灵种生物的体质 是不会引起幽灵警觉的 白小文这种生命体才会 白小文对两只幽灵使用了洞察 幽灵和阴影刺客是一样的种族 本身也有降低50%物理伤害的 种族被动能力 当然 作为代价 受到的魔法伤害增加50%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下集更加精彩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和阅文集团 联合出品的多人有声剧 净化之眼 改编自七点中文网 同名小说 作者亚瑟罗 由伯恩大魔王领衔 布达拉有声天团 及喜马拉雅十六位主播 轻情演绎 第五百章 影怪一波流 这两只幽灵 一只是普通模板 一只是精英模板 两只怪物共有的第二个技能叫做撕裂 是用指甲抓挠敌人 造成物理伤害 并附加流血效果 精英幽灵除了上述两个技能之外 还多了一个主动技能 幽灵尖效 这是个群体控制 可以让附近受到惊吓的敌人四散奔逃 看到幽灵尖效技能 白小文心智必须速战速决 这里可是泥泞的沼泽 如果被这个群体控制技能弄得到处乱跑的话 陷入沼泽本身就很危险 更别提会招惹来更多休眠中的幽灵了 白小文掏出一瓶麦酒 咕嘟咕嘟灌了下去 一阵暖流涌动 驱散了寒意 他感觉流失未复的体能在迅速恢复中 他一声令下 几次和两只骷髅刀顿手都扑了上去 最快发动攻击的还是亡谷妖术师 枯瘦的骨爪一只一样天雷攻向 不仅造成了惊人的85点法术伤害 还成功地打断了精英幽灵的第一个攻击动作 白小文栖身而上 燃烧着火焰的一拳 重重地殴击在了精英幽灵的腹部 随后便是一套行云流水的连招 两只骷髅刀顿手跟进补上顿机 使精英幽灵继续保持失衡的状态 白小文两指一并划出一道火焰轨迹 暗抚格斗计甩出 一道火线贴地游动迅速包裹上了精英幽灵 将其灼烧的倒退开去 吃的一声 阴影刺客在精英幽灵的身后出现 一刀精准的命中后心 当然 精英幽灵承受的物理伤害要降低50% 所以这一刀刺杀的双倍伤害算是被抵消了 但是精英幽灵在亡国妖术师的雷击 白小文的火焰灼烧之下 一直在承受额外50%的法术伤害 本身生命值就所剩无几 这一刀下去 精英幽灵毙命 一只银色宝箱再次出现 精英幽灵挂掉之后 剩下的一只普通幽灵 自然也翻不起什么风浪 轻松地就被做掉了 两只幽灵死掉之后 并无尸体 而是化作黑雾消散一空 原地只留下那只银色的宝箱 白小文的手指触碰的宝箱 提示本次战斗的评分为地级 死灵虎宝地空间 比起断旗山大裂谷空间难度稍微高一点 里面大部分怪物包括首领都只有五级六级 只有极少数的怪物 由于偶然的因素达到了七级 以白小文现在五级英雄职业的实力 杀死的幽灵只是六级精英而已 给出地级评分实属正常 地级评分有三分之一的几率轮空 白小文对战利品也没有抱多大希望 随手点开宝箱 并且选择一张银制卡牌 可是随之而来的一道临界规则提示信息 却是让他微微眯着的眼睛猛然睁开 露出了惊喜之色 白小文赶紧查看物品 入眼是一团淡灰色的能量体 虽然颜色上稍有区别 但是形态和名称 却和家境未灭世界 杀死冤魂所得的不洁的精魄完全一致 另外阿布索伦的血精石 也传来了一股股发烫的感觉 显然这种精魄也是可以用来 喂食阿布索伦的血精石 补充其完整度的 阿布索伦的血精石 作为领主出品 肯定是非同反响 只不过因为白小文取巧 杀死阿布索伦的惩罚 所以血精石一直是残缺状态 直到家境未灭世界斩杀冤魂 白鬼后和黑江王之后 才得以弥补 白小文对于完整状态的血精石 到底有什么威力 感觉非常的期待 他连忙查看了一下 新得到的不洁的精魄的详细说明 不洁的精魄 这一团精魄中盘踞着身中的怨念 只有盐驼的鲜血才能洗刷 盐驼 白小文重复了一遍这个名字 在静海大学历届觉醒者学长提供的资料中 并没有提及盐驼这种生物 把盐驼这个名字拆分一下 盐有做噩梦迷惑的意思 而驼在华夏古代指的是猪婆龙 也就是鳄鱼 白小文分析了一下 自语道 盐驼 这两个字凑在一起很怪 难道是擅长精神攻击的鳄鱼 不管怎样 不洁的精魄需要用盐驼的血来洗刷 就代表着这些幽灵在生前 可能是被盐驼害死的 做这种洗刷冤魂精魄的任务 白小文已经有过经验了 不过为了修复阿布索伦的血精石 这种精魄自然是越多越好 白小文看着前方沼泽地的一片片巨大连夜 露出了一个猥琐的笑容 然后对几次挪挪嘴 其次去给这些休眠的幽灵打个招呼吧 记得从远到近 一路引到我这里来 吸血鬼几次哈哈大笑 一步步沿着巨大连夜前进 一直走了上百片连夜 来到沼泽洼地的对面 然后开始蹦荡 树上的朋友 水里的朋友 放下你们手里的花 跟我一起嗨 其次 学着网络上的一个段子 扭腰百胯 颇有节奏感的蹦两三下 然后回头看向白小文的方向 跳到第二片连夜上 再蹦两下 又跳到第三片连夜上 比坟头蹦迪更刺激的是 坟场蹦迪 在几次的身后 迅速汇聚出一大群幽灵 在短暂搜寻之后 迅速找到了几次这个 朝醒自己休眠的罪魁祸首 嘶喊着冲了过来 几次往回蹦打到中断的时候 第一批幽灵已经追到了他的屁股 几次不得不使用化身蝙蝠的技能 暂时让幽灵们失去攻击的目标 然后飞到下一片连夜上继续蹦跶 等到幽灵再次追上的时候 就连续使用化身蝙蝠的能力 几次回到白小文面前的时候 背后足有几百只幽灵 组成了一只密密麻麻的幽灵兵团 冲了过来 其中有三分之一都是精英幽灵 白小文早已蓄势待发 等到幽灵兵团扑过来的时候 他深吸了一口气 猛地拍出掌心的火焰 大蛇涕 一发宏大的火焰之潮 汹涌席卷而出 覆盖了面前十几米的空间 将密密麻麻的幽灵队伍 全部笼罩在内 持续三秒的灼烧冲击 再算上幽灵们会受到 额外50%法术伤害的 魔法易伤体制 这一发大蛇涕的伤害是惊人的 一大片密密麻麻的 减65 减71 减69 这些伤害数字 在幽灵们的头顶上浮现 每一个幽灵都需要承受 三秒的灼烧 头上跳动的伤害数字 都有三个之多 三秒的灼烧过后 几百号幽灵全灭 就算是精英幽灵 也都是体质不到20点的小脆皮 当然承受不住 这额外50%伤害的大蛇涕 地上只留下了几十只白银宝箱 一地的荧光 场面堪称壮观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下集更加精彩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和阅文集团 联合出品的多人有声剧 净化之眼 改编自起点中文网同名小说 作者亚舍罗 由伯恩大魔王领衔 布达拉有声天团 及喜马拉雅十六位主播 轻情演绎 第501章 影怪一波流 白小文的眼色骤然变得苍白 体能消耗了一大截 他喘了口气 盘膝坐定 命运及此和骷髅刀顿手 把宝箱给捡过来 白小文的草剔剑正处于吞噬融合状态 所以草剑自带的 需要耗费一万零能点充能的大蛇剔技能 暂时无法使用 白小文刚刚的大蛇剔 是通过裂岩血统的驾驭 耗费自身体能施展出来的 在这个阴气缭绕的环境下 白小文的体能得不到有效的恢复 顿时感觉到了沉重的疲惫感 即此就不一样了 他用了多次蝙蝠化身的能力 体能几乎落入谷底 可在这鬼物区中 他只是深呼吸了两口气 气息就恢复了正常 这就是亡灵种生物 在鬼物区中的好处 体能恢复速度不减反增 好在白小文有残缺的死灵伪装 稍稍抑制了阴气缭绕的影响 他喘了几口气 趁着离开了战斗状态 又喝了一小土麦酒 体能徐徐恢复 鬼物区的阴气缭绕效果 压制的是觉醒者的自然恢复能力 像是麦酒的恢复体力 米酒的恢复精神力 以及包子等食物的恢复生命值效果 是不会受到阴气缭绕的影响的 白小文的体能恢复了一小半 习惯性地盘点了一下收获 一侧击杀几百只幽灵 其中还包括近百只精英幽灵 白小文收获的灵能点相当丰厚 接近七万 黑灵魂石也在大块朵移 成长度蹭蹭地往上涨 飙升到了九百六十六 杠一千 灵魂精华也达到了八百五十一点 好爽 太爽了 白小文嘖嘖感叹 这段潜伏着的幽灵沼泽窝窝地 本来是一处很危险的区域 换作其他觉醒者 尤其是物理攻击型的觉醒者 是很难轻松秒杀精英幽灵的 而陷入缠斗状态之后 精英幽灵只需要一发幽灵尖笑技能 就可以让觉醒者 在危险的沼泽地中四处乱窜 引出更多的幽灵出现 然后就是此起彼伏的幽灵尖笑 可谓是九死一生 最终只有被迫离开死灵虎宝地空间 这一条路 不过白小文却有几次 这个生存能力很强的引怪小能手 把一大票幽灵引到面前 他更有大舌替这个强悍的 群体杀伤性技能 更完美的是 会造成法术伤害 克制幽灵 这才捞足了好处 可惜的是 这附近的幽灵 已经被几次全部引过来了 沼泽地已经成了安全区 没有这种好事了 白小文逐一开启白银宝箱 除了几个轮空的宝箱之外 其他的宝箱都给他贡献了一份 不洁的金破 白小文手上的金破 已经达到了二十三分 稍微休息了一下 白小文继续往阴峰港的方向前进 他虽然体能消耗很大 但是在卖酒的滋润下 还能维持行动 而且只要不是出现大群幽灵 这种特殊情况 白小文就不需要耗费太多的体能 指挥黑灵魂石中的亡灵生物 围攻就可以了 而几次 亡谷妖术师等亡灵生物 虽然也会消耗体力和精神力 但是恢复速度很快 尤其是亡谷妖术师 摆脱了精神力的限制之后 简直就是一座炮台 雷击倒数对于死灵魂宝地中间的大部分怪物 都是有破鞋伤害加成的 在杀死了一些溺死僵尸之后 白小文又收集了一些溺水之骨和幽冥草 他尝试将这两种材料 融入残缺的死灵伪装中 最后终于得到了一份完整的死灵伪装 下级 完整的死灵武装仍然是缩衣的造型 不过和之前那种左边一个孔 右边一个洞的残破状态不同呢 已经能够完整覆盖住白小文的后颈 后背 鬼雾区的雾矮 游离在缩衣之外 那种冰寒彻骨 似乎在不断吸收热量的感觉 终于消散了 白小文喘了口气 感觉就像是卸掉了一身的镣铐 这件死灵伪装只是下级 那应该还有中级上级 乃至更高的死灵伪装吧 不知道会有什么样的效果 白小文感到 在学校提供的资料册中 只涉及了一些基础的东西 比如死灵伪装的制造 死灵湖的基本地形图等等 至于一些真正高端 精深的情报 却仍然存在着缺失 就比如雁陀 还有中级以上的死灵伪装效果 都是情报资料中 没有出名的内容 走了几公里之后 白小文终于来到了 幽名列口中 潜在收益最丰厚 也是最危险性的地段 阴峰岗 根据资料说明 阴峰岗实际上是一座乱藏岗 埋葬着数不清的死灵遗骨 阴峰岗每过一段时间 都会有阴兵过境 出现各种各样的亡灵种怪物 巡视他们的领地 但是阴峰岗有好几种特产 都让人难以舍弃 比如幽名草 阴峰花等等 都是高级的制药材料 另外 阴峰岗的亡灵种阴兵 还会掉落死灵精魄 在高级觉醒者的市场中 也是很受欢迎的 死灵精魄需要杀怪才能得到 但是幽名草和阴峰花 却是运气好就能摘取 白小文刚刚来到阴峰岗 就听到了一阵激烈的打斗声 他快走几步 绕过一座白果堆 就看到几名觉醒者 在对战十几只阴兵 阴兵是阴峰岗亡灵种怪物的统称 有溺死僵尸 也有幽灵水鬼 还有一种之前没有看到过的生物 僵尸犬 僵尸犬的体型和其他变异犬类差不多大 不过外形却是渗人的紧 就像是一只被活剥了皮的狗 牙床全部外翻 身上还散发着一股腐臭的气味 白小文为了稳妥起见 先对其中一只僵尸犬丢出了洞茶 僵尸犬 五级 种族 亡灵种 狮妖族 属性 力量 二十一 敏捷 十八 体质 十七 精神 五 技能一 腐败之血 僵尸犬的攻击有机率造成流血效果 并附加腐败毒素 造成持续性的毒素伤害 技能二 撕咬 掠 掠 其中的二技能撕咬和怒爪的撕咬技能类似都是会产生流血效果 这是一只普通的僵尸犬 两个技能都是进攻型 威胁程度比较弱 白小文又找了一只精英级的丧尸犬看了一下 除了属性的全面加强之外 撕咬技能变成了凶残撕咬 多了一个致残判定 精英丧尸犬多出来的第三个技能比较有意思 叫做肿胀自爆 在死亡之后会发动 需要一点五秒的准备时间 随后对周围十米内的所有目标造成150点魔法伤害 150点魔法伤害看似不够 但是对那些体质不超过二十的脆皮觉醒者来说 还是很恐怖的 炸一下就是半血 要知道这是在混战之中 还有其他怪物的攻击也会扣减生命值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和粤文集团 联合出品的多人有声剧 净化之眼 改编自起点中文网同名小说 作者亚瑟罗 由伯恩大魔王领贤 布达拉有声天团 及喜马拉雅十六位主播 亲情演绎 第502章 BOSS组团 至于利用精英僵尸犬炸其他怪物 这种操作固然对于战斗有利 但是精英僵尸犬炸掉的怪物生命值 是不会进入觉醒者本身的击杀贡献的 会造成战利品的缩水 有经验的觉醒者都不愿意这么干 几个觉醒者显然也比较有对付精英僵尸犬的经验 在把他打到残血之后 由一名敏捷型的远程觉醒者将其掩开 然后远程点杀 僵尸犬的智能不高 在远离人群的地方死亡 爆炸并没有造成任何影响 等于是白费了一个技能 白小文并不认识这些人 再说他们已经足够应付怪物了 就没有出手的想法 而是在阴风港上溜溜答答 开始寻觅幽冥草和阴风花 不过这不代表其他人不认识白小文 当即有觉醒者认出了他 私下里交头接耳了一番 其中一名觉醒者抬手 跟白小文打了个招呼 你好 请问是静海大学的白小文同学吗 白小文略微点头 嗯 是的 那名打招呼的觉醒者 皮肤微黑 还有些消瘦 却扛着一面盾牌 显然是冲锋在前的坦克型觉醒者 他听到白小文的确认之后 兴奋地说道 我叫蒋博 是交东大学的 白同学要不要加入我们的队伍 大家一起打怪 白小文还没有回答 旁边另一个觉醒者学员 也就是刚刚引走精英僵尸犬 并点杀的那名射手 扯了扯蒋博的衣服 随后高声说道 呃 对不起啊 白同学 我们这边人差不多够了 蒋博有点想说话 却被第三个觉醒者又拉了一下 只能闭嘴不言 白小文看得有点想笑 不过对方既然明确表示拒绝 他也没有必要去热脸贴个冷屁股 摆了摆手 说道 吃到了 说话间 白小文发现了一串幽冥草 他连忙走过去采摘了下来 看到白小文走远 正在打怪的几名觉醒者之间 响起了一阵滴滴的争论声 蒋博说道 为什么不让白小文进队啊 他的实力那么强 有这么一个队友在 我们的压力会小很多吧 刚刚引走精英僵尸犬的 远程敏捷射手 名叫柯一飞 冷着脸射击 淡淡地说道 是啊 他的实力很强的 比我们中任何一个人都厉害 只要他一进队 眼前这部怪物的击杀贡献 大半都要被他抢走 我们还能剩下什么 另外一个叫腾凡的觉醒者 挥舞着双手大剑 闷声说道 柯一飞同学说的没错 以我们三个的实力 已经足够对付这些怪物了 没必要再拉一个人进来分好处 蒋博这才明白了两人的想法 不过他还是摇头道 你们说的不对 白小文加入的话 我们队伍的实力会增强很多 可以尝试击杀首领怪 就算大部分的贡献被白小文拿走 我们拿剩下的 也比在这里杀精英普通怪物 收益要高吧 柯一飞吃笑了一声 你这么想把这高手 那就去呗 谁也没拦着你 滕凡说道 是啊 反正我们两个和你是平水相逢 只是临时需要一个坦克 才跟你组在一起了 你要走就走吧 白小文现在的精神高达47点 尽管相隔了一段距离 但是对于三人的对话 还是听得清清楚楚 他有点想笑 这三人原来不是一个大学的 友谊的小船说翻就翻 白小文心里对柯一飞和腾凡 这两人的人品评价降低了一档 刚刚怪物人数众多 蒋博作为坦克承担了相当大的压力 现在包括精英僵尸在内 怪物已经死掉了一半 剩下的几只残血怪物 力量型战士腾凡也能招架得住 两人这时要撵走蒋博 多少有点谢莫杀驴的感觉 不过蒋博的脸色虽然不好看 但是也没有当场走人 他闷声说道 这场战斗我也是有贡献的 你们现在赶我走 我偏不能入你们的意 等杀完怪 分完灵灯碟和宝箱 我自然会走 这下子轮到 腾凡和柯一飞的脸色不好看了 战斗继续 忽然从另外一处裂口 又走过来一个背着盾牌 身材健壮的觉醒者 他看了一眼场中的战况 突然有点惊喜地说道 腾凡 柯一飞 还真是巧啊 此时战斗已经进入了尾声 柯一飞有时间回头看了一眼 很快露出了惊喜的神色 说道 山姬哥 屁 老子大名叫做姬静元 再叫我山姬 跟你们急 背着盾牌的健壮觉醒者 哈哈一笑 真是巧啊 咱们卢州大学 居然有三个人被分到了 幽名列口附近 提前会合了 柯一飞 侧脸撇了一眼蒋博 故意高声说道 老贺 你来的有点晚啊 要是能够早点来 我和老藤 也不至于跟着外校的人组队 鸡静元 皱了皱眉 外校人 也是MT 柯一飞说道 愣着干什么呀 砍姐 打把手啊 击杀贡献 有你一份 好嘞 鸡静元 冲刺过去 故意拦截在蒋博的前面 挡下了一只逆死僵尸 对蒋博的攻击 表面上 鸡静元 在帮蒋博承受伤害 实际上 现在怪物的数量和实力 根本就不足以击杀 任何一个觉醒者了 鸡静元这么做 是变相的争夺击杀贡献 要知道 坦克型觉醒者 帮队友承担了多少伤害 控制了怪物多久 也会由灵界规则 换算成击杀贡献的 蒋博左右变相 要去和怪物战斗 可是被鸡静元 大盾给挡下来了 你做什么 蒋博怒道 帮助队友吸收伤害呀 这不是MT的本质工作吗 鸡静元大咧咧的一笑 这位同学 作为坦克 你的意识还不到家呀 跟我学着点吧 蒋博控制着自己的情绪 没有一锤子砸过去 主动PK的话 一对三 不仅打不赢对手 还会给对方正当防卫的反击机会 稍微有点智商的人 都不会这么干 蒋博索性停手 站在一边不打了 反正他已经参战了这么久 吸收了好几公斤的伤害 击杀贡献是抹不掉的 到时候分了宝箱走人就是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下集更加精彩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和粤文集团 联合出品的多人有声剧 进化之眼 改编自起点中文网 同名小说 作者亚瑟罗 由伯恩大魔王领衔 布达拉有声天团 及喜马拉雅十六位主播 倾情演绎 第五百零三章 BOSS组团 下 三个卢州大学的 觉醒者学员 见蒋博认怂 都露出了得意的笑容 他们三个 反而不急于杀死BOSS了 放慢输出的节奏 让激进员 在前面扛得更久一些 很显然 扛得时间越久 激进员的击杀贡献比重 就会越大 相应的 也会降低蒋博的贡献值 这个蒋博看着很暗眼呢 要不直接赶出去算了 激进员小声说道 柯亦菲说道 我也想这么干 只不过 里边 还有一个外人在 是个厉害的家伙 谁知道 他会不会以此为借口 哼插一手过来 抢我们的宝箱 他是 激进员 顺着柯一飞的手指 看过去 看到了正在挖掘 一株阴风花的白小文 一时间没有认出来 只是觉得有点眼熟 静海大学的王牌 白小文 激进员 吸了口凉气 说道 算了算了 不要给他找茬的机会 他们的交谈 刻意压低了声音 自以为小心谨慎 实际上 绝大部分都被白小文听见了 白小文摇摇头 露出了一丝无奈的笑容 看到这些觉醒者 为了一点点精英怪物 的击杀贡献 都要这样花费心机 不期降低自己的杀怪效率 也要多占一点 白小文真的有一种 难以理解的感觉 至于他们议论的 白小文会不会找借口 横插一手 抢夺他们的战利品 白小文想起了 刚刚新增的七万多灵能点 以及刚刚开过的 二十三个白银宝箱 不知腐蜀成滋味 才以原厨 尽未修啊 白小文想到了 李商隐的一句诗 恰恰符合他现在的心境 当然了 白小文不是 商春悲秋的诗人 也不是漠视利益的 高雅人士 真遇到了动心的宝物 他也会出手抢夺的 只是眼下 跟这几个废柴决行者 争夺几只普通怪 和各把精英怪的战利品 所得收益太少 为此损失名声 不值得 激进员 刻意非党人的猜疑心思 就像是一个 中了五百块彩票的流浪汉 用警惕的眼神 看着路过的马云爸爸 担心对方会过来 抢走彩票一样 其实芦州大学的这几位 清理了怪物 也有好处 我可以安心采集 幽冥草和阴风花 可惜的是 不知道眼驼究竟在哪里 白小文这个念头刚刚闪过 忽然 阴风港地面 一阵轰隆隆的震动 不会这么淋巴 白小文有点纳闷 他的嘴又没有开过光 刻意非等人 却是面色一变 大声叫道 坏点 把这些怪物干掉 又有怪物 要出来了 说话间 阴风港的地面 裂开了一道道缝隙 就像是一双无形的大手 在撕扯大地 一只只枯瘦的手臂 从缝隙之中伸出 扒拉在地面上 慢吞吞地爬了出来 是一具具粗壮的骨架 两只空洞的眼洞中 燃烧着蓝色的灵火 还有一个个身躯臃腫溃烂 行动略显迟缓的僵尸 皮肤像是浸透了水 呈现出一种恶心的死白色 黑色的雾气沿着裂缝漂浮上来 化作一个个黑色的影子 骷髅勇士 逆死僵尸 幽灵 树林属里居然这么多 柯一飞惊恐地说道 不止 还有领头的 两米五的骷髅 应该是精英个体吧 激进员的声音 微微有些发颤 他都不相信自己说的话 精英骷髅勇士在他后面 比他矮了至少两个头 腾帆叫道 这分明是首领 白小文看得更清楚 新出现的亡灵种怪物 足有上百只 其中有十几只精英怪 而首领也不止一个 而是足足有三只 阿里可血 首领六级 种族 亡灵种 古族 职业 亡古勇士统领 属性 力量 五十二 敏捷 二十 体质 三十 精神 十九 技能一 白骨之盾 被动效果 每受一次物理伤害 都将触发一层白骨效果 该效果可以累积 主动激活可释放当前所有白骨层数 形成一层吸收物理伤害的护盾 技能二 距离挥舞 阿里可血 挥舞巨剑 对目标造成重度物理伤害 并附加击退效果 技能三 晕选重击 阿里可血 以重拳OT目标的头部 对目标造成重度物理伤害 并附加晕选效果 技能四 问好 在亡古勇士统领阿里可血的侧方 幽灵怪物群中 有一个面目苍白 头发披散的女妖 她悬浮在一尺高的空中 一双红色的眼眸 发出了幽幽的光芒 西瓦莱斯夫人 首领六级 种族亡灵种 魂族 职业 女妖统领 属性 力量二十九 敏捷二十五 体质三十二 精神 五十 技能一 虚无之躯 种族被动能力 略 技能二 心灵坚肖 发出射人心魄的意象 令附近所有敌人 漫无目的地逃跑 持续三秒 并附加惊魂与音响 下策心灵坚肖的控制 持续时间 延长百分之五十 技能三 死亡波纹 希望莱斯夫人 向前方追行范围内 施放死亡波纹 对范围内所有目标 造成终于发出伤害 技能四 问号 女妖 帽斯 希伯莱斯夫人 虽然漂浮在离地一尺的空中 其头部高度 也就和高大的亡谷勇士帽斯 阿里科学差不多高 然而 这两位帽斯 还不是最高的 在他们的旁边 溺死僵尸怪物群柱 赫然有一只身高三米的 巨大畸形怪物 孤独巨师 首领六级 种族 亡灵种 狮妖族 职业 逆死僵尸同领 属性 力量四十八 民节 十三 体质 五十 精神 十五 技能一 浮肿 被动 孤独巨师的生命值 额外增加百分之百 护甲与魔抗 默认为零 技能二 独性原物 被动 误独巨师在战斗中 自动释放毒物 令近战范围内所有敌人 受到持续性的毒素伤害 技能三 不祥气息 被动 误独巨师在战斗中 自动释放不祥的气息 令近战范围内所有敌人 叠加不祥气息的层数 最高叠加十五层 每层不祥气息 将使目标的全属性 降低一点 技能四 碾压 被动 污毒巨师的所有攻击 附加碾压效果 对体型小于自己的目标 造成额外的碾压伤害 目标体型越小 碾压伤害越高 本集多奖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下集更加精彩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和粤文集团 联合出品的多人有声剧 进化之眼 改编自起点中文网 同名小说 作者亚瑟罗 由伯恩大魔王领衔 布达拉有声天团 及喜马拉雅十六位主播 亲情演绎 第504章 联合的资格 污毒巨师 长得就像是一棵歪脖子树 面目模糊 左臂畸形而巨大 右臂却变异成了 章鱼触手般的模样 浑身散发出腐臭的气息 污毒巨师没有一个主动攻击的技能 全都是被动生效 但是不可否认的是 这四个被动技能搭配起来 很是棘手 第一个技能固然有负面效果 但是正面效果 未免也太爆炸了一点 居然是生命值翻倍 污毒巨师本身的50点体质就带给了他500点生命值 三倍之后 生命值高达1000点 简直是有点恐怖 比高级首领的血还要厚 这么厚实的生命值是很难速推的 而且毒性原物 不祥气息 这两个无耻的被动技能 绝对是近战的杀手 最后一个被动技能碾压 恰恰补足了污毒巨师的杀伤力 这头巨师的实力可想而知 而另外两个boss也都不是擅长 比污毒巨师只强不弱 看看其他觉醒者发白的脸色就知道 一次出现三个首领 外加一群精英 普通个体的怪物群 带来的视觉冲击力了 三大boss并没有给觉醒者们什么准备时间 率领一群亡灵生物直接扑过来 值得一提的是 可以非等三名卢州大学的学生 受到了三个首领的重点照顾 大部分的精英怪都冲向了三人 还有一部分冲向了青岛大学的蒋无 白小文却被怪物们暂时性的无视了 说完全无视也不恰当 有一些距离白小文比较近的怪物 本能地冲了过来攻击白小文 但是这些怪物 都是那些普通模板的溺死僵尸 幽灵和骷髅 白小文应付起来轻松自如 白小文的心思微转 很快就想到了一点可能性 那就是阴风港的怪物比较记仇 他没有出手攻击阴风港的怪物 所以新出现的亡灵怪物群 没有将他作为第一目标 仇恨值相对较低 刚刚和阴风港怪物战斗 后期停手的蒋博仇恨值要高一些 至于一直在摩阳宫 试图多赚一点击杀贡献的 卢江大学三人组 则是成了怪物们的首选目标 亡古勇士统领冲锋在前 一柄巨剑踢出 激进员连扛都不敢扛 收起盾牌就往后跑 他虽然是精英职业五级的觉醒者 但是面对的是六级的boss 面对同级或者更高等级的boss 只有英雄职业才有能力与之对抗 还得是相当强横的英雄职业 才能办得到 眼看着MT落荒而逃 腾帆和刻意飞 更是没有了战斗的勇气 纷纷逃窜 连地上爆出的精英怪银色宝箱 以及两只普通怪的宝箱 都来不及开了 前文说到过 觉醒者来不及开宝箱的时候 可以选择将宝箱收入储藏空间 等到有空下了再开也可以 但是这样做有一个前提 那就是拥有击杀贡献的 全体觉醒者一致同意 宝箱才能被其中一个觉醒者 收入储藏空间 但凡有一个觉醒者不同意 就做不到 刚刚柯一飞 有试图触摸收起宝箱的动作 不过 他的脸色迅速转黑 显然是蒋博拒绝了 他收起宝箱的请求 导致他无法收起宝箱 只能放弃 那我对抗首领的只有英雄职业了 对了 旁边不是有一个英雄职业吗 激进员想到了这一点 连忙大叫道 白小兵同学 不如我们联手 杀了这几只首领怎么样 你放心 最后按照击杀贡献的分配 你拿大套 哎呦 亡古勇士统领阿里科斜 大踏步追击激进员 巨箭踢落 激进员虽然及时驾盾抵御 但却是被这一箭重击 劈得连连后退 就连盾牌上都有了一道浅浅的凹痕 看得激进员大为肉痛 在激进员邀请白小文的同时 腾帆和柯一飞脸上都有点火辣辣的 他们还记得之前拒绝蒋博 邀请白小文入队的事 这打脸来得太快了 让两个没有踏足社会的觉醒者大学生 都有点不好意思 白小文笑了笑 摇摇头 柯一飞见了白小文拒绝 心中一急 连滚带爬的闪过两只骷髅勇士的攻击 大声说道 白队长 之前是我们部队 可是现在形势是贵物太强 我们要是不联合起来的话 只能逐个被击破 当我们被撵出死灵虎宝地空线 你也一样逃不了 吸血鬼击此挡在白小文前里 一爪一爪 把面前的一只普通模板骷髅兵 拆成了碎骨 嘎嘎笑道 错错错 你们没资格联合跟老大 基茨来到地球之后 就在苦学汉语 他平时和白小文的交谈 不仅通过语言 还通过精神交流 倒是没什么障碍 显得很流利 他还经常上网 看一些顺口溜合段子 背诵的也有模有样 只不过汉语的语法和英文拉丁文的有区别 所以基茨在和白小文之外的其他人说话时 还是免不了有点语句结构的诡异 白小文在灵界 杀的都是高级首领 眼前的三个六级首领 没有增加额外生命值 减免控制的关键技能 对他而言 还算不上太难的挑战 至于柯一飞等人的战斗力 只能说是锦上添花而已 没有多少联合的必要 其实 白小文本人并不排斥联合 让柯一飞等人帮忙扛住精英怪和小喽喽 他来对付三只boss会更加省力一些 但是 柯一飞三人的人品堪忧 白小文并不想跟这种短视的觉醒者合作 蒋伯承受着两只精英怪的压力 只守不攻 还能坚持一段时间 这多亏了他是坦克型觉醒者 而卢江大学三人组那就惨了 在boss的重点照顾之下 他们逃顿躲避的空间越来越小 你叫蒋伯对吧 过来不要反抗 白小文说道 蒋伯听到了白小文的声音 有点激动 但是苦于被精英怪围堵 根本无法冲到白小文的面前 他正在琢磨着白小文不要反抗是什么意思 忽然就听到呼啦啦的一声响 一只胖吞吞的缝合怪 制出了手中的铁链 在蒋伯的身上绕了好几圈 一股拉扯的力道涌至 蒋伯醒悟过来 赶紧顺应这股拉力 放弃抗争 顿时身形一轻 腾云驾雾般飞到了白小文面前 身后两只精英怪的攻击落在了空处 好了 就在我旁边休息一会儿 不要乱动 白小文说道 蒋伯身上的死灵伪装也是残缺版的 体力恢复速度很慢 此时已经是气喘吁吁 喘了两口气 蒋伯说道 白 白老大 你看 要不要跟他们联合 虽然说这几人蛮讨厌的 但是要是不联手的话 我们最后势单力薄 很可能会被赶出这片空间的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和粤文集团 联合出品的多人有声剧 净化之眼 改编自起点中文网同名小说 作者亚瑟罗 由伯恩大魔王领衔 布达拉有声天团 及喜马拉雅十六位主播 亲情演绎 第505章 阴风港的大战 女妖boss 喜马拉雅夫人 一直没有参与攻击 但在阴风港的几个出入通道 却是出现了十几只幽灵 显然是不打算给阴风港的五个觉醒者 逃走的机会 要来个一锅端 所以跑尸跑不了的 要么杀掉这些怪物 要么离开死灵狐 白小文对蒋博 倒是有点刮目相看的意思 在困难面前 能够抛开之前的置物 仅从这一点 蒋博就比很多大学生觉醒者 要成熟 嗯 不用联合了 白小文摇头 没有过多解释 指挥召唤生物 以防守为主 卢江大学的三人组 被逼到了死角 最后只能无奈地选择 放弃这次探索机会 离开死灵狐宝地空间 他们临走之前 看向白小文的眼神 颇为复杂 但是终究没敢表达不满 看到三个人消失 白小文晃了晃头 好了 碍事的人都被撵出去了 开工吧 在蒋博瞳目结舌之中 白小文轻飘飘踏前一步 一抬手便是一大群亡灵种 召唤生物出现在场中 白小文如今已经是五级英雄职业 精神属性高达47点 在通灵导师职业加成 以及精神力的加成之下 他的召唤生物的外形 相比进入家境未面世界之前 也有了不小的变化 四肢骷髅刀盾手 手持血量的弯刀和厚实的铁盾 骨架上照上了一层 镶嵌着铁片的皮甲 阴影刺客的身形 几乎和常人无异 身上的重要部位包裹着皮甲 两把短剑也是寒光闪烁 怒爪的身躯虽然没有变得更大 但是身躯呈现出了相当完美的流线型 四腿有着明显的肌肉轮廓 显得更加的粗壮而有爆发力 缝和怪肥仔原本虚胖的体型 也变化不小 同样有了肌肉线条 除了肥状的肚男没有改变之外 从背后看 就像是一个横向发育的壮汉 和白小文在游戏中见到的屠夫 颇为相似 铁链 菜刀上面的铁锈 也不见了 吸血鬼集赐的身材 变得更壮实了 他喜欢把双排扣礼服展开 露出结实的胸肌和粗犷的胸毛 那种杀猪的气质 和正常的吸血鬼贵族礼仪 完全不大 亡古妖术师是在家境未免世界变异的 本身的形象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 仍然是罩在一身黑袍中 显得颇为神秘 要说和以前的区别 那就是黑色袍服变得整齐了不少 不像以前那么破破烂烂 像是讨饭的一样 尽管蒋博对白小文的召唤生物数量 有了心理准备 但是还是被这堪称壮观的军容 吓了一跳 但是初始的震惊过后 蒋博迅速地想到了敌人的数量 白小文老大 虽然你这边人很多 但对面更多啊 拼人数的话 完全拼不过的 阴风港的怪物群数量很多 接近一百只 其中还包括了十几只不同种族的精英怪 以及三只首领级boss 白小文微微一笑 并没有过多解释 单纯论人数 他这边当然是绝对劣势 比我比例十比一 但是 觉醒者的战斗从来都不是单纯比拼人数的 眼前的怪物 绝大部分都是进展生物 并不是一只层次分明 远近搭配的军队 他们的人数虽然多 但是同一时间内 和白小文这边接战的 充其量也就十几二十个 其他怪物都被自己人隔断 挤不过来 另外 白小文也看得出 这几只首领怪的行动都有些呆滞 看上去并没有什么战斗智慧 尤其是巫毒巨尸 基本上可以确认是灵智商了 只有女妖统领 希望莱斯夫人操控幽灵堵住阴风港的去路 表现出了一定的智能 只要找准机会杀掉对方的首领 剩下的精英怪 普通怪 在白小文的眼里 就只能算是移动的灵能点和宝箱了 白小文召唤出全部生物之后 首先选择了后撤 贴在阴风港的石壁之前 骷髅刀盾手 肥仔等肉盾生物堵在前面 怒爪 几次等生物在后面输出 一波亡灵怪物迅速撞了过来 就像是海浪撞上了礁石 骷髅刀盾手和肥仔窥然不动 几次 在白小文的指挥下 化身蝙蝠 在怪群之中穿梭 迅速地吸引了一大批怪物 他向着侧翼狂飞 就连亡谷勇士统领阿列科学 以及巫毒巨师 都被他惊动了 踏踏地沉重脚步声中 两只BOSS前去追赶几次 得益于几次的隐怪 前面的怪群出现了不小的空隙 风声闪过 怒爪四爪生风急冲而出 完全不管其他怪物 竟直奔向了远处的女妖统领 西瓦莱斯夫人 怒爪 如今的敏捷高达34点 全速冲刺 快得就像是一阵风 动作稍微迟缓一些的亡灵种怪物 根本就摸不到他一根毛 也就是魂族怪物 幽灵的速度快一些 能够在怒爪冲刺的时候 给他造成一定的伤害 但是 怒爪和白小文建立了生命共享链接 他损失的生命值 完全可以在可承受的范围之内 这些怪物并没有统一的指挥 在怒爪狂奔出去之后 又有一票怪物浩浩荡荡地跟随 白小文瞟了一眼蒋婆 看到他仍然处于呆滞状态 微微摇头 开启了沙皮靴的加似冲刺特效 速度暴增 跟在怒爪和一群怪物的屁股后面 同样冲向了希望来死夫人 在距离希望来死夫人 十米左右的距离 白小文腿部光芒一闪 白雕的沁袭 主动技能略想开启 跳跃能力提升三倍 白小文像是一只鹰损一般 在一群怪物中高高跃起 足足跳起了十几米的高度 借着前冲的惯性 白小文的身形在空中 划出了一道长长的抛物线 一直冲到了希望来死夫人的面前 一脚踹出 白小文在跳过来的同时 希望来死夫人也迅速地做出了反应 猛然张口 发出了一声射人心魄的厉笑 然而 她刚刚张开口 隔空一道文定 就怒劈而下 呲啦一声 希望来死夫人痛苦地发出了叫喊 但却没有任何声音 她的体表 电弧游走 不仅陷入了短暂的僵直状态 还要承受雷击倒数额外的破鞋伤害 更不要忘记 她有着虚无之躯的种族被动能力 属于法术一伤体制 这一发雷电 连同破鞋伤害在内 一共造成了64点法术伤害 白小文眼睛微微眯起 她迅速地计算出 希望来死夫人的魔法抗性应该相当高 要不然的话 额外增幅50%伤害的雷击 又有破鞋特效 伤害值绝对不会低于100点 不过 打断了希望来死夫人的心灵尖效 这个重要的控场技能 白小文的目标已经达到 她借着前冲的势头 一脚狠狠地踢在了 希望来死夫人的胸口处 将其踢得身形虚幅 然后空中扭腰 第二脚上头 将希望来死夫人 踢得扶空而起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下集更加精彩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和粤文集团 联合出品的多人有声剧 净化之眼 改编自起点中文网 同名小说 作者亚瑟罗 由伯恩大魔王领衔 布达拉有声天团 及喜马拉雅十六位主播 倾情演绎 第506章 阴峰港的大战 下 略想技能的提及伤害分费效果 很强悍 这两脚的理论伤害 也接近100点 当然 希望来死夫人得益于虚无肢体的种族被动 承受的物理伤害 降低50% 最终只受到了46点物理伤害 对抗物理伤害有种族被动 对抗魔法伤害有高额的魔抗 这就是作为女妖首领的 希望来死夫人的强悍防御力 两个理论伤害之和超过250点的技能 总共造成了110点伤害而已 但是不要忘记 希望来死夫人的体质是32 她的生命值仅有320点 白小文和亡谷妖术师的第一波联动 就打掉了她三分之一的生命值 初级中级首领 比起高级首领同样的体质 要少好几百血量 这就为斩首计划提供了可行性 借着希望来死夫人 被打入浮空状态的时候 白小文轻轻瞧瞧地落地 随后就是一起燃烧着火焰的重拳挥出 准确地映中了希望来死夫人 正在下落的身体腹部 这一拳的物理伤害寥寥 但是附带的烈焰 却是将希望来死夫人完全裹住 再度让其陷入僵殖 紧接着白小文抬头 草剔由古武术简洁的三连击 将希望来死夫人重重地扣鸡在地上 火焰蒸腾 再度损失了一百多点生命 体一个 白小文心中默念 此时 希望来死夫人的生命值 仅剩下不足一百点了 后面还有怒爪的压制大舟 但是意外情况出现了 希望来死夫人刚刚缓过一口气 立刻身形一闪 消失在了原地 再次出现的时候 已经是七八米开外 她一双红色的眼眸中充满了怨度 尖叫一声 双手向着白小文的方向 平推出去 女妖统领 希望来死夫人的技能 闪烁发动 女妖统领 希望来死夫人的技能 死亡波纹发动 连续两个提示传来 白小文吸了口气 脸色并没有变化 她的进步 一串项链 闪烁圣光 化作一道光芒护盾 将她完全笼罩 裁决者的决议 附加的庇护技能 可以形成护盾 吸收体质乘以三的伤害 白小文的体质高达27点 形成的护盾 有高达81点的吸收量 白小文之所以动用 这个不经常使用的 珍贵保命技能 主要是因为怒爪和她 都在死亡波纹的攻击范围之内 而且有着生命共享连接 怒爪的生命值 在引怪的过程中 已经滑落到了80%左右 为了后面的战斗 不能掉血太多 死亡波纹平推而过 对白小文和怒爪 各自造成了105 144点伤害 之所以承受伤害数值不同 是因为白小文的魔抗 比怒爪要高一些 经过护盾的吸收 最后剩余168点伤害 由怒爪和白小文 按照生命值比例分摊 白小文和怒爪的生命值 都骤减三成 已经半血 可见 喜瓦莱斯夫人 作为一个六级的首领 还是很可怕的 若是被她控制住 打出两个以上的伤害技能 白小文也吃不消 但是现在 喜瓦莱斯夫人 已经没有了任何反抗之力 她唯有发出奸笑 命令附近的两只幽灵挡在她面前 怒爪身上泛起血光 怒吼一声 撞了她去 将那两只幽灵撞的倒飞而出 此时的怒爪 有着超过50%的额外暴击率 算上本身高敏捷带来的高暴击 暴击率简直恐怖 她的手爪痴痴连灰 希望莱斯夫人提表血光不断蹦践 一个又一个暴击数字跳了出来 亡灵勇士统领 巫毒巨尸都被女妖统领的奸笑 给吸引了注意力 舍弃了几次 大步卖了过来 白小文迅速开启了威慑技能 将一群怪物定在了原地 大部分亡灵种生物的精神属性 都没有超过14点这个坎 威慑带来的不再是恐惧效果 而是更加可怕的昏迷效果 希望莱斯夫人虽然没有被控制 但是已经不需要了 远处 亡古妖宿时的第二发雷机倒数披露 直接带走了她所剩不多的残余生命值 一生哀鸣 西瓦莱斯夫人的身躯化光消散 只留下了一只黄金宝箱 果然六级Boss和七级Boss 尽管只差了一级 但杀起来却轻松了很多 白小文脑子里闪过了这个想法 一抄手把西瓦莱斯夫人的黄金宝箱收起 没有了这个大范围控场的女妖统领 白小文就好打多了 几次冲过去 在乌毒巨师的身上狂挠两下 撒腿就跑 她成功地吸引了乌毒巨师的注意力 将其带到了场地边缘 因为乌毒巨师有着一千点生命值 又有两个克制进展的技能 白小文打算把她放在最后处理 就先辛苦几次一下 让她开启六狗模式 忍受乌毒巨师 毒性原物和不祥气息 两大被动的蹂躏 几次的敏捷够高 攻击还带有吸血效果 干这个工作最合适 当然这种隐怪手段 只能对智商不高的怪物有效 换作是灵界的有灵质的Boss 肯定不会被几次这么一撩 就乖乖跟着走 白小文直面亡谷勇士统领 阿里科学 他抬起左手 一本封面画着滑稽人眼的魔法书 出现在掌心 书页哗哗翻断 一语摸点技能 一语发动 开始摇骰 三个虚幻的骰子翻滚落地 五点 二点 三点 一团火焰在白小文的掌心涌现 就像是一只无形的火焰手掌 拍在了亡谷勇士统领 阿里科学的胸口处 将其震退了两步 白小文的精神力也扣减了四点 哼 还不错 就是法术的心急低了一些 白小文挺满意的 抽到进攻性法术和削弱性法术 就不亏 按照经验 就算抽到了神圣类的治疗法术 也不会为眼前的亡灵种生物 恢复生命值 反而会造成伤害 除非是运气太差 抽到暗影治疗之类的黑暗类治疗法术 才会为其恢复生命值 然而 阿里科学目前是满血 就算是治疗 也没有影响 只不过白小文损失一些精神力就是了 当然 运气最差的 是抽到护盾类法术 相对于整个法术库的庞大数量来说 这种几率并不高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下集更加精彩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和粤文集团 联合出品的多人有声剧 进化之眼 改编自起点中文网同名小说 作者亚瑟罗 由伯恩大魔王领衔 布达拉有声天团 及喜马拉雅十六位主播 亲情演绎 第507章 扫盗 白小文之前对付女妖统领 为了做到快速精确的击杀 就没有使用抑郁磨点 这种不确定性比较大的技能 现在 女妖统领已死 白小文压力小了很多 这才使用异语技能 亡国勇士统领阿里科学 是一个暴力输出型的战士 力量值高达52点 体质却只有30点 她的距离挥舞 眩晕重击技能 都是标记为 重度伤害的暴力技能 白小文第二个选择击杀阿里科学 就是因为她的生命值只有300点 在白小文的控制链下 是很容易做到秒杀的 在一羽磨点的火焰冲击技能命中 将阿里科学击退之后 怒爪直接吐了上去 废话也不多说 直接就是嚎叫 加上压制两个大招 阿里科学的力量值挺高 但是她此时处于被击退的失衡状态 另外体型也小于怒爪 最终没能通过判定 被压制技能击倒在狱 撕拉撕拉几声 怒爪的爪击在阿里科学的白骨身躯上 留下了一道道伤痕 骨扎飞溅 她此时的总体暴击率高达70%以上 五次爪击足足暴击了四次 虽说压制的五次快速爪击 伤害只有正常攻击的50% 但是在暴击的支撑下 五次伤害的积累仍然可观 总计造成的伤害值高达106点 如果是一个有血肉的boss 还会被叠加上五层流血效果 阿里科学是骷髅架子 本身免疫流血 倒是躲过了一截 然而怒爪压制大招的重点 不在于大招附加的伤害 而在于2.5秒的控制时长 白小文和她的召唤生物可没闲着 在嚎叫技能的加持下 身上都蒙上了一层血光 攻击力和攻击速度暴增20% 白小文收起异域膜点 双手持枪 开启了沙漠之音的连射模式 一发发灼热的子弹 几乎连成了一条银线 瞄准阿里科学的头部轰击 白小文在最近的39秒内 生命值一共损失了163点 她的黄金装备苦痛止环 被动技能剧痛潜能 赋予了她16点额外力量值 总力量高达38点 觉醒者的物理攻击伤害 不管远程还是近战 不管枪械还是奴戒 都是以力量为基准 另外附加武器的攻击力 最后乘以战斗特长来计算的 拥有38点临时力量的白小文 一枪的理论伤害 已经达到了29到82点 阿里科学已经被压制 作为毫无躲闪 招架能力的靶子 白小文的攻击 当然不会取伤害最小值 而是偏向于最大值 即便被阿里科学的护甲减伤 白小文平均每一发子弹 仍能造成40点左右的实际伤害 不要忘了 还有每个三发子弹 就有穿透效果的第四发破甲弹 是无视护甲的 2.5秒的持续时间内 白小文的输出带走了 阿里科学157点生命值 一旁的磅礴 看得简直是目眩神迷 白小文的一轮爆发 六级的亡古勇士统领阿里科学 就变成了残血 生命值不足50点 这伤害简直恐怖 控制时间一过 阿里科学体表迄近爆发 将怒爪掀翻 他的下颌骨张开 发出了无声的吼哮 四周飞散的骨渣猛然绕圈飞行 在他的体表形成了 整整十一道白骨之盾 亡古勇士通灵阿里科学的技能 白骨之盾发动 当前积累的白骨层数为11层 每层白骨效果将为阿里科学提供护盾 吸收30点物理伤害 亡古勇士boss 阿里科学看起来只剩下了几十点生命值 下一刻就会倒下 可是他的白骨之盾 却能够提供高达330点的物理伤害吸收 比他本身的生命值还要高 可以说 这个白骨之盾技能 在对抗物理输出者的时候 还是相当实用的神技 在怒爪的压制大招 控制阿里科学的最后零点几秒 白小文其实完全可以打出 咒服切换技能 跟上第二道控制 无惊无险地杀掉这个boss 可是他没有这么做 因为白小文早就通过洞察 看出了白骨之盾的弱点 那就是只能吸收物理伤害 白小文的召唤生物队伍 虽然以物理伤害输出为主 但是几十点的法术伤害 还是不缺的 就在亡古勇士统领阿里科学 激活了白骨之盾 抡圆了巨剑 准备来个绝地反击的时候 一道雷光从天而降 是亡古幽术师的雷击倒数 阿里科学的骷髅身躯一片焦黑 竟是被垫成了碎骨 散落一粒 雷击的法术伤害 并不受白骨之盾的影响 而这一发雷击 本身的伤害就高达五十多点 更何况 还有附加破鞋效果的真实伤害 第二个黄金宝箱出现 白小文伸手一搂 将其收入囊中 由于白小文吸引了大量怪物的注意力 所以蒋博的压力并不大 他在和普通怪物的搏斗之中 看到了白小文 连续干掉两个六级boss 简直目瞪口呆 甚至忘记了喊牛叉 白小文也没有心情吹跑 他和怒爪背靠背 接连打死了好几只冲过来的精英怪 清理出了一条路之后 直奔最后的boss 巫毒巨尸 白小文心里清楚 阴风港的这几只亡灵种boss 本身就比七级boss 少了一大截血量 和对控制效果的减免时长 是很容易对付的 再加上他们的智力不高 阿里科血甚至只放出了一个技能就挂了 这对于有灵质的boss来说 是不可能的 阴风港的三个亡灵boss 加起来的实力 大约也就相当于一个灵界七级首领 虽然说他们共有十二个首领技能 但是智力的匮乏 让他们连基本的技能连招都做不到 更不用说彼此之间的配合了 最后的boss 巫毒巨尸也没能够掀起什么风浪 一千点生命值看上去很恐怖 可是护甲和魔抗默认为零 代表他没有任何减伤能力 只要拉开距离 不让巫毒巨尸碾压攻击命中 这只冰死僵尸统领 也就是一只秤职的沙包而已 近战位置 自有几次顶着 一旦躲不开攻击 即此就会化身蝙蝠飞略一小段距离 尤其是白小文 已经先把定位为法系的女妖统领 定位为暴力输出型战士的亡谷勇士统领 先行给击杀 没有强力的输出型怪物首领干扰 白小文完全不用着急杀掉boss 他开着连射模式一边后退 一边射击 身边有懦爪和骷髅都断手的拱位 抵挡住怪物喽啰和精英怪的攻击相当安逸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下集更加精彩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和阅文集团 联合出品的多人有声剧 进化之眼 改编自起点中文网同名小说 作者亚瑟罗 由伯恩大魔王领贤 布达拉有声天团 及喜马拉雅十六位主播 亲情演绎 第508章 扫荡 下 就在误读巨师 只剩下三百点左右的生命值时 白小文忽然看向了阴风港的一个入口 眼睛微微眯起 他的精神扫描已经感应到了有人靠近 来人似乎在阴风港之外 已经潜伏了一小段时间 难道是来抢怪的 白小文想到了一个网络游戏中经常出现的词 不由地笑了起来 临界规则对于战略品的拾取设定是根据击杀贡献来分配的 白小文对于这只乌毒巨师已经占有了70%的击杀贡献 其他人不可能抢得过 当然真的要抢夺战略品 那就只有一个办法 那就是强行PK白小文 把白小文逐出死灵虎宝地空间 离开宝箱太远的距离的话 就算有击杀贡献也没有用 白小文现在的底牌还有不少 咒服切换技能还捏在手里 未曾动用 亡谷妖术师还有一个轨道的控制剂 黄天的解控间回血剂 肥仔的肉沟也早已冷却完毕 召唤生物够多 所拥有的技能自然就多 当然要分心多用 操控这么多召唤生物 就是个人能力的体现了 几个觉醒者的身影 出现在了阴风港的外围 是靖海大学的白小文队长呀 白队长 我们来帮帮你吧 最前面的两个觉醒者学员 脸上带着一丝讨好的笑容 白小文一枪一枪 平稳地射击污毒巨尸 怎么吧 白小文老大的经历 主要因杀boss了 这些精英怪还有普通的小怪 我们顺着打几只 老大你别介意啊 新来的几个觉醒者 陪笑说道 如果三只boss仍在 这几个觉醒者学员是万万不敢出现的 否则下场就和卢州大学的那三位一样了 但要是没有boss 场中只剩下一些实力不强 凌智全无的精英和普通怪 觉醒者学员们就可以对付了 场中的精英怪虽说有十几只 但是白小文吸引了大量精英的注意力 其他在边缘地区游荡的落单精英怪 几个觉醒者合力很轻松就能拿下 这对他们而言是不错的收益 白小文也懒得辨认来人是否认识 当即说道 你们凭自己的本事杀怪 我当然不会拦着 场中的怪物有近百只 白小文的召唤生物 基本上都只有半血左右了 他杀死雾毒巨尸之后 要杀掉其他怪物 虽然也是可以做到的 但是会耗费不短的时间 召唤生物的生命值会进一步降低 而白小文击杀这些终极精英 普通怪收益并不高 经常是D级或者E级的评分 也就能收获一些联能点而已 见到白小文的许可 几个来自不同大学的觉醒者 都相当的开心 纷纷抄起了家伙 去围攻落单的精英怪 蒋博也凑了过去 他作为冲锋在前的坦克型觉醒者 到哪里都不缺位置 很快就和几个觉醒者达成了共识 一起杀怪按贡献分配战略品 白小文最后一枪 打中巫毒巨师的眼睛 这头巨大的溺死僵尸统终于倒地 一直在近战位置 忍受着不强气息15层效果 全属性降低15点的击刺了 总算可以松一口气了 旁边那些觉醒者们 在打怪的时候 也不忘恭维白小文 一阵喝彩 牛叉之声不绝 老大就是厉害啊 就是啊 杀boss跟杀鸡一样简单 看看你们 蒋博对这些溜须拍马的大学生 一阵鄙视 瞎说什么大实话呀 白老大是江海赛区第一名 一个人打穿了江南大学的校队 能不厉害吗 白小文的脸上没有表情 不过心里还是暗爽了一步 马屁归马屁 收益归收益 白小文咳嗽了一声 精英幽灵留给我 其他的怪物 你们能杀多少就杀多少 看你们自己的本事了 白小文一挥手 九只召唤生物迅速结成一个小而精密的阵型 骷髅刀盾手 缝合怪等怪物在外 亡谷妖术师和白小文在内 开始扫荡阴风港的怪群 见到白小文发话 几个觉醒者当然不敢怠慢 尽量避开精英幽灵 其实 他们本身也不怎么愿意打幽灵 幽灵都是有虚无之体的种族被动能力的 减免50%物理伤害 新来的几个觉醒者 又都是以物理输出为主 优打幽灵的时间 不如去打打溺死僵尸 或者骷髅勇士 效率会更高 白小文之所以要留下精英幽灵 主要是为了不洁的精魄 这种修复阿布索伦的血精石的道具 虽然他已经有了二十三分不绝的精魄 但谁知道血精石完全修复 需要多少 多多益善呗 打幽灵 主力依然是亡谷妖术师 在鬼物区 亡谷妖术师的精神力恢复速度很快 雷击倒数 卡着冷却时间释放 根本就不用担心精神力匮乏的问题 白小文也会放出烈焰 俯处亡谷妖术师击杀幽武 至于那些不开眼的溺死 僵尸 骷髅等怪物 撞上来的话 自然有怒爪 阴影刺客 肥仔和骷髅刀盾手 等召唤生物来对付 激烈的战斗持续了一刻钟左右 阴风港上的残余怪物 终于被一扫而空 谢白小文老大 谢谢白队长 白老大没说的 够意思 几个新来的觉醒者 喘着粗气 连连道谢 他们击杀了二十多只怪物 其中包括五只精英 收获颇风 这种不需要顾忌boss 放心大胆杀精英怪的美好时光 实在是让人留恋 白小文这边 击杀了好几十只怪物 不论是普通怪 还是精英怪的数量 都比几人加起来要多 你们自己凭本事杀的怪 不用谢我 白小文微微眯着眼睛 精神扫描缓缓扫过阴风港 他总觉得有点不对劲 便开口提醒道 这里似乎有点危险 为了安全起见 我建议你们 不要在这一个区域逗留了 几个觉醒者面面相去 怪群都被杀了 哪里还会有危险 白小文恐怕是在碾人吧 毕竟 阴风港盛产阴风花和庸民草 难道白小文想要独自采集 不给其他人机会 尽管肚子里这样或者那样的猜测 但蒋博等觉醒者 还是老老实实地选择离开 刚刚在白小文的变相庇护之下 他们已经杀了不少精英怪 收获颇风 也该知足了 本集播讲门地 感谢您的收听 下集更加精彩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和粤文集团 联合出品的多人有声剧 净化之眼 改编自起点中文网同名小说 作者亚瑟罗 由伯恩大魔王领衔 布达拉有声天团 及喜马拉雅十六位主播 亲情演绎 第五百零九章 言诺 蒋博等人离开的时候 气氛多少有点沉闷 你们说 白小文让我们走 是什么心思 在沉默了一段时间之后 有人终于耐不住性子 估计是不愿意跟我们组队吧 毕竟我们的战斗力 对于他们来说可有可恶 那也没必要直接念我们走啊 我看 他恐怕是要独占阴风港的特产草药罢了 一个戴着瓶光眼镜 看上去丝丝闻闻的觉醒者说道 蒋博摇头否决 我看白小文不是这样的人 瓶光眼镜男 痴笑一声 你跟他很熟 不见到吧 他的言下之意 如果蒋博跟白小文很熟 就不会被一样撵走了 蒋博脸色有点战红 说道 虽然不熟 但是白小文让了好几只精英给我们杀 代表他连精英的产出都不怎么看得上 这样实力的觉醒者会在乎一点点腰草 说话间 忽然 众人感应到身后的立面一阵颤抖 正是阴风港的方向 几个人急忙向后转头 却是看到阴风港的上空 一道白雾漩涡汹涌直下 伴随着一声似瘦非瘦的一笑 震人心魄 尽管隔着那么远的距离 众人听到这一声嚎叫 仍有一种四肢无力 恍如鬼压床一样的错觉 可想而知 若是在近处 嚎叫的压制力会有多强 发出嚎叫的怪物 会有多么的厉害 一阵沉默 原来还有更可怕的boss躲在后边 怪不得白小文赶我们走 回过神来之后 一名觉醒者 心有余悸地拍了拍胸口 说道 没错 要是我们成了怪物的攻击目标 恐怕第一时间就得离开死灵湖 晚一点点就要没命 另外一名觉醒者说道 白小文是一片好意呀 他其实可以不用提醒我们的 戴着平光眼镜的觉醒者 脸有点红 快快 看这只boss这气势 恐怕已经不止六级收领了 白小文刚刚大战过 能应付得过来吗 第一个说话的觉醒者说道 我们要不要回去帮白小文一把 江伯阻止了他 还是别去了 怎么 我们的实力很难帮上忙 江伯解释道 而且我们屈而复返 很容易惹白小文误会 他本来可以全力以赴的 要是我们在场 他说不定还要分心防备我们 这也太过分了吧 有人说道 但是众人又觉得 蒋伯说得很有道理 实际上也正是如此 像白小文这样实力强悍 又有强大布局能力和执行力的人 最不喜欢出现的就是变数 对白小文来说 一切进阶在掌握 是最好的状况 当然 在实力差距比较大 没有十足把握 也没有退路的时候 白小文也不缺拼命一搏的勇气 阴风港 白小文面色沉静 与面前这只庞大怪物首领对峙 这是一只巨大的鳄鱼 体长四米 浑身呈现出暗黑色 和之前见到的死则巨鳄的外形 有些相像 但是颜色又有很大的不同 而且看上去 有种虚幻不实的感觉 这只巨鳄一直在沉睡 刚刚苏醒之际 第一击就秒掉了肥仔 他选择的目标是白小文 代表着他有着相当高的智能 只不过 白小文操控肥仔 挡在了自己的面前 躲过了一劫 白小文施展了洞察 颜拓手领七级 中族妖魔肿受妖族 属性力量42 敏捷21 体质41 精神53 技能一 变换皮肤 颜拓的皮肤可以改变颜色 与周围环境保持一致 大幅降低被发现的几率 未被发现的状态下 首次攻击将造成相当于目标 最大生命值30%的额外伤害 技能二 尸虫之语 颜拓 释放存储在体内的尸虫群 对单体目标发起连续冲击 每只尸虫造成1到3点物理伤害 该技能需要持续施法 无法被打断 也无法取消施法 技能三 问号 技能四 问号 技能五 死灵统御 等级一 生命值额外增加300点 对异常状态和控制效果的持续时间 减免30% 终于见到正主了 本来还以为是一条擅长精神攻击的鳄鱼 但是从探索出来的两个技能看 还是以物理伤害为主 不过不能掉以轻心 他没有探测出来的技能 应该是法术方面的 白小文心中默默分析 不管岩驼的技能如何 他的属性是骗不了人的 精神居然是最高属性 高达53点 这代表岩驼的攻击方式 很大程度上偏向于法术伤害 另外 岩驼的属性分配很均匀 力量 体质 都是40点以上 只有敏捷稍炫一些 这种均匀 这种均衡属性 对于白小文这个低了两级的人来说 还是有些难搞的 不能像对付精神特程型的 法师型boss一样 骷髅刀盾手扑上去 几个盾击就搞定 毫无疑问 拥有42点力量的岩驼 在近战搏斗方面 也是一把好手 岩驼的两只树桶 毫无感情地注视着白小文 他粗短的四肢挪动 一步一步缓缓地逼近 营造出一种精神上的压迫 白小文的眼前 突然出现了一片幻象 岩驼的身躯变得如山一样高大 张开血盆大口 就像是无底洞一样 散发出绝强的犀利 仿佛就连灵魂都要吞吸进去 灵界规则提示信息响起 岩驼的技能 死亡幻象发动 直死判定中 岩驼的总属性为157点 几方总属性为118点 高于岩驼总属性的50% 死亡幻象的直死判定失败 将转为震慑效果 持续5秒 白小文的灵魂刚刚归位 就听到了灵界规则的后续提示 赤诚之心效果触发 一层 震慑效果的持续时间缩减为4.5秒 白小文就像是被孟延困住一样 暂时无法做出任何动作 岩驼在施展了死亡幻象技能之后 粗短的四肢猛然加速爬行过来 一口对着白小文咬了过去 但是就在此时 亡谷妖术师却是猛然抬手 天空一束黄色光芒投射而下 照射在白小文的身上 黄天 召唤黄天甘铃 解除一名友军优先机为7以下的控制效果 并为其恢复少量的生命值 白小文迅速夺回了身体的控制权 他不退反镜 侧身让开了岩驼的这一咬 下一秒燃烧着火焰的重拳 就轰击在岩驼灯泡大小的树桶之上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下集更加精彩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和粤文集团 联合出品的多人有声剧 进化之眼 改编自起点中文网同名小说 作者亚瑟罗 由伯恩大魔王领衔 布达拉有声天团 及喜马拉雅16位主播 亲情演绎 第五百一十章 狮虫之语 轰的一声 烈焰爆剑 岩驼为自己的轻敌 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这一击造成了 无视防御的暴击伤害 岩驼的左眼 暂时失去了视力 幸亏他的体质够强 才没有被彻底打下 否则肯定会变成毒眼恶语 暴怒中的岩驼向前猛然窜出 狮壮的巨尾哼扫 岩驼的技能碎魂打击发动 这一击伪击扫得又快又急 白小文明明已经提前后撤步 打算躲过岩驼暴怒之下的攻击 但也只是让过了大部分 胸口被鳄鱼的尾肩划过 煞时间 一股深入灵魂的战力感觉涌现 白小文闷哼一声 身形向后跌出 他急忙查看临界规则提示信息 岩驼的碎魂打击 对你造成了45点盾击伤害 岩驼的碎魂打击 对你造成了77点暗氧伤害 这个碎魂打击的技能 造成的是混合伤害 而且其中的法术伤害比例 要高于物理伤害比例 白小文本身的魔炕 是要比护甲高的 这得益于他的妖术师之袍等装备 附加的额外魔炕 这一击的总伤害高达122点 白小文尽管有 怒爪的生命共享 但是两者的生命值 仍然急速下滑 在杀死三大boss之后 白小文和怒爪的生命值 只有40%多一些 后面扫荡阴风港期间 两者的生命值恢复了一些 达到了60%左右 幸亏有死灵伪装 否则的话 白小文生命恢复速度 仍然会接近停滞 血量根本就回不上来 需要补充一点说明 召唤职业在鬼物区 只要召唤是本人 有死灵伪装的效果 就视为召唤生物 也享有该效果 这也是怒爪 这个野兽种的生物 也能在鬼物区 长时间战斗的原因 它享有白小文的 死灵伪装效果 隔绝了鬼物的影响 可提前躲了一步 这个技能的最大威力 并没有展现出来 如果被施打施打中 恐怕受到的伤害 还要翻一倍 那可就危险了 看到自己和怒爪的生命值 又骤减到百分之三四十 白小文一阵心惊 不过它虽经不乱 岩驼虽然很厉害 但它已经有了相当大的战胜把握 原因是岩驼两个 没有被探测出来的技能 都已经施展过了 对于白小文来说 岩驼的攻击方式 技能特性 已经不再有秘密 白小文后退半步 手指勾动 沙漠之鹰喷射火光 开始反击 白小文利用岩驼体型庞大 敏捷偏低 行动不够灵活的弱点 射出的子弹 集中在岩驼完好的右眼区域 扰乱岩驼的注意力 怒爪绕到岩驼的侧翼 连肯带眼 此时的怒爪 已经有了80%以上的暴击率 几乎每一口下去都是暴击 岩驼吃通 侧过头对准怒爪就是一口 可白小文 早已料定了他的这一动作 提前送过去一只骷髅刀断手 咔嚓一声 鼓扎四箭 岩驼没能命中怒爪 完好的右眼 却被白小文的子弹接连命中 几乎是眼冒金星 不得不闭上眼皮 白小文冷笑着继续射击 三枪一过 第四枪无视护甲的子弹射凸 击穿了岩驼的眼皮 再次让岩驼发出剧痛的吼笑声 对眼睛这种重要功能性部位的伤害 是会产生失明判定的 就跟受到腿部伤害会产生减速判定一样 一定时间内 眼睛部位受到的伤害越高 失明判定生效的可能性就越大 当然 这也和对方的体制有关 体制强大的人 对抗失明的能力也很强 失明分为两种 暂时失去视力 以及永久失明 白小文之前的一拳 就让岩驼的左眼 暂时失去了视力 而刚刚连续束发子弹 积累的伤害 同样让岩驼的右眼 暂时失明 这就是大体型妖兽怪物的弊端 换作人形种的boss 绝不会这么容易就被打得失去视力 大部分野兽种boss 或者妖兽boss 体型都很大 一般在击退击飞 擒暴压制等等判定效果方面 得天独厚 基础属性 也要比同级的人形种boss强一些 但是他们的弱点也很明显 那就是对要害的防护能力很差 就比如这只岩驼 保护眼睛的方式 只有闭上眼皮疯狂甩头 指望着它用粗短的前肢无眼 不存在的 当然 一些特殊的野兽种 兽妖boss 体型小 行动敏捷 比如孔爪怪 驯猛龙等等 就不再此列了 无需赘述 失明之后的岩驼 暴怒了起来 疯狂地扭动着身躯 庞大的身体 将阴风港上的骨堆抽散 破烂的碎骨 漫天都是 白晓文指挥一群召唤生物 找准机会输出 他尤其注意保护 懦爪的安全 现在总体暴击率超过80%的懦爪 是当之无愧的第一输出点 其代价就是自身残血 只有六七十点生命值了 白晓文和懦爪 共享生命值比例 他也健康不到哪里去 同样的生命值比例 白晓文的剩余生命值 大概有一百点出头 白晓文有些想念 李淑仪 如果李大美女在场 凭着他双剑两大攻速被动 再开启夭火之舞的DPS 输出比满暴击的怒爪 只高不低 打这个boss 也会轻松很多 李淑仪身上两剑加七的 输出型黄金装备 可不是摆设 相比之下 远程输出者 亡谷妖术师 那就安逸了很多 完全不用担心被boss打倒 一发接一发雷击杂落 在盐驼的后皮上 留下一缕缕青烟 盐驼是兽妖族 属于妖魔种 雷击倒数同样有破鞋的真实伤害 所以亡谷妖术师的输出 也不算低 阴影刺客的输出 那就比较一般了 踏实近战 在疯狂的boss身边 要不断调整走位 进行输出 机次的输出和阴影刺客差不多 好在机次可以化身蝙蝠 又有攻击吸血的能力 容错率要更高一些 至于骷髅刀顿手 他们的输出捉急啊 基本上每一刀 都只有不到十点伤害 攻速也是慢得令人发指 好消息是 骷髅刀顿手有三个 加在一起的伤害值 那也还是挺可观的 慢慢把boss打到了半血 盐驼的势力恢复了过来 他再次张开大嘴 释放了第二次死亡幻象 目标仍然是白小文 这一次白小文没有犹豫 直接用掉了日食统御者徽章的附带技能 日食解除了震慑效果 他急速后撤 躲过了盐驼boss的啃咬 还闪过了第二个碎魂打击技能 同样的招式对我没用的 白小文笑道 不过对你应该有用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下集更加精彩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和阅文集团 联合出品的多人有声剧 进化之眼 改编自起点中文网同名小说 作者亚瑟罗 由伯恩大魔王领衔 布达拉有声天团 及喜马拉雅十六位主播 轻情演绎 第五百一十一章 狮虫之语 下 白小文顾忌虫狮 再次攻击盐驼的双眼 他小心控制骷髅刀顿手的位置 在盐驼有势力的情况下 每次攻击都有相当强的目的性 很危险 咔嚓一声 又一只骷髅刀顿手挡在了弄爪的前面 被盐驼的爪子拍成了骨扎 咔嚓一声 第三只骷髅刀顿手被咬住 随后被怒气冲天的盐驼 狐轮吞入了腹中 这到底有多少年没吃饭了 臣连骨头都肯 白小文吐了个槽 在这一段期间 他开启了联射模式 再次击伤了盐驼boss的双眼 进入新一轮的输出循环 盐驼的生命值 一节一节地跌落 在生命值降低到两百点的时候 盐驼猛然发出了一声嘶吐 带血的树桶睁开 紧盯了白小文 随后这只妖兽张开了大嘴 一阵嗡鸣之声响起 一道黑雾冲向了白小文 盐驼的技能 狮虫之语发动 那道黑雾 实际上是密密麻麻的 小型狮虫形成 在盐驼的操控之下 狮虫扑向了白小文 这么多 白小文有些吃惊 狮虫之语 是他探测过的技能 原本以为一到三点物理伤害 不怎么起眼 可看到狮虫的恐怖数量 白小文终于明白 这个技能的可怕之处了 一两点伤害又怎么样 积少成多 成百上千的狮虫 冲击同一个目标 哪怕高级首领 他也扛不住 最关键的是 狮虫之语技能 是不能被打断的 也不能取消狮法的 白小文看到了 成疲成疲 涌过来的狮虫 并没有惊慌 反而是露出了一丝笑容 这大概就是你最后的反扑了吧 佛哥很抱歉 我既然提前探测到了 这个技能 又没有逃离 自然就是有对付他的办法 白小文轻轻摘下了 左手增加两点精神的蓝色戒指 戴上了储物空间中 一直没有用过的黄金装备 石化巨蜘为骨 石化巨蜘为骨的附加技能 石甲术发动 对物理攻击固定减伤十点 代价是 持续期间 攻速和移速降低百分之四十 这个石甲术技能 没有注明持续时间 只要开启 就是一直生效的 除非施法者主动取消 白小文的身躯 猛然感觉沉重了许多 他的体表呈现出一种 灰色的质感 就像是一座人形石雕 嗲嗲啵啵的声音响起 一只只狮虫撞在白小文的身上 然后坠落在地上 他们本应该造成的伤害 全部被石甲术给剪灭掉了 盐驼BOSS也发现了这一情况 但是他无法终止这个技能 积存在体内的狮虫 就像是高压水枪一样 源源不断地喷射而出 要么它死掉 要么狮虫耗尽 否则是不可能停下的 一群召唤生物一拥而上 此时的盐驼 保持着张开大嘴的造型 就是一个固定的靶子 一个个伤害值 从他的头顶上冒了出来 白小文同样尝试着开枪射击 火其不然 在石甲术的持续期间 他的攻速大减 移动速度也慢得令人发指 石甲术的负面效果 的确有些沉重 尽管可以一直开启 但是也没有谁愿意这么干 物理伤害固定减免十点 这一效果对于中级 高级觉醒者的战斗来说 是很鸡肋的 一般情况下 抵不上攻速 疑速降低40%的负面代价 但是没有最差的技能 只有最菜的觉醒者 在特殊情况下 石甲术有着奇效 就比如面对 盐驼BOSS 这个狮虫之语的技能 足足过了5秒 盐驼BOSS的狮虫 喷吐干净 技能才宣告结束 这段时间 他一直被白小文的 召唤生物蹂躏 生命值已经降低到了 100点以下 一般来说 空血的BOSS 是最危险的 这种BOSS 已经感觉到了即将死亡 打起来往往会不管不顾 招招搏命 白小文想了想 并没有使用 咒服切换技能收尾 这个技能攥在手里 比较安心 他关闭了石甲术的效果 开枪射击 在付出了骷髅刀盾手 和阴影刺客 相继远命的代价之后 白小文终于成功地 将这只七级首领消灭 看到盐驼的尸体上方 徐徐凝聚而出的 大型黄金宝箱 白小文输了一口气 这一战 他损失了缝合怪肥仔 全部的骷髅刀盾手 和阴影刺客 好在都是黑灵魂时 王者归来技能的 召唤生物 等到12小时的 冷却时间过后 就可以再次召唤 对白小文的实力 并没有太大的影响 之前对付三个六级BOSS 以及那么多精英 普通怪都没有出现 这么惨重的伤亡 足以看出 盐驼首领的强大 当然 还有一个重要原因 就是盐驼出现的时候 白小文刚刚经过激战 召唤生物的生命值 全都不满 而重要的技能 比如怒爪的爆发 白小文的一些 珍贵装备的附加技能 都已经用掉了 并不是说 盐驼就比之前的三个BOSS 以及亡灵军团 加起来都还要厉害 只是他出现的时机 太不巧了 不管怎么样 能杀死沿途就是胜利 白小文虚了一口气 盘膝坐在地上 命令几次和亡谷妖术师 去采集阴风花 幽冥草 至于他本人 则是来一次愉快地 开启宝箱之旅 舒缓心情 消除疲惫 在战斗评分方面 三支六级亡灵BOSS 临界规则都给出了B级的战斗评分 这个评分有点高 不过 却也有相应的道理 主要是因为白小文的战斗难度 他是一个人面对三大BOSS 和一票亡灵小弟 临界规则给出的战斗评分 自然也会上浮 至于蒋博和另外几个觉醒者 只是负责喊666的 起到的作用 基本上忽略不计 而严陀的宝箱 临界规则给出了A级战斗评分 同样很高 一方面 严陀是高级首领 和中级首领 有质的区别 另外一方面 白小文刚刚大战一场 状态不满的时候 就被迫挑战沿途 也被纳入了战斗难度的考量之中 白小文从小到大 掀开起了三支六级亡灵BOSS的宝箱 女妖统领 西瓦莱斯夫人的宝箱 两次抽取机会 白小文抽取了一件名叫 鬼物面纱的黄金装备 还有一件特殊物品 潜影迷宫钥匙碎片 下 鬼物面纱 拾取后绑定 品质 英雄级 金色 装备位置 头部 装备需求 属性 精神 加四 附加技能 冥想 每分钟额外 恢复精神力 一点 耐久度 34-35 说明 戴上这层神秘的面纱 找一个无人的角落 做一个安静的 美男子 或美少女吧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下集更加精彩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和粤文集团 联合出品的多人有声剧 进化之眼 改编自起点中文网 同名小说 作者亚瑟罗 由伯恩大魔王领贤 布达拉有声天团 及喜马拉雅十六位主播 亲情演绎 第五百一十二章 潜影迷宫的钥匙 这件黄金装备 还是很不错的 附加的冥思技能 和白小文 妖术师之袍的技能效果 一模一样 都是额外恢复精神力 这好处谁用谁知道 更不用说 这件装备 还附加了四点精神 比起妖术师之袍 鬼物面纱 仅仅只是少了一点精神 以及两点护甲 和五点魔抗而已 但是 妖术师之袍 是重要的上装 而这些面纱 仅仅只是头部装备 不能再要求更多了 白小文之前 已经用工会的贡献点 兑换了一件 极品的黄金装备 玛瑙银环 比鬼物面纱要好一些 这件装备 他自然不会佩戴的 回头交给李叔一用 能够最优化战斗力 这就是永久小队的好处 白小文打到的 十区绑定装备 都视为小队绑定 可以在队内交易的 当然 前提是白小文不能穿戴 任何装备 一旦穿戴上身 就无法交易了 黄金蜜蜡的封装也不行 而第二件物品 潜仰迷宫钥匙碎片 下 是特殊物片 从描述上 只能看到一行字 迷宫钥匙的 三块碎片之一 及其另外两块碎片 可以拼出 潜仰迷宫钥匙 白小文若有所思地 看着另外两只 六级boss的黄金宝箱 既然这三只boss 是一起出厂 钥匙碎片又有三份 那么剩下的两份钥匙 多半是在 巫毒巨师和 阿里科西的宝箱之中了 而且 钥匙碎片的掉落优先级 应该是相当高的 白小文 开启了另外两只 黄金宝箱 果然 每只宝箱都出了一块钥匙碎片 阿里科西的宝箱中 出现的是 潜仰迷宫钥匙碎片 中 而巫毒巨师的宝箱中 出的是 钥匙碎片的上部分 在三块钥匙碎片凑齐之后 白小文选择了拼接 一阵轻微的光芒闪烁之后 他得到了一颗浑圆的 黑色球体 约有拳头大小 这就是潜瘾迷宫的钥匙 白小文 查看了一下说明 得到了确认 破个问题来了 潜瘾迷宫在哪 怎么走啊 白小文猜测 潜瘾迷宫有很高的几率 就在死灵虎宝地空间之中 既然之前收集的情报 并没有潜瘾迷宫的资料 那就只能是走一步 算一步了 巫毒巨师和阿里科学的宝箱 各自有两次抽取机会 除了掉落一枚钥匙碎片之外 还分别开出了一件物品 亡谷勇士统领阿里科学 开出了一件蓝色装备 名叫骨质铠铠甲 附加了不错的护甲和三点铁质 在蓝色装备中算是不错的了 而且还是上装 只不过 这件装备是十取绑定的 白小文和李淑仪都用不上 只能丢进储藏空间 巫毒巨师开出了一件特殊物品 是一颗绿色的椭圆球体 巫毒核心 巫毒术和炼金术结合 智慧结晶 对狮妖族生物 有着强大的吸引力 看到狮妖族生物 白小文第一个就想到了 缝合怪肥仔 他暗自猜测 难道这颗核心 可以给肥仔用 帮助它强化 的确有这种可能性 只可惜肥仔在对抗 盐驼暴死的时候 领了盒饭 要过十二个小时 黑灵魂时的冷却技能结束之后 才能再次召唤 只能到那时候再尝试了 接下来要开的是 A级评分的盐驼宝箱了 对于这个七级首领 白小文可是抱有相当高的期待 盐驼的宝箱 不仅大 而且还有着细密繁复的花纹 一看就很高端 和中级BOSS的宝箱 逼格完全不同 白小文开启宝箱 十六张背部同样有细密花纹的黄金卡牌 显现而出 白小文点开第一张 卡牌翻转过来 是一把鼻衣手的图案 铁牙匕首 装备后绑定 平致英雄级黄金 装备位置 单手 装备需求 基础面接 十五点 属性 附加攻击力 七到十五 附加技能 碎魂 被动效 攻击命中后 有机率对敌人造成碎魂效果 造成额外的暗影伤害 该效果 每三十秒 只能触发一次 耐久度 三十八 杠四十 说明 作为死则趋恶的变异个体 颜头的牙齿 也充满了阴森的暗影能量 这扁鸵牙匕首 是一件极品武器 本身的附加攻击力就不低 而且 匕首类武器的基础和攻速档位 是近战武器中最快的 此外 附加的碎魂效果 也很不错 更不用说 这件装备是装备后绑定 是可以拿来做交易的 这无疑让它更为保值 白小文目前有 加七沙漠之鹰 李淑仪擅长用双剑 对于武器的长度有要求 也不适合用匕首 白小文打算把匕首交给泰山 放在工会仓库 白小文想要让超神工会 做大做强 就不能一味的索取 适当的时候奉献 那是必须的 之前从工会仓库中 兑换了一件极品黄金装备 马脑银环 现在交一件极品黄金武器回去 这也不差 当然了 马脑银环是白小文凭着他和李淑仪的工会贡献 来兑换的 也不能说是占了工会的便宜 这把匕首上交 肯定也不是无偿 要折算贡献点 怎么说也得好几千点 白小文随后又抽取了两次 你获得了道具 变幻之批 你获得了特殊物品 沿驼之心 变幻之批 A加级道具 使用后可提供30秒的隐身效果 该效果的附加优先级为3 使用次数2-2 沿驼之心 特殊强化物品 可在装备强化界面 放入装备强化槽中使用 有机会为组装备增加特殊的 强化效果 建议 选择的组装备尽量契合沿驼的特性 好东西啊 白小文有点惊喜 这只七级BOSS沿驼 三次抽取的战利品 都是相当的超值 实在是应该点个赞 变幻之批 相当于一个三星级的隐身技能 优先级可以说是相当之高了 一个技能效果在施展出来之后 总体的优先级是 觉醒者基础优先级 加技能附加优先级 也就是说 白小文使用变幻之皮 隐身的优先级会高达七级 而李叔一用的话 优先级也有六级 即便是精神特长型的BOSS 其精神扫描也很难扫出六级以上的隐身 除非有针对隐身的技能 比如幽灵视觉 照明淡 等等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下集更加精彩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和阅文集团 联合出品的多人有声剧 进化之眼 改编自起点中文网同名小说 作者亚瑟罗 由伯恩大魔王领衔 布达拉有声天团 及喜马拉雅十六位主播 亲情演绎 第五百一十三章 暗金色视频 就拿白小文来说 施展精神扫描能力 大范围扫描的时候 只能侦测优先级四以下的隐身 而收缩扫描范围 精确扫描的时候 也只能发现优先级五以下的隐身 还必须是在自身附近 这件A加级道具变幻之皮 也可以在关键时刻作为保命道具使用 不过相对于它的战斗价值 白小文更看重的是 它在战术方面的作用 在灵界用来潜伏盗窃 栽赃嫁祸等等 比如白小文在家境未灭世界 得到的A加级道具幻象符咒 就是一件战术地位很高的道具 没有幻象符咒 白小文想要从胡宗县手中借兵借船 基本上不可能 后面击杀松仆新九郎 更是无从谈起 最后一件特殊宝物 沿驼之心 和白小文储藏空间中的 另一件物品狂战士之心一样 都是用来强化装备的 不仅可以提升成功率 还有几率附加额外效果 这种宝物 白小文虽然没有深入了解 不过价值肯定不会低的 黑灵魂史又迎来一次飞涨 成长度终于突破到了一千 达到了一千零七十三 杠一千 拥有九百五十八点灵魂精华 这样一来 黑灵魂史也可以升到第五级 开启新的强化术了 白小文暂时没有升级黑灵魂史 他现在还有更紧要的事情要去做 盐驼死后流出了大量的血液 现在正是利用盐驼血液 洗刷不洁的精魄 修复阿布索伦的血精石的好机会 需要说明的是 这里是宝地空间和在地球荒野区差不多 怪物死后的尸体也是可以利用的 比如血液骨头和肉 利用盐驼死后血液洗刷精魄是没有问题的 而在灵界的话就不能这么做了 假如白小文是在灵界杀了盐驼 灵界规则会判定盐驼优先掉落特殊物品 盐驼之血 并不影响白小文洗刷精魄 修复血精石 但是会占用一次战利品抽奖的次数 如果战斗难度够高 灵界规则也有可能将盐驼之血 列为必定掉落的特殊物品 不介入战利品的抽取列表 这样的话就不会占用抽奖次数了 盐驼流出来的血液是暗绿色的 还散发着一股臭气 白小文一看就没什么食欲 只能捏着鼻子把不洁的精魄取出来 放入盐驼的血液中 一阵阵光芒闪过 一团又一团不洁的精魄被净化 然后喂给阿布索伦的血精石 前后喂食了十几份精魄 终于阿布索伦的血精石后面的 轻度破损状态消失了 阿布索伦的血精石表面光芒闪烁 微微悬浮升空 等到光芒散去之后 白小文带着一丝期待 看向了血精石的说明 这颗血精石已经变成了一件装备 阿布索伦的血精石专属绑定 平质 领主级 半斤 装备位置 饰品 装备需求 专属 孰性 5 附加技能 1 鲜血可求 当你造成伤害时 血精石会储存本次伤害的10% 作为额外生命值 上限为你生命值上限的1 3分之1 你可以随时调用血精石的额外生命值 为自己恢复等量的生命值 该技能不受任何降低恢复的 负面状态效果影响 附加技能 2 法律可求 当你施法时 血精石会存储本次施法消耗精神力的10% 作为额外精神力 上限为你精神力上限的1 3分之1 你可以随时调用血精石中的额外精神力 为自己恢复等量的精神力 该技能不受任何降低恢复的 负面状态效果影响 附加技能 3 杀戮可求 你的攻击或法术 有机率召唤阿布索伦的患养 对目标造成生命值上限 10%的真实伤害 该技能 只能对觉醒者及同等机位的 灵界生物生效 耐久度 50-50 说明 这颗血精石寄托着阿布索伦的强大意志 即便灌注了大量精魄 也无法磨灭 只有阿布索伦的击杀者才有资格佩戴 暗金装备 白小文这是第二次看到暗金装备了 和上一件暗金装备 战争临主的冲撞不一样 这件装备 白小文是可以佩戴的 不愧是暗金装备 有着三个附加技能 前两个技能鲜血可求 法力可求 可以看成是一个技能 等于是一个随身的红蓝屏 大大延长了白小文的续航能力 重要的是 这是装备技能 恢复生命值的效果 以治疗药水 食物是不重叠的 鲜血可求技能几乎是让白小文的生命值上限 提升了三分之一 以他目前270点生命值来算 可以增加90点的生命值上限 在鲜血可求技能 储存满值的时候 白小文就相当于拥有360点生命值 这恐怕是同等级坦克型的英雄职业 才有的血牛数据了 这还没有算怒爪的生命共享 白小文都想拔剑四顾 喊一声 谁能赐我一死 第三个技能 杀戮可求 则是一个进攻性极强的技能 10%的生命值上限 真实伤害 都在说明着这个技能的强悍 唯一不稳定的就是触发几率 要是脸黑的话 不过 就算没有杀戮可求技能 前面两个技能 随身提供血瓶蓝瓶的效果 就对得起白小文 一路得到这件装备的艰辛了 算上杀戮可求 这件装备完全无愧于 暗金装备的称号 称得上是极品暗金 其实 第三个技能更适合李淑仪 他的攻速极快 触发阿普索伦的幻影次数 肯定是更加频繁 但是 这是专属装备 只有白小文这个击杀者 才能佩戴 就只能作罢了 当然 白小文开启沙漠之鹰的 连射模式之后 攻速也很快 也不算埋没了 这件极品暗金装备 白小文毫不犹豫地 取下了日食同龄者 徽章 把阿普索伦的血精石给换了上去 一个觉醒者身上只有两个 饰品装备位置 其中的英雄职业专属装备 黑灵魂石 那是绝对不能取下来的 虽然日食同龄者 徽章也不错 附加的日食 更是一个珍贵的解控技能 但是相比较而言 还是不如 血精石 更重要的是 白小文有 赤诚之心这个被动技能 本身就有控制减免的能力 又有解控的食物 还有亡谷妖术师的 黄天技能 都是能解除 七点优先级的 控制技能的 这样一别 日食同龄者徽章 只能解除六级的 控制效果 那就显得有些鸡肋了 这件装备 对白小文的主要价值 就在于 五十点的生命值上限 但是 阿布索伦的血精石 仅仅只是 第一个鲜血 渴求技能 就相当于 九十点的生命值上限 自然是完胜 日食同龄者徽章了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下集更加精彩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和粤文集团 联合出品的多人有声剧 进化之眼 改编自 七点中文网 同名小说 作者亚瑟罗 由伯恩大魔王领贤 布达拉有声天团 及喜马拉雅十六位主播 倾情演绎 第五百一十四章 暗金色的饰品 下 装备上血精石之后 白小文又欣赏了一下 那令人迷醉的暗金色光泽 然后才心满意足地 关上了个人装备栏 选择升级黑灵魂石 白小文乐呵呵地看着九百多点灵魂精华 这主要是几次之前坟头蹦地 吸引了大批精英幽灵的战骨 早在拿到黑灵魂石 解锁了第二层强化图谱的时候 白小文就暗下决心 要多杀精英 多杀首领 多攒灵魂精华 等有钱了 把强化选项通通点亮 多出来的灵魂精华 就打赏给女妖德里发 叫一声主人 就赏一发 不过灵魂精华一直处于 入不敷出的状态 这个想法一直只能深藏在心底 现在 作用近千点灵魂精华的白小文 终于看到强化选项全亮的曙光了 然而 在白小文看到第五层强化图谱之后 原本 我很帅 我很有钱的想法 瞬间就烟消云散 强化选项一 使你的骷髅战士数量加二 全属性加二 需要五百点灵魂精华 强化选项二 使你的吸血鬼全属性加四 需要四百点灵魂精华 强化选项三 新增狮妖族召唤生物 食狮鬼乘以二 食狮鬼具有普通魔本 需要五百点灵魂精华 强化选项四 新增古族召唤生物 恐怖骑士乘以一 恐怖骑士具有精英魔本 需要四百五十点灵魂精华 强化选项五 新增狮妖族召唤生物 僵尸犬乘以二 僵尸犬就有普通魔本 需要五百点灵魂精华 这五个强化选项最低也要四百点灵魂精华 高的则是五百点 白小温现在九百五十八点灵魂精华 只能点亮其中的两个 不一定要点亮两个 可以考虑先点亮上一层的强化选项 白小温思考了一下 第五层的强化选项虽然都很诱人 但是论性价比 某些选项还不一定比得上前面四层的收益 就比如强化选项三和强化选项五 看似是增加了两只普通魔板的近战类生物 但是耗费五百点灵魂精华 平均每一只普通生物耗费二百五十点 比起第四层的强化选项二和强化选项三 都是不如的 第四层的强化选项二 新增精英魔板骷髅勇士 只需要一百五十点灵魂精华 而强化选项三 新增精英魔板厉鬼 也只需要二百点而已 当然 食尸鬼和僵尸犬 应该都算是很厉害的亡灵生物 比骷髅刀盾手要强 但是普通魔板毕竟是普通魔板 肯定是不如精英魔板 白小温大致算了一下 最后选择了点亮第四层中的 强化选项二和三 新增一只骷髅勇士 和一只精英厉鬼 耗去了三百五十点灵魂精华 然后在第五层的选项中 白小温点选了强化选项一 之所以选择强化选项一 是因为这个选项 不仅新增了两只普通生物 还附赠了一个全属性加二的强化 白小温这样一来 就等于拥有了六只骷髅兵 每只都全属性加二 收一只高 那就不用多说了 在点亮了这三个强化选项之后 白小温的灵魂精华 只剩下了一百零八点 黑灵魂时钟传来了 德里发焦滴滴的声音 主人 新增的召唤物 是可以吞噬黑灵魂时钟 储存的强者灵魂 变异成更强生物的哦 你现在就要让他们选择 合适的强者灵魂吞噬吗 白小温说道 哎等等 他们现在可以吞噬 什么样的强者灵魂 女妖德里发说道 新增的两个骷髅战士 可以吞噬三国卫面世界的 黄金军中甲刀钝手灵魂 也可以选择吞噬凯恩 卫面世界的精英兽人 步兵灵魂 或者是家境卫面世界的 精英海盗末刀手灵魂 白小温思考了一下 最后还是选择了 中甲刀钝手灵魂 因为另外两种强者灵魂 偏向于输出类型 并不是说输出类型不好 而是输出需要相应的属性支撑 才能发挥出威力 骷髅战士本身的属性太差 成长也很渣 虽然经过了两次全属性加二的强化 但也只是拉近了和同级 同模板生物的差距而已 尤其是敏捷属性 是骷髅战士永远的痛 敏捷低就意味着攻速慢 作为近战还想打输出 不存在的 还是乖乖当个持盾卫士 替白小温挡技能比较好 盾机技能和架盾吸收伤害的能力 在战斗中会更加有用 至于输出 自然有李淑仪以及其他召唤生物去打呀 随后白小温又查询了一下 骷髅勇士 厉鬼所能吞噬的强者灵魂 遗憾的是 这两个精英生物 目前只能吞噬精英级的强者灵魂 骷髅勇士 可以吞噬精英亡谷勇士的灵魂 而厉鬼 可以吞噬精英幽灵 精英冤魂的灵魂 就不能吞噬首领级 白小温有点遗憾 黑灵魂时的每一只生物 只有一次吞噬强者灵魂的机会 一旦吞噬完成了变异之后 就相当于定详了 无法再次吞噬别的强者灵魂了 女妖德里法也很遗憾 主人 他们现在还没有进过强化 所以做不到吞噬首领级强者灵魂 白小温翻了翻强化图谱第五层 也没找到骷髅勇士和厉鬼的强化选项 看来至少要到第六层以后 才能对他们进行强化 吞噬首领级强者灵魂 算了 暂时不用吞噬了 他们本身就是精英模块 吞噬其他的精英灵魂成效也一般 还不如留着吞噬的机会 之前骷髅法师没有被强化的时候 也不能吞噬首领级强者灵魂 一直是以初始形态战斗的 直到家境未免世界 白小温才点亮了骷髅法师的强化选项 使其吞噬了黄金军大衣朱智的灵魂 华丽转身 显著增强 白小温看了一下新增骷髅勇士的属性和技能 骷髅勇士 精英五级 种族 亡灵种 属性 力量34 敏捷15 体质20 精神11 技能1 旋风斩 骷髅勇士挥舞大剑 向一个方向突进 对路径上的敌人造成中度物理伤害 力量低于骷髅勇士的敌人 将承受额外的伤害 并附加短暂的击腿效果 技能2 重批 骷髅勇士高举大剑蓄力 发起一次强力的攻击 蓄力时间越久 伤害越高 技能3 空洞骨架 种族被动能力 骷髅勇士免疫流血 对小型穿测类伤害 有10%的闪避率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下集更加精彩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和阅文集团 联合出品的多人有声剧 净化之眼 改编自起点中文网 同名小说 作者亚瑟罗 由伯恩大魔王领衔 布达拉有声天团 及喜马拉雅16位主播 倾情演绎 第515章 黑灵魂时 强化突破 第5层 这是一个力量型的召唤生物 走的是物理输出型 暴力战士的路线 最有亮点的 是第一个技能旋风斩 突进技能的战术地位 一向是很高的 更何况这个技能 还附加一个击退效果 以骷髅勇士34点力量来看 即便是有一些敏捷型特长 精神型特长的boss 也难逃被旋风斩击退的命运 作为一个打断技能 也是相当不错的 后面 就是利鬼的属性面板了 地鬼 精英无级 中族 妖魔种 鬼族 属性 力量 9 敏捷 17 体质 19 精神 36 技能一 虚幻无形 中族被毒 对物理攻击的闪避率提升至99% 对法术攻击的承受伤害提升99% 技能二 怨毒 利鬼对目标施加怨毒效果 目标需通过精神对抗 否则将会被利鬼抽取精神力 每秒抽取一点 持续15秒 若目标精神力跌落至2点以下 将陷入昏迷状态 持续的时间 为怨毒的精神力抽取剩余时间 该技能 有120分钟的冷却时间 技能三 惊吓 被动 敌方目标在于 利鬼进行精神对抗时 将承受额外的精神判定简直 目标的意志属性越低 精神判定简直就越高 黑灵魂时钟 竟然也会出现鬼族的召唤生物 矮小文倒是有点意外 鬼族属于妖魔种 一般是偏向于东方背景 对应的是魂族属于亡灵种 偏向于西方背景 黑灵魂时本身是亚伦未灭世界的东西 产自西方背景 王者归来技能带来的召唤生物 也都是西方背景下的亡灵种生物 什么骷髅兵 幽灵 僵尸 吸血鬼之类的 冷不丁蹦出一只妖魔种 倒是让白小文有些讶异 问其德里发 这位女妖也是说不出个所以然来 这黑灵魂时到底是什么来历啊 白小文问道 女妖德里发连连摇头 我也不知道 我的意识里 似乎有一扇紧闭的大门 有相当漫长的一段记忆被封锁住了 白小文眯起了眼睛 这又是一个难解的谜题 黑灵魂时的来历 只有到亚伦未灭世界才能一探究竟 想到亚伦未灭世界 白小文又想起了 被她耍了两次的女骑士戈里亚 当初面对格里亚 白小文只有落荒而逃的份 不过现在就不同了 经过大半年的成长 白小文渐渐有了和高级首领对抗的本钱 只不过 女骑士应该也在进步 进步速度如何 那就不清楚了 按道理说 仅仅大半年的时间 格里亚的进步应该有限 但是 灵界未免的时间流速 是不能和地球完全化等号 白小文了解过 在有觉醒者进入灵界未免 觉醒者停留在该未免的时候 本未免的时间流速和地球会保持一致 在该未免待十天 地球也会过去十天 但是 如果连一个觉醒者都没有 灵界未免的演化就会慢慢加速 可能地球上一天 灵界两天 三天 这个加速状态是越来越快的 最快 甚至可以达到地球时间的数十倍 直到有觉醒者匹配进入为止 觉醒者匹配进入某位面 就相当于踩下了刹车 让该位面的时间流速减慢 恢复到和地球一致 地球虽然有几百万的觉醒者 但是有相当一部分觉醒者 安于现状 并不愿意频繁去探索灵界 算是不活跃人群 再加上 灵界门票的稀缺性 同一时间内进入灵界的觉醒者 并不多 每个觉醒者 都把进入灵界当成是一件大事 几个月 甚至半年 准备充分之后 才会进去 灵界 有茫茫多的位面世界 直到灵源96年末的今天 地球人类也不敢说是 变揽了所有位面世界 也许 有很多位面世界 从出现开始 就没有被觉醒者踏足过 直到自然演化出现了 位面大一统 然后 重新轮回 就像是夜空中的星星 在地球人类仰望夜空 惊叹璀璨群星的时候 也许在数亿光年之外 有无数颗星辰诞生 演化 毁灭 并不为人所知晓 这也是灵界情报流通性很高 但是价格并不高的原因 因为情报过时 被淘汰的速度太快了 如果这大半年 没有觉醒者进入过亚伦未面世界 亚伦未面应该已经过去了 蛮长的时间 格里亚的实力 或许会提升很大 白小文思路放飞了0.1秒 随后 注意力又回到了新增的召唤生物 厉鬼上 厉鬼的技能很特别 由于虚幻无形的种族被动能力的存在 厉鬼本身是没有什么物理攻击能力的 但是他的愿毒技能 却是难得一见的抽篮技能 在对抗某些精神力低的敌人时 会有奇效 在大战过后 白小文又收集了一批溺水之谷和幽冥草 尝试着强化他身上的死灵伪装 一根溺水之谷 一树幽冥草 成对的投入死灵伪装之中 自然而然就有一股阴郁的能量蔓延开来 包裹着这两种材料 将其缓缓吞噬 白小文能感觉到 身上的死灵伪装厚实程度 在缓缓的增加 等到阴风港上收集的溺水之谷 全部强化完毕 白小文身上的死灵伪装 已经从初始的破旧缩液 变成了一件没有灯帽的大斗篷 死灵伪装 终极 在鬼物驱使 使你免受阴气缭缭的效果影响 且体能的恢复速度加10% 原来终极的死灵伪装 还可以添加一个增益状态 这层增益状态虽然效果一般 但正适合我施展草屁流 古武术的体能消耗 白小文想着 如果是高级的死灵伪装 增益效果肯定更给力 不过 升级死灵伪装是需要耗费溺水之谷 和幽冥草这两种材料的 溺水之谷也就罢了 带出死灵湖空间之后 蕴含的怨气就会消散 没什么价值 但是幽冥草却是实实在在的 灵能药草 可以带出死灵湖空间 长时间保存 有不错的交易价值 所以这方面就需要 白小文做一个权衡 是消耗幽冥草升级 更高级的死灵伪装 还是留着幽冥草 带出去售卖 本集多奖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下集更加惊蕊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和阅文集团 联合出品的多人有声剧 净化之眼 改编自起点中文网 同名小说 作者亚瑟罗 由伯恩大魔王领衔 布达拉有声天团 及喜马拉雅十六位主播 轻情演绎 第五百一十六章 亡灵天坑 白小文闭着眼睛 通过小队关系 感应了一下李淑仪的方位 比起第一次感应的时候 李淑仪和她的距离 要拉近了一些 不过 感应仍然模糊 代表两个人的距离 仍然比较远 白小文展开了死灵湖的地图 她现在位于死灵湖的东南侧区域 幽名列口的阴峰港 而李淑仪应该位于死灵湖的东北侧区域 两人要会合的话 就要跨过死灵湖中央地域 亡灵天坑 本来白小文和李淑仪彼此有感应 应该是第一批完成会合的决心者 但是两人的初始坐标相距太远 导致难以会合 既然这样 不如在亡灵天坑的入口处会合好了 可惜 小队储藏空间绑在我身上 无法通过这空间传递信息过去 不过 淑仪和我应该有这样的默契 小队的公共储藏空间 是绑定在白小文身上的 其他队员 想要观看或拿取储藏空间中的物品 必须在白小文身边五米之内才行 如果没有这个限制 白小文就可以事先写一个纸条 放在公共储藏空间 李淑仪从公共储藏空间中 拿出纸条阅读 就能实现远距离 甚至跨位面的情报交流了 白小文收起这个不切实际的想法 离开了阴峰港 走出幽名列口 尽直向死灵湖的中央地域 亡灵天坑进发 亡灵天坑是一处巨型大坑 深度数百米 面积有几十平方公里 在天坑之中沉寂着一层浓郁的鬼物 这里是死灵湖的中心区 比起外围的鬼物要更加浓郁 就算是觉醒者 在进入亡灵天坑之后 视野都会被压缩到十米之内 天坑山壁都是陡峭的悬崖 只有一条窄窄的山路 沿着天坑山壁 犹如环形阶梯一般 一圈一圈地绕行而下 山路的入口 位于天坑的东面 想要进入亡灵天坑 就只有这一个入口 除非会飞 根据资料 亡灵天坑内 遍布着潮湿的淤泥 还有浓郁的白色鬼物 因此亡灵天坑内部 还有一个别称 叫做苍白泥沼 在苍白泥沼中 就生存着大量的沼泽多头蛇 其中有的多头蛇 在幼生期 就在鬼物的侵蚀下 产生了变异 变成了幽灵多头蛇 就像死则巨鳄 变异成了盐陀一样 白小文此行的任务 就是收集幽灵多头蛇的眼球 这是炎一小心的委托 经过几个小时的前进 白小文来到了中央地域 他绕着亡灵天坑 找寻了一段时间 终于找到了亡灵天坑入口坡道 此时的入口坡道 只有寥寥几个觉醒者 他们提前一步来到亡灵天坑入口 并没有选择进入 显然是在等人 一旦进了天坑 在浓郁的鬼物中想要会合 就不那么容易了 白小文也没有着急进入 他经过阴风港的大战 以及后面马不停蹄的赶路 精神相当疲惫 另外 李初仪也还没有到 不如趁这段时间 好好地休息一下 研究一下两个新得到的 精英召唤生物的技能 思考一下战术配合方面的问题 不过 在亡灵天坑入口处 看到的几个觉醒者中 白小文意外地发现了 其中一个人 有点眼熟 那人看向白小文的目光 还有些躲闪 白小文很快就想了起来 这个眼熟的人叫阮冲 是江南大学的学生 在断吉山大略谷 也是见过的 当时阮冲和几个江南大学的人 为了争夺血纹地形龙首领 掉落的宝箱 还采取先碰瓷 后反击的方式 围攻李初仪 虽然实力不怎么样 但是坏心眼倒是不少 阮冲看到白小文 就是一阵心慌 他害怕白小文 不管三七二十一冲上来 就是一顿暴揍 把他撵出死灵狐空间 不过 白小文只是撇了他一眼而已 然后就收回目光 闭目养神 并没有动手 阮冲松了一口气 心中五味杂陈 既有逃过一劫的侥幸 又有一种莫名的失落感 他明白 白小文没动手 只是觉得他软冲 没什么威胁 当成空气一样 给忽略掉了 渐渐的 王林天坑入口处的 觉醒者越聚越多 比如 王进 耿臣等认识的校队队长 也都出现了 不过 这一次死灵狐 宝地空间的探索 引来的高校比上一次更多 晚南大学 山东大学 都是一等一的重点强校 光是英雄职业 就超过了五人 王进和耿臣 这样的精英六级的高手 已经算得上最顶尖的了 各方觉醒者的目光 更多是集中在了 白小文这样的英雄职业身上 每一个英雄职业强者出现 都会引起一阵滴滴的议论 大家都在八卦这几个英雄职业 谁更厉害 来自晚南大学的端木城 一身白色运动服 显得颇为阳光帅气 来自山东大学的包一鸣 是个威猛的胖子 或者说是胖大的壮汉 胸肌比姑娘的还要大的那种 走一步 脸上肉都微微发颤 还有白小文的老熟人 齐瑞峰也出现了 他似乎已经从上次战败的阴影中 走了出来 看到了白小文 还露出一个镇定的笑容 微微点头致意 白小文也是点头回应 齐瑞峰表现得心胸宽广 他作为战胜者 当然更不会小家子气 江海赛区的最强者 齐瑞峰来了 不知道跟我们卢江赛区的 No.1端木城比起来 哪个更强一些啊 有觉醒者偷偷议论 你的消息过时了 齐瑞峰早就不是什么最强者了 江海赛区的资格赛里 他输给了静海大学的王牌 白小文 整个江海赛区全都知道 有江海赛区高校的觉醒者 偷偷传播消息 真的 白小文是谁 没听说过呀 你们村刚刚通往啊 连高考庄园都不知道 这些议论声压得很低 但是觉醒者的听力要超出常人 尤其是齐瑞峰这样的精神特长型 他原本微笑的脸色停滞了一下 在齐瑞峰旁边的软冲咳嗽了一声 在这个时候 他觉得自己有必要站出来说点什么 他迅速走进那几个谈论的觉醒者 一次的胜负说明不了什么 资格赛里队长根本就没有用出权力 一时不慎输了一场而已 本集多奖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下集更加精彩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和粤文集团 联合出品的多人有声剧 进化之眼 改编自起点中文网同名小说 作者亚瑟罗 由伯恩大魔王领贤 布达拉有声天团 及喜马拉雅十六位主播 亲情演绎 第五百一十七章 亡灵天坑下 几个在低声笑谈的觉醒者 听了软冲的话 都是遗症 随后迅速反映过来 软冲的来历 应该是江南大学的学生 这几个觉醒者 也不想因为口头上的闲谈 引发争执 见软冲找上来 其中一名觉醒者 便陪了个笑脸 说道 是 我们也就是随口说说 江南大学的实力 我们都是很清楚的 去年的自强嘛 人在敏感的时候 听什么话都会想歪 软冲看着眼前人的笑脸 却是会错了意 以为对方是在说反话 他轻哼了一声 说道 哼 我们队长的实力 不需要其他人平衡 在上个未免世界里 队长完成了一个 A级精英任务 这可不是随便什么 英雄职业就能做到的 A级精英任务 其他的觉醒者 都露出了惊讶的神色 这种档次的任务 绝大多数觉醒者 连触发都很难做到 更不用说完成了 就连包一鸣和端木成 看向齐瑞峰的眼神 都露出了一丝凝重 精英任务他们也完成过 正是因为如此 他们才知道 A级精英任务 代表着什么含义 一般来说 精英任务 至少要面对一个 首领 而觉醒者匹配到的 灵界卫免 其首领等级 至少要比 觉醒者个人等级 高一到两级 齐瑞峰是六级 他在灵界卫免 至少面对的 也是七级首领 甚至是八级首领 而A级精英任务 要面对的 恐怕不止一个首领了 就比如 白小文在 嘉靖卫免世界 完成的巡要任务 击杀了黑江王和白鬼后 最终才得以完成 软冲 回来吧 齐瑞峰面色淡然 丝毫没有得意之色 很是平静地说道 他越是这样波澜不惊 越显得实力深不可测 一轮声又开始了 齐瑞峰果然是老派强者 是啊 A级精英任务 我只在梦里完成过 看来在资格赛中 白小文战胜他 只是一时侥幸吧 白小文嘴角微微一勾 露出了令人捉摸不定的笑容 王静看到白小文脸上的笑容 说道 怎么了 看上去 你对那齐瑞峰取得的战绩 并不是很吃惊啊 哪有 我被吓了一跳呢 A级精英任务 太厉害了 白小文努力做出一副 凝重敬佩的表情 嘿 你这浮夸的演技是闹那样啊 而在这时 一个清脆的女生 从东北方向响起 A级精英任务 有什么了不起 众人寻声看去 只见一个身穿白色剑道服的女孩 快步走了过来 她身姿高挑 腰脊悬挂双剑 如铺一般的黑发 背根细绳扎成了剪练的马尾辫 虽然从林能力场的波动上来看 她只是五级左右 但是 她隐隐散发出的气场 那种镇定自若的气质 却让人不敢轻视 白小文微笑着走到了白色 剑道服女孩面前 你来了 来的人正是李淑仪 李淑仪如画的脸上 露出一丝开心的笑容 在一群男生羡慕极度恨的目光中 伸手 握住白小文的手掌 两人双手相牵 李淑仪和阮冲是有过节的 所以听到阮冲在替齐锐风吹捧的时候 她便忍不住嘲讽了一句 阮冲有点心虚 不过也不肯失了面子 冷笑着说道 哼 你又不是英雄职业 怎么 你做过A级精英任务 李淑仪邪腻了阮冲一眼 经常碰到 只是不怎么看得上而已 但比起来 还是英雄任务更有挑战性 吹牛谁不会啊 阮冲 点了一句 李淑仪杨梅刚要怼回去 白晓文轻轻拍了拍她的肩膀 好了 没有必要为这点虚名争来争去的 A级精英任务确实了不起 白晓文说话间 视线从李淑仪的身上 转到了其他人身上 环视一周后 最后定格在阮冲的身上 不过 我家淑仪是从来不会吹牛的 刚刚你说的这句话 还是收回去比较好 阮冲有点害怕白晓文 她敢怼李淑仪 却不敢怼白晓文 缩了缩脖子 没有继续抬杠 各位失陪 我们先走一步 白晓文向着王静等人挥了挥手 随后和李淑仪并肩而行 踏入了亡灵天坑的入口坡道 白晓文主要是在等李淑仪 如果静海大学的其他人 能同时到来的话 一起组队当然也无不可 只不过李淑仪来了 其他人没到 她也没有必要浪费宝贵的时间 继续等了 虽然是校队的队长 但是白晓文不等于是保姆 其他人在等待校友的集结 壮大自家大学的队伍实力 但是白晓文不需要 她只要有李淑仪 那就够了 在白晓文之前 一直没有进入亡灵天坑入口 大家都能沉得住气 等待校友 一旦有人进去 其他人就很难耐得住性子等待了 白晓文的进入 就像是吹开冰河的第一缕春风 山东大学队长包一鸣 拍了拍屁股 那我们大学怎么一个都没来 哥不等了 先进去瞧瞧 她溜溜答答沿着坡道走了下去 晚南大学队长关牧成 也带着两个晚南大学的 绝情者校友走了进去 齐瑞峰看了王进 耿臣等人一眼 对阮冲说道 我们也进去吧 我必等叶星和李生他们了 第三批第四批 三三两两的觉醒者 踏入王林天坑的入口坡道 后面的王进和耿臣也都耐不住了 纷纷进去 笑声在雾气中回荡 白晓文和李淑仪 各自向对方讲述着 自己一路走来的经历 白晓文的经历要更加精彩 测试一些 再听到她击杀了三支六级首领 一支七级首领 还有一大票精英怪之后 李淑仪免不了一阵惊叹 本集多奖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下集更加精彩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和粤文集团 联合出品的多人有声剧 进化之眼 改编自起点中文网 同名小说 作者亚瑟罗 由伯恩大魔王领衔 布达拉有声天团 及喜马拉雅十六位主播 亲情演绎 第五百一十八章 我们只是狗粮的班院工 白晓文的黑灵魂石生五级 还有新增暗金饰品 阿布索伦的血精石 这两个重磅消息更是砸得李淑仪眼貌猩猩 在吃惊过后 她非常开心 简直比自己变强还要开心 她和白晓文已经永久建队 是一荣俱荣 一损俱损的关系 白晓文变强 对她无疑也有好处 当然 李淑仪开心的原因 还是在于女人的惯常想法 绝大部分女人都希望自己的男人 能够顶天立地 为自己撑起一方天空 女强人也不例外 李淑仪想做一个女强人 而女强人能够收获幸福爱情的前提 就是遇到一个比她更强 能够征服她给她依靠的男人 白晓文随后取出了那件黄金装备 鬼物面纱 从女妖统领BOSS的身上 我抽到了这个装备 你现在还没有头部装备吧 先给你凑合用着 李淑仪也知道 白晓文用工会贡献点 兑换了玛瑙银环 已经有一件更好的头部装备了 她就没有推辞 接过鬼物面纱戴上 笑道 小队绑定就是方便 在戴上鬼物面纱之后 李淑仪漂亮的脸 就隐藏在一层薄纱之下 若隐若现的俊俏眉眼 更增几分神秘的吸引力 白晓文甚至觉得 这件鬼物面纱 是不是还有魅力方面的加成啊 李淑仪原本的精神是十一点 鬼物面纱增加了四点精神 就达到了十五点 算上鬼物面纱的冥思特效 每分钟额外恢复一点精神力 李淑仪的精神力恢复速度 达到了每分钟二点五点 在一定程度上 解决了她精神力不足 续航能力不强的问题 要知道 李淑仪的连斩 是一个冷却时间很短的小技能 精神力足够的情况下 李淑仪可以在一场战斗中 打出多次连斩 对战斗力的提升很不错 在戴上了鬼物面纱之后 李淑仪笑吟吟地对着白小文说道 我在死灵狐的冒险经历 没有你那么夸张了 不过 我也杀了一个六级女妖boss啊 幸好有妖火玉佩 附加火焰伤害 不然的话 我肯定搞不定她 李淑仪说着 也取出了一件装备 递给白小文 那 这是女妖boss身上掉下来的 是护肩 我记得你还没有肩部装备 要给你留着了 这同样是一件黄金装备 你不也没有肩部装备吗 白小文说道 加精神的 你穿更好啊 李淑仪笑得很甜 很动人 不许许啊 不然我会生气的 好 白小文能明白李淑仪的心思 没有拒绝 接过了幽灵护肩 选择佩戴 她的妖术师之袍双肩位置 延伸出两道略显虚幻的 护肩影子 似乎还有一缕缕鬼物 在护肩之上 缓缓征腾 迈向很不赖 而且 新增了三点精神之后 白小文的精神总属性 就达到了五十点 这意味着 她的召唤生物 可以享受全属性加五的精神加成 实力进一步提升 白小文看了看 李淑仪脸上的鬼物面纱 李淑仪看了看 白小文肩上的幽灵护肩 两个人对视一笑 然而 这种甜蜜的氛围 却被一声不合时宜的咳嗽声 打破了 那个 不好意思啊 你们队伍还缺人吗 身后 传来一个貌似 恨厚的声音 李淑仪小脸一板 不缺 两人回头 看到迷雾之中 一个威猛的胖子 走了过来 笑容可掬 别拒绝得那么快嘛 李淑仪脸色微微一变 她也认出了这个威猛胖子 是山东大学的队长 包一鸣 和白小文一样 也是英雄职业 上一届 近海大学在COA联赛的 全国赛第一轮 就是被山东大学淘汰的 确切地讲 就是输在了这只胖子的手里 包学长 我们又不熟 你何必来做这个电灯炮呢 你的实力这么强 应该不需要和我们组队吧 白小文说道 包一鸣 嘿嘿一笑 嘿嘿 山路太窄 我肯定是要跟在你们后面走的 这个电灯炮 不管你们愿不愿意 我是当定了 反正你们的二人世界也过不成了 不如带我一起打怪 蘸礼品分配 我可以少要一点 种不种 不种 白小文心说 这个胖子脸皮真厚啊 行 我过会儿再问问 包一鸣 老老实实地跟在白小文两人的后面 李淑姨和白小文对视了一眼 刚刚的柔情蜜意 被这个死胖子给破坏得一干二净 这里是陡峭的山路 宽度只容两三个人并排 并不适合战斗 而且动用武力把这个死胖子赶走 多少有点不尽人情 好吧 你不走 我们走 白小文无奈地加快了脚步 包一鸣紧跟两步 别家 你们甩不掉我的 真的 带我一个吧 我很厉害的 甩不掉 不兼得吧 白小文笑了笑 忽然站住了 包一鸣自信地说道 山路这么窄 就这么一个坡 你们能甩掉我 除非你们长翅膀了 翅膀倒是没有 不过我们会飞呀 白小文伸手一篮 李淑仪纤细 而又紧致地腰肢 两人对视甜蜜一笑 纵身跳下坡道 向亡林天坑的深处跃去 你们别想不开呀 包一鸣吃惊地看着两人跳下去的背影 只听呼啦啦一声 不足之雨 披风在白小文的身后展开 滑翔技能生效 在包一鸣惊恶的目光之下 白小文和李淑仪并肩滑翔 像是一对比翼鸟 在空中灵巧地变相 缓缓滑入亡林天坑的深处 消失在了浓郁的鬼物之中 半晌 包一鸣才回过神来 猛地跳脚 可恶啊 还凑不及防地被端了一盆狗粮 我不吃 我要踹翻 本集郭奖蛮地 感谢您的收听 下集更加精彩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和阅文集团 联合出品的多人有声剧 进化之眼 改编自起点中文网 同名小说 作者亚瑟罗 由伯恩大魔王领贤 布达拉有声天团 及喜马拉雅十六位主播 亲情演绎 第五百一十九章 沼泽多头蛇 亡林天坑有数百米的深度 如果沿着环形的坡道山路往下走 要绕一大圈好几十公里才能到达天坑底部的苍白泥沼 不过白小文和李淑仪通过装备附带的滑翔技能 却是轻轻松松盘旋下降 一分钟不到就可以来到天坑底部 在下降的过程中 李淑仪说起了包一鸣 那个胖子是什么意思啊 我觉得他好像没有什么恶意啊 有没有恶意暂时看不出来 不过挺欠揍的就是了 白小文说道 他为什么一定要跟住我们啊 他的实力应该很强吧 英雄职业六级 比齐瑞峰也差不了多少 按理说 没必要详细跟我们组队啊 李淑仪说道 至于说故意做电灯炮惹人闲 李淑仪不觉得能够转职成英雄职业的人 会这么肤浅 别看大胖子包一鸣长得不怎么帅 可他在地球倒追他的漂亮女孩子 肯定有一大跳 英雄职业就是金字招牌 相当于公元时代的钻石王老五 白小文笑着说道 我能猜出一些原因 才刚刚我用洞察看了一下 包一鸣的职业是街霸摔跤手 力量直高 擅长摔头技 按照资料 亡灵天坑底部的主要怪物 泥藻多头蛇 都是大体型怪物 包一鸣这样的头摔技能判定 相当吃亏 也就是说 苍白泥沼不适合他的发挥 他单人闯荡的话 斩获的收益会很有限 所以才起了和我们组队的心思 李淑仪迅速地补足了后续答案 白小文眼头笑道 所以啊 他说组队战利品可以少拿一些 其实就是少拿战利品 他和我们组队后的收获 也要比他单人闯要丰厚得多 不过就要挤占我们的收益了 这也是我拒绝的原因 说话间 两人已经滑翔到了天坑底部 天坑底部 生长着一些巨大的发光植物 看上去像是蘑菇 都是长长的根径 撑起了环状散盖 只不过 它们的体型却是普通蘑菇的几百倍 几千倍 像是树木一样高大 这些巨型蘑菇散发着苍白光线 虽然比较微弱 但却成功地照亮了亡灵天坑的地底世界 苍白泥沼的德明除了白色的鬼物之外 这些蘑菇应该也是原因之一 还好 这里的地面比我想象中更结实一些 李淑仪深一脚前一脚地走着 笑着说道 这样一来 战斗不会受太大影响 两人目前走过的苍白泥沼地面 有些地方淤泥比较深 但也只会羡慕到脚踝处而已 大部分地方淤泥很浅 只是羡慕了脚掌 白小文摇头说道 不 我们降落的地点靠近山比 地势应该算是比较高的 这里是天坑底部 气候湿润 一些挖地的淤泥应该非常深 从这里生活的怪物名字 泥沼多头蛇 也可以猜出一二 果然如白小文所说 往前走了几百米之后 两人就遇到了一处挖地 那是一处有着腐臭气息的泥潭 看上去和寻常的地面 没有多少区别 只是颜色略深而已 幸好白小文有着精神力感应 提前发现了问题 才没有陷入泥潭中 虽说两人都是超人的体质 即便陷入泥潭 也可以脱身 但终归会很狼狈 若是弄得满身污泥 在这天坑中又没办法洗澡 就只能在离开死灵湖 保地空间的时候 自动清洁了 觉醒者每次进行空间穿梭 不管是出入灵界未免 还是出入保地空间 灵能粒子都会自动聚集 修复觉醒者所承受的伤势 使其焕然一新 在这里用这个词有些不妥当 但意思是没问题的 灵能粒子在修复伤势的同时 也包括清洁觉醒者身上的污秽 基于这种机制 白小文和李淑仪每次从灵界回来 其实都是干干净净的 身上没有什么尘土 他们经常在回归之后第一时间选择去洗个澡 主要是灵界拨命厮杀之后 取得精神上的放松 想要好好休息 两人绕过泥潭 刚要继续往前走 忽然 白小文的神色微动 低声说道 等等 前面有动静 似乎有声命体过来了 泥潭的表面微微颤怒 一块巨大的淤泥穿过雾气 横移过来 来到近处 白小文和李淑仪才看出来 这哪里是什么淤泥呀 而是一只锅盖大小的螃蟹 沼泽巨蟹 无鸡 中族 野兽中 陆生兽类 属性 力量 22 敏捷 十一 体质 十八 精神 六 技能一 尼壳 沼泽巨蟹的身体被厚重的尼壳覆盖 同一部位所受的第一次攻击伤害降低90% 第二次攻击伤害降低50% 第三次攻击伤害降低20% 同一部位承受三次攻击后尼壳脱落 该部位的减伤效果消失 若受到暴击伤害 同样会造成该部位尼壳脱落 技能二 横冲 沼泽巨蟹横移发起冲锋 对撞击命中的第一个敌人造成冲突物理伤害 并附加击退效果 好大一只螃蟹啊 白小文有点流口水了 这只螃蟹貌似并没有被这里的阴气鬼物给腐蚀 应该是可以吃的 就知道吃 李淑仪抽出双剑 踏着小碎步冲向了沼泽巨蟹 在巨蟹的横冲技能撞上之前 李淑仪轻轻巧巧的一个错步 就躲开了冲撞 双剑横竖交叉 两段斩击出手了 这样子躲技能 是基于敏捷属性战斗特长的压制 躲过去很正常 躲不过去才不正常 嗤嗤两声 双剑斩中了沼泽巨蟹的背部 其中一剑造成了七点伤害 第二剑则是造成了二十多点伤害 显然 这就是沼泽巨蟹的尼克技能的效果 否则 以李淑仪的攻击力 打一个五级普通怪 伤害值无论如何也不会低于五十点的 尽量攻击同一个点 白小文把探测到的资料发给李淑仪 李淑仪点头 不过知道是一回事 要做到还是有些难度的 幸好李淑仪的战斗特长和敏捷属性压制 他轻轻一个滑步 让过沼泽巨蟹的大敖攻击 绕到了他的侧方 闪烁红光的主手长剑 再次刺中了之前攻击的部位 本集多奖难地 感谢您的收听 下集更加精彩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和阅文集团 联合出品的多人有声剧 净化之眼 改编自起点中文网 同名小说 作者亚瑟罗 由伯恩大魔王领衔 布达拉有声天团 及喜马拉雅十六位主播 轻情演绎 第五百二十章 沼泽多头蛇 下 这次的伤害高达四十一点 显然 对于同一部位的第三次攻击 只会被削减百分之二十的伤害 而第三次攻击造成了沼泽巨蟹 背部的尼壳碎裂 不落下来 李初一乘胜追尽 几剑下去 就把这只威武霸气的谢将军 给剁得八角朝天 说起来 我还没有尝过锅盖大的螃蟹 是什么滋味呢 白小文的吃货属性发作 另一个时空的好身材 就是吃出来的 他搓了搓手 绕着螃蟹转了一圈 只不过 该怎么料理这只大家伙 还是有点头疼 算了吧 最奉进储藏空间 等回去之后 找专业人士来处理 李初一口中的专业人士 自然是学过磷能料理的生活助理 何止情了 白小文只能按捺住旺盛的食欲 把沼泽巨蟹的尸体 给收了起来 沼泽巨蟹并没有掉落宝箱 只是给了李初一几十磷能点而已 两人绕过去泥潭 又遭遇了两只沼泽巨蟹的攻击 白小文召唤出两只骷髅兜盾手迎击 他有意观察一下 阿布索伦的血精石的生效机制 很明显 召唤生物的攻击 不会触发血精石的第一个技能 鲜血可求 也不会触发第三个技能 杀戮可求 白小文自己开枪射击 然后就发现血精石的半边 有微微的红色光运亮起 仔细查看的话 还有存储生命值的数字 当前显示为9-97 只有我本人的攻击 才可以触发血精石的技能 白小文确认了这一机制之后 有点遗憾 要是召唤生物也能触发 血精石的技能的话 那可就真的无敌了 新出现的两只沼泽巨蟹 白小文就没有让召唤生物攻击 只是让骷髅刀盾手扛住 输出全部交给白小文完成 主要就是为了早点 把血精石的第一个技能 鲜血可求的97点 生命值上限给存满 在干掉两只沼泽巨蟹之后 白小文血精石存储的 生命值上限 堪堪来到了37-97 突然一阵震动传来 泥潭出现了一圈蜘蛛网状的裂缝 随后大量的淤泥喷射出来 紧接着一颗蛇头从淤泥中冒出 然后就是第二颗 第三颗 沉重的踏地声响起 一只有着三颗脑袋的泥沼多头蛇 从泥潭中现身 迈着沉重的脚步 走向了白小文两人 这只多头怪物 有着宽大的脚铺 它看似笨重的身躯 踩在淤泥上 居然只是微微地下限而已 三颗蛇头 都有着羞长的蛇尽 左右摆动 白小文赶紧使用洞察 沼泽多头蛇 精英六级 种族野兽种 鹿生兽雷 属性 力量三十一 敏捷二十三 体质二十九 精神十四 技能一 尼克 略 技能二 强忍 被动 沼泽多头蛇在承受要害攻击时 不会触发秒杀效果 技能三 多头再生 种族被动 沼泽多头蛇具有多颗头颅 每颗头颅具有独立生命值 当一颗头颅的生命值清零时 若其他蛇头仍然存在 则该头颅会快速再生 由于多颗头颅的存在 沼泽多头蛇的最大攻击速度得到了提升 但需要承受额外的扰乱效果影响 在第三个技能多头再生后 白小文还探测出了扰乱效果的具体描述 扰乱 沼泽多头蛇的多颗头颅具有独立的意识 并争夺主体控制权 会相互扰乱 命中率 闪避率等降低 这个扰乱效果 好吧 又看到了三被动的怪物 白小文想到了之前在阴风港遇到的巫毒巨师 堪称脑残怪 现在看来 沼泽多头蛇恐怕也属于脑残怪的类型 照例 由骷髅刀钝手顶上 经过两次强化的骷髅刀钝手 至少现在的总体属性 并不比五级的普通怪差 力量值都达到了19点之高 扛住沼泽多头蛇单一头颅的攻击 还是没有问题的 六只骷髅刀钝手 召唤出来了三个 算是对沼泽多头蛇这三颗头颅的尊重 白小文开枪射击 同样是为了叠满血精石的生命值上限 他故意选择一颗头颅攻击 没有管剩下的两颗头 沼泽多头蛇一颗头颅 只有90点左右的生命值 很快就被打烂 随后不出意外的是 这颗破烂流血的头颅迅速鼓胀 形成了一团肉流 十秒钟左右 从肉流之中就再度钻出了一颗 猙獰的蛇头 只不过比起其他的蛇头 颜色显得浅了一些 比较粉嫩 而且没有尼克技能的保护 白小文观察沼泽多头蛇的生命值变化 发现新出现的蛇头有74点生命值 比起之前下降了十几点 头颅再生需要十秒钟 再生之后的头颅生命值上限降低 白小文记下了这两点情报 然后再度开枪 把新生的蛇头打烂 打烂的蛇头再度缩回成一颗肉流 十秒后 又一颗蛇头重新出现 这次只剩下了55点生命值上限 白小文尝试了十几次 攻击全部集中在一颗蛇头上 每次都会再生 只不过生命值上限越来越低 到最后 新生蛇头的生命值上限 只剩下了一点 再打烂的话 依然会重生 只不过生命值上限固定为一点 不会再减少了 一只金银多头蛇 一颗头颅最多经过五次再生 就剩下一点生命值了 白小文对李书仪说道 当然了 现在的战斗压力不大 我只是做一下实验 真正的战斗中 要同时压低所有头颅的血线 争取都压到残血 然后在十秒内全部打爆 这才是捏造多头蛇的打法 白小文的攻击 转向了其他蛇头 不过 沼泽多头蛇居然屁股一扭 毫无骨气地选择了逃跑 哇 666啊 白小文没料到他会逃 看来 智能要比物毒巨师高一些 不过 白小文也不可能让他逃掉 伸手一招 一只手持双手大剑的高大骷髅出现了 一剑劈来 挡住了多头蛇的去路 这就是白小文新增的精英召唤生物 骷髅永世 他的力量值比多头蛇指高不低 毫不含糊地将其挡下 这是白小文第一次召唤骷髅永世 骷髅永世骨架高大粗壮 比白小文都高出了一个头 人家这可是标准的骨头高度 实打实没有头发之类的水分 他的双毛之中 燃烧着和骷髅刀顿手一样的苍白灵魂之火 骨节粗大的一双手爪 握持着一柄一人高的大剑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下集更加精彩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和粤文集团 联合出品的多人有声剧 净化之眼 改编自起点中文网同名小说 作者亚瑟罗 由伯恩大魔王领衔 布达拉有声天团 及喜马拉雅十六位主播 轻情演绎 第五百二十一章 泥潭蛇人 白小文没有双手剑特长 暂时还不能充分挖掘出骷髅勇士的全部战斗力 只能让骷髅勇士一板一眼地 按照固有的双手剑套路攻击 你找多头蛇 似乎感觉到了死亡的逼近 他的三颗蛇头发出了威胁的嘶嘶声 三张蛇口向着骷髅勇士猛击而去 攻击速度足足提升了三倍 有着三颗脑袋 而且每颗脑袋都有独立的意识 果然不同凡响 李初已使用双剑的时候 攻速只会按照单手剑术特长的等级来提升 每级提升百分之五 即便十级的单手剑术特长 也就能提升百分之五十的攻速 而多头蛇每一颗脑袋 就等于初始攻速提升百分之百 三颗脑袋攻速就是初始的三倍 刚刚三只骷髅刀顿手 一人扛一个 还不算吃力 现在骷髅勇士一人扛三颗蛇头 顿时有点手忙脚乱 白晓文总算明白 为什么一只精英级的 泥沼多头蛇技能那么弱机 除了一个多头的种族被动 和一个不会被秒杀的 特殊被动技能之外 就只剩下了尼壳 这个泥潭生物共有的被动技能了 人家的三头攻速乘以三 已经相当于一个强大的进攻技能了 虽然三颗脑袋互相会有干扰 影响一定的命中率和闪避率 但狭不掩喻 正面效果依然很强大 好在骷髅勇士足有34点力量 而白晓文的格斗特长 也可以用在骷髅勇士调整步伐 闪避攻击等方面 对于战斗 还是有一定的增持作用的 现在的骷髅勇士 就相当于一个内力较为强悍 弓弱手强的武者 临时挡住这只泥沼多头蛇 没有太大的问题 泥沼多头蛇的多头被动固然很强 但是归根结底 只是一个终极精英生物 白晓文如今实力大增 几只召唤生物一围 轻松地就能把他打死了 泥沼多头蛇掉落了一只白银宝箱 打开之后获得六百零能点 只有地级评分 白晓文抽了一张白银卡牌 好运的没有碰到三分之一的轮空机率 抽中了物品 不过抽中的战役品质量并不怎么好 是一件白板的皮甲 还是十取绑定 基本上没有价值 精英怪宝箱 白银卡牌抽中白板装备 运气有点差 不过白晓文也不在意 毕竟按照人品守恒定律 这次的鬼抽是为下次的神抽攒人品 这座泥潭的面积不大 似乎只生存着这一只泥沼多头蛇 两人正要继续前进 忽然灵力的破空声响起 两根短毛从鬼物之中投射而来 小心 白晓文反应很快 一拉李淑仪躲在了骷髅刀盾手的后面 而骷髅刀盾手也在一瞬间架起了盾牌 当狼一声 金属撞击的轻音响起 短毛撞击到了盾牌上 强劲的冲击力将骷髅刀盾手击退 还受到了不轻的反振伤害 是谁在偷袭 李淑仪双剑抽出 警惕地看向了短毛射来的方位 前方的浓雾中出现了两只怪物 这是那家 白晓文说了一个公元时代的游戏词汇 来的两只怪物都是半人半蛇的身躯 上半身是人类身体 下半身则是一条粗壮的蛇尾 轻轻摆动中就能在淤泥内灵活游走 这两只怪物显然是一男一女 其中的男性身材更雄壮一些 胳膊简直比白晓文的腿还要粗 手里提着一柄沉重的三叉戟 而女性的身材比较纤细 胸部的轮廓也很是明显 还长着四条手臂 这一点和男性不同 男性半蛇人怪物 只有两条粗壮的手臂 他们都没有穿衣服 但是也不用担心走光 因为他们的体表覆盖着一层细密的鳞片 其中的女性怪物张开口 说出了一串词汇 语气显得很激烈 绝对称不上友善 古拉丁文竟然可以沟通 这些生物有相当高的智能 白晓文的古拉丁文水平 早已是今非昔比 能够大略听懂对方话语的含义 李淑仪不懂 转头问道 他刚刚说什么 白晓文笑道 他让我们滚回去 好吧 我早该猜到他 李淑仪说道 能和他们沟通吗 既然对方有类似于人的智慧 再称呼他或他们 就不太合适了 白晓文看着其中的女性扮蛇人 吐出的蛇信 摇头说道 除非我们离开死灵湖 否则肯定会有冲突的 刚刚我们杀掉的捏枣多头蛇 似乎是这些扮蛇人 崇敬的物种 白晓文尝试着 对纳米女性扮蛇人 说出了一串古拉丁文 你知道幽灵多头蛇在哪吗 熟了 纳米女性扮蛇人 覆盖着鳞片的青色脸堂 猛然扭曲 把声吼叫着 摆出了攻击的姿态 而男性扮蛇人 则是直接挥舞着三叉截 冲了手 在说话的时候 白晓文已经对其中的女性怪物 丢出了洞察 泥潭蛇人技师 精英六级 龙族 人形龙蛇人族 属性 力量 十七 兵级 二十 皮质 二十六 精人 三十三 技能一 滑腻鳞片 被动 泥潭蛇人技师承受的物理攻击伤害降低百分之二十 被摔头技能命中的几率降低百分之二十 技能二 尼壳护盾 操控淤泥覆盖着目标友军的身躯 使其获得一层护盾 该护盾可以格挡三次物理攻击 技能三 摩护盾五之侧 被动 泥潭蛇人技师的普通攻击会造成三十三点冰霜伤害 伤害值相当于其精神属性 这个女性的蛇人技师并没有什么直接进攻性的技能 从她的属性上看 近战属性都不低 体质更是相当的高 而最后一个技能 阿末塔瓦之侧 则是少见的普通附加特效的被动技能 综合来说 这名蛇人技师是个很罕见的精神特长型的近战生物 白小文对男性蛇人也丢出了洞察 泥潭蛇人勇士 精英六级 中族 人形种 蛇人族 属性 力量 三十七 敏捷 十八 体质 三十 精神 十四 技能一 华逆云片 略 技能二 震荡 泥潭蛇人勇士挥舞三叉截 猛击地面 将环形范围内的敌人击飞落地时造成晕选状态 技能二 蛮逆打击 泥潭蛇人勇士在虚异后发起一次野蛮的攻击 对敌人造成中毒物与伤害 并将其击退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和粤文集团联合出品的多人有声剧 净化之眼 改编自七点中文网同名小说 作者亚瑟罗 由伯恩大魔王领衔 布达拉有声天团 及喜马拉雅十六位主播 轻情演绎 第五百二十二章 泥潭蛇人 下 这个六级精英 泥潭蛇人勇士的力量值相当高 而且有两个强力技能 配合女性蛇人技师更是难缠 不过在蛇人勇士冲上来的时候 白小文却是伸手一招 一只虚幻的鬼影子出现了 正是白小文新增的精英生物 厉鬼 厉鬼上来就没有废话 直接冲着泥潭蛇人勇士施展了怨徒技能 就凭着蛇人勇士那可怜的十四点精神 怎么可能通过和厉鬼的精神对抗 要知道厉鬼的精神高达三十六点 还有一个专门用来精神对抗的惊吓技能 抽蓝 再抽蓝 一个个负一精神力的状态字样 在泥潭蛇人勇士的头上浮现 蛇人勇士吼叫了一声 被连续抽蓝的滋味是很不好受的 他立刻调转目标 扑向了厉鬼 三叉戟短暂蓄力 发起了一次蛮力打击 不过蛮力打击技能 却像是划过一片空气 没有带走一片云彩 厉鬼的种族被动 虚幻无形 专刻物理攻击 可悲的是 蛇人勇士本来的精神就不高 施展过一次蛮力打击后 又消耗了四点 只剩下了十点精神力 数秒时间一过 他的精神力就被迅速抽到了两点以下 陷入了持续六到七秒的昏迷状态 李淑仪早早就冲了上去 双眼交错 像是剁线一样狂击猛斩 另一个女性蛇人 泥潭蛇人济世 很想救援同伴 不过吸血鬼基此 和骷髅刀盾手已经将他团团围住 根本就冲不过来 他只能尽最后的努力 施展出了尼克护盾技能 为蛇人勇士套盾防御 抵挡三次物理伤害 看起来很美 但是在离出一毫无顾忌的 全力免弓之下 连一秒 尼克护盾就宣告破碎 泥潭蛇人勇士好不容易从昏迷状态中苏醒过来 试图反击的时候 却发现自己已经没有施展技能的精神力了 精神力的自然恢复速度 每分钟可以恢复精神属性10% 蛇人勇士的精神是14点 代表他每分钟只能恢复1.4的精神力 而觉醒者的战斗 往往用不了多长时间 除非实力极其接近 才会演化成持久战 蛇人勇士用不出技能 只能徒劳地挥舞着三叉戟平坎 他的敏捷又差 攻速缓慢 攻击全部被李树仪轻巧地躲开 自身的生命值却是在快速地下降 根本拖不到精神力的恢复 扑通一声 蛇人勇士倒地 另一边 蛇人勇士比他死得更早 毕竟白晓文这边的攻击点更多 而蛇人勇士的尼克护盾给了队友 自身毫无防御 蛇人勇士并没有掉落宝箱 不过蛇人勇士 还是很给面子的 留下了一只终极白银宝箱 战斗平分是地级 经过连番的小规模战斗热身 白晓文的饰品血精时 总算把额外的生命值存满了 战后的小结 白晓文总结道 厉鬼的战术地位和我预想中的相差不大 对付这些力量敏捷属性高 精神属性丁的暴力战士 敏捷刺客型boss 会有很不错的发挥 李叔已体会到了厉鬼的强悍之处 连连称赞 嗯 没错 要是boss的精神低于十五点 厉鬼的愿毒技能 可以让对方至死都施展不出来一个技能 高级首领虽然精神普遍不低于二十点 但抽掉十五点精神力之后 也可以让他们的精神力空掉一大半 本来能释放两套技能的 说不定只能放出一套或者只能出一招 威胁度大大降低了 白晓文点头 随后要说道 不过厉鬼的缺陷也很明显 他的物理输出能力基本为零 只能靠着愿毒技能吃饭 而这个技能的冷却时间长达两个小时 顿了顿 白晓文又说道 愿毒技能是需要持续施法的 时间长达十五秒 这个毒条是可以被中途打断的 而且一旦被打断 厉鬼只能当观众了 好消息是 厉鬼对物理攻击基本上免疫 可以影响到他打断的技能只有法术 这场战斗 算是骷髅勇士和厉鬼 这两个新增召唤生物的初次发挥 给白晓文的感觉是 物有所值 他的实力也因此增强了很多 白晓文再次感觉到 他的英雄职业专属装备 黑灵魂石的确非同一般 每次黑灵魂石升级 都可以给白晓文带来一次 实力上的跃升 英雄职业也有强弱之分 很多英雄职业是没有专属装备的 进一步说 专属装备也有强弱之分 而就白晓文目前了解到的资料来看 他还从来没有见过 哪个英雄职业的专属装备 有黑灵魂石这么强力的 黑灵魂石到底是什么来历 德里法说他有一段记忆被封印 到底其中隐藏了什么秘密 白晓文摇摇头 想不明白的事情就不要去想 也没有必要疑神疑鬼 他现在的实力 的确有相当一部分是来自黑灵魂石 但即便没有这颗石头 白晓文的实力 也不会比齐瑞峰这样的英雄职业弱 白晓文打开蛇人济湿的白银宝箱 选择了唯一一次抽取机会 轮空 白晓文耸耸肩 李淑仪轻移了一声 诶 在宝箱里还有东西呢 你看看这是什么 李淑仪伸手一搂 一块巴掌大小的石板 出现在她的手中 嗯 这上面还有技能 不过我只能病人出几个词来 高中时的古拉丁文 只是作为兴趣课程 本身又不会进入高考范围 所以李淑仪掌握的并不多 是必定掉落的特殊物品 不进入战利品掉落列表的 白晓文反映了过来 接过了石板 将上面的几行字 给翻译了出来 群衫化为道义 鱼群镊石秃鹰 神从深渊降领 大地成菜荣光 阴影遮蔽天空 世界归于混沌 在翻译出了石板上的 拉丁文字之后 白晓文和李淑仪 一时间沉默无言 思考着这段文字的含义 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啊 李淑仪一头雾水 不用想太多 白晓文说道 这种解谜类的文字 光有迷面是不够的 要了解谜底的范围 也就是背景 才能做出相应的推理 就好比猜谜语 出题人在说出迷面之后 往往都会在后面附带一句 打一物 打一字之类 这就是谜底的范围 除非谜题太过浅显 或者在谜题中 已经界定了范围 否则大多数谜题 都会这么设置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下集更加精彩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和阅文集团 联合出品的多人有声剧 净化之眼 改编自起点中文网 同名小说 作者亚瑟罗 由伯恩大魔王领衔 布达拉有声天团 及喜马拉雅十六位主播 倾情演绎 第五百二十三章 肥仔的净化休眠 白小文停顿了一下 又说道 从这三十六次的迷面 以及我们目前得到的场外信息之中 目前只能看出两点 第一 有很大机率 这是一段末日预言 第二 剧中的神 应该是一个偏向于黑暗阵营的邪神 很有可能就是泥潭蛇人部落崇拜的对象 正常的神 应该是不会从深渊降临的 最后 白小文又补充道 现在解不出的只有三句 群山化为道影 鱼群涅石秃鹰 以及阴影遮蔽天空 这三句话 比较令人难以琢磨 有一种 故弄玄虚的感觉 没必要去想那么多了 李初仪 有点担心地说道 有关末日的预言 难道是地球世界的末日 地球毁灭 你姓末日 白小文反问了一句 灵能粒子都出现了 人类堵信了几百年的现代科学体系几乎崩塌 到现在还有很多关于灵魏粒子的未解之谜只能用假说来代替 嗯 我觉得就算出现世界末日也并不奇怪吧 白小文倒是忽略了一点 李初仪是在灵能时代中长大 而在这个时代中成长起来的人们 对于世界末日的接受和相信程度 肯定要比公元时代的人类要高得多 要知道 即便是公元时代 几乎没有超自然力量出现在公众视野中 仍然有宣扬世界末日 吸收信徒的教派 当然都是邪教 但是邪教的出现就意味着 有相当数量的群众基础 白小文说道 你放心吧 就算有世界末日 地球也没事 地球已经存在了46亿年了 人类的历史才多久 灵能时代才多久啊 看到李初仪的表情仍然凝重 白小文吐了一口气 他还是低估了末日预言 对于李初仪这代人的影响 这也是各国政府严厉打击 宣扬世界末日的各种教派的原因 在刑法方面的设置 要比公元时代重得多 即便如此 邪教教派仍然像雨后春笋般的冒了出来 根本禁绝不掉 好了 我估计这段预言不是指地球世界的 白小文揽住了李初仪的细腰 你忘了 死灵虎宝地空间是怎么形成的 所有的宝地空间 都是从灵界微面中剥落的碎片 也就是说这个预言是来自某个灵界微面的 所指的当然是那个灵界微面的末日 和地球没有半毛钱关系啊 李初仪不好意思地笑了笑 总算放下心来 两人再次上路 继续在苍白泥沼中探索 又过了几个小时 白小文之前击杀盐驼 战死的骷髅斗盾手 阴阳刺客和缝合怪肥仔 总算可以复活重新召唤了 白小文的召唤生物均荣 终于达到了鼎盛 差不多了 我把肥仔召唤出来 吃钱杀死六起Boss 巫毒巨尸 出现了一个特殊物品 我们看看肥仔能不能用 又一波战斗结束后 白小文说道 白小文抬少召唤出缝合怪 又从储藏空间中 取出了那颗巫毒核心 巫毒核心的说明上写了 对失足生物有很大的吸引力 白小文当然要试一试 肥仔看到了巫毒核心 本能地伸出胖乎乎脏兮兮的手 白小文把巫毒核心 递到了肥仔的手上 肥仔直接张开大嘴 闭口把巫毒核心给吞了下去 然后二话不说 直接躺倒 白小文有点哭笑不得 没想到肥仔吞下核心之后 第一反应居然是睡觉 他尝试着把肥仔收入黑灵魂时 可是却得到了提示 你的召唤生物缝合怪 正处于净化休眠状态 预计剩余时间 三小时五十九分十一秒 若提前收回缝合怪 休眠状态将终止 本次净化将会失败 是否收回 白小文当然不能选择收回 肥仔的净化肯定是代表实力的增强 他求之不得 李淑仪也看到了白小文共享的提示信息 说道 我们就在这边等一等吧 四个小时很快就结束了 白小文说道 不用等了 我们继续走 可是肥仔还在睡觉啊 李淑仪说道 白小文黑黑一笑 手一招 四只骷髅刀盾手 起步上前 收起了铁刀铁盾 四只骨爪 在肥仔的双肩 屁股处一拖 轻轻巧巧地 把这两百多公斤重的肥仔 给抬了起来 两百多公斤的重量 看起来很可怕 但是对于力量值都达到十九点的四只骷髅刀盾手来说 一点问题都没有 就算是四个普通人壮汉 抬起两百多公斤的东西 咬咬牙也能做到 更何况 骷髅刀盾手力量远超普通人 当然更是轻松啊 即便在泥沼中 仍然健步如飞 这样就可以了 不打扰肥仔的进化 也不耽误我们赶路 白小文笑得很得意 谁让咱召唤生物够多呢 就算是遇到敌情 剩余两只骷髅刀盾手 加上怒爪 加上阴影刺客 加上亡谷妖术师 吸血鬼鸡刺 骷髅勇士 再加上厉鬼 这样的组合 也足够应付的 一句话 召唤生物多 任性 李叔一笑得眼睛都眯了起来 好吧 我们走 诡异的队形出现了 几次走在最前面 随后是白小文和李叔一 中央则是四只骷髅 抬着一只大胖子 以及厉鬼 亡谷妖术师等脆弱的职业 后面还有怒爪和骷髅勇士断后 显得颇有喜感 走了一段路之后 忽然白小文的神色一动 看向了左前方的浓雾 几次把耳朵贴在地面上 扮上之后抬起脑袋说道 脑袋那边有人 好像还不少 听动静 实在打架 白小文的精神感应同样察觉到了 他点头说道 我们过去看看 穿过浓雾之后 白小文看到了正在战斗的两方 一方是泥沼怪物 另一方则是觉醒者学员 觉醒者一方有七个人 在里面白小文赫然看到了 静海大学的两个校友 韩旭和陈国威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下集更加惊讶 喜马拉雅和粤文集团 联合出品的多人有声剧 净化之眼 改编自起点中文网 同名小说 作者亚瑟罗 由伯恩大魔王领衔 布达拉有声天团 及喜马拉雅十六位主播 轻情演绎 第五百二十四章 苍白泥沼中的秘密 韩旭已经穿上了 那件黄金级的上装 地形龙骨板甲 造型相当威猛霸气 他举着塔顿冲锋在前 凭借着高额的护甲 和娴熟的盾牌特长 一个人顶住了 好几只泥沼怪物攻击 是这支临时的觉醒者队伍中 地位最关键的MT 看来韩旭没有等到升级 就直接冒险一搏了 选择了喝下白小文 给他的那瓶 红宝池之力强化药剂 这次他成功了 增加了四点基础力量 满足了地形龙骨板甲的 装备条件 作为坦克型职业的硬度 大大提升 因此韩旭才能以四级 精英觉醒者的实力 扛住好几只 比他等级高的泥沼怪物 陈国威只有三级 还是普通模板的标准职业 原本以他的实力 很难找到队伍 白小文猜测 陈国威现在能够在这支队伍里 混战斗经验和击杀贡献 应该有韩旭的因素在内 一定程度上是抱了韩旭 这位MT的大腿 至于来自其他大学的觉醒者 白小文并不认识 从林能立场的波动上来看 对方基本上都是 四五级的中级觉醒者 有一个六级精英觉醒者领头 和觉醒者们对战的泥沼生物 是一群大号龙虾 体长和成年男子差不多高 白小文通过洞察看到 这些大号龙虾的名字叫做 泥沼龙虾人 种族居然是人形种 而不是野兽种 龙虾人基本上都是普通模板 只有两个战斗技能 其中一个是尼壳 算是泥潭生物的共通技能了 另一个技能是坚固甲壳 固定减免十点物理伤害 这两个技能都是防守类型的 看上去皮粗肉厚 蛮扛揍 可是缺乏进攻能力 就注定了龙虾人 难以和觉醒者抗衡 生命值一点点的被磨掉 老白 陈国威在射箭的时候 也有心思划水 一眼就看到了 从浓雾中走出来的 白小文 兴奋的挥手 来来来 打把手 把这几个大龙虾给灭了 陈国威这么一说话 顿时招来了几道不满的目光 现在是怪少人多 这些觉醒者已经足够击败龙虾人了 多一个觉醒者那就意味着要分薄收益 何况是多出了两个 只不过碍于MT含蓄的面子 几名觉醒者没有说话 白小文笑了笑 何用 我看着你们打就好了 开玩笑 以白小文英雄职业无极的实力 打这些普通模板的龙虾人怪物 一出手 哪还有标准职业觉醒者们喝汤的份 而且 白小文击杀等级低的普通怪 战斗评分很低 基本上没什么好处 可以说是损人不利己 其他几名觉醒者松了口气 那名领头的精英职业六级的觉醒者 有些不好意思的说道 啊 既然是含蓄的校友 要不就加你们两个吧 人多力量大吗 白小文婉言谢绝 这时 陈国威也想误了过来 说道 对 老白不能打 他是英雄模板 一参战 跑星肯定缩水 英雄之夜 几名觉醒者看向白小文的目光 明显不一样了 有人迅速想到了白小文的身份 韩蓄的校友 应该是静海大学的 我的天 你该不会是静海大学的校队队长吧 嗯 打败了齐瑞峰的那个 是我 白小文点头承认之后 几名觉醒者都发出了滴滴的惊呼声 很快 一群龙虾人被打翻在地 爆出了两个普通宝箱 几个人按照击杀贡献比例 迅速地分赃完毕 熟络地围拢了过来 那名领头的六级精英觉醒者说道 你好 白小文同学 我叫石海岩 是山东大学的校队成员 旁边这几个 除了韩蓄和陈国威之外 都是我山东大学的校友 很高兴见到你 幸会幸会 白小文跟石海岩握了握手 随后问了一个问题 你们是沿着入口的 环形山路下来的吗 进入苍白泥沼多久了 白小文在看到陈国威党人之后 心中就有一层疑虑 他和李淑仪 应该是第一批进入亡灵天坑的 两人是直接滑翔落地 好时肯定要比其他觉醒者 走山路快得多 白小文一直有意识地 向苍白沼泽的深处走 按照常理 他是很难和其他觉醒者碰面的 本身就是第一个出发 再加上白小文的推进速度比较快 其他觉醒者很难追得上 石海岩这个队伍就更不可能了 实力配置不够 可结果白小文还是碰上了 石海岩说道 进入亡灵天坑不是只有环形山路之一条道吗 我们刚刚下来的才推进了几百米 就遇到了这群龙虾人 白小文和李淑仪迅速对视了一眼 怎么了 陈国威问道 韩旭也投来了疑惑的眼神 白小文缓缓说道 从我进入泥沼开始至少有五个小时了 陈国威惊讶地说道 五个小时 怎么会和我们遇上 这真是我的困惑之处 看来这个沼泽之中 隐藏着一个很大的秘密啊 白小文微笑着说道 啊 你们遇到过蛇人吗 一群人懵逼地摇头 这座沼泽里还生存着蛇人 石海岩有点吃惊 历届前辈留下来资料上 都没有提到过蛇人啊 苍白沼泽不是只有龙虾人 多头蛇和一些沼泽巨鳄巨蟹吗 白小文说道 按照我的推测 沼泽之中不但有蛇人 应该还有一整个蛇人部落 只不过他们藏起来了 老白 我们碰到过蛇人了 他们实力强不强 陈国威问道 白小文点头 学到两个应该是外出巡逻的 都是精英怪 照此估计的话 蛇人部落里面应该有不少的精英怪物 甚至不缺乏首领级生物 一群觉醒者都露出了渴望的眼神 对他们来说 挑战首领的危险系数太高 但是围杀精英就比较安全了 有水也比普通怪更加丰厚 本集多奖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下集更加精彩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和阅文集团 联合出品的多人有声剧 进化之眼 改编自七点中文网同名小说 作者亚瑟罗 由伯恩大魔王领衔 布达拉有声天团 及喜马拉雅十六位主播 亲情演绎 第五百二十五章 双赢的选择 你要去找那个隐藏起来的蛇人部落吗 石海岩问道 白小文点头 这件事也没有什么好避讳的 白小文当着石海岩的面 提起蛇人部落 其实也是有意为之 有人提出了疑问 那个蛇人部落 应该不太好找吧 如果容易被发现的话 之前来死灵任务的历界学长 怎么一个都没有发现 白小文微微一笑 笑容中带着一股 说不出的自信 我当然可以找得到 石海岩 先是瞪了那个质疑的人一眼 随后 有些迟疑的说道 能不能带我们一起 我是说我们来组队 由你来指挥 石海岩说这句话的时候 还是有点难以启齿的 刚刚陈国威要邀请白小文入队 石海岩的同学都隐晦地表示了反对 现在又要抱着白小文的大腿 多少有些难为情 但是既然有增强实力的机会 石海岩当然也要抓住 脸面和实际收益相比 哪个更重要 当然是收益 公元时代的很多大学生 或许还不能明白这个道理 或者明知这个道理 却不能放下架子身体力行 但是 林能时代的觉醒者大学生 经常和荒野区 临界怪物殊死搏斗 知道了实力的可贵之后 确实要成熟很多 好在刚刚石海岩碍于颜面 还是出言邀请了白小文的 虽然客套的成分居多 但是白小文应该会成一点情 白小文笑道 你们是山东大学的吧 我们下个学期会在全国赛 是有可能在赛场上见面的 现在我带你们去增强实力 是不是有点资敌啊 石海岩等人的脸色 有点垮了下来 白小文说的也合情合理 但是 白小文话锋一转 本来我只打算带我们学校的 韩旭和陈国威 不过既然你们之前 愿意带他们两个一起探险 那么这次我就投桃报礼 带上你们一起去蛇人不落 石海岩党觉醒者 没想到峰回路转 都露出了一丝兴奋 暗暗感觉之前邀请韩旭 顺便接纳了陈国威组队 当真是个明智的选择 韩旭嘴唇动了动 没有说话 陈国威挠了挠头 这个 谢谢啊老白 他觉得白小文 带上石海岩这些人 是在替他还人情 白小文 老大 我就这么称呼你吧 石海岩迅速拉进了关系 我叫我们队长 也是这么叫的 白小文摆手 哎 打住 我的话还没说完呢 白小文扫尸了一下 山东大学一共有五个学行者 他对这五个人说道 进我的队伍就要听我的指挥 不能有丝毫的迟疑 让某一个人专门攻击一个怪物 就绝对不要碰其他怪物 尤其是首领级怪物 没有我的指令 你们不可以插手 这一点能不能做到 为什么 一个皮肤白皙 长相秀气的男生说道 陈国威撇了撇嘴 张语斌同学 你想不明白 同一个怪物 当然是参与攻击的 决心者越少越好了 一直被多个决心者给摸了 会降低击杀平分 至于这首领怪 只有白 只有白老大能够搞定 你过去帮忙 起不到多少作用 反而会让平分较低 战利品会缩水 看到石海燕等人 都叫白小文老大 陈国威有点想悟 自己称呼老白 是不是有点过于随意了 所以他改了口 在外校人的面前 当然要给队长足够的尊重 才行 不能太过随意 让白小文这个队长 没了威严 那个叫张玉宾的男生 有点不服气地说道 这样不就等于是我们帮白小文打工 首领的收益全被他一人得了 石海燕看不过去了 呵斥道 行了玉宾 少说几句 能得几只精英怪的收益 对你我来说已经很不错了 你别贪心不足 我这叫贪心不足 张玉宾哼声说道 别怪我没提醒你们 跟着白小文打工 最多帮他干点脏活累活 他召唤生物那么多 输出那么高 能给你们留下什么汤汤水水啊 还不如我们自己探索呢 愿意走的 跟我来 张玉宾扭头就走 走了几步才发现没有人跟上 张玉宾回头一看 包括石海岩在内 其他四个山东大学的校友 都围在白小文的身边 完全没有跟他走的意思 他有点恼羞成怒了 愚 真的愚 看你们后不后悔吧 张玉宾走了 石海岩有些难堪 向白小文赔罪道 对不住啊 我这个学弟 确实有点不懂事 白小文摇头一笑 算了 不必收谈 我说的要求依旧不变 能做到的就跟我一起走 做不到的 现在离开也来得及 如果真的组对了 却不听指挥乱搞一些东西 我会把他请出死灵狐空间 到时候就尴尬了 石海岩说道 我们想好了 百分百听指挥 你让我们打哪个怪 我们绝不看其他怪眼 白小文点点头道 把你们的资料 包括属性和技能展览给我看一下 好让我心里有个底 看到石海岩等人的神色有些变化 白小文补充了一句 我愿意全部展示也可以 分配给你们什么怪物 是按照你们展示出来的实力来决定的 谁展示出的实力比较强 在指挥的时候 我分配给他的怪物也相应较强 越强的怪物 收益越高 这是灵界规则恒定的收益法则 最后石海岩等人 还是展示了个人面板 山东大学的这四个觉醒者 实力还是不错的 石海岩是个六级精英战士 另外三个人 也有两个是四级的远程射手 还有一名五级的敏捷特长者 另外和李淑仪近似 白小文之所以故意说出 蛇人部落的推测 引导这些觉醒者主动跟他组队 原因很简单 这是双赢的选择 蛇人部落会有多强 从遭遇到那对蛇人族男女 一个战士 一个技师来看 蛇人族部落应该不会缺少精英 至少几十个精英是有的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下集更加精彩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和粤文集团 联合出品的多人有声剧 净化之眼 改编自七点中文网同名小说 作者亚瑟罗 由伯恩大魔王领衔 布达拉有声天团 及喜马拉雅十六位主播 轻情演绎 第五百二十六章 鬼打墙 一个部落至少也得有一个高级首领镇场子吧 当然 以那个蛇人部落的神秘程度来看 恐怕不止一个首领 而且这些蛇人 是有相当程度的智慧的生物 不像是阴风港的那些无脑亡灵怪 容易对付 白小文现在不是闯荡灵界 没有阵营对抗 这就意味着他无法介事 所以 白小文吸纳一些精英 普通觉醒者 就是让他们去抵挡精英级的蛇人 给白小文和李淑仪留下和boss单挑的空间 这样 对山东大学的几个觉醒者 也是有利的 他们的实力本来不足以应付首领 能够安稳地杀一些精英怪 收益绝对不低 这也是他们愿意跟随白小文的缘故 能考上重点大学的战斗系 没有几个人是傻子 相比起来 张玉冰夫妻离开 绝对是不成熟的表现 当然也有可能是他不信任白小文 不过这都没有关系 反正多他一个不多 少他一个不少 所以说 现在该怎么去找那些蛇人部落呢 在队伍确定了之后 陈国威发问道 白小文微微一笑 这就要从苍白泥沼的原住民入手了 一行人继续在苍白泥沼中 探索推进 途中又遇到了两波沼泽巨蟹 沼泽巨鳄 都是一个精英带领一群 普通怪群的配置 白小文仍然没有出手 这么多人 他又是英雄职业 一旦出手参战 即便是精英怪的宝箱 战斗评分也会相应降低 他只是让韩旭领在前面 李初仪加入进去 配合输出 专门打精英怪 至于白小文 他在遇到陈国危一行人的时候 就已经把新增的厉鬼 骷髅战士等生物给收了回去 身边除了正在进化休眠的缝合怪肥仔 以及负责抬着他的四只骷髅刀钝手之外 就只留下了一个怒爪 李初仪的DPS可不是盖的 一出手就镇住了所有人 击杀贡献稳列第一 不过李初仪的加入 也加快了小队的推进效率 在怪物数量足够的情况下 石海岩等人的实际收益不仅不会减少 反而会有所增加 其中一只沼泽巨鳄 还解离出了一块饱肉 蕴含精纯的玲瓏地子 所有人分而食之 得到的效果各自不同 不过大部分都是临时增加了一些生命值恢复速度 只有两名没有怎么吃过饱肉的觉醒者 各自增加了一点体质 自是喜悦非常 饱肉永久增幅属性是有上限的 在觉醒者阶段 即便搜罗所有种类的饱肉吃下去 最多只能增长十点属性 而且属性增长越来越难 到了五六点属性之后 精英兽类的饱肉已经很难再增加属性了 只有吃首领级瘦类的饱肉才行 在十点属性增长之后 再吃饱肉就只能附加一些临时增益状态了 指望着靠吃饱肉吃成一个大高手 是不可能的 当然 那些稀有的高级饱肉仍然很有价值 附加的临时增益状态会很硬吧 比如大幅度提高暴击率 生命值上限或者移动速度等等 在闯荡荒野区和保地空间的时候 非常有用 饱肉不容易储存 其中蕴含的灵能粒子会随着时间流逝快速消散 饱肉也会随之化掉 如果没有这个缺点的话 觉醒者把饱肉带到灵界 当作临时增加增益状态buff类的食物使用 绝对会是一大利器 在干掉了两波拦路的怪物之后 白小文一行人终于迎来了一波龙虾人怪物 这些龙虾人是人形种 有一定的智能 更妙的是 他们的精神奇迪 正是和白小文使用霍心咒符进行控制 这次白小文没有让其他觉醒者动手 他让韩旭架着大盾扛在前面 指手不攻 自己则是对着龙虾人施放咒符 以白小文如今高达五十点的精神 以及超过一百二十点的总属性 控制普通模板的龙虾人绰绰有余 就算是领头的精英模板龙虾人勇士 他的控制成功率也是在百分之五十以上 每次控制一只龙虾人 白小文就翻阅对方的记忆碎片 确认翻阅所有的记忆碎片 目标龙虾人没有价值之后 就解除控制 等到咒符切换的八分三十秒冷却时间过后 再次控制下一个 龙虾人对于苍白沼泽的记忆碎片并不多 但是极少成多 白小文在连续控制了三个龙虾人之后 对于这片沼泽隐藏的秘密 已经渐渐有所了解了 最后一个精英沼泽龙虾人 白小文尝试控制 很遗憾 碰上了失败概率 控制失败的目标 下一次施展霍心咒服 失败几率会成倍增长 白小文也就不再勉强 失忆含蓄把这只精英龙虾人杀掉 然后闭目开始沉思 将搜罗到的记忆碎片整理归纳 这是一桩很耗费精神的事情 换作一般人 在连续翻阅了那么多破碎的 来自不同龙虾人的记忆碎片之后 恐怕会精神错乱 其他人沉默地跟在白小文身边 不敢打扰他的思考 很快 白小文睁开了眼睛 跟着我走 白小文直接转身 众人跟上 李淑仪有些奇怪 就在队伍频道里私聊白小文 你发现什么了吗 我们这是在往回走 李大美女还是很懂事的 她没有当着众人面质疑白小文 而是通过私聊来询问 就是要在众人面前 维护白小文的领导者地位 白小文通过队伍频道回答道 没事 往回走只是你的错觉 这里的鬼屋 似乎有颠倒感官的作用 就像鬼打墙一样 我们要是按照之前的方向继续走 就会不断地绕圈 最终还是会回到原点的 顿了顿 白小文又说道 刚刚查阅记忆 我得到了蛇人和龙虾人之间的关系 龙虾人实际上是蛇人部落的奴仆附庸 还记得我跟你说过的 潜引迷宫的钥匙吗 我怀疑潜引迷宫就在这个沼泽的地下 而蛇人部落就藏在迷宫之中 不过要找到蛇人部落 就要先找到龙虾人的聚集点才行 白小文一边走 一边默默地数着部数 大约走了几公里之后 白小文再次转身往回走 身后一群决心者一脸懵逼地跟随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下集更加精彩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和粤文集团 联合出品的多人有声剧 净化之眼 改编自七点中文网同名小说 作者亚瑟罗 由伯恩大魔王领衔 布达拉有声天团 及喜马拉雅十六位主播 轻情演绎 第五百二十七章 鬼打墙下 陈国威跟韩旭对白小文有很充足的信心 二话不说就跟了上去 而山东大学的几个虽然跟随 但是迟疑的神色却是显露了出来 其中一个山东大学的觉醒者学员 悄悄问石海岩 这样往返来回走 是有什么用意吗 石海岩一直在皱着眉头观察四周 渐渐露出了一丝恍然的神色 嘘 别说声 你没有发现吗 我们虽然是折返走 但沿途的景物却各不相同 至少眼前这一处泥潭 我们没有来过 石海岩悄声回答 充满佩服的目光投向了白小文 石海岩是个反应机敏的人 在很多人一头雾水的时候 他已经看出了白小文 往返走的深意 正因为能看出来 他才对白小文佩服万分 更能认识到 他和白小文之间的差距 就拿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来举例 能够真正读懂相对论的人 算是学识渊谱 很了不起 可跟爱因斯坦相比 差距仍然盼若云泥 石海岩想破脑袋都想不明白 白小文到底是怎么找到 这个破局的办法的 别看是简单的往返走 在哪个点走出多少步后转身回返 这都是学问 代表着他和白小文在解密破局方面的差距 当然了 白小文读取了龙虾人的一些记忆碎片 有第一手的情报在 这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 此时 白小文正在跟李淑仪解释 往返走的原理 鬼打墙的原理其实很简单 首先我们要弄清楚什么叫鬼打墙 所谓鬼打墙 其实就是人的感官在朦胧的时候 出现了一种失去方向 迷乱错位的现象 不管是人还是动物 在失去视野的时候 按照本能前进 最终的结果都是圆周运动 也就是绕一个大圈 这是有生物学上的深层原因的 人的两条腿的力量和长短 飞禽的两只翅膀的力量和肌肉 都有着细微的差别 比如人 左脚脉步稍长一些的人 右脚脉步的距离 就会短一分一离 那在走了足够远的距离之后 最终会按照顺时针的方向 转一个大圈回到原点 在有视野参照物的时候 我们的大脑会不断地收集 眼睛的反馈修正方向 所以才可以走出直线 而在这亡灵天坑的底部 苍白沼泽的浓郁鬼物 进一步让我们失去了方向 加剧了我们感官上的朦胧状态 所以我们才会出现 走大圈回到原点的情况 而我们在走出一段距离之后 选择原路返回 实际上不是原路返回 而是走出了一道道 圆弧构成的枝字形的轨迹 虽然会浪费一些时间 但至少可以保证 我们不会在原地打转 李初仪仔细想了一想 终于明白了过来 你的脑子是怎么长的呀 怎么会这么聪明呢 白小文笑了笑 随后笑容一收 目光投射向了不远处的浓雾 啪唧几声 杂乱的脚步声 拍打泥水的声音响起 准备战斗 这次的敌人数量不少 白小文扫尸了一眼 跃跃欲试的石海岩等人 你们的实力 加上韩旭和陈国威 同时应对三只 终极精英怪物 应该没有问题 最多可以同时挡住五只 没错吧 石海岩有些惭愧 五只的话 压力会比较大 只能拖延 很难在短时间内击杀 白小文微微点头 在达成共识之后 他接下来的调配 就简单得多了 来的是一群龙虾人 足有几十只 其中大部分 仍然是普通模板 但是 有七八只精英龙虾人 光是体型 就比其他龙虾人 大了一圈 甲壳的颜色也更深 白小文没有令其洞察技能 精英龙虾人 除了尼壳 兼顾甲壳这两个技能之外 还多了一个攻击性的技能 拒钱夹击 龙虾人挥舞拒钱 攻击目标 对目标造成中度积压伤害 目标需通过力量判定 否则将陷入情报状态 左边的三只精英给你们 其他的交给我和书一来对付 白小文沉声指挥道 至于普通的龙虾人 你们能杀多少就杀多少吧 白小文说话间一抬手 目标早已经飞扑 脸肯带咬 拖住了右侧的几只精英龙虾人 含蓄扛着大盾冲过去 将白小文特意剩下的 三只精英龙虾人给挡住 使海岩党人兴奋地 各自掏出武器 展开攻击 这种无需顾虑自身软威 围杀精英的感觉是最爽快的 李初仪双剑撤出 野蛮冲撞进场 在初持几件 积累了被动攻速和暴击之后 他的出剑速度猛然加快 就像是风车一般 不到十秒 就戳翻了一只精英龙虾人 四只骷髅刀顿手 把肥仔往地上轻轻一放 举着刀顿顶上去 扛住那些普通龙虾人 为李初仪吸收伤害 在有了暗精饰品血精石之后 白小文的个人输出能力 也有了相当大的提升 尤其是他开启了 沙漠之鹰的连射模式 偶尔就会触发一次杀戮 可求被动效果 强制扣减对方最大生命值的 百分之十 而且这是真实伤害 不受护甲和魔抗减免的 这个技能 打那些血条齐长的高级首领 效果会更加出色 触发一次特效 能扣减近百点生命值 但打终极精英龙虾人 也就是二三十点真实伤害 还不能完全展现出 暗精装备的霸气 当然鲜血可求 法力可求这两个技能 也不是摆设 在怒爪受到攻击损失生命值之后 白小文的生命共享 会将一部分生命值 渡让过去 维持他和怒爪的统一血线 等于是白小文的生命值 也被扣减 这时候 白小文就可以调用 血精石中存储的生命值 为自己恢复血线 更妙的是 由于生命共享存在 怒爪的血线 也会徐徐回升 心血可求尽的 基本上可以看成吸血特性 虽然只有10%的吸血 但也增强了我的续航能力 白小文寻思着 一定得把这件暗精饰品的强化档级升上去 还没有强化就这么强悍 一旦强化到加四加七 那又不知道是什么样的光景 很快 这群龙虾人纷纷倒下 其中还有几只普通的龙虾人 见大势已去 惊慌地想要逃走 但都被拦了下来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下集更加精彩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和粤文集团 联合出品的多人有声剧 净化之眼 改编自起点中文网同名小说 作者亚瑟罗 由伯恩大魔王领贤 布达拉有声天团 及喜马拉雅16位主播 亲情演绎 第528章 暗影先知 马吉克 石海炎等人一和解 把这几只普通的龙虾人 打到只剩一两点的生命值 失去了战斗力之后 再交给白小文 方便白小文使用咒服切换的 霍心咒服技能进行控制 白小文摇头道 不需要了 这些龙虾人主动出现 意味着我们距离龙虾人聚集点 已经很近了 这几只怪物 你们杀掉就是了 石海炎等人自然是开心得很 蚊子再小 那也是肉嘛 哪怕十几点零能点 那也是钱 更何况 还有机率堵宝箱 他们都感觉到 跟着白小文 是一个正确的选择 要是像张玉斌那样 负气离开 哪有这样的美好时光啊 白小文随后命令怒爪 嗅了嗅龙虾人的尸体 然后把带路的任务 交给了怒爪 接下来就不再需要 往返走了 在怒爪的嗅觉指引下 一行人加快了速度 没过多久 就找到了一处 龙虾人的村落 这个龙虾人村落 就在一处面积广阔的泥潭之后 房屋低矮破败 都是用腐烂的巨型魔骨搭建而成 偶尔会看到几枚贝壳 这算是点缀了 白小文一行人算是在明处 对方早就发现了他们 要不然也不会主动派出 大群龙虾人战士去阻击 所以这次进攻龙虾人村落 突袭是谈不上的 双方都已经做好了准备 要正面交战 一群群龙虾人 从房屋道路的各处涌现出来 挥舞着大鹅冲向了觉醒者们 值得一提的是 这里面仍然看不到龙虾人的首领 只有一群普通怪和少量的精英怪 安徐老规 安徐等觉醒者拖住几只精英怪之后 剩下的交给白小文和李淑仪解决 清理了两拨龙虾人之后 白小文等人杀到了龙虾人村落的中央区域 在这里他们终于遇到了顽强的抵抗 整整十几只精英龙虾人 率领着上百只普通龙虾人 加入了战斗 把祖数不到十人的觉醒者对我 团团围住 在白小文的调配下 近战觉醒者领在了外围 远程觉醒者在内圈 抵住龙虾人怪群的围攻 然后凭借觉醒者的技能和战斗特长方面的优势 不断给龙虾人造成减员 白小文和李淑仪配合 定点杀死带队的龙虾人精英 削减对方的主要威胁目标 一直打得很happy 忽然一个苍老的吼叫声响起 一只甲壳脱落了不少 大鸥甚至掉了一只的龙虾人出现了 这只龙虾人体型比精英还要大上一圈 显然是首领级的生物 它仅剩的右前肢中夹着一根破旧的法杖 法杖尖端还镶嵌着一颗水晶 它口中发出了绘色难懂的音节 一挥木杖 一道黑色的光芒就投射在了龙虾人怪群之中 被黑光照射到的龙虾人 纷纷发出了一连串的吼叫声 挥舞熬前的速度加快了不少 正常的龙虾人是没有声带 无法发出声音的 不过这些龙虾人作为人形种生物就不一样了 就拿蛇人族来举例 他们比起真正的蛇还多出了一双手 白晓文得到了提示 给予你的天赋洞察 您获得了龙虾信息 暗影先知马杰克的技能激励发动 半径一百米内的油军将陷入狂热状态 攻击速度提升百分之四十 该增益效果随着时间而衰减 将在一分钟内虚减至零 只能对龙虾人生效 首领怪就是不同反响 这个技能比起怒爪的嚎叫技能 可以说是各有千秋 白晓文顺手丢了一个洞察过去 马基克首领七级 中族人形中龙虾人族 职业暗影先知 属性力量二十五 敏捷十九 体质三十三 精神七十四 技能一 暗影波纹 马基克释放一圈扩散的暗影波纹 诅咒周围的敌人 受到暗影波纹影响的敌人 生命值上限将降低百分之十 该效果可以叠加 最高叠加至五层 只有脱离战斗状态十秒之后 暗影波纹的诅咒效果才会消失 技能二 激烈 略 技能三 苦难预言 马基克皆是一名敌人的苦难命运 在十秒内对目标造成五次暗影伤害 且伤害之逐步递增 技能四 福音预言 马基克皆是一名有军的福音命运 在十秒内为目标造成五次治疗效果 且治疗量逐步递增 技能五 龙虾人灵秀 等级一 生命值额外增加三百点 所有控制效果的持续时间 减免百分之三十 这次的洞察 直接将五个技能全部探测了出来 对于一个高级首领来说 实在有些难得 一般来说 白小文洞察等级比自己高的首领 都会有一到两个技能式问号状态 尤其是对于七级首领而言 更是如此 不管怎么说 能洞察出来全部技能 就是好事情 一个群体降低最大生命值的法射 一个群体增益法射 再加上一个单铁伤害法射 一个单铁治疗法射 这个波斯并不好打 实力很强的 白小文迅速有了判断 尤其是这只龙虾人暗影先知的精神 高得简直有些恐怖 居然是七十四点 苦难预言术的法术保守估计 五次伤害累积也要超过两百点 如果被暗影波纹叠加了五层 最大生命值降低百分之五十的话 除了白小文之外的任何人 都吃不消BOSS的单体法术点名 唯一的好消息是 BOSS的力量值比较低 骷髅刀盾手的盾击打断 判定成功率还是很高的 不过高级法系首领 会被几只骷髅刀盾手彻底困死吗 白小文也没有这个把握 谭旭 把精英龙虾人带远一点 战场拉开远离BOSS 白小文大声说道 BOSS的主要技能可以降低附近敌人 最高一半的生命值上限 所有人除了我和舒仪之外 都不要靠近 一个个觉醒者心中凛然 迅速拉开了距离 白小文指挥四只骷髅刀盾手 陆续上前 攻击暗影先知 那即可 这场BOSS战正式拉开帷幕 龙虾人马即可 突出的眼球一片浑浊 他竟是张口 发出了一阵滴滴的咆哮 说出了一段古拉丁语 韩蓝的外来者 你们必将埋葬在这片沼泽 刷的一声 一圈黑色的波纹迅速扩散 竟是扩展了接近四十米 在四十米范围内 所有觉醒者 以及白小文的召唤生物的生命值上限 都齐刷刷的下降了百分之十 技能范围居然这么大 是的 BOSS的精神够达七十次点 有这样的表现并不算夸张 不过 这个暗影波纹 居然不需要什么施法动作 直接默发 这下子麻烦了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下集更加精彩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和粤文集团 联合出品的多人有声剧 净化之眼 改编自起点中文网 同名小说 作者亚瑟罗 由伯恩大魔王领衔 布达拉有声天团 及喜马拉雅十六位主播 轻情演绎 第五百二十九章 暗影先知 马吉可 下 没有施法动作 就意味着毫无预兆 白小文想要操控骷髅 刀断手 提前预判 打断boss的技能 那就很难了 继续拉开 白小文喝倒 含蓄摇头 没办法再拉开了 陈国威帮忙解释道 老汗走到远离boss的位置以后 那些个精英的龙虾人 不再追击 他们貌似 不愿意离开这只龙虾人 首领太远 白小文无奈地摇摇头 那你们就全力以赴吧 有什么底牌就全部使出来 boss交给我和舒仪对付 老陈 我记得你有个C级白印道具 用在boss的身上 能出几种异常状态 就看命了 哎 我还想着 在联赛中阴人来着 不过联赛 应该没有我出场的机会 陈国威黑黑一笑 从储物空间中 取出一只其貌不扬的 干瘪毒囊 给自己的弓脆毒 给弓脆毒 接下来一定次数的射击之内 每一件都会带着毒药效果 而陈国威拿出来的 是他从断吉山大猎谷中 获得的C级白印道具 干瘪的毒囊 使用后 接下来的五次攻击内 会随机附加不良状态 要是只有上述功效的话 这只干瘪的毒囊 最多也就是B加 或者A级普通道具的评价 到不了C级白印道具的程度 不过 这只毒囊是可以重复利用的 每隔24小时 恢复一次可使用次数 这就很牛了 围攻一个七级首领 就算多臣国威这么一个 三级普通模板的觉醒者 对于战斗评分也没有什么影响 而要是五次击中 出了关键性的不良状态 那就有利得多 而且陈国威还得到了提示 陈国威苦着脸 把战斗提示共享给白晓文观看 继续射 白晓文没有任何动容 而是平稳的一枪一枪的射击 他的远程攻击力 比陈国威要高多了 射击特长在最强学霸的加持下 已经有了进阶四级的水准 精准度也高得多 每一枪都能带起一丝血花 扣减BOSS30点左右的生命值 偶尔来的一发穿透子弹 可以造成50点以上的高额伤害 陈国威的战斗情报 白晓文也看到了 龙虾人首领马基克 对于陈国威的脆毒箭矢攻击 属于抵抗 而不是免疫 这就意味着 马基克还是有可能被脆毒判定成功的 只不过几率比较低而已 陈国威又射出了两剑 第四剑歪歪斜斜 直接来了个未命中 第五剑终于立功了 提示信息传来 白晓文眼睛一亮 现在马基克的力量值 进一步削弱污点 已经和骷髅刀断手相差无几了 刷刷两声 又是两只骷髅刀断手被召唤出来 在这个时刻 白晓文也不能光想着隐藏底牌了 黑灵魂时新增的两只骷髅刀断手名额 也迅速曝光 六只骷髅刀断手 围着暗仰先知马基克 轮流开始发动重击 马基克的力量值被削弱 顿机的成功率自然大幅度提高 他的身躯摇摇晃晃 处于不断的失衡状态 陈国威再次为弓箭脆毒 又开始了新的一轮射击 这五次射击全部命中 主要是因为马基克被顿机打得失衡 无法闪避 基本上就等于是活靶子 陈国威这次运气比较好 让龙虾人首领出现了两次不良状态 幻听 目标出现幻听 对远程攻击的闪避率下降 流血 越 而在马基克被骷髅兜盾手 连番顿机打得失衡之后 怒爪已经咆哮着冲了上去 将其直接摁倒在地 疯狂撕扯 压制的时长足有2.4秒 这还是boss的被动技能 龙虾人领袖豁免了30%的时长 否则控制时间会长达3.5秒以上 这段时间内 白小文和李淑仪努力输出 就连亡谷妖术师 吸血鬼几次都召唤了出来 围攻boss 李淑仪的伤害排名又是第一 他开启吆火之舞的状态下 双剑的攻速犹如风车一般 快得惊人 控制时间一过 boss发力一抬 将怒爪掀开 第二发暗影摸闻 依然是末发 迅速扩散 所有人同时中招 现在 生命值上限 已经降低了20% 书仪 用武器技能 白小文的声音 通过小队频道响起 李淑仪右手的血红长剑一条 暗影先知 马基克的身上 一道鲜血 鸡舍而出 化作血雾 沐浴在李淑仪的长剑之上 这是红叶灵主荣耀常见的主动技能 汲取鲜血 对暗影先知 马基克直接造成了 5乘以8等于40点 理论魔法伤害 并治疗自己等量的生命值 而且 这柄黄金武器 已经被强化到了加7 拥有汲取力量的特效 在施展的同时 也吸走了马基克 10点力量值 附加在李淑仪的身上 持续30秒 这30秒 可以说是 李淑仪的黄金输出时间 他的单次输出伤害值 是跟力量挂钩的 原本他的力量只有20点 但是 在汲取力量特效的作用下 直接达到30点 已经比得上 同级暴力输出战士的数值了 而李淑仪的攻速 却是那些力量型的战士 望尘莫及的 白小文 左手咒服迅速成型 一道黄色咒服 命中暗影先知马基克 转化为晕眩效果 成功将其击晕了 接近两秒 而伴随着这一道咒服 一个-63的数值 也出现了 在只有白小文能看见的视角中 一个野蛮的兽人虚影 咆哮着突出 撞中了马基克 然后消散 这正是阿布索伦的 血精石的第三个技能 杀戮可求 被触发时的特效 幸亏只有白小文能够看到 否则这种拉风的特效 被别人看在眼中 肯定会引发诸多猜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下集更加精彩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和粤文集团 联合出品的多人有声剧 净化之眼 改编自起点中文网 同名小说 作者亚瑟罗 由伯恩大魔王领衔 布达拉有声天团 及喜马拉雅十六位主播 亲情演绎 第五百三十章 沉重的板前 暗影先知 马基克被连续输出 生命值迅速跌落了一半 他发出了阵阵怒吼声 第三次暗影波文使出 依旧是毫无征兆的末法 所有人的生命值上限 已经降低百分之三十 再打一波伤害之后 除了我 所有人撤离boss四十米之外 白小文收起了手枪 开启了鞋子的冲刺特效 移动速度暴增百分之三十 冲向了暗影先知马基克 燃烧着火焰的重拳 轰在了马基克的腹部 迅速来了一串火焰格斗技能连招 最后以一招作为收尾 将boss打得跪倒在地 白小文施展草屉流鼓舞术的连招时 面对那些力量比自己要弱的对手 是可以做到连续控制的 敌人因为被连续的火焰重拳快速击打 而一直处于失衡 甚至扶空无法防御的状态 在这个状态下 敌人除了要受白小文的搏击伤害 火焰伤害之外 还要尝尝一种照满生物的文忧 以及李淑仪的暴力输出 生命值自然是迅速的下跌 暗影先知马基克被爆锤 呛壳出大口的淡蓝色液体 在火劲的蒸发之下 化作一片片淡蓝色的雾气 那是龙虾人的血物 所有人后撤 白小文说道 暗影先知马基克的技能 可以做到没有施法动作 瞬间末发 白小文没有打断他的把握 就只能让李淑仪等人后撤 此时 每个人身上都有三层暗影波纹的 负面诅咒效果 万一被boss点名 除了逃离死灵虎保地空间之外 没有别的办法 当然 只要逃离死灵虎空间 返回地球 在空间穿梭的过程中 灵能粒子会自动修复 觉醒者的伤势 诅咒效果和苦难预言的点名效果 造成的生命值损耗 也会被迅速地补满 是没有生命危险的 暗影先知马基克的生命值 已经跌落到了200多点 他咳嗽之后 重新站起来 举起了法杖 法杖上面 那颗水晶啪的一声 发出了轻微的爆裂音 原本就已经裂纹密布的水晶 上面的裂痕又多出了一条 星星点点的光尘 从上面飘洒而下 随着水晶轻微爆裂 一圈黑色的能量光环 迅速扩展开来 白小文的身躯 感觉到了一股大力的推送 向后连连倒退 提示信息详细 暗影先知马基克的装备 附带技能触发 白小文连同召唤生物在内 都被推开了十多米 后退的势头才停下 紧接着 暗影先知马基克 高高举起了法杖 一阵愤怒的咆哮 以晦涩难懂的古拉丁文 发音响起 贪婪的外来者 睁开眼睛看看 你的黑暗命运吧 白小文眼眸微微一缩 这赫然就是暗影先知马基克的 苦难预言 单体点名技能 不过 出乎白小文的意料 这个技能 马基克居然没有办法默发 而是有这么明显的动作 马基克 宁愿损耗法杖的水晶球耐久度 也要把白小文推开 应该就是为了避免白小文的近战搏击 打断他的苦难预言技能施法 不过 白小文却是眯起了眼睛 在被黑色光环推锯开来 身体还处于失衡状态的时候 就直接发动了他的另一个技能 威慑 这个威慑技能 是不需要施法动作的 就算白小文处于失衡状态 仍然可以在一念之间就发动 一瞬间 周围的精英龙虾人都被恐惧在原地 而普通级的龙虾人 精神更是远远低于白小文总精神的30% 直接被击晕当场 马吉克虽然精神高达74点 但是威慑的基础恐惧时长还在 他高举法杖的身形 僵直在了原地 被硬生生恐惧了两秒左右的时间 白小文吸了口气 装备附带技能略想开启 一步跨越了十来米的距离 直扑马吉克 在老龙虾人先知僵直的最后一秒内 他的脚尖踢中了对方一颗突出的眼球 然后空中拧身再踢 将暗影先知马吉克踢得浮空而起 草剃流鼓舞术 七十五式改 这一击又引发了 阿布索伦的血精神的杀戮可求 被动技能 附加了高达63点的真实伤害 这伤害在boss满血时还不算什么 但是现在龙虾人先知的生命值已经滑到了两百点以下 就显得尤为重要了 暗影先知马吉克的一颗眼球被硬生生的踢爆 陷入了永久失明的状态 他发出了一连串意味难鸣的吼叫声 但已经无力回天 在boss处于坠落状态的时候 恰好足够白晓文再度接上第二套连续机 轰隆一声 在龙虾先知马吉克的身躯 裹着火焰坠落在地的时候 他的生命值已经滑落到了一杠六百三十 蛇人部落的入口在哪 白晓文忽然用古拉丁文问了一句 马吉克显然是听懂了白晓文的古拉丁文 他的身躯剧烈的颤抖 然后大叫道 就算是死亡 我也不会出卖伟大的阿木塔瓦部落 在喊出这句话之后 马吉克就死掉了 在死掉之后 暗影波纹的负面状态总算是消失了 众人的生命值上限都恢复了正常 马吉克一死 龙虾人部落可以说是兵败如山倒 一个个龙虾人纷纷逃逸 含蓄 石海岩等人努力追击 也只是追上了几个而已 大部分龙虾人都消失在了泥潭之中 这里是他们的主场 白小文皱着眉头 并没有加入追击的行列 否则 凭着他诸多召唤生物 留下所有的精英龙虾人 是没有问题的 不过 白小文不动 别人都以为他在击杀暴死的时候 消耗太大 筋疲力尽了 所以 也就没有多问 石海岩等人追到泥潭边缘 终于被厚重的淤泥阻挡 不得不退回来 这一战 石海岩等人的收获 还是不错的 白小文挡住了首领 他们则是杀了几只精英怪 爆出了两个白银宝箱 开心分赃 白小文和李淑仪 把陈国威叫上 分配暗影先知 马吉克的黄金宝箱 陈国威连忙推托 算了算了 我也没想起什么作用 他的击杀贡献 还不到百分之五 一般来说 这个击杀贡献 是分不到什么东西的 就算是对内拍卖 也分不到多少联统点 过来吧 你用掉了两次 C级白银道具的使用次数 虽然可以恢复 但也是付出了代价的 白小文说道 我们内部分配 就不走竞价模式了 看掉落的东西 适合谁 就直接分配吧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和粤文集团 联合出品的多人有声剧 净化之眼 改编自七点中文网 同名小说 作者亚瑟罗 由伯恩大魔王领衔 布达拉有声天团 及喜马拉雅十六位主播 轻情演绎 第五百三十一章 沉重的板前 下 陈国威虽然有些没亲没废 但是也能感觉到 白小文拿他当自己人 心里有种暖暖的感觉 事实上 白小文的待人宗旨就是这样 谁对他付出真心 他也会以真心回报 上次在凯恩未面世界 延迟回归 陈国威党人担心他安全的同时 还记挂着他的家人 想着过去看望 这就是朋友 水狗说还有找到 蛇人部落的希望的话 那就只能在这只宝箱上了 白小文选择开启宝箱 战斗评分为A级 有三次不会轮空的抽取机会 白小文瞇着眼睛 暗暗感觉吃惊 这只龙虾人BOSS的 实力评价好强啊 比起同级的BOSS 盐驼的实力评价 还要高一些 杀死盐驼 白小文是独立击杀 战斗评分是A级 这很正常 杀死马基克 是在李淑仪这个DPS 加入之下击杀的 战斗评分仍然是A级 但是在杀死马基克的过程中 白小文并没有感觉到 太大的压力 主要原因是 白小文的骷髅刀盾手 在对付力量低的 法系BOSS时有奇效 另外 白小文的格斗技 在力量判定上 也占了很大的便宜 这还要归功于陈国威 李淑仪先后给BOSS施加的虚弱 吸取力量的效果 降低了马基克的力量值 要是能掉落BOSS的 暗影波文件能输就好了 李淑仪说道 他对这个大范围降低 生命值上限的可怕技能 仍然是心有余悸 尤其是这个技能的 冷却时间应该不长 要不然 暗影先知马基克 也不会用这么频繁 想想看 给敌人套上五层 暗影波文之后 再来个大舌梯 这画面有多美 真不敢看 降低生命值上限 和直接造成 生命值损失不一样 对方就算磕血瓶 肯特殊食物 也没法回血的 白小文笑着摇摇摇头 打开宝箱 选择了抽取 你获得了道具 暗影庇护卷轴 你获得了特殊物品 回忆海螺 你获得了道具 命运监视之书 可惜没有掉落装备 白小文仔细看了一下 掉落的物品说明 暗影庇护卷轴 A级道具 使用后 可以为附近有军 施加暗影庇护效果 在100秒内 受到的暗影伤害 降低40% 使用次数 1-1 这个卷轴 算是中规中矩 如果是减免 全法术伤害的卷轴 会更加实用 但是单单防护暗影伤害 适用范围 就窄了很多 但是 一旦碰上了某些 偏于黑暗属性的 法系首领 这个卷轴 就会很给力 因为三个人中 只有白小文 有大军召唤生物有军 最适合这个卷轴 所以 就由白小文收下了 紧接着 是第二项物品 回忆海螺 特殊物品 这是暗影仙之 马基克的随身海螺 承载了 他的某些时期的 珍贵记忆 这是什么东西啊 陈国威 有点懵逼 这应该就是寻找 蛇人部落的物品吧 白小文 有点不确定地说 他先看了 第三件物品 命运皆是之书 SG道具 使用后 可以揭示你的命运 使你在命运的抉择中 更加明智 平时 在开启宝箱之前使用 使用次数 一缸一 这东西 应该是抽特定战利品的 收用的 白小文说道 可惜了 如果是开这个宝箱之前 有那么一件道具 就可以先用一下 估计抽取到 暗影波纹技能书的 可能性会大一些 白小文看了一眼 陈国威 说道 这件道具 只有开启强大怪物的宝箱时 才可以发挥出价值 最低也是首领级宝箱 所以我倾向于 还是给我 陈国威 黑黑一笑 他二十给你了 我平时最多 也就杀一只精英 现在 还有队友的情况下 开精英宝箱 用S级道具 怎么想 都是亏到姥姥家了 白小文说道 暗影庇护卷轴 和命运皆是之书 都分配给了我 回忆海罗 要用来寻找 蛇人部落 也要给我 这样一来 陈国威就没什么收获了 所以 应该在 BOSS掉路的零能点方面 给予老陈相应的补偿 李淑仪很痛快地说道 我赞成 陈国威还想推剧 白小文不容分说 交易给了他 七千零能点 七级首领 掉落的零能点 也就七千而已 这就相当于 白小文和李淑仪 拿三件掉落物品 陈国威 拿了掉落的零能点 这个BOSS的宝箱总收益 大概在三到五万点左右 按照陈国威的 击沙贡献来说 其实分不到七千零能点的 但是白小文也没有必要这么资出 必较 能帮陈国威一把也好 只不过 帮人也是有讲究的 不能毫无原则地给予 以白小文现在的身价 轻轻松松就能丢出去几万零能点来 但是 宁可让陈国威出力干活 按劳取仇 也不能白送玲能点给陈国威 虽说朋友有通财之意 但是 养成心理依赖的话 对陈国威并不好 另一边 韩旭 石海严等人开宝箱的时候 也引发了一阵滴滴的轰动 原来 其中一只精英龙虾人的宝箱里 居然抽出了黄金装备 这可是小概率事件了 而且 这还不是普通的黄金装备 而是一件黄金级的武器 沉重的板前 拾取后绑定 平质 英雄级 黄金 装备位置 主手 装备需求 基础力量 15点 属性 附加攻击 8到18 附加技能 闷击 被动效果 若成功击中敌人头部 将使其移动速度降低40% 持续10秒 该效果 每隔30秒 只会触发一次 无法对相同目标 重复生效 耐久度 34-35 说明 这是龙虾人勇士 机头者 雅尔佩特 折断的大敖制作的板前 这只黄金级武器板前 本身的攻击力就相当高 而且 还附加了一个实用的技能 闷击 绝对是极平武器 灵界规则的估价 是五千零能点 我出六千 这件武器 我要了 七千 我出七千五 净架声很激烈 就连含蓄也参与到净架之中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下集更加精彩 您的收听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